第三千三百零九到三千三百九十二章,贵求订阅 第三千三百零九章出事我兜着 西方小友盛情相约,我等那就不好推辞了 如此甚好,恭敬不如从命 多谢西方小友了 顿时,人群中便是有着不少的老者便是笑呵呵对陆少游点头示意,仿若是一下间就熟络了起来一般 陆少游瞥了一眼人群,淡漠的目光扫过,随即对采华道问道,采长老,秘境在何方 采华道指着昆灵谷后一片群山,道,就在前面一些不远,入口现在被我和明阳布置上了封印,需要我们两人合力才能够打开,现在明阳刚刚确实走了,怕是需要强行破风才行 陆少游点了点头,道,带我去看看吧 是 采华道点头,老太脸庞上神色却是极为疑惑 不过,暗自揣测,莫不是真要带着其他人一起进入秘境之内吗 嗖嗖 片刻后,一座庞大的山峰深谷之下,一股股能量波动隐隐间蔓延,一个洞口被布置上了封印,一道道身影随着采华道和陆少游落在了封印之前 陆心童和绝灵独鼓的强者,也是尾随着众人而至 就是这封印了,乃是我和明阳一起布置,明阳刚刚走了,这封印就需要强行打开了 采华道目视着禁制入口对陆少游睡道 无妨 陆少游话音落下,魁梧身躯一步跨出直接到了禁制之前,同时间白色短棍之上,猛然间一股冰寒刺骨的寒冰之气波动而出,直接暴掠进了禁制光圈之内 咔咔 冰寒刺骨的寒冰之气涌动,令得整个深谷顿时一颤,顿时周空倾洒漫天冰霜,似乎是要将整个深谷冻结 随即那一道禁制光圈直接被凝结成寒冰,下一秒,寒冰军裂,传出咔咔的破碎声,紧接着直接炸开 砰砰 低沉的音爆声下,寒冰顿时直接炸开,采华道和明阳红尊联手布置的禁制,随即就被轻而易举的摧毁,一个数米大小的洞口顿时出现在了众人的目光中 陆少游目光微抬,侧目望着身边的采青道,采青,你随我进去 话音落下,陆少游瞥了一眼尾随而来的众人,侧目对身后的飞天老妖,阎光老道,双旗老怪三人道,你们三个守住入口,不管谁敢擅闯都不用客气,出了事情由我兜着 是 飞天老妖,阎光老道,双旗老怪三人点头,三股气息涌动,顿时守候在了入口之外 嗖嗖 随即陆少游拉着采青,两人便是直接进入了秘境之内不见 不是说好了让我们进去吗? 怎么这样,出而反而 我家掌门什么时候答应过你们让你们进去了,是你们自己理解错误了而已,谁敢上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飞天老妖周身气息涌动,站在秘境入口之前,足以震慑众人 陆心同倩影上前,目视着众人,淡淡一笑,道,秘境乃是采家和昆阳宗所有 现在既然这秘境已经是有了归属,那我们也就不需要插手了 随着话音落下之际,陆心同连部直接走到了秘境入口之前 飞天老妖三人自然是知道眼前这绝灵毒蛊的鼓足和掌门的关系,自然是不会阻挡 吃啦啦 秘境入口之前,陆心同直接布置上了一道毒雾禁制,一股剧毒黑雾顿时滚滚释放开来,周围众人众多目光皆是为之立刻暗变波动,绝灵毒蛊这时明显是要和那西方求败站在一块 秘境空间之内,仿若是虚空一般,有着古老的气息弥漫,不少空间都有着被人搜刮过的痕迹 圣主,这外面都被准备寻找过了,只有里面有尽致的地方打不开 采青对陆少游睡道 这气息就在里面,往里面去 陆少游脑海空间内的金色小刀似乎是感觉到了什么,立刻对陆少游睡道 陆少游闻言,顿时展开身形,一路毫无当个直奔秘境深处 片刻之后,陆少游终于是到了秘境内深处,空间波动,连一荡漾,一道尽致横跨在了两人身前 隐隐间那当强悍威压,令陆少游也未知心颤 很强的禁制 陆少游挑眉,难怪采华道和明阳红尊两人联手也打不开这禁制 这禁制的布置者绝对是强悍至极 虽然这禁制应该是布置的时间已经很久远,但依然不是采华道和明阳红尊两人所能够摧毁的 气息就是来自这禁制内,这气息好熟悉,但一时间确实让我想不起来 金色小刀在陆少游脑海内喃喃倾道 随即对陆少游说道 小子,这禁制怕是不能够强行破开 要不然的话怕是当初这秘境的主人就不会在秘境之内还布置上这等禁制了 一旦强行打开禁制,怕是里面所留下的东西都会直接被摧毁 刀叔,那我们该怎么进去? 陆少游对金色小刀问道 不能够强行打开禁制 那除了布置这禁制的主人外,就没有办法进去里面了 金色小刀道 此人布置这禁制的目的,应该是要等什么合适的人才能够进去 别人强行进去,那里面的一切都会被摧毁 就算是有宝物也会化作乌有 这样吗? 陆少游眉头一挑,随即目光中露出些许笑意 轻道 我有办法了,应该能够进入这一道禁制,我倒要看看这禁制之内有着何种宝物 令得这秘境当初的主人竟然布置下重重禁制 片刻后,将彩青带到了天咒界内 陆少游掌心之内出现了一团烟红的惊血和一道灵魂力 一股炽热的气息蔓延而出痴痴 玄奥手印皆出 陆少游掌心一抖,其一团惊血直接吞进了嘴中 那一道炽热气息弥漫的灵魂力则是掠进了眉心中 三神天变绝,地灵变 一道道玄奥手印变化,陆少游轻喝一声 顿时体内筋骨肌肉和无数细胞都在瞬间重组 四肢百骸,血脉筋落,整个身躯在玄奥的急速变化着 短短一瞬,随着一道道复杂玄奥的方式 陆少游直接直接变身成了一只通体赤红 浑身包裹在了炽热的火焰内的七彩的猪雀之体 猪雀之躯身后拖出长长的七彩羽毛,双翅展开,火焰弥漫 那等高温令人足以灵魂灼痛 正是猪雀一族的本体,当初用完了猪雀一族的精血和灵魂力之后 上次剿灭灭灵蒙见到猪晨熙等人之后 陆少游便是找四大皇族的众人要了不少的精血和灵魂力,以备不时之需 猪雀一族的空间之力和普通修炼空间奥义的修炼者又是不一样 施展的灵变,身躯化作猪雀一族本体 陆少游也能够动用猪雀皇族的空间天赋 而此时想要进去这禁制之内 猪雀一族的空间天赋能够直接操控空间,正是能够绊道 咕 双翅震动,周围空间为之晃荡波荡,带着炽热滚滚的火炎 身躯随即便是撞击在了那强悍的禁制之内 强悍的禁制却是只是阻挡了短短一瞬 下一秒,便是被陆少游此时的猪雀肢体洞穿而过 当陆少游身影再度出现的时候,已经是身处在了一间古朴的石室内 猪雀之躯收敛 陆少游的目光内 便是立刻见到了石室之内的一切 一张青色石床上,盘西尔坐着一尊蓝袍之躯 五旬左右的模样,栩栩如生,身着蓝色宽袍 浑身不知道从何处荡漾着一股令人心神荡漾的气息 不过这种生机之内,又是透着一股死气 水属性八元中圆满修为者,已经死绝 怕是时间已经很久远了 金色小刀在陆少游脑海内说道 陆少游眉头微动,天骤界内移出了彩青的同时 目光也随即便是落在了此时这蓝袍身躯周身石床上 这蓝袍身躯者左手握着一柄短剑直插着在石床上 剑身密纹萦绕,令人心颤 这蓝袍身躯的右手掌心之内,却是握着一个储物戒指 储物戒指内,有着能量明显蔓延而出 陆少游仔细目视而去 发现这蓝色宽袍身影者身上不知道从何处荡漾而出的那一股心神荡漾的气息 正是从这储物戒指内荡漾而出的 一 陆少游脸庞神色惊疑,那储物戒指内荡漾而出的气息越是窥探而去 越是深不可测,古老中渗透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气息 怕是因为这生机之气,才能够令得这蓝袍身躯者不知道陨落了多少年 还能够令身躯保持着那等栩栩如生的模样 第三千三百一十章得到宝物 我知道了,原来是此物,没想到在这还能够见到此物 金色小刀在陆少游脑海内道,小子,这八元中圆满修为者的身上有着留下来的一份水属性傲益之源,还有他的传承,那柄短剑也是水属性通灵宝器,不过应该是受到了较重的创伤,一旦被人认主之后,应该就能够逐渐恢复,不过那储物戒指内的东西才算是真正的不错 刀疏,那储物戒指内有什么宝物? 陆少游目光暗动,八元中圆满修为者的传承和通灵宝器,金色小刀是丝毫也没有看在眼中,那储物戒指内之物能够令的金色小刀都称之为不错的,可想而知,怕绝对是至宝藤次的宝物了 金色小刀对陆少游道,说来话长,到时候我再和你说 圣主,采青震撼的目视着十世之后,那蓝色身躯之内荡漾而出的气息足以令他心颤,明眸目光随即便是落在了陆少游的身上 看样子这里面没有太多的宝物,一件通灵宝器,一份水属性奥义本源,一份八元化洪修为强者的传承,还有一个储物戒指 陆少游对采青道,你主属性是木属性,还有雷属性,另外也还有着时间奥义和水属性奥义吧 是的 采青点头,闻言下 一件通灵宝器,一份水属性奥义本源,一份八元化洪修为强者的传承,这已经是足够令他震撼的了 陆少游目视着采青道,通灵宝器和水属性奥义本源,和这八元化洪修为强者的传承都给你吧,我对这储物戒指有些好奇,我就拿这储物戒指就好了 采青道,圣主,按照事先说的,圣主可以选挑选三样的 吃 陆少游轻袍微动,掌心内一股犀利涌出,将那蓝袍身躯着右手中的储物戒指直接收进了手中,牧师采青笑了笑,道,无妨,我要这储物戒指就好,其他都给你,通灵宝器和八元化洪修为者的传承,暂时不要泄露消息出去,我帮你先带出去,到时候能不能够被你得到,也要看你有没有符原能不能够得到了。 秘境入口内,随着陆心同布置下了独物尽致后,还有着飞天老妖,阎光老道,双骑老怪三人守着,各大势力和一些古族的来人,都是面色不是太好看,但也不敢强闯。 瑜伽都被吓走了,众人不得不是顾忌那西方求败的身份。 何况此时绝灵独谷都和其一起,众人就不得不是越发忌惮了。 道士采华道等采家众人高兴不已,顿时上前一直和陆心同套着近乎,甚至是很慷慨地表示要赠送一批魅影傀儡作驾,和飞虎战舰等现在飞灵商行内极为万金难求的战舰给绝灵独谷。 陆心同一直是浅浅笑着,蜿蜒拒绝了采家的好意,飞灵商行的东西,他若是想要,自然是不缺的。 嗖嗖 数个时辰之后,众人的期待中,陆少游和采青两人终于出了秘境。 陆心同也随即收起了独物禁制,一道道目光便是立刻期待地落在了出了秘境的陆少游和采青身上,所有人都想知道令人在那秘境之内到底是得到了什么宝物。 只不过在众人的期待中,陆少游却是和采青皆是神色黯然。 爱,陆少游常常地轻叹一声,对采华道说道,采长老,里面的禁制实在是太强,我也无法破开。 禁制打不开。 周围众人闻言,顿时就露出了幸灾乐祸的喜色,皆是高兴不已,不管如何,里面的宝物可还没有被人的去。 不会吧,只有采华道和采家的人却是面色一个个威宁。 随即陆少游不管众人怎么询问,都一口咬定里面的禁制打不开。 最后各大势力和各大古族之人纷纷和陆少游商议,愿意请族中强者帮忙破开禁制,不过自然也是要分得一些好处的。 陆少游一脸的不情愿,也只能够勉为其难的答应了。 不过陆少游却是有言在先,若是这秘境打开了,自己一定要分得一半的宝物,要不然的话,自己就去请人来打开。 也说明若不是看在这昆云世界的份上,他也不会同意这般做。 陆少游松口之后,各大古族的人顿时就纷纷通知族中的超级强者而来。 并没有多久,就有古族来了七元化红强者,立刻就冲进了秘境之内想要打开禁制。 而随即各大古族内,好几个七元化红强者纷纷匆匆前来,都要第一个出手,这自然是谁最先打开的秘境,就能够和陆少游平分,争执了好一会之后, 众人才达成共识。 达成共识之后,一个个古族强者齐齐对陆少游施压,禁制内的宝物,到时候陆少游的三分之一,其他各大家族一起评分三分之二。 陆少游抗议了好一会后,最后也只能够假装无奈答应。 道士令的采华道等采家众人心痛不已,这就是一开始不敢泄露消息的原因,一旦消息泄露被昆云世界内的古族知道,那秘境就没采家的份了。 而现在要不是陆少游在,古族暗中忌惮陆少游,怕是这三分之一也绝对是做梦的。 那一道禁制陆少游自然是没有动的,为了怕到时候引出多余的麻烦来,陆少游才不得已想到如此,用同样的办法出了实施后,就交代了采卿不要泄露出去,哪怕是对采采家的人也不要先说。 当最后众强者联手破开了禁制,就在所有人满怀希望的期待着能够得到禁制之内的打量宝物之后,整个禁制确实在被强行摧毁的一刹那间,直接开始炸开。 轰隆隆 禁制之上能量炸开,恐怖的能量如同毁灭,顿时在虚空秘境之内炸开。 砰砰砰 一时间空间动荡,天崩地裂一般,整个昆灵谷周围地动山摇,山峰倒塌,辽阔山脉地面军裂。 逃啊,快逃。 快逃命。 啊。 大喝声,逃命声,一时间响彻在虚空秘境内,一道道的身影仓皇而逃,实力低一些的,好几个直接伤痕累累,惨叫连连,要不是各族的强者及时护佑,怕是性命不保。 砰砰砰。 当众人一个个仓皇逃了出来的时候,整个一片辽阔的山脉下沉在,天崩地裂,地线山道,那整个虚空秘境也再也不见。 都说了不能够强行破开禁制,怕是宝物都被摧毁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你什么时候说过不能够强行破开禁制了? 可惜了宝物啊,那等禁制,绝对是超解强者所布置,怕是所留下的宝物绝对是惊人的。 牧师者整个虚空秘境被摧毁,一个个古族的强者便是相互指责起来,争得面红耳赤。 而没有任何人怀疑到那禁制之内,实际上早就已经是被人席卷一空了。 身为唯一的知情者采青,目光不时牧师在陆少游的身上,心中佩服的五体投地,在昆云世界众多古族强者面前瞒天过海的这等本事,这天下间也只有圣主一人才能够做得出来的了。 如此一来,这秘境以后也不会再引起别人的觊觎。 折腾了一天之后,众人离去之时已经是到了深夜。 没有了秘境的存在,各大古族的目标便是再度落在了陆少游的身上,纷纷是邀请陆少游前去彭循一段时间,一个个古族的强者也是话中有话,希望套出陆少游的背景来。 只不过以陆少游的心思,想要从陆少游的身上套话,这些昆云世界的古族强者明显便是有些不够。 陆少游也并不想去各大古族内折腾,便婉言直聚要回采家。 西方阁下,要不要去我绝灵独谷做作。 陆欣童连不轻疑,微微一笑到了陆少游的身前,月华如恋,翩翩身影动人,令得周围的不少不凡女子,皆是黯然失色,成为陪衬。 陆少游微微一笑,对陆欣童道,我就不去了,下次有机会再见。 那你路上小心。 陆欣童心照不宣,汗手微微点头,动人姿态,令得周围不少青年为之呆滞入神。 走了。 陆少游转身,爽朗的向后摆了摆手,便是带着飞天老妖,阎光老道,双骑老怪三人随着采家众人齐齐离去。 哎! 不知道毁了多少宝物。 不应该强行破开尽致的,可惜了呀。 一片狼藉的昆灵山脉之内,众多强者在夜色下,还在为之惋惜不已。 没有人知道,陆少游带着飞天老妖,阎光老道,双骑老怪三人甚至是没有直接回采家,半路就告别了采家离去。 第3311章 洪荒之物 当陆少游恢复本来模样后,直接通过空间虫洞带着飞天老妖,阎光老道,双骑老怪三人回到了天界密地之内落脚的山峰庭院之内后。 大城涅槃无量涅槃,大城涅槃无上涅槃。 这么多的无上涅槃,无量涅槃。 我的天,上青世界这是怎么了,太吓人了。 只是飞天老妖,阎光老道,双骑老怪三人见到山峰庭院内,此时那众多的灵武世界之内众人都是拨动着大城涅槃无上涅槃,无量涅槃修为者之后,一个个直接瞠目结舌。 外界之中难得一见的大城涅槃者,在此地竟然是到处都是一般,毫不值钱一样,这就让飞天老妖三人不得不是为之震撼了。 而陆少游回到了庭院后,和北宫无双大概的说了一下绝灵独骨的情况。 这两年在绝灵独骨的秘境内,为了怕众人担心,陆少游也早就是让陆欣童传了消息预检到了上青世界天界秘地内,因此对于绝灵独骨的强者,北宫无双等人也早就是心中有数。 从北宫无双的口中,陆少游得知陆京云,义父独孤傲南,师父至圣大帝,端木穷天等这两年也是都进入了古族秘的之内闭关,一直就没有出来过。 独孤景文,蓝灵,灵清玄,云洪灵,吕晓灵等都在闭关中。 而北宫无双还是前不久才从穆家秘境之内出关的,而现在北宫无双的修为实力,在半个月前,也终于是从无量涅槃后的云古镜高阶巅峰突破到了一元化红地步,还是直接在穆家秘境之内突破的。 和北宫无双聊了一会这两年天界秘地内的情况,一切也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北宫无双在闭关中,多余的事情倒是也知道的不多,只是听说摩家的人前来天界秘地内找过一次麻烦,另外就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了。 而露露那丫头这两年时间,不知道怎么知道了雷家有着秘境,便是直接让雷小天带着她进了雷家秘境之内,结果不知道为何,整个雷家秘境都是受到了影响,据说还惊动了雷家的强者。 而露露出了雷家秘境的时候,也修为直接狂破到了破戒镜中阶,最近好像又到了突破的关头,所以便是闭关准备突破去了。 飞灵门也有消息传进来,一切都极好,飞灵门也正在快速发展中,现在已经是在战天联盟拥有了宗老席位。 而飞灵商行在万千联盟之内,也早就是有了宗老席位。 大概的了解了一下各种情况后,陆少游便是随即进入了房间内,随手布置上了一道进制,又进入了天咒界第八层。 陆少游盘膝而坐,掌心之内便是出现了一个储物戒指,正是从昆云世界内采家发现的秘境内最后得到的那储物戒指。 古朴的储物戒指内,令人心神荡漾的能量波动而出,这种心神荡漾中,隐隐间有着一股生机勃勃的气息弥漫而出。 刀书,这储物戒指内到底有什么宝物? 陆少游心神一动,对脑海中的金色小刀问道。 吃! 金色小刀上蔓延出了一丝金色华光,声音传出,道,里面的东西来头不小,你拿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闻言,陆少游顿时心神进入储物界之内,随即掌心之中一股璀璨的青绿色光芒营绕而出,一股让灵魂都为之极为舒坦的气息煞时蔓延,然后便是扩散在了整个天咒界空间内。 这气息令得陆少游灵魂都是为之一颤,一股说不出的感觉从灵魂深处蔓延,仿若是令人生机勃勃,能够滋润灵魂,滋润生机,这蔓延的气息就让陆少游浑身说不出的舒服受用。 而这气息浓郁却是并不狂暴,浩瀚无比,滚滚的能量随即竟然是能够蔓延到整个天咒界各层之内而去,隐隐间令得整个天咒界都是遥遥欲坠斑。 浓郁的气息也欲要直接渗透出天咒界内,陆少游全力控制天咒界,这才压制住那生机勃勃的浓郁气息不再外泄。 璀璨清绿色光芒蔓延,浩瀚气息释放,陆少游的目光也随即震撼的定睛在了掌心之中悬浮的一团大约两块巴掌大小的清绿色灵液光团之上。 其如同是浓稠的液体一般,晶莹剔透,微微晃荡,却是并不散乱,还有着一股古老荒谷的气息伴随着生机勃勃之气而释放。 陆少游注视掌心的灵液光团一眼,心跳都会无缘无故的加速跳动。 这是何种宝物? 陆少游目光一颤,敏锐的灵魂力窥探下,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清绿色灵液光团看似温和,实则是有着恐怖的精纯能量在悄然的剧烈波动,这能量怕是浓郁的可怕,一旦释放,足以惊人。 是木之圣元 金色小刀在陆少游脑海内对陆少游说道。 什么是木之圣元? 陆少游闻言,却是极为陌生,从来没有听说过木之圣元这等宝物。 金色小刀道,木之圣元乃是洪荒之物。 你不知道是正常的,乃是修炼木属性奥义者的至宝。 停顿了一下,金色小刀道,就算是在以前,这木之圣元也是绝对的宝物,足以引起天地顶级强者的疯狂争夺。 没想到那小小的八元化红镜修为者的身上竟然是有着一道木之圣元,要是算价值的话,比起你身上的紫雷悬顶至强不弱,对于木属性奥义修炼者来说,那更加是无法抵御的至宝。 这么珍贵。 陆少游闻言,也是手中此时这木之圣元有所震惊道,比起紫雷悬顶至强不弱,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随即问道,刀叔,你说的洪荒,是怎么回事? 金色小刀沉寂了一会,似乎是思索着什么,一会后才徐徐道,洪荒事情,那是很久之前的存在了,具体多久我也没法给你答案,我甚至现在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年。 只能够这么说,我当初和主人存在的时候,那就是洪荒时期,此事以后你或许就会慢慢知晓。 而这木之圣元,在洪荒之时都足以令人疯狂,木属性修为者荣于一体后,从此之后对于木属性奥义的领悟将会一帆风顺,如无人之境般,想要突破到大圆满化红,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突破虚无也有着数成的把握。 这么强悍。 陆少游忍不住心惊,木属性修为者荣于一体后,从此之后对于木属性奥义的领悟一帆风顺,如无人之境般,突破到大圆满化红轻而易举,突破虚无也有着数成的把握,如此作用,的确是比起十大半圣气紫雷玄顶来也是只强不弱,绝对的至宝层次宝物。 这一次昆云世界可是大发了。 对于一般的宝物,陆少游早就是已经不会太过于放在心上,但此时对于手中的木之圣元,陆少游也忍不住是心跳加速。 这一次去昆云世界,可是绝对的大发了,说起来还要感谢飞天老妖那三个家伙,要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就不会到采家去,自然也就得不到这等宝物了。 金色小刀继续道,木之圣元在洪荒时期也是少之又少,绝对也是难见其踪迹,不过据我所知融合了木之圣元的那几个人,最后好像都到了虚无境。 不过这木之圣元虽然是不错,但要是被你服下的话,就有些糟蹋了。 这是为何?陆少游闻言,顿时疑惑不解问道,难道我还会糟蹋了这木之圣元不成? 那是当然,要是你服下,那就自然是糟蹋了这木之圣元了。 金色小刀对陆少游说道,木之圣元虽然不错了,不过你身怀混沌本元,比起木之圣元来又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两者根本就是天壤之别,木之圣元自然是无法和混沌本元相比,你若是服下了这木之圣元,也就是平田几分元力罢了,根本就无法发挥出木之圣元的真正作用,你混沌本元之上那等作用已经有了,何必再服下这木之圣元?这样吗?陆少游闻得此言后,双目中眼眸转了转。 随即嘴角勾勒出了一道笑意糊涂,轻道,那的确是不能够糟蹋木之圣元这等宝物,如此宝物,自当勿尽其用。 天宙界内第四层,北宫无双盘膝而坐,欠手掌心之中,木之圣元悬浮其中,随着其一股木属性傲益光芒释放而出,在紧张的双眸注视下,逐渐将木之圣元包裹其中。 哗啦啦! 而随着北宫无双的木属性傲益光芒将木之圣元包裹,晶莹剔透的木之圣元顿时就波动了起来,其上一团璀璨的青绿色光芒轰然爆发而出,令得整个天宙界也未知一颤。 咻! 也是短短的一瞬间,璀璨的青绿色光芒将北宫无双紧紧包裹,然后其直接化作了一团灵液。 呼啦啦! 北宫无双珠唇倾起,一股绿芒涌出,伴随着一股犀利,将这一团青绿色的灵液直接吸进了嘴中。 吃了! 木之圣元化作灵液被北宫无双吸进嘴中,下一瞬,北宫无双盘膝而坐的郊区便是猛的剧烈颤抖起来,浑身的毛孔都是随即如同悄然间炸开了一般,一股精纯的可怕的能量,直接是如同潮水一般,铺天盖地从郊区之上释放而出,震动的周围空间生生破碎。 第3312章 融合木之圣元的好处 没想到这丫头竟然能够如此轻易地融合木之圣元,比起一般的混沌世界木属性古族子弟的天赋要强得多。 金色小刀在陆少游脑海内说道 刀书,难道一般的木属性奥义修炼者难以融合木之圣元吗? 陆少游对脑海内金色小刀问道 金色小刀道,那是当然,木之圣元乃是木属性奥义修炼者的至宝,你刚刚看似这丫头融合的轻松,实则不然,木之圣元可不是每一个木属性奥义修炼者都能够融合的,若是融合失败,重则直接神魂俱灭,轻则浑身木属性奥义崩溃成为废人。 陆少游目视着正盘西而做融合木之圣元的北宫无双,自己炼化木之圣元除了是能够增强一些元力之外,其他就等于是废了,因此陆少游想到的第一个合适的人选就是北宫无双。 因此,陆少游立刻出了天咒界后,便是直接将北宫无双带到了天咒界内,让北宫无双融合木之圣元,北宫无双也无疑是最为合适的人选。 刀书,既然有木之圣元,是不是也有风之圣元,火之圣元等等宝物。 陆少游目视着正盘西而做融合木之圣元的北宫无双一会后,随即金色小刀问道。 金色小刀道,那是当然,不过你就别再多想了,当初的洪荒世界内这等宝物都是极少极少的,何况是到了现在,你能够在现在见到这一份木之圣元已经是不容易。 好吧。 陆少游顿时有些小失望起来,若是能够多找到几份这等圣元,那可是价值不凡的了。 你慢慢等吧,这丫头融合木之圣元可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融合的,融合木之圣元,到时候将会脱胎换骨一次,浑身将会见过木之圣元的锻造,成为天地木属性的宠儿,等彻底融合木之圣元之后,实力也会直接飞越一段巨大的鸿沟,至于能够突破多少,就要看这丫头自己的天赋了。 金色小刀在陆少游脑海中轻轻说道。 陆少游闻言,目光目视着此时已经是被浓郁的青绿色木之圣元光芒包裹的北宫无双模糊倩影,好奇对脑海内的金色小刀问道,刀叔,那一般情况下,融合木之圣元,到时候实力能够飞越多少? 金色小刀道,融合木之圣元最大的好处是在以后的木属性奥义领悟上,这丫头是化红镜出阶,身上原本也练化过木属性本源,一般来说,融合木之圣元,实力应该是能够直接飞越到二元化红巅峰左右,不过他天赋极强,又是无量涅盘者,或许能够突破到三元化红层次也不一定,而以后的修炼速度将会是异常恐怖的。 到时候能够突破到三元化红吗? 陆少游抿嘴一笑,喃喃轻道,那苍穹战场内,也有着一征之力了呀。 片刻之后,陆少游出了天咒界后,在庭院内待了一会,陆少游便是离开山峰庭院,打算到处逛逛去。 天界密地实际上可还是极为庞大的,倒落天界密地内这么久,陆少游一直也没有好好的到处走走。 零五世界内众人这时候都在闭关中,特别是义父南叔和师父等人还身在古族秘境之内领悟,陆少游甚至是许久都没有见过泰阿了,只是上次听北宫无双所说,泰阿随着他干爹鬼谷皇者去闭关到了现在,便是一直还没有出关,泰阿和鬼谷皇者在一起。 陆少游自然是不用担心,一路在天界密地内闲逛,不知不觉,身影便是落在了一处山峰上。 前方风轮叠障,重山峻岭,微风雾立,葱翠之中,云雾缭绕,如同仙境。 一 陆少游覆手而立,正欣赏美景中,莫得轻移一声,身影顿时闪身消失在了山峰上。 哗啦啦 群风之间,一处峡谷内,周围葱翠,峡谷之中却是有着一股飞铺,如若是一匹银色的长卷。 从苍穹之上倒挂而下,道谢于两边巨石之间,溅着的哗啦啦的水花,如穹江飞尽,碧玉粉碎,晶莹多芒,万缕光辉。 瀑布之上,一道倩影盈盈而立,这是一个绝美的女子,白衣罩体,裙摆微动,周围空间泛着若隐若现的连衣,身前的瀑布溅出的水花,在其身前形成大片喷雾,像一团乳白色的青烟薄云,千回旋卷有如碧玉连环,翩翩身影,天若惊红。 嗖!看见泛起波动,一道身影破空出现在了这瀑布间,就落在这白衣女子身后不远,身着青袍,面容刚毅,隐隐间嘴角透着三分邪气。 青袍男子落地,见到身前那一道白衣倩影之后,却是目光顿时大变,随即第一时间就欲要转身就逃。 陆少游,来了何必要走,难道堂堂的亘古殿圣主还怕我不成? 一道娇声传出,宛如天籁,白衣倩影回,一张脸庞精致,双眉修长如画,双眸闪烁如星,毫无疑问,这是一张脱俗高贵到了圣洁的脸庞,随着身前的一道瀑布飞挂眼前,如同一幅飘忽不定的银帘,让着白衣女子不带一丝一毫人间烟火味,像是不应该存在这世上一般。 悠悠姑娘!好久不见了! 陆少游停住了脚步,抿嘴一笑,掩饰着脸庞上的尴尬,望着这一个绝美圣洁的女子,陆少游却是脑海中下意识的想到了当初封家混沌世界秘境内的那一幕。 那动人身躯毫无保留的出现在自己的眼眸中过,玲珑浮屠,诱惑天成,娇嫩红润,晶莹玲珑,鲜嫩玉滴。 是好久不见了,白衣女子透着高贵,望着陆少游,说话之时,精致的鼻梁下朱唇倾起,嘴唇不薄不厚微向上弯,欲引人一钦风则斑,却是又高贵的让人不敢亵渎。 嗨! 望着白衣女子那等高贵的令人不敢亵渎,陆少游顿时感觉自己有罪斑,连忙收起了那些胡乱心思,轻轻的干咳一声,道,悠悠姑娘,对于上次的事情,我深表歉意,我们都是身不由己,不过我真是没有多看,我。 此事已经过去了,你以后也不准再提。 风悠悠娇言脸庞有些动容,顿时打断了陆少游的话,邓卓陆少游,道,那件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你若是和别人说,我就和你没完。 陆少游闻言,目光暗自转了转,望着风悠悠,道,我已经忘记发生过什么事情了,也不知道悠悠姑娘在说什么。 风悠悠闻言,精致脸庞微动,目视陆少游久久之后,现影转过身去,美眸望着身前飞溅的瀑布水珠,那一双明镜清澈灿若繁星的眸子这才微微波动,仿佛那灵运也溢了出来,道,你认识的那女子,真的是和我这般相似吗,有没有什么区别,难道真的是一模一样不成? 陆少游闻言,脚步微移,蹲在了瀑布飞溅间,伸手从石缝内掏出了一块满是青苔的碎石,轻轻的从瀑布下的水潭上轻飘过去,激起一次次的涟漪。 风悠悠侧目望着陆少游,高贵圣洁的神色自然流露,让人不得不是动容于他那高贵圣洁的气质看着水潭上波动的涟漪被激起的瀑布水珠打乱,陆少游这才拍了拍手,站起身来,望着风悠悠,道,你们很像,容颜一般无二,不过性格却是完全不一样,他们。 陆少游微微抬头,脑海中不禁是想起了当初第一次见到那妖女的模样,和眼前的女子一般,都是有着精致的脸庞,美如折仙。 不过那妖女和眼前的女子相比,眼前的女子那灵蕴的目光中,妖女却是更多的是多了几分脚狭。 眼前的女子高贵的令人不敢泄毒中,妖女更多的是魔鬼般的诱惑,那一件陋其尽装,紧绷勾勒出那浮屠傲然的身段,胸前一对巧辱呼之欲飞,细到只有一卧的小妖,小腹周围平坦的没有一丝脂肪,光滑如玉,宛如无骨,如若是天使和魔鬼的结合。 这让陆少游此时回想着,也不禁是心生涟漪。 望着陆少游的脸庞神色,风悠悠眼中黯然抹过些许波动,目视着陆少游,道,你很想他吗? 陆少游目视着风悠悠,食指点了点鼻尖,微微一笑,道,这种事情太肉麻了,男人很难说出口的。 既然想他,为何说不出口? 风悠悠追着陆少游问道。 陆少游耸了耸肩,浅笑道,这个,男人或许都是如此吧? 风悠悠没有再追问下去,眸光目视陆少游,道,看样子你很想他,难道他对你很好? 陆少游目光微抬,未知苦笑,还记得当初第一次见到那妖女的时候,那妖女可是挥舞着手中匕首,直接贴在了自己两腿之间转了一圈,差点那玩意就要一刀两断了。 微微抬头,陆少游再度目视着眼前的白衣女子,那种事情可不是眼前的白衣女子能够做得出来的,微微轻道,当初我可是差点死在她手中, 说起来惭愧,当初我修为还很弱,每次见到她都是立刻夺命而逃,见到她如同见鬼了一般,很不得我爹娘给我生一双翅膀,那样就能够再跑快一点。 扑哧。 风悠悠闻言,顿时娇言扑哧一笑,对陆少游问道,那看样子,是他对你很差了。 也不然。 陆少游摇了摇头,道,他为我做了很多,他就是那样,他有些刁蛮任性,有些无理取闹,不过他就是他,无可替代,他说过我是他的压寨相公,但他却不是我的女人,所以我答应了他,万事对决中,苍穹战场上,到时候我定然要能够站在他的面前,亲口对他说,让他做我的女人。 风悠悠望着陆少游,眼中目光出奇的瓶颈,这种瓶颈中,却是在压抑着什么,久久之后,牧师陆少游道,我有些羡慕他,希望你到时候能够如愿。 可我现在却是不知道他在何方。 陆少游轻叹,望着风悠悠问道,悠悠姑娘,你确定你没有孪生姐妹吗? 应该是没有。 风悠悠瞥了陆少游一眼,随即道,我要回去了,没有多久我们就要进去苍穹战场内了,当你站在苍穹战场最高处的时候,那一刻,我相信他也会你感动的。 搜。 话音落下,风悠悠身影顿时一闪而是消失不见。 陆少游站在瀑布前在,静静的待了一会后,这才闪身离去。 而当路少游回到落脚的山峰庭院中,却是顿时目光微动,脸庞涌出了惊讶之色,庭院中四男一女已经等候他多时。 这四男一女,女的蓝色长裙,身影婀娜,气质清雅,虽然还没有到那等绝美无双的地步,不过也绝对是少游的角色丽人,怕是足以令的不少年轻才俊为之竞相追随。 四个男的,都是青年男子,第一个那是一个身高怕是有着差不多一丈高的雄伟黄色尽装青年,修长的手臂露露,胸前肌肉高高隆起,充满着爆炸般的力量感觉,二十七八岁的模样,目光如星,憨厚终又是透着一股敏捷。 第二个青年身着一件黄色长袍,上面绣着不少精美花纹,二发年纪模样,并若刀才,眉如墨画,目若秋波,身形挺拔,颇有着几分轩昂气度。 第三个青年男子身着一件颜色略微暗沉色彩斑斓的近装,身形颇为瘦小,看着只有十五六岁的模样,浑身气息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其面色苍白,头发雪白如雪。 第四个身着紫色长袍,脸庞俊朗,周身气息隐隐间透着炽热气息。 陆少游望着这四男一女,目光惊讶波动之后,随即嘴角便是勾勒出了一道笑意糊涂,道,终于来天界密地内了吗,我可是等了你们这么久了,再不来,我都要去找你们了。 少游兄弟,我想死你了。 那魁梧黄色近装男子目视着陆少游,直接便是一个雄豹过去,庞大的身躯令得陆少游顿时看着就小了不少,一个雄豹,让陆少游身子指到了他那胸前高高隆起的胸肌之前般,此人不是黄金龙元一族的金元还会有谁? 见过队长。 另外三男一女行礼,三男一女正是黄沙,鬼娃,紫妍,还有薛莫奇。 陆少游望着四人,嘴角笑意盎然,此时金元身上的气息竟然是到了亘古境高阶巅峰地步了,这等实力层次,虽然是还比不上古族的巅峰存在,不过也绝对是能够和古族年轻一辈中的一流存在相比较的。 而黄沙,鬼娃,紫妍三人身上的气息,也都是到了亘古境中阶靠近后期层次,薛莫奇身上的气息也是到了亘古境高阶,但应该是突破没有多久。 对了,还有白狼那家伙呢。 陆少游对五人问道。 薛莫奇望着陆少游道,这一次我们从地界密的内获胜,一共十人能够进入天界密地,白狼那家伙当初和黄沙,紫妍一起在人界密的内胜出到了天界密地内,不过最后却是在地界密的内无法进入天界密地。 白狼那家伙让我们问好队长,说到时候总会有见面的一天,也恭喜队长成为了天榜第一,真地涅槃,还成为了亘古殿圣主。 鬼娃对陆少游道,声音一如既往的阴森,令人听着也是毛骨悚然。 陆少游微微一笑,道,那家伙也不努力点,下次见到他,再和他算账。 少游兄弟,你是不知道,我们在地界密地内的时候,那些家伙听说我们可是和你当初一对的,可是立刻就老实了不少,没想到现在少游兄弟这么强悍了。 金元大声说道,声音宛如红钟般,庭院外都能够听得清楚。 哈哈! 陆少游微微笑着,能够见到大家,心中自然很是愉悦的。 谁笑这么大声啊? 就在此时,庭院外一声稚嫩的娇声传来,随即一个看似四五岁模样的小丫头骑着一只脑袋四路飞路,身躯四向飞向,四肢修长,通体雪白,额上还常有着两只长长的鸡脚,形态很是优美的受体直接进了庭院大厅。 第三千三百一十三章 九绝塔 爹,你回来了。 当这小丫头见到厅中,顿时就直接从白色灵兽的身上直扑到了陆少游的怀中,精致的脸庞上露出高兴的笑容,小小的双手便是捧着陆少游的脸颊直接亲了一口,道,爹,我都想你了。 这小丫头不是陆露还能够有谁,陆少游抱着小丫头高兴的转了一个圈,道,爹也想你。 下次你要出门可要带着我哦,要不然我不理你了。 陆露撅着小嘴,更显可爱几分,灵运双眸瞪着陆少游,仿若是灵运就要满意而出。 见到陆露,顿时让金元,薛墨奇等脸庞露出了不少的惊讶之色。 哈哈,下次出门,一定带着我的宝贝女儿。 陆少游哈哈一笑,随即便是抱着小丫头介绍着金元等人。 入夜,山峰庭院后的山峰上,陆少游给金元,黄沙,鬼娃,薛墨奇,紫妍五人洗尘,也找来了雷小天和唐吟,任逍遥,靖无痕,天伤痕,江道流,绝风华等人,久过三旬,好一番热闹之后到了深夜才逐渐散去。 接下来数天的时间,陆少游都是在陪着小丫头露露,这丫头现在也已经是迫界境高阶层次,陆少游也在雷属性奥义的领悟上,开始循序渐进的给她不少的帮助,身为雷属性奥义的宠儿,陆露这小丫头领悟雷属性的悟性,令得陆少游也叹为观止,大为震惊。 这几日中,陆少游也去找过了一次六师兄皇甫明龙,大概的说了一遍绝灵毒蛊的事情,不过关于采家和墓之圣元的事情,陆少游就并没有多说了。 而对于昆云世界绝灵毒蛊的事情,皇甫明龙似乎早已经知道得清清楚楚,两师兄弟聊了一会之后,皇甫明龙交代了陆少游一件事情,接下来的一千多年时间可能会闭关,到时候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风行天主。 清晨,天界蜜地内,群山东方露出鱼堵白,整个天界蜜地内仿佛勾勒出的是一幅淡淡的水墨画,辽阔的群山,苍翠的灵海,尘风轻浮,令人神清气爽。 山峰庭院后山上,陆少游身影月初落在了山峰上,这几天除了陪着小丫头之后,所有人都在闭关修炼,金元,薛默奇等人也是趁早进入了天界蜜地之内各处秘境领悟修炼,陆少游也颇感无聊。 呼! 陆少游伸展了一个懒腰,深吸了一口气,清爽之极,眺望远空群峰连绵,山间之上淡淡云雾缭绕,宛如仙境般。 水! 莫得,陆少游目光精芒陡然斗舍而出,顿时跳目向了左侧半空。 看样子这两年的灵魂力似乎是有增进了不少啊。 苍老的声音最后一个字音如红钟般落下后,一道白发苍老身影便是已经落在了陆少游的身边,身着骨蓝色长袍,身形雄伟,苍老脸庞上满脸的不少褶子,似乎像是无穷的岁月在其脸上留下的斑驳痕迹。 问好风行天主。 见到来人,陆少游颇有意外,这除了风行天主之外也,没有别人了,顿时微微行礼。 风行天主目视着陆少游,乌黑透亮的眸子深邃得如同苍穹般,身不见底无边无际,道,最近怎么样? 陆少游闻言,这风行天主可是第一次和自己拉起了家常,这可不像是风行天主,点了点头,带着疑惑道,还不错。 风行天主闻言,顿时瞥了一眼陆少游,道,我的意思是,交给你的第六浮图你领悟了没有? 这问的跨度也太大了点吧,谁能够了解呀? 陆少游望着风行天主心中嘀咕着,当然这些话自然是不太好说出来的,望着风行天主点了点头,道,早已经领悟了第六浮古图。 闻言,风行天主顿时苍老的脸庞上神色就直接涌上了一抹震惊之色,一会之后那震惊之色才从苍老脸庞之消失, 牧师陆少游道,你真的已经将那六浮图尽数领悟成功了吗? 陆少游肯定的点了点头,对风行天主道,已经彻底领悟成功,不过我总感觉着,领悟那六浮古图之后,总有些欠缺的感觉,意犹未尽,敢问天主,那六浮古图是不是有着什么来历? 那六浮图是有些不凡来历。 风行天主对陆少游点了点头之后,随即道有没有什么事情要交代的,没有的话,就随我去一个地方,或许你会闭关一段时间。 我去和小丫头说一下,要不然可有些麻烦。 陆少游思索了一下后,便是对风行天主说完之后,身影便是略向了山下庭院而去。 牧师着陆少游离去的身影,风行天主苍老脸庞上不禁再度泛起了几分震撼色彩,喃喃轻道,没想到真的能够有人成功,只是不知道最后能不能够成功,如果能够成功的话,苍穹战场内的机会,那更加会有所保障。 辽阔的群山深处,逐渐远离荒芜起来,应该是一处平常人际罕见,鲜少有人触及之地甚至这周围之处,都是显得有些荒芜起来,没有了天界密地之内该有的那浓郁聪粹。 嗖嗖 两道身影落在了一处光滑的岩石石骨上,正是风行天主和陆少游两人。 这是何处? 陆少游牧师四周对风行天主问道,在天界密地之内这么久,还真是不知道还有着如此一处地方,这周围天地中,隐隐间渗透出一种令陆少游感觉到颇为属性的气息。 风行天主没有说话,伸手在身前空间直接撕开了一条空间裂缝。 呼啦啦 随着这空间裂缝撕开,一股凶煞沙伐之气顿时暴涌而出,滔天沙伐气息从这被撕裂的空间裂缝之内风暴般席卷,充斥着一股灭绝之气,滔天沙伐,这种气息足以令得一般的化红镜修为者的心智为之动摇。 是灭绝之气。 这恐怖的滔天沙伐之气下,陆少游煞时目光大变,这气息竟然是六伏古图之一中的灭绝之气。 近来 风行天主话音落下,顿时就闪身进入了空间裂缝之内。 陆少游没有犹豫,尾随着风行天主顿时进入了空间裂缝之内。 呼啦啦 辽阔的昏暗空间之内,没有日月星辰,到处一片昏暗,只有一股滔天的灭绝之气席卷,伴随这一股暴力自虽之气滔天,震人心魄,隐隐间意识还有着无穷无尽的无灭之气和无声之气,一般化红镜修为者,怕是在这和昏暗的虚空之内丝毫也不敢停留。 虚空之内,昏暗之中,前方出现了一座庞大的大塔,一共九层,高耸入云般,在这昏暗的空间内乃是唯一的存在,无穷无尽的灭绝暴力。 无灭无声气息围绕着庞大的大塔,如同龙卷般旋转不休,令人抬头望上一眼,也要心神颤速。 就是这里了,这是天界密地之内,唯一被封印起来的地方,名叫九绝塔。 遥遥望着那无穷无尽恐怖之气包裹旋转的巨大九层大塔,风行天主轻声而道。 九绝塔,难道和我领悟的那些图有关? 陆少游对风行天主问道,从这空间之内那属性的恐怖气息中,也能够感觉到怕是自己领悟的那六幅古图,绝对是和这九绝塔有所关联。 风行天主点了点头,回过头来,牧师陆少游道,不错,你领悟的六幅图,都是我从此的给你复制的,效果不及这封印的九绝塔的牵衣。 为何要封印这九绝塔? 陆少游眉头微醋了醋,然后对风行天主问道。 风行天主目视陆少游,满头白发不拘不束,平田几分飘逸,深邃的眸子中,此时都是涌出几分无奈感叹之上,轻道,因为这九绝塔,已经是损失了太多的天赋绝顶之辈,那等损失,已经是超出了整个上清世界的承受范围,摧毁这九绝塔又太可惜,所以最后各大谷族同时决定封印这九绝塔。 九绝塔是何等存在? 陆少游面带疑惑,遥遥目视着身前昏暗虚空的那庞大九绝塔。 就如同是一只庞大的滔天凶兽正张开猙獰大嘴,能够将一切尽数吞噬一般,越是目视着,越是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风行天主转身目视着那庞大的九绝塔,苍老的脸庞正色了起来,对路少游轻声回道,九绝塔乃是上清世界内古族之外的一位恐怖强者所留,传言这一位强者,乃是和当初那些古族先辈老祖同时期的强者。 只是不知道为何,身后一直没有留下古族,但其实力,据传说,当初只在风家老祖之下,上清世界内,风家老祖之后的第一人,纵横当初的三千大千世界,威名赫赫,所向披靡。 第三千三百一十四章七绝皇尊 九绝塔乃是如此强悍的强者所留,封印了九绝塔,那是不是有些可惜了? 路少游对风行天主问道。 风行天主苍老脸庞微微动容轻叹,道,那也是无奈之举,九绝塔内从来没有人进去过第八层,而我也只是能够充其量到第七层之内,哪怕是这无数年来上清世界内的超级强者,包括你六师兄皇府明龙在内,都不能够踏足第八层。 路少游听得风行天主的话,脸庞上神色也是随即为之吃惊不少,以风行天主和六师兄皇府明龙的实力都不能够踏足第八层,这也足以令得路少游为之心中震惊了。 风行天主苍老脸庞上的目光看着路少游一会,道,年轻一辈化红镜修为者进入九绝塔,天赋最为绝顶的,也最多踏足第四层,一般的踏足第三层就会走火入魔,轻则修为大损,灵魂重创。 众则直接灵魂自爆,九绝塔里面的那等灭绝暴力之气,无灭无声之气,不是常人所能够碰触的。 路少游微微点头,从领悟的那几幅古图来看,那等灭绝暴力,无声无灭之气,的确不是常人所能够碰触的。 何况风行天主也说过自己领悟的古图上的那等气息,还只是这眼前九绝塔内的千分之一而已,可以想象眼前这九绝塔内的那等灭绝暴力,无声无灭的恐怖气息,那是强悍到了何等恐怖的地步。 风行天主再次道,你感觉的也没错,你领悟的那六幅图的确不是全部,只是九绝塔从一层到六层之内的九绝之气之中的六绝之气。 九绝塔内一共有九绝之气,分别是大悲之气,大慈之气,灭绝之气,暴力之气,无声之气,无灭之气。 还有哪三绝之气? 陆少游对风行天主问道,大悲之气,大慈之气,灭绝之气,暴力之气,无声之气,无灭之气,这才六绝之气,既然是九绝,那就应该还有三绝之气。 风行天主注视着陆少游,苍老的脸庞上褶子微动,随即道,还有绝灵之气? 绝地之气? 绝天之气? 绝灵? 绝地? 绝天? 陆少游听着,体内大慈大悲,灭绝暴力之气,无声无灭之气。 这六绝之气也隐隐间为之一颤。 风行天主白发轻动,古蓝色的长袍在峭壁夜风吹拂之下烈烈作响,牧师陆少游,透亮的眼眸中露出些许不露痕迹的波动涟漪,道,当初留下这九绝塔的哪位强者叫做七绝皇孙,屏障着灭绝,暴力,无声,无灭,绝灵,绝地,绝天,这七绝纵横天下,传言那等实力足以是三千大千世界内所向披靡。 不是还有大慈之气和大悲之气吗? 陆少游疑惑问道 风行天主望着陆少游,继续道,原本只有七绝之气,只不过修炼成了第七绝绝天之后,七绝皇尊自己也走火入魔,然后开始杀陆成性。 以七绝皇尊当初的实力,除了身怀混沌世界本源的大能之外,根本就无人可以阻挡。 和他实力相差无二的一些强者在他走火入魔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奈何于他。 那后来呢? 陆少游听着有些入了神。 后来,风行天主目光微微惊动,道,后来,七绝皇尊的妻子不忍心七绝皇尊再杀陆下去,便到处阻挡已经走火入魔了的七绝皇尊,终于有一天找到了正在大开杀戒的七绝皇尊,然后,被七绝皇尊措手击杀。 这七绝之气太恐怖了。 陆少游心中感叹,那等灭绝暴力,无声无灭之气的确是太过于影响心智和灵魂。 就在击杀了妻子的那一煞,七绝皇尊在爱妻的鲜血中,终于恢复了一丝清明,悔不当初,从此之后消失在了天地间。 风行天主话阴间,神情极为感触,对陆少游睡到,也不知道过了多少万年之后,七绝皇尊才再次出来,而那时候,身上多出了大慈大悲之气,七绝变成了九绝。 陆少游目视着眼前那庞大的九绝塔,清道,怕是七绝皇尊消失的那些年,便是领悟出了那大慈大悲之气,借以压制七绝之气。 你说的没错,的确是如此,七绝皇尊就在那段时间内领悟出了大悲大慈之气,借以压制那等七绝杀伐杀戮之气。 风行天主对陆少游点了点头,然后继续道,七绝皇尊再次回到上清世界之后,便是和我风家老祖大战了三天三夜。 结果呢? 陆少游顿时来了极大的兴趣,双目发亮,风家老祖可是上清世界混沌世界本源的拥有者,绝非是常人所能够抗衡的,不知道这七绝皇尊又如何。 风行天主苍老的脸庞上,似乎是波动出了几分向往之色,深邃浩瀚的双眸望望着那九绝塔,道,那一战没有人能够目睹,只不过事后风家老祖曾经说过一句话,若不是有着混沌世界本源,怕是和七绝皇尊谁胜谁负,就只有天知道了。 看样子还是七绝皇尊落败了,只不过七绝皇尊怕是足以称得上那些拥有混沌世界本源之下的第一人了。 陆少游喃喃轻道,心中对于七绝皇尊也不禁是越发敬畏起来。 风行天主再道,而那一场大战之后,风行天主当初走火入魔太重,也无法再抗衡住,便是在上清世界内留下了这九绝塔,然后就彻底消失在了天地间。 停顿了一下,风行天主才接着对陆少游说道,九绝塔之中。 有着七绝皇尊的毕生领悟九绝之气,七绝皇尊留下一言想要得到九绝之气,就需要先领悟大慈大悲之气,要不然的话,根本无法修炼成功后面的七绝,只会走火入魔害人害己害亲。 难怪一开始需要领悟大慈大悲之气。 陆少游不难明白,这就是当初为何领悟的先是大慈古徒和大悲古徒了,七绝皇尊是想要靠着大慈之气和大悲之气压制后面的七绝之气。 这些年来,进入九绝塔内领悟了大慈之气和大悲之气的天赋绝顶之辈也不少,但最后最多的也只是领悟了暴力之气后,就已经走火入魔。 话音落下,风行天主目光紧紧的望着陆少游,一时间也难以决断,张嘴徐徐道,你现在可以再考虑考虑,想清楚要不要进入九绝塔。 你虽然已经领悟了六绝之气,不过我复制的古图上的灭绝之气,暴力之气,无灭之气,无生之气都只有九绝塔内的千分之一而已。 何况最后面的绝灵之气,绝地之气,绝天之气更加恐怖,传言修炼成绝天之气后,足以毁天灭地,恐怖无双,以七绝皇尊当初那等强者,也要为之走火入魔。 目光望着昏暗空间内那庞大的九绝塔,路少游四若在沉思,片刻之后,目光望着风行天主,道,小子决定进去九绝塔试试。 彻底想好了吗,后果不是一般,或许我不该带你来此的,其实我偷偷给你的六绝古图,你师兄皇府明龙都不知道,他以为我给你的是其他好处,若是他知道,怕是绝对不会让你冒如此大险的。 风行天主目视陆少游,苍老脸庞正色凝重。 陆少游点头,道,已经决定,我并不是退缩之人。 天地风云起,妖孽成群出,这一次的苍穹战场之争,绝非寻常。 风行天主望着陆少游喃喃轻道,随即道,你已经决定好好了,那就进去吧,若是你能够成功,苍穹战场之内,将会更加有所保障。 那小子就进去了。 陆少游点头,话音落下,脚尖原力涌动,身影顿时动穿过昏暗空间,直接进入了那庞大的九绝塔。 风行老哥,你这样做,皇府明龙大哥怕是到时候会有意见的。 就在陆少游身影进入九绝塔之后,昏暗的空间之内,突然间多出了一股寒冰之气,话音落下的时候一个俊朗中年大汉出现在了风行天主的身边,正是冰家冰天。 风行天主没有回头,一直是目视着九绝塔,双眸微眨了一下,轻道,我相信他也会理解的,天地风云起,妖孽成群出,天罗盟内这一次涌出的妖孽也太多,修罗一族,天魔一族,罗刹一族这三大族中一直封锁了消息,这让我感觉到不安,消息封锁得太过于严重了。 冰天眉头微醋,寒冰之气微微波动,轻道,修罗一族,天魔一族,罗刹一族再强,怕是也强不过神灵一族的那一个吧,这一次我们苍穹盟也不弱,何况少游这小子更加变态。 第三千三百一十五章一百三十年 话虽没错,不过我总是有些不安。 风行天主摇了摇头,随即回头目视着冰天,道,以苍穹盟那些人的性格,还有那至尊盟的那批人,知道了陆少游的不凡之后,绝对会不顾一切来对付。 他们现在虽然是也在蠢蠢欲动,可是却没有不顾一切。 除非是他们也早有准备,要不然,不会这样的。 或许你想多了,陆少游一直被人看着,他们想要下手也没机会。 冰天轻道,何况这一次我们也不凡妖孽般的存在,也许他们知道就算是对付了陆少游,也还有神兽世界的龙悬,以及不少世界的杰出一辈,另外天地阁这一次也不乏人才。 但愿吧。 风行天主轻叹道,希望我真是想多了。 冰天望着昏暗空间内那庞大的九绝塔,轻道,你说陆少游能够成功了,七绝皇尊所留,这无数年来,多少天赋绝顶之辈都进去尝试过,却是无人能够成功。 九绝塔内,还没有真谛涅槃者和第五奇特奥义领悟者进去过,所以,但愿有希望吧。 风行天主最后一个字音落下的时候,其飘逸见朔的身影白发轻动,便是消失在了这昏暗的空间不见。 但愿,时间已经不多了。 白天喃喃倾道,随着风行天主后也随即消失在了这昏暗的空间之内。 时间徐徐而过,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之内,这一段时间也不知为何进入了一种微妙的平静中,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就连苍穹战场之内,都是平静了不少,各方大军,似乎都是在开始等待着什么。 天界密地之内,也是格外平静,除了一些新人外,上一届的年轻一辈都像是突然之间消失了一般鲜少有人能够再见到。 搜! 十年之后,风行天主身影出现在了九角塔之前,遥遥望着那如滔天凶兽横跨在昏暗空间内的九角塔,难难清道,就进入第七层了吗? 二十年后,风行天主目视着身前那庞大的九角塔,苍老脸庞上目光带着震撼之色,道,第八层了。 五十年后,风行天主站在庞大的九角塔之前,无边无际的深邃眸子中也难惹震惊之色,难难清道,第九层了,小子挺住啊,除了你之外,怕是上清世界内再也没有人能够成功。 时间逐渐而过,整个三千世界都处在一种安静的氛围中,没有多少大事发生。 如此这种微妙的安静中,转眼间便是过来一百多年。 也不知道从何时起,上清世界内各大顶尖家族内的动静便是突然开始再次有了波动,天界密地,地界密地,人界密的之中都是有了动静。 甚至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中也都是有了一种莫名的波动,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内,都在准备着同一件事情。 呼啦啦 昏暗的空间内,恐怖的绝灭气息充斥,形成恐怖的漩涡,如同雷霆般的龙卷风暴般旋转,怕是任何人一旦靠近,就会遭受到恐怖的波及。 何况那等恐怖的灭绝之气,这天地间又有多少人的心智和根基能够稳固在其中而不受到影响? 有,至少是有这一个,那便是陆少游。 此刻间,那一股雷霆般恐怖的灭绝之气漩涡之内,陆少游盘膝而坐,身躯却是有着如巍峨大山般的气息,令得这恐怖的灭绝之气雷霆漩涡也无法为之撼动分毫。 以陆少游为中心,此刻间有着九股滔天气息从体内蔓延而出。 九股恐怖的气息分别透着大瓷之气,让人心神舒畅。 大悲之气,让人心生怜悯。 灭绝之气,让人凶煞杀伐。 暴力之气,让人暴力自虽。 暴力之气,让人心生死亡。 还有这三股陌生之气,却是更加恐怖。 这三股气息,令人心生绝灭,能够绝灭一切生灵,绝灭荒谷大地,绝灭无尽长天,能够毁天绝地。 九股气息冲天而起,随即在陆少游的身躯周围凝聚成了九幅密文虚幻古图,恐怖的九股气息,让人心颤。 陆少游在这空间之内也不知道待了多长的时间了,如老僧入定般,浑身若不是有着那九股气息在波动,仿若是作画了一般。 昏暗的空间内,有着两道身影牧师庞大的九绝塔而立。 一百三十年了。 风行天主目光紧张凝重的牧师这身前庞大的九绝塔,轻道,陆少游那小子已经有了八十多年没有了任何动静,在第九层内足足待上了八十多年。 一旁的冰天文言,牧师那庞大的九绝塔,轻道,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吧,不过倒是奇怪了,为何还没有动静,他们这一批人上就要进入苍穹战场了。 时间不多了,希望不会出现问题,要不然我的罪过就大了。 风行天主轻道,深邃的双眸中也泛起了波动。 冰天文言,轻道,应该是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已少游那小子的根基之稳固,心智之强,又是真地涅槃者,大成蔑视星辰节都能够抗衡下来,想必这九绝塔也无法奈何他的。 风行天主文言,苍老的脸庞上,神色依然凝重,轻道,虽然话是这么说,不过他的修为毕竟尚浅,九绝塔内,就连我和皇甫明龙也只能够在第八层止步。 是我太冲动了,不应该呀。 望着风行天主的模样,冰天也只能够是无奈轻叹,轰就在此刻,整个九绝塔为之无端悄然一颤,这昏暗的天地内,顿时有着天地能量开始消无声息的进入了九绝塔内。 轰隆。 这一刹那,这昏暗的天地之内,这一刻仿佛有什么被唤醒了一般,虚空内开始发出低沉的轰鸣声,像是昏暗的空间远方有着万兽在奔腾。 这一片昏暗的空间之内,天地能量也是在剧烈的波荡了起来。 怎么回事? 突如其来的变故,顿时让冰天面色一正,目光顿时就投注在了身前庞大的九绝塔之内。 应该是陆少游有了动静。 目视着前方,风行天主也是苍老脸庞顿时波动不小。 冰天闻言,顿时对风行天主问道,不会是少游那家伙真的成功了吧,七绝皇尊的九绝之气被他领悟成功了。 风行天主此刻间无边无际的深邃目光紧紧目视着那庞大的九绝塔,眼中抹过一抹激动神色,道,这就不知道了,不过这动静怕是绝对和陆少游有关,九绝塔里面现在也只有他一人。 呼啦啦 短短时间,这昏暗的虚空之内,天地能量的波动也是越来越剧烈。 一股股的天地能量不断从这昏暗的虚空之内渗透而出,源源不断的进入了九绝塔之内,一股恐怖的绝灭之气狂暴冲斥。 如此狂暴的绝灭之气,令得风行天主和冰天两人都是目光动容波动。 恐怖的绝灭气息和天地能量波动越来越强悍,越来越浩瀚磅礴,最后如同雷霆般在辽阔的昏暗空间之内充斥,围绕庞大的九绝塔旋转不休,发出轰隆隆的震耳欲聋之声。 砰砰砰。 莫得,昏暗的空间之内,恐怖的的绝灭之气漩涡直接炸开,犹如在这昏暗的空间内投入了无数的炸弹般。 空间爆炸,层层的空间涟漪飞射击散,一道道的空间裂缝悬挂在空间之上。 随着那等绝灭之气漩涡炸开,恐怖的动静也随即消失平静下来。 风行天主和冰天两人面面相去,四目相对,冰天难忍震动,轻道,这动静似乎是不小啊,那家伙在九绝塔内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是成功了还是突破了。 这就不知道了,不知道那家伙发生了什么,九绝塔内那等绝灭之气,就连我也不敢闯进去。 风行天主道。 吃! 就在风行天主话音落下之时,庞大的九绝塔之内,第九层之上,一道身影直接掠出。 一个青袍男子随即凭空悬浮在了这昏暗空间高空之上,踏空而立,青袍列列鼓荡,紧闭的双眼就在身影停住之时猛然睁开,双眸之内一黑一白宛如日月旋转的两股精芒斗射而出,荒谷之气中,又是伴随着一股滔天绝灭之气。 轰隆隆。 随着陆少游双眸睁开,眼中黑白光芒交替,似乎此刻间,这昏暗的虚空中就只有他一人的存在,恐怖的绝灭之气下,令得那庞大的九绝塔也为之轰然再度一颤。 片刻时间,一切气息都收敛不见。 多谢前辈。 也在同时间,陆少游转身面对着那庞大的九绝塔深深的鞠躬行了一个大礼,然后身影才落在了风行天主和冰天两人的身边,道,见过风行天主,冰天老哥。 你怎么样了? 风行天主和冰天两人目光紧紧的落在陆少游的身上,两股气息也直接在陆少游的身上窥探着,似乎是要窥探出什么来。 还不错,小子还有事,先走一步。 陆少游话音落下,直接在身前撕开了一道空间裂缝后便是钻入其中不见。 第3316章 黑马横空出世 陆少游,记得七天之后你们就要进入苍穹战场了。 风行天主对陆少游睡道,话音落下,空间裂缝也随即合拢恢复。 少游这小子身上的气息为何如此难以窥探,现在就连我也无法窥探了,刚刚到底突破了没有? 冰天双眸疑惑。 风行天主皱眉,轻道,这家伙的气息,我也难以窥探透。 弟子拜见师傅。 当陆少游回到山峰庭院内,泰阿已经出关,见到陆少游顿时行礼,其身上此时亘古镜高阶巅峰的修为气息,让陆少游也极为满意。 免礼。 陆少游话音落下,确实立刻就消失在了泰阿身前,令得泰阿也目露疑惑之色。 房间内,陆少游布置了一道劲之后,换出了天咒戒,顿时闪身进入了天咒戒中。 哗啦啦! 天咒戒第四层,还有着一股恐怖的残余天地能量正在逐渐的涌进一道曼妙茜影体内。 曼妙茜影悬空而立,周围一股木属性奥义能量凝聚形成一个漩涡蔓延开来。 浓郁的木属性能量下,茜影身躯周围空间晃动,周围空间也完全扭曲,偌大的一片空间泛起空间波纹,层层波动开去。 曼妙茜影正是北宫无双,外界一百三十多年的时间,天咒戒第四层内,却是已经过去了上五千年之久。 如此漫长的时间内,因为陆少游在九绝塔之内,北宫无双也无法脱离天咒戒。 陆少游目光落在远处北宫无双的身上,天咒戒内的动静,陆少游在闭关中也一直是能够感触到,刚刚因为自己的再度突破,令得天咒戒内也同样涌进了大量的天地能量,让正在突破边缘的北宫无双在天咒戒内届时再度为之突破。 呼啦啦。 当这空间内最后一股天地能量涌进了北宫无双的体内,一股新的气息亦是猛然自北宫无双的体内铺天盖地的抱涌而出。 气势陡然冲天而起,带着空间波纹直冲高空,伴随着一道绿色芒光柱弥漫而出,令得浮屠玲珑的身躯上,绿群为之鼓荡飘飘,脑后发丝飞舞。 没想到这丫头的天赋这般强悍,能够将木之圣缘融合到如此完美的地步,真是少见啊。 陆少游脑海内,金色小刀也感觉到了外界的波动,金芒淡淡营绕而出,声音在陆少游脑海中传出。 刀疏,无双突破的速度太快,会不会影响到根基? 陆少游目视着前空那一道玲珑嵌影,眼中却是有些担忧。 是有些过快了,不过融合了木之圣缘,这种过快的突破虽然是有着影响,但是影响会在可控之内,以后想办法稳固,能够将影响降到最低地步,不会有大碍的。 金色小刀对陆少游说道 这样吗? 陆少游目视着前空那蔓延出恐怖气息的曼妙倩影,脸上也是露出了震惊和苦笑之色,轻道,没想到无双竟然是突破的如此恐怖,要不是我再度突破,怕是就有些丢人了。 你修炼的是混沌阴阳诀,若是你想要强行突破,早就不止现在的修为了,但是那般所为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 金色小刀对陆少游道,你现在的修为层次虽然是不高,但是足以越阶击杀对手,这才是根基的重要性,有朝一日你若是能够成功到达那儿,修为层次根本就不会再有问题,而这一切的前提,就要看你有没有足够的根基来承受那一切了。 陆少游闻言,目光露出疑惑之色,顿时对金色小刀问道,刀叔,你所说的是什么地方? 脑海内沉默了一会,金色小刀才继续道,此事应该还有一段时间,有些事情我现在也不是太清楚,这些年来,我也不知道一切变成了什么样,当我能够恢复之后,到时候自然会告诉于你,这也是我的责任。 轰隆 在北宫无双身上那恐怖的气息波动下,整个空间此时猛然轻颤,强悍的气息震开空间波纹排空而开,一股震人心魄的威势蔓延开来。 陆少游的目光也随即便是凝视在了北宫无双的身上,嘴角勾勒出了一道笑意弧度,喃喃轻道,看样子,这一次注定有着黑马横空出事了,目之圣元的效果还真是强悍。 你们好像是要去那什么苍穹秘境争夺什么了吧? 金色小刀对陆少游问道。 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争夺洪荒殿,传言洪荒殿的位置乃是这天地间灵气所在的汇聚点,里面有着所有修炼者都是屈之若物,为之疯狂的洪荒之气。 在洪荒殿里面用洪荒之气修炼,除了对修为有着巨大的作用之外,还能够免去红结。 陆少游对金色小刀道。 洪荒之气,洪洁,想当初,根本就没有多少人会有洪洁,洪荒之气虽然珍贵,不过也根本没有到达需要整个三千大千世界需要疯狂争夺的地步。 金色小刀倾道,话音落下后,随即继续对陆少游道,不过洪荒之气也绝对不是凡物,虽然你已经吸收了更加珍贵的,不过多吸收一些洪荒之气对你也有着好处,到时候可以一争。 更加珍贵的,陆少游目光一挑,随即也没有在意,目视前空,北宫无双身上那等气息在久久之后,也已经是平息了下来。 当一切逐渐平息之后,那一道曼妙倩影悬浮而立,双眸紧闭,浑身散发着一种浑然天成的高贵淡雅气质,就是如此静静的悬浮半空,如若是不识人间烟火般。 吃! 精致容颜上,当那一双明眸睁开,眼中一股绿色金芒暴射长空,曼妙倩影周身猛然之间气息暴涨,狂暴的气息震动得早已经是时空错乱般的空间越发狂暴。 呼啦啦! 一股极度强横的威压自那曼妙身躯内弥漫而开,一道道的空间波纹不停拨动出连衣席卷到远空。 四元化红,怕是风行天主那些人知道后,也足以为之震惊吧。 陆少游嘴角笑意弧度轻动,目视着那前空那长裙翩翩的女子,眼中目光露出喜色。 原本以为能够突破到三元化红已经是了不得了,没想到能够如此完美的融合目之圣元,四元小超凡,这丫头的天赋也是不可思议。 金色小刀在陆少游脑海中喃喃倾道。 少游 北宫无双倩影一闪,顿时落在了陆少游的身边,气息收敛,浑身散发着一种浑然天成的高贵淡雅气质,让人不敢直视。 恭喜四元小超凡了。 陆少游脸庞微微笑着,随即脸庞上神色却是露出了一道惊讶神色,道,已。 北宫无双盈盈一笑,笑可倾城,目视着陆少游脸庞上的惊讶神色,美眸涟漪波动,对陆少游问道,少游,怎么了? 你身上的气息收敛的,竟然连我也难以窥探。 陆少游窥探着此时深浅北宫无双身上的气息,此刻间北宫无双身上的气息收敛,竟然是自己也难以窥探出来。 北宫无双文言,精致脸庞也是露出些许诧异疑惑,被齿轻起,对陆少游睡道,我也不知道,我感觉融合了目之圣源之后,浑身都发生了不少的变化。 小子,这丫头完美融合了目之圣源,已经是脱胎换骨了一次,收敛气息后,一般人自然是难以窥探的出来,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金色小刀的声音在陆少游脑海中说道。 陆少游文言,这才对北宫无双一笑,道,如此正好,我们好像就要进入苍穹战场之内了,到时候尽量收敛气息,到时候说不定会有些意想不到的作用。 好,我听你的。 北宫无双微微点头一笑,随即对陆少游道,我们进入苍穹秘境之内,到时候嬴儿他们会不会也进去呢?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到时候老一辈的华红镜以上者都不能够进入,怕是到时候义父和师父他们就不能够再进去了。 陆少游轻道。 苍穹战场之内有着规矩,一旦突破了华红镜,那就不能够进入苍穹战场之内,这也是两大联盟和各大混杂势力之中一向都是遵守的不成文规定,除非是想要提前引起三千大千世界最后的大战。 七天之后,清晨,云雾飘渺,群山之中,一处辽阔的水域之中,庞大上数万米如同一块巨大的陆地一般的战台,犹如陀螺一般悬浮在水域之内,古朴庄重,气势非凡。 嗖嗖。 清晨,战台半空,便是有着一道道身影破空而来,随即尽数落在了战台之上。 第3317章九大统领 一道道身影落下,尽数都是年轻一辈的青年男女,一道道身影落下,都是寂静无声,脸庞凝重,目光却是又带着几分炽热的期待。 一道道年轻男女身影落下,片刻之后,以雷小天、唐银、李江、冰柔、火舞、穆紫棋为首的古族年轻一辈也尽数前来。 雷小天、唐银等一道道身影落在了战台众人身前,各自目光对视微微点头之后,随即各自静静而立。 嗖嗖。 再次有着数十道身影落下,当先一个锦袍男子,尖缺的下巴透着一道优美的弧度,眉飞入瓶,目光冷峻,静静而立,显得气势冷肃。 此人的到来,令得雷小天、唐银、穆紫棋等人也未知目动,那锦袍男子漆黑如断的长发仅用一根发带束在脑后,凌乱的发丝从脖子两旁垂下来,平田几分飘逸,不是皇家的皇义也没有别人。 嗖嗖。 再次数十道身影破空而落在古族众人之前,当先一个绝美的女子,白衣罩体,裙摆微动,随后静静而立,周围空间也是为之泛着若隐若现的涟漪。 白衣女子的身边,一个身材伟岸,肤色古铜,五官轮廓分明而深邃的男子而立,挺拔身躯在站台而立,犹如雕塑一般,幽暗深邃的眸子微微目扫过在场众人,透着狂野不拘之风。 这两人自当是风家的风悠悠和风霸男两人,这两人的到来,也立刻是在寂静的人群中引起了一阵目光骚动,只是站台之上众多身影依然是寂静一片,大家都在等候着什么。 吃啦啦 直到空间再度泛起了波动,一道道老太身影出现在了站台之上,正是雷光长老,唐岸长老,李厚明长老,兵谷长老,火庆长老,墓园长老,任我行,静剑皇,鬼谷皇者,伏魔皇者,灵台皇者,药王,玉灵子,乾坤真人,咸云皇者等古族长老和两大联盟的宗老。 见过诸位长老,宗老,随着众人降临,站台之上此时上万的年轻一辈也周围恭敬行礼。 吼! 遥遥远空中,一声狮吼穿透长空,一只庞大的天赤雪狮随即出现在了众人的目光中。 天赤雪狮具备之上,当先却是一个五六岁模样的可爱小丫头,身后一个轻袍男子而立,背后乃是一个身着长袍的挺拔青年和数个绝美女子。 天赤雪狮的背后,则是还有着足足上百人之众。 赤鹿少游来了,他现在可是亘古殿圣主。 还有鹿京云,北宫无双,独孤景文,云红灵,蓝灵,吕晓灵。 莫晴天,鹿灵,太阿,鹿涛,鹿漏,驱刀爵,龙三,凌峰,叶未央,但台雪威,任逍遥,靖无痕,绝风华都来了。 独一刀,江道流他们都一起道了。 这一群人的到来,在这原本寂静的人群中终于激起了一道道议论声,比起风家众人的到来更加令人群骚动。 刷刷。 人群上手中,风悠悠,风霸男,黄义等一道道目光也顿时目光投势而去。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一些。 鹿少游目视着此时站台上万人之众,目光最后从黄义,风霸男,风悠悠三人身上抹过,轻袍一抖,身影随即便是牵着陆路落在了人群上手。 嗖嗖。 北宫无双,独孤景文,陆京云,陆灵,太阿,莫晴天,淡台雪威,叶魏央,陆绕雄雄陆,须刀绝等众人尽数尾随陆少游而落。 一道道的身影静静落在陆少游身后,对上手众多长老和宗老微微行礼,见过诸位长老,见过诸位宗老。 免礼。 唐岸长老目光从陆少游等众人身上收回,大声道,今天你们尽数聚集在站台之上,应该也知道所为合适了,我在此也长话短说,明天一早,你们便要进入苍穹战场之内。 届时,你们便代表着整个上青世界,上青世界的荣誉,就要靠你们来争取。 浑浑的声音回荡在了辽阔长空,在众人耳边响彻。 我等自会全力以赴,撞我上青世界。 风霸难挺拔而立,大声而道。 撞我上青世界。 皇翼上前,冷肃气势席卷开去。 撞我上青世界。 一道道声浪,顿时汇聚,如雷霆般响彻在站台之上。 终于要进去了吗? 陆少游喃喃轻道,这等声浪之下,亦是有些为之心血沸腾。 这一次,将是整个三千世界巅峰同辈之争,这三千大千世界内同辈之中最为巅峰的一次对决。 陆露抬头,精致的脸庞上,那大眼睛望着陆少游,稚嫩的声音道,爹,我也要进去苍穹战场。 居。 陆少游食指在嘴边做了一个虚声的手势,对小丫头轻道,说好了你雪师叔叔带你来站台,你便不去苍穹战场内的。 那里面强者太多,还是不是你能够去的地方? 哼,不理你了。 小丫头甩开陆少游的手,楚楚可怜的瞪了陆少游一眼,随即便是委屈的跑到了北宫无双的怀中。 陆少游露出无奈的苦笑,目光继续望向了唐岸长老,其声音再度传来,明天一早进入苍穹战场内,还是老规矩,上清世界九大军部,分别由九位统领掌控,唐家军,唐吟为总统领。 遵命。 唐吟文言,目光顿时一挑,身躯顿时一步上前,一袭白色长袍外照一件淡白色披风,袍脚上翻,披风青阳,无端有着一种伟岸之气,令人犹如面对一座庞大山峰般,此刻,一股黑暗气息波动而开。 拜见唐统领。 唐家阵容内古族子弟齐齐单膝而立,还有着不少唐家之外的青年男女也为之恭敬行礼,应该都是唐家势力范围内的各大家族势力之中的年轻一辈。 雷家军,雷小天为总统领。 雷光长老上前,目视站台众人而道。 遵命。 雷小天上前落在唐吟身边,紫衣黑发,飘飘翼翼,浑身隐隐有着光泽流动,齐俊朗的脸庞上那乌黑明亮的双眸中,便忙闪动,令人灵魂颤速。 拜见雷统领。 雷家子弟和众多青年男女单膝恭敬行礼。 穆家军,穆子齐为总统领。 火家军,火武为总统领。 兵家军,兵柔为总统领。 李家军,李将为总统领。 黄家军,黄义为总统领。 封家军,封悠悠为总统领。 牧原长老,兵谷长老,李厚明长老,黄轩长老等上前,一道道声音雄魂落下。 遵命。 穆子齐,火武,兵柔,李江,黄义,封悠悠六人闪身而出,和唐银,雷小天齐齐并列而立,六股气息波动,令得整个站台众人体内血液开始沸腾。 拜见穆统领。 拜见火统领。 各大古族青年和不少青年男女齐齐行礼。 任我行上前,黑色长发颇为散乱披肩,目光如沉,抬头目视着站台之上众人,大声而道,战天联盟,万千联盟两大联盟大军,陆少游为总统领,掌控两盟大军。 声音滚滚落下,满场一道道的目光尽数落在陆少游的身上。 没有多少人有意外之色,这一切似乎都是在众人预料之内般,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倒是陆少游自己颇有意外,目光微抬,随即眼中精芒微动,这一次,乃是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同辈巅峰一争,这等氛围内,陆少游也难免此刻体内血液沸腾,一步横跨上前和风悠悠,黄毅,雷小天,唐银等齐齐并列而立,目视任我行道,道,遵命。 拜见陆统领。 站台之上,莫晴天,任逍遥,静无痕,绝风华等和剩余的众多青年男女也尽数恭敬行礼,声浪汇聚,响彻长空。 九大军部,你等九人统领。 你们九人从现在起,代表整个赏青世界。 唐岸长老牧师陆少游,风悠悠,黄毅,穆子齐等九人而道。 定当全力以赴。 九人齐齐而道,九股气息涌动,波动长空,令得整个站台上空骤然风起云涌。 第3318章极为不公平。 黄昏,厚厚重重的云雾盘踞在天空,靠近地平线的太阳像是一团快要熄灭的火球,在云雾空隙内,蹦射一条条降色狭彩,降临在群山之上。 一处古老的宏伟大殿内,陆少游,风悠悠,黄毅,等九人站在大殿内,身前只有两人,冰天和风行天主两人。 风行天主牧师九人,道,你们九人这一次身为九大军部总统领,也肩负上清世界重任,你们可清楚肩负的责任了。 风悠悠抬头,宁谋微动,背齿轻起,道,我一定会为上清世界夺下一座洪荒殿,请老祖放心。 你的实力已然在同辈中不弱,不过这一次妖孽被出,强者如云,实力虽然很重要,其他因素也不能够忽视。 而总的来说,你们九人之中,论起经验来也只有一人最为丰富。 风行天主倾道。 随着风行天主话音落下,众人一道道目光皆是落在了陆少游的身上。 众人心知肚明,九人之中,现在无论是实力还是经验,陆少游绝对是第一人。 面对众人目光,陆少游淡淡一笑。 洪荒殿的重要性,一般人知道的不多,但是你们九人最为清楚,不知道多少年我们上清世界都没有争夺过洪荒殿了。 风行天主对众人道,这一次,你们不容有失。 我们会全力而为。 黄毅点头,目光坚定。 这一次我们上清世界,对于洪荒殿之争,我们的目标是最少一座,想二争三。 风行天主目光从众人身上最后落在了陆少游的身上,道,陆少游,你怎么看? 我。 陆少游目视着风行天主愣了愣,随即道,我也会全力而为,尽量争取一座。 不是尽力,而是一定。 冰天目视陆少游,道,以你的实力,一座绝对没问题,不过你的目标必须是第一座,拥有第一座洪荒殿,才能够奠定上清世界的将来。 这么重要吗? 陆少游目光挑了挑,也知道洪荒殿的重要,不管是谁一旦能够进入洪荒殿,都能够到七元小圆满而不用渡洪节。 而第一座洪荒殿的好处尤其最大,一旦能够进入这一尊洪荒殿,那可是都能够到八元小圆满而不用渡洪节,同时这洪荒殿内的洪荒之气也最为浓郁,进入其中修炼,对于化洪镜层次修为者也好处惊人,这足以是为整个上清世界培养出近百未来的超级强者。 这一次洪荒殿到时候一主之后,下一次洪荒殿开启则是一千五百年之后了,而那时候,刚好碰上一件大事,到时候势必一切都会受到影响。 这一次怕是短时间内洪荒殿最后一次一主,所以这一次洪荒殿之争,对整个三千大千世界都是格外的重要,谁能够占据一座洪荒殿,那到时候整个大千世界就能够占据一线生机。 因此在你们这一辈上,各大世界也是全力投注资源在培养你们这一辈上,加上这一次你们这一辈妖孽众多,你们这一次面对的对手比齐网界来,也不知道要强悍上多少倍。 话音微作停顿,冰天望着陆少游,继续道,因为一千五百年之后会有一件大事发生,那件事情足以波及到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强者,你们这一次争夺洪荒殿显得尤其重要,其中第一座洪荒殿更加重要,足以关系到上清世界的将来。 书祖,经常听长老们提起那件大事,那究竟是什么大事,会波及到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内的所有强者。 冰柔名眸如虹,望着冰天问道,生如天籁。 随着冰柔的问话,风悠悠,黄毅,唐银,雷小天等目光也尽数望着冰天,似乎是他们也并不清楚那件大事是什么。 冰天望着众人,道,若是你们能够进入洪荒殿,到时候从洪荒殿出来后就自然知道了,现在你们的首要任务是洪荒殿,一共九座洪荒殿,任何一座都不是好争夺的。 随着冰天话音落下,风行天主望着众人一眼,最后对风悠悠道,丫头,你知道洪荒殿争夺资格。 怕是他们还不完全清楚,你和他们都说说吧。 是,老祖。 风悠悠对风行天主微微点头,随即倩影微微转身,牧师陆少游,黄毅八人,朱唇微章,道,洪荒殿的争夺,不是任何人都有资格的。 这一次进入苍穹秘境内的人,光是我们上清世界天界密地就是上万人,还有地界密地,人界密的,这两处密地之内进入苍穹战场内的人加起来就不下于五万之多,因此光是我们上清世界内进入苍穹秘境内的同辈,就是不下于六万之多。 还真是不少。 陆少游文言,目光未知微动,这六万人也绝对是同辈之中最为巅峰存在的六万人。 六万人听起来不少,不过六万人平均分到一个大千世界内的各个中千世界内的话,每一个中千世界内才六十人。 而要是平均分到一个小千世界的话,怕是一只手臂都分不到。 所以,六万人实际上也并没有多少。 不过一个大千世界六万人进入苍穹战场之内,那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加起来就是近乎两亿巅峰同辈,也是不少了。 风悠悠继续道,我们上清世界近乎六万同辈进入苍穹秘境之内,其他大千世界进入苍穹战场内的同辈估计也相差无几,所以不可能同时争夺洪荒殿,因此最后只有七十二块陆地的拥有者,一共七十二人才能够有资格争夺洪荒殿。 七十二块陆地是什么存在? 陆少游对风悠悠问道。 风悠悠闻言,宁谋落在陆少游的身上正要说话,黄义目视陆少游,冷肆的气息微微波动,轻道, 七十二块陆地,是离苍穹战场深处最近的七十二块陆地,每一个块陆地都极为庞大,不会在一个单独的世界之下。 那七十二块陆地平常都被封印住了,只会在某一天同时开启,只有抢占上那一块陆地,得到其中的洪荒令,才有资格在苍穹战场最深处争夺九座洪荒殿。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 陆少游大概明白了,对黄义微微点头。 你还不明白,事情没有你想象中的那般简单。 黄义对陆少游继续道,并不是抢夺进入了七十二块陆地之一就能够得到洪荒令了,还有更难的事情,七十二块陆地的中央,会有上一次抢夺到七十二块陆地的主人坐镇,他们七十二人本身就是上一届最强的七十二人,又大多数都是刚刚从洪荒殿内出来,洪荒殿内历经一千五百年修炼,实力可想而知。 不是只有九座洪荒殿吗,怎么会大多数都进入洪荒殿? 陆少游发现了疑惑之处,对黄义不解问道。 冰天接口队陆少游说道,那是因为两大联盟各自有着盟约,只要是各自联盟之中有任何一个大千世界的人进入了那最后的七十二人阵容内,到时候不管是哪一个大千世界最后得到了洪荒殿,都将要为本联盟内那些得到了洪荒令的六十三人,每一个都平均分出四个进入洪荒殿的名额出来,一共是二百五十二个名额,一方面是不能够让任何大千世界 从此一家独大,另外如此也公平一些,若不然,两大联盟也不会牢固这么久。 这样说来,最后拿下洪荒殿的七十二人,哪怕是最后没有得到九座洪荒殿之一,也能够为本大千世界争取到四个进入洪荒殿的名额。 陆少游轻道 正是如此。 冰天点了点头,随即道,不过亘古殿,飞天大道,天帝阁等那些势力不在此列,他们的人要是争夺道,名额就尽数属于他们的人, 他们和两大联盟本身就不是一起的,但是也一样要遵守共同遵守的规则争夺洪荒殿。 冰天话音落下,黄毅这才接着对陆少游说道,最后争夺到洪荒令的人,还将要过最后一关,那便是击败上一届的洪荒令拥有者,要不然就无法得到洪荒令,洪荒令将会直接传给这上一届洪荒令拥有者背后的世界下一辈,到时候将尤其直接成为七十二个洪荒令的拥有者之一。 这也太不公平了一些吧。 陆少游一愣,这可是极为不公平的,上一届的洪荒令拥有者,他们七十二人本身就是上一届最强的七十二人,如黄毅所言,他们七十二人又大多数都是刚刚从洪荒殿内出来,在洪荒殿内历经一千五百年修炼,实力可想而知,想要抗衡住他们的一招才能够夺下洪荒令,虽然只是抗衡一招而不是要将其击败,但也已经是很是困难了。 第3319章 再进苍穹战场 冰天文言,牧师路少游道,没有什么不公平的,这天地之间本身就没有绝对的公平的事情,一切都是靠实力说话,若是连上一届洪荒令的拥有者的一招都抗衡不住的话,那也不用得到洪荒令了。 抗衡一招的实力都没有,那反正得到了洪荒令也是没有争夺到九座洪荒殿之一的机会。 随着冰天话音落下,黄义再道,若是所争夺到了七十二块陆地之一上的上一次洪荒令拥有者,是本联盟之内的还好,对方虽然会为了自己背后的大千争取到四个进入洪荒殿的名额而全力出手阻挡,不过毕竟是不会动杀心。 停顿了一下,黄义牧师着陆少游,道,不过若是那抢占的七十二块陆地之一上的上一次洪荒令拥有者是天罗盟的人,那后果就要严重得多,对方对我们必将是一招全力诛杀。 而我们苍穹盟的上一届洪荒令拥有者遇上天罗盟的人,也势必是会全力动手击杀对方。 所以一般保险起见,挑选抢占七十二块陆地的时候,也都会挑选本联盟的争夺。 陆少游眼中精盲波动,看样子洪荒殿果然不是好得到的,微微点头,然后继续对黄义问道,每一个大千世界都会全力争夺那七十二块陆地,到时候会有多少大军参与争夺。 风悠悠倾道,一般来说,每一个大千世界内将会派出十个一流军团,不会是全部,若是全部的话,那将是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动荡的时候,后果就不是任何人所能够控制得住的了。 十个一流军团,这么多。 陆少游也颇为动容了,对于苍穹战场内军团的编制陆少游并不陌生,一流军团也基本上都是主战军团,每一个军团都是有着数千万之众,强者如云,更古静修为者都是众多的。 十个一流军团,那可是数亿大军,整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一次参与的大军尽数汇聚,那又是何等的浩瀚磅礴,到时候注定是一场血战,厮杀震天。 按照网界,我们上清世界内基本上是八大谷族各自挑选一个一流军团,两大联盟的人最多,但是其统领的实力会是九个统领中偏弱的一个,所以也都是出两个一流军团。 风悠悠对陆少游说道。 但这一次并不一样。 风行天主目视众人,接口道,往年九个统领会在最后争夺洪荒令的时候推举出以为统帅来,但是这一次我想在你们九人之中提前安排陆少游为统帅,其他人可有意见。 随着风行天主话音落下,皇义微微目动,随即望着陆少游一眼,竟然是第一个点头,道,陆少游无论是实力和在苍穹战场内的经验都是最强的,我自然没有意见,会全力配合,只是身为统帅,肩上的责任就会越重。 我们都没有意见。 雷小天,唐吟,火舞,木子齐等尽数点头。 风悠悠微微汗手,沟纯清道,我也没有意见的。 那便如此吧,时间不早了,你们都早点换回去安排一下,明天一早进入苍穹战场之内。 风行天主对众人道。 群风远处,黄昏逐渐而过,一片辽阔的水域,水天交界的地方却是还残留着一抹淡淡的红云随着最后一抹余灰收敛,天地也为之昏暗下来。 夜幕降临,像是一张灰色的大网,悄悄的洒落笼罩了整个大地。 幽兰幽兰的夜幕天空中,星辰逐渐浮现,一轮弯跃在苍穹深处,如同一柄弯刀绽放出脚白刀芒。 山峰庭院大厅内,独孤澳南目视着陆少游,光洁的脸庞上透着棱角分明的冷峻,轻道,这一次进去非同小可,你和晶云,景文,无双都小心一些。 我会的。 陆少游微微点头,眼中目光却是涌出了几分期待来,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巅峰同辈,我也想要好好见识一番,不知道比起上青世界内有如何。 九座洪荒殿,第一座洪荒殿尽量拿下。 独孤澳南长袍轻动,无形中张扬着一种狂傲。 定当全力。 陆少游微微一笑,双眸之中,却是战意依然涌动。 九座洪荒殿,一座可少了。 至盛大帝一笑,宏伟挺拔的身躯带着一股晴天气势,双目仿若皓月般明亮柔和,其间的银色长发无风自动,气息无端霸道,道,还有晶云,也可是要拿下一座才好。 弟子自当尽力,到时候再来请施工进入洪荒殿内。 陆晶云挺拔身躯上千,嘴角勾勒出一道邪笑气壶,目光凛然中,透着几分傲然。 至盛大帝拍拙陆晶云的肩膀哈哈一笑,道,哈哈,好小子,和你爹可是极为相似。 端木穷天黑色长发微动,目视陆少游,目光令人有着一种浩瀚如海的感觉,轻道,少游,我一身杂学,太阿比起你来都要学得多, 到时候有着太阿辅助你,想必想在的陆家军也今非昔比了,我也不用担心什么。 放心吧师傅,你们在天界密地之内静心修炼就好。 陆少游微微一笑道。 星辰,天界密地之外,风鸾叠杖,连绵不断的葱翠群山之上云雾缭绕,无尽海域之上,上万道身影悬浮半空,一股股气息涌动,令得整个空间泛起波动。 吃啦啦 高空之上,空间漩涡涌动,一道道身躯包裹长虹,划破长空般掠近了空间漩涡之内不见。 风行天主,冰天,雷光长老,唐岸长老,任我行,鬼谷皇者等目视着那一道道身影逐渐消失不见,目光皆是泛起波动。 不知道这一次他们进去会是什么结果,我上清世界再也应该要翻身了吧。 冰天低声轻道 一旦进入苍穹战场之内,结果已经不是我们所能够左右,哪怕是至尊殿,天罗蒙那伙人也会有着顾忌不敢在这时候动什么心思,所以一切就要靠他们自己了。 风行天主苍老脸庞上褶子微动,低声轻道,一千五百年前,六万人进入苍穹战场内,最后剩下不到数千人,这一次不知道还能够剩下多少。 灰蒙的空间之内,大地有些枯黄,山脉萧条,天地能量比起外界要薄弱得多,和混沌世界相比的话,那更加是天壤之别,无从比较。 辽阔的虚空之内,无边无际的平原空间,密密麻麻的人群静静而立。 十股阵容,十个方阵,每一个方阵都是足足上百万之众。 一共上千万身影而立,身影皆是笔直挺拔,无端气息血腥杀伐,令得这寂静的空间却是格外的压抑。 这一道道的血腥气息,没有经历过一场场的厮杀,那是绝对无法拥有如此强烈的血腥波动的。 吃啦啦。 突然,上空中的两道世界虫洞泛起剧烈波动。 呼呼。 那等空间波动下,千万列阵以带的方阵内气息开始泛起波动。 嗖嗖嗖嗖。 短短片刻,两道世界虫洞通道内,无数道流光急速跃出,一道道流光略出,伴随着一股股雄魂气息降临,令得整个空间风起云涌。 一道道身影闪身略出,流光收敛,一个个青年男女悬浮半空,并没有多久,便是近五万身影盘踞半空,密密麻麻,遮天蔽日斑。 五万青年男女,气息最低的也是涅槃静修为,亘古静修为者众多。 吃啦。 随着两条世界虫洞合并恢复平静,上空第三条世界虫洞终于泛起了波动,随着这第三条世界虫洞泛起波动,下方千万身影目光和上空数万青年男女目光也极其目视而去,一道道目光泛起波动涟。 嗖嗖。 一道道身影长虹掠出悬浮半空,一股股浩瀚气息降临,令得周空无端颤抖,这等气息。 比起刚刚那近五万来人的气息,明显是高上了一个层次。 一道道长虹掠出,随着长虹收敛,一道道身影凌空而立,一道道身躯挺拔,目光精盲波动。 封家军军部见过封统领。 穆家军军部见过穆统领。 火家军军部见过火统领。 唐家军军部见过唐统领。 联盟军部见过陆统领。 下方九个方阵九百万之众恭敬丹西行礼,上空五万阵容青年男女,大片丹西踏空丹西跪空,对着当先十数到来人中的挺拔男女身影恭敬而道,声浪席卷,响彻长空。 第三千三百二十张大盖阵容。 陆家军前来迎接陆帅。 最后一道奇奇大喝声响彻云霄,最后的一方阵容内,百万笔直而立的身影奇奇单膝行礼。 这方阵内当先众人,正是血英、狂鼠、成兴、吉白妹、张凌峰、虎师、陈特进、追宁、破土、烽火等陆家军和新强者,一道道声音奇奇大喝,陆家军拜见陆帅、少帅、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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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回归。 喝声回荡,气势涌动,不会在任何方阵之下,令得此时封悠悠、黄毅、封霸南、雷小天、莫晴天、任逍遥等人也为之侧目相似。 他们不难知道,当初被处罚在苍穹战场的时间内,陆少游却是早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真正势力和班底、陆家军、八大古族和两大联盟之外的又一股势力。 免礼 陆晴云身躯横跨空间上千,挺拔如枪的身躯悬浮半空,如山峰般凌厉,不动不摇。 没想到陆家军气势还不弱呀。 蓝灵目视下空,依然是身穿着极为喜欢的那一席淡蓝色的进装,整个人显得火辣诱惑,英姿萨爽,桀骜不逊,只是这些年的漫长时间中,岁月早已经洗净青涩,多出了一种成熟韵味,如同是烈酒,开始香醇内敛,入口流舌回味。 护皇队数十人前,无相恭敬而立,刚好在蓝灵的身边,闻言清道,回少夫人,陆家军当初乃是十大军团所组成,他们在少主的带领下,早已经磨练蜕变,估计现在绝对不会在任何一流军团之下,少的,只是掌舵者。 随着上空无相话音对蓝灵落下,下方陆家军方阵内一道道起身而立,一道道的目光随即便是落在了上空那当先的青袍男子身上,上千年不见,但那青袍男子早已经是烙印在了陆家军所有人的心中,那是陆家军的军魂。 血英,狂鼠,成兴,吉白妹,张凌峰,虎师等齐齐在前而立,一股股雄魂气息涌动开来,当初选择了那悬浮半空的青袍男子,那是因为在他们的心中都早已经认定,那青袍男子有朝一日定当能够踏足巅峰,他的名字,也将足以能够赫赫名震三千大千世界,够跟随在其身边,他日他们也定足以登顶难以触及的高度。 而现在,众人知道自己当初的选择没有错,那霸道灵绝的青袍男子,早已经是比起上青世界内任何古族同辈巅峰都要来的耀眼,他的名号,也早已经在整个苍穹战场甚至是整个三千大千时间内声名赫赫。 群山连绵,荒芜萧条。 一座高耸山峰之上,莫得,一股炽热阴寒的气息凭空波动蔓延而出。 周围群山之内,煞时间炽热的气息弥漫开去,令得周围群山一瞬间便像是形成了一片火山群一般。 痴。 山峰之上,一道蓝袍身躯盘膝而坐,紧闭的双眸瞬间睁开,两股炽热的精芒豆舌而出,令得山峰之上空间波浪一层层席卷开去,扮起如烈火般的涟漪波动。 还早,不急。 蓝袍身影喃喃轻道,嘴角勾勒出一道笑意弧度,随即双眸再度紧闭,周围群山之内的炽热气息一瞬间凭空消失不见,荒芜萧条的群山之内,一切像是没有发生过一般。 年代久远的宫殿建筑群内,大殿之内,联盟军部总部内,陆少游见到了浩尘黄江,若陵道人,昆水尊江,还有冰千里,木欣然,孤狼等数人,就连天剑军团的木陵落也在其中。 陆统领,我来和你介绍一下,这位乃是天剑军团的团长木光耀,联盟最强的一流军团之一。 浩尘黄江恭敬的对陆少游介绍着身边一个身形轻瘦的中年大汉,今时今日,无论是实力和地位,浩尘黄江都心中清楚,眼前的青袍男子,已经远不是他所能够相比的了。 眼前这当初被惩处进入苍穹战场的青袍男子,现在却是驾临古族同辈之上,到了掌控整个上京世界未来的高度。 见过陆统领 中年大汉恭敬行礼,身着如服,五五官清秀斯文,但身上的气息却是亘古镜高阶巅峰,甚至是半只脚踏进了华红镜。 或许只要遇到一个气机,就能够直接突破,只不过在苍穹战场之内,想要突破到华红镜,就有些难了。 免礼 陆少游是一眼前中年大汉免礼,天剑军团陆少游当初在苍穹战场内就经常听说起,联盟军团内的一流主战军团,实力极强,乃是整个联盟军部的最强军团之一。 望着这如服中年,然后望着身前的穆凌落,陆少游也早有听闻,穆凌落乃是天剑军团的大小姐,这如服青年应该就是穆凌落之父了。 闻言,随着陆少游话音落下,穆光耀直升,继续对陆少游恭敬问道,陆统领,不知道三骑宗老现在怎么样了? 三骑师伯一直在闭关,我也一直没有见过他,不过一切安好。 陆少游对穆光耀说道,据说这穆光耀可是三骑师伯的记名弟子。 而在天界密地之内的时候,陆少游不久前还问过风行天主三骑老人的情况。 从风行天主的口中得知,三骑老人一直在闭关,据说是早已经彻底的融合了逆天邪龙,实力突破了不少,但依然还在闭关前修中。 这一次联盟军部本来是想要派出两个一流军团交给陆统领的,但是想到现在陆家军也已经不凡,或许动用陆家军,对陆统领来说反而是最合适的。 加上上面也有决断,因此联盟军部决定动用陆家军。 当然,联盟军部会给与陆家军所有物资的补给,另外天剑军团也交给陆统领。 昊晨皇将对陆少游说道。 没问题。 陆少游没有过多的犹豫便是微微点头,上清世界只动用十个军团,若是联盟军部调出两个军团,那陆家军就势必难以加入,动用陆家军的确是对自己来说反而是最为合适的。 从联盟军部内待了近三个时辰之后陆少游才离去,接手天剑军团,还有整个苍穹战场内的战局情况,这些繁琐的事情可是不少。 这一次不是单兵作战,也不是一个军团,加上八大股族的八个军团,一共十个军团,数亿大军掌控在了自己的手中,还有近乎六万整个上清世界这一届最巅峰的年轻一辈,和整个上清世界的前途都掌控在了自己手中,陆少游不得不是小心翼翼,严阵以待。 因为这一次动用陆家军的关系,因此在天剑军团之内,联盟军部也是在天剑军团之外加入了不少的亘古镜强者在,其中便是有着若陵道人,昆水尊将,前伙尊将,还有孤狼,冰千里,穆欣然等人。 而这一次争夺洪荒令,除了陆少游这一届的同辈者之外,任何的化红镜修为者也不能够参与其中,这也是整个三千大千世界都一直遵守的不成文的规定,哪怕是苍穹盟也一直遵守着。 谁都清楚,一直保持的这种规定一旦有人要插手破坏,那到时候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就足以动乱,因此所有势力不管如何,都不会破坏这种共同遵守的规定。 从联盟军部离去之后,陆少游便是回到了陆家军的临时总部,大殿内,追命,血鹰,破土,烽火等陆家军核心人物,陆灵,陆京云,太阿,北宫无双,独孤景文,蓝灵,云红灵,灵清爵,曲刀爵,龙三,灵风,淡台雪威,叶卫央等少数灵武世界的年轻一辈也在其中。 追命,血鹰,破土,狂狮等人齐齐而立,心中忍不住激动,一千多年了,陆帅终于回归苍穹战场。 还有这少帅陆京云,副帅血鹿,整个陆家军三大巨头齐齐回归,众人不难想象,不久的日子中,将是陆家军响彻整个苍穹战场的时候到了,为了这一天,他们一直都在准备着。 从追命,破土等口中,陆少尤德至今时今日的陆家军,在联盟军部之内,已经是躋身进入了一流军团,只不过随着陆京云和义父独孤奥南,师父至圣大帝,端木穹天等进入了天界密地之后,陆家军一直却是一个主心骨。 陆家军的人数或许在一流军团之内不是最多的,但陆家军的战舰和傀儡,合击大阵等手段,足以是在整个尚清世界内的一流军团之中脱颖而出,令人不敢轻视。 随着陆京云等人进入了苍穹战场之内后,整个陆家军也是在刻意的休养生息,一直没有什么大动作。 陆家军所有人都在等待着,等待着陆家军的军魂回归。 第3321章 军令如山 大殿内,陆少尤牧视陆家军和新众人,这是自己的真正班底和势力,这些年来,陆家军已经逐渐壮大。 只是这些年来,追命、破土、虎尸等大家的修为虽然都是有着进步,不过进步确实不大。 在苍穹战场内,就算是有着灵精,也极难有太大的进步。 追命身着暗色长袍,被照青色短披风,双眉如剑,目光精芒波动,牧视陆少尤,道,陆帅,天罗蒙的那些人这时候也都开始聚集了,我们现在是不是该准备动手了? 陆少尤牧视追命,微微一笑轻道,此事明天再决定也不迟,等等他们吧。 还要等谁,难道我们还有帮手? 血鹰却一笼罩全身,就连脑袋也笼罩长帽,浑身弥漫着的一股血腥气息,目光中疑惑闪烁血盲,一般人望着,甚至是会有着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闻言,陆灵对血鹰道,这一次我们乃是和八大谷族一起行动。 陆灵副帅,我听说平常应该是两大联盟单独行动,不是到了最后才和那些谷族汇聚一起争夺洪荒令的吗? 狂鼠瘦小身形如同诸如,面如少年,但说话却是满脸老七横秋,双目尽是精芒。 太阿微微一笑,拍着狂鼠的肩膀,道,狂鼠团长,我师父已经被封为统帅了,掌控八大谷族和两大联盟一起所有军团,因此这一次我们将要一起行动,这样对大局有利。 已经是统帅了。 张灵风,虎师,程兴等文言,皆是有些震惊,随即目露喜色。 几百妹望着陆少游,一身别样的装饰,趁得别有一番风情美丽可人之姿,娇声笑道,先恭喜陆帅了,这一次我们陆家军也必定声名响彻苍穹战场。 话音落下,声音入耳,让人灵魂一苏。 陆少游起身目视着众人,眼中精芒微动,道,大家都先好好准备准备吧,怕是已经不用多久。 就没有多少太平日子了。 文言,及白妹微微一笑,三千青丝撩了些许简单的晚了一下,其余垂在井边,月显妩媚,沟纯被齿轻起,道,我们已经准备很久了,就等陆帅回归。 一日清晨,大殿内,风悠悠,黄毅,风霸南,雷小天,穆子齐,唐寅等,还有天剑军团团长穆光耀,陆晶云,陆灵,太阿,还有八大鼓族背后的军团团长,副团长等,加上联盟军部的若灵道人,兵千里,穆欣然等一共数十人聚集。 陆少游端座毫不客气端座上手,风悠悠端座左侧上手,右侧则是独孤颈文和蓝灵。 对于行军,陆少游可是很清楚,以独孤颈文和蓝灵两人的心智,绝对是不会逊色任何人。 见过陆统帅。 各大军团团长和副团长等都很清楚陆少游的身份,恭敬行礼。 免礼 陆少游长袖一斗,是以众人免礼,牧是各大军团的来人,八个团长的实力和牧光耀应该是相差不多。 都是接近华红镜的实力,只不过却没有任何人踏足到真正的华红镜,这或许是和华红镜不得参与苍穹战场之内的不成文规定有关。 众人分析而坐定之后,风悠悠侧目望着陆少游,轻道,人都到齐了。 陆少游对风悠悠点了点头,牧是大殿众人,然后道,洪荒殿还有半年时间才开启,上一届的人半年之后才会出来,半年之后,那七十二块陆地才会同时开启,也就是说我们还有半年的时间。 这半年的时间,各大世界都是在为了争夺那七十二块拥有洪荒令的陆地做准备,要不然到时候我们根本就挤不进去,那时候各大大千世界的无数大军汇聚,目标都是那七十二块陆地,势必会一路厮杀争夺。 黄毅侧目望着陆少游,一如既往的冷肃,继续道,按照网界的情况来看,到了最后争夺那七十二块陆地的时候,至少是有着一半的大千世界大军重创,有的甚至是全军覆没。 陆少游闻言,心中也难免有些感触,这一路厮杀下去,陨落的生灵难以计数,这才是真正的苍穹战场,和当初自己在苍穹战场外围的时候相比,完全是天壤之别了。 争夺一块洪荒令而已,我陆家军从来没有后退过。 陆京云静静而坐低声倾倒,浑身的气势,却是像一座不可撼动的大山一般浩瀚巍峨,一股收敛的锐利杀伐气息逐渐波动,苍穹战场,正是杀伐奥义的天堂。 不少目光目视陆京云,却是没有人敢对这青年露出不屑之色,各大古族青年都很清楚陆京云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哪怕是此时这在座的各大军团的团长等也早就是知道陆京云当初在苍穹战场内的凶名,陆家军能够这么快崛起,离不开眼前的这陆京云。 今天通知大家来,一共也只有两件事情。 陆少游牧视众人而道,一道道目光闻言,也随即尽数落在了陆少游的身上。 陆少游牧视众人道,第一,我对大家只有一个要求,一旦和天罗蒙交手,那一切都要听我的,谁敢违抗,我绝对不会客气,觉得做不到的,现在可以离开,我不会抢求。 众人闻言,面面相觑,目目相视,各大军团众人的目光,随即各自落在了风悠悠,唐银,黄毅,雷小天等人身上。 你是统帅,军令如山,谁敢不从,我第一个不会放过。 风悠悠倾道,那圣洁目光,此刻间却是多出来一种灵力。 军令如山,莫敢不从。 随着风悠悠话音落下,黄毅,唐银,穆紫棋,冰柔等尽数点头。 陆少游嘴露出满意弧度,牧视众人道,既然如此,那大家就回去准备准备吧,黄昏之后,大军出发。 统帅,这么快? 李江颇有意外。 陆少游轻道,我得到消息,天罗蒙有着一个大千世界的其中一个军团正在前方不远,我们黄昏出发,以大军的行程,凌晨我们就能够赶到,这是我们的第一站。 是。 闻言,众人闻言,顿时眼中精盲斗射,一个个立刻回去准备,各自调动数千万大军,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众人离去之后,陆少游和陆京云,独孤景文,蓝灵等回到了暂时落脚的一处庭院内,北宫无双,云红灵尽数都在。 少游,你什么时候知道前面有天罗蒙的人存在了? 独孤景文疑惑对陆少游问道,他可清楚陆少游一直没有出去,陆家军的消息,他也应该是全部知道的。 陆少游闻言,神秘一笑,道,偶尔发现的而已,天机不可泄露,到时候就知道了。 话音落下,陆少游脸庞神色顿时正色目视着陆京云,北宫无双等人,道,苍穹战场内非同小可,你们一切小心,不可有任何大意。 陆京云,北宫无双,独孤景文,云红灵等点头,这一次面对着什么,众人都心中有数。 少游,你也要小心一些。 吕小灵对陆少游睡道,尽装之下,双腿修长高挑,软弱五骨的欠腰两侧,还挂着两把精美的半指短剑,长长的黑发束在脑后,绝美中带着一丝狂野,岁月并没有在其身上留下任何的痕迹。 我会的。 陆少游轻道,眼中精芒波动,低声轻道,为了灵武世界,洪荒殿必定要争夺下来。 爹,龙叔和杨过大伯,还有心童姑姑他们应该也进入了苍穹战场了吧。 陆京云对陆少游问道。 应该是都进来了,不用多久,就能够和他们相遇。 陆少游轻道,眼中目光微动,也不禁未知期待,这么久没有见到大哥了,不知道下次见面之后,大哥的实力又到了何种地步。 黄昏,夕阳夕下,残阳如血,光芒四射。 四人眼眸如梦似幻的如血残阳照耀在了萧条的群山上,金光璀璨,吞天卧日,无端显得消杀凌厉。 时间差不多了,动身吧。 一处山峰上,陆少游牧视周围山脉内那浩浩荡荡,遮天蔽日,笼罩大地的大军,也是目光涌出些许炽热,随即长袖一抖,手掌一挥,顿时钻进了身前一架魅影傀儡坐架之内。 嗖嗖嗖嗖嗖。 这同时间,这一方天地之内未知颤动不休,众多雄魂浩瀚的气息骤然波动,无数傀儡坐架悬浮半空,如蝗虫过境般的无数大军身影掠进了众多的傀儡坐架之内。 出发。 无数的傀儡坐架轰鸣,顿时破空而去,如大片乌云笼罩天地,铺天盖地地对着前方飞掠而去。 如此大的动静,周围大地内无数目光为之沸腾。 不少强者身影悬浮在高空上,目视着那众多的傀儡坐架远去,谁都明白,这一次疯狂的大战再次开始了,大战波及到整个三千大千世界。 疯狂血腥杀戮即将开始,疯狂厮杀,血腥将会弥漫苍穹,杀戮将会席卷整个战场。 第3322章 厮杀五月 夜幕逐渐消散,淡淡的月色高悬。 砰砰砰。 当黎明前的黑暗一过,中方群峰上第一缕阳光透射而出,一片辽阔的山脉之中,却是低沉的能量因暴声骤然爆发响彻,连绵的山脉中,一场大战突兀爆发开来。 轰隆隆。 暴雨般的各种傲义能量攻击划过长空,能量进气如同烟花般,呈耀眼的光湖扩散开去,数亿人族为主夹杂兽族的大军,正将数千万鸣围围攻山脉之内。 呜,呜。 一声声刺耳的大喝声,阴寒气息疯狂涌动。 众多冥陵种族中,其中便是有着狼陵一族和弑魂一族,一个个也是立刻化作了庞大的膨胀式魂灵身和狼陵真身等,和人族大军狠狠的对撞在了一起。 砰砰砰。 恐怖的对撞响彻在了高空,半空无数的身影对撞,一道道流光飞略,傲义能量蔓延。 轰隆隆。 此刻间,这天的再颤抖,煞气,杀气,血腥气息弥漫长空,笼罩这一方天地。 我们被苍穹盟包围了,快逃。 快逃,苍穹盟的人太多了。 嗷,呜。 凄厉的惨叫和哀嚎声回荡,恐怖的气息席卷蔓延,冲天的厮杀声伴随响彻,一声声的惨叫声下,步伐有人魂鹰自暴,恐怖能量铺天盖地炸开。 只是在这等恐怖的大战之内,实力不够的魂鹰自暴,引起的动静已经根本不算什么了,只能够淹没在到处都是惊雷般的能量炸响之中。 逃,所有人快逃,通知其他军团救援。 高空之上,一道庞大的狼陵真身横跨半空,一圆化红羞为边缘的气息暴涌而出,阴寒气息席卷,在这等疯狂厮杀大战中,也足以是引起大部分人的注意。 还想逃,可惜你下辈子都没有机会了。 冰冷的淡然话语落下,就在此时,混乱的厮杀战场之内,一道血白流光冲天而起,话音落下,猛地出现在了这庞大的狼陵真身者身前。 就在所有人震撼的目光下,血白流光收敛,一个长袍青年身躯挺拔如枪,相比之下渺小的身躯无法相提并论,但那浑身的气势,却是像一座不可撼动的大山一般浩瀚威恶。 锐金魂刀 青年剑眉之下,双眸骤然血白光芒如力斧般刹时间斗射虚空,伴随着身上一股锐利沙伐的磅礴气息,如风暴一般席卷长空,金魂在身后虚空浮现而出,手中一柄血白大刀顿时对着那庞大的狼陵真身者一刀劈出。 吃啦啦 一刀劈出,消杀之气席枕,刀芒带着尖锐无比的刺耳音暴声,闪电般的划破空间,一道金色刀芒所过之处,空间波纹直接化作灰烬,显露出一道长长的空间裂缝。 咻 在那一圆化红层次狼陵真身者根本来不及躲避的情况下,这一道金色刀芒以奔雷之势,直接一刀劈开其阴寒的防御能量光圈。 砰砰砰 刀芒入体,一刀两半,庞大的狼陵真身随即寸寸崩碎,剩余刀芒披落在下空萧条的山脉内,连绵数个山峰接连炸开崩碎,震耳欲聋,无数碎石击射长空。 陆家军少帅如此强悍。 众多目光此刻尽数目视在了这一个青年身上,万众目颤。 陆晶云手中一颗一元化红灵精卧在掌心,手中大刀而握,大喝一声,杀,一个不留。 杀 一道道厮杀声,如惊雷般响彻这清晨高空,这一方天地已然失衡遍野,血流成河。 时间逐渐而过,随着苍穹战场内各大大千世界的巅峰同辈进入,疯狂的大战厮杀一触即发,天地间所有的大实力也都是将目光锁定在了苍穹战场之内。 只不过身在苍穹战场之内,苍穹战场之外的人已经无从插手,一切都要靠里面的人自己掌控一切。 每一天,都有无数生灵陨落在苍穹战场之内,每一天,都有大千世界有喜有忧。 三千大千世界,每一个大千世界的实力也不是平均的,有强就自然有弱。 随着时间转眼间过去五个月,苍穹战场之争中,有大千世界的人崛起,也有大千世界被淹没在了这疯狂的厮杀之中。 五个月的时间,随着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以苍穹盟和天罗盟为首的厮杀,无数生灵陨落。 一路往苍穹战场深处洪荒殿所在,一路哀红遍野,尸横万里,血流成河。 上青世界之内,每隔几天都会有着消息遇见传到天界密地之内,苍穹战场内上青世界的情况,天界密地之内都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得知。 古朴的庭院中,风行天主手中一道消息遇见住近暗淡,微闭的双眸睁开,目光深邃的无边无际般。 怎么样了? 冰天对着风行天主问道,我们没有选错人,损失虽然有,不过比起往年来,根本无法比较。 这一次我们上青世界能不能够一举翻身,就全靠那小子一个人了,悠悠那丫头实力虽然实力现在也不弱了,不过想要掌控全局,也难以和那小子相比较的。 风行天主道,还有一个月时间就到了,不知道到时候那帮小家伙最后能够拿下几座洪荒殿。 冰天清道。 风行天主目光微动,清道,路少游那一座洪荒殿已经是不会有问题,悠悠那丫头和陆晶云两人都绝对有着一征之力,希望应该都极大,其他人估计就没有什么机会了。 话音落下,风行天主目光微凝,轻叹道,只不过想要一征洪荒殿,光是靠一个人的实力也没用,必须先要争夺到洪荒令,若是到时候没有拿下三块洪荒令的话,悠悠那丫头和陆晶云也将失去了资格,三块洪荒令,必须同时拿下三块大陆,这等压力太大,以他们手中的军团,根本难以办到。 冰天文言,微微低头沉默了一会之后,随即才对风行天主道,放心吧,他们知道规则,到时候自然会安排好的。 一切就要靠那小子的了。 风行天主轻道。 一架傀儡坐架之内,陆少游,陆灵,太阿,陆晶云,北宫无双,独孤景文,风悠悠,黄义,风霸男,雷小天等,各大军团主要领头人尽数聚集在内。 一道道身影分析而作,天界密地前来的众人,身上的气息比起五个月之前,无不是多出了一种灵力血腥杀气,五个月的激烈厮杀,让每个人在心境和气质上逐渐的受到影响发生了不少的变化。 五个月的时间,上清世界十大军团组成的数亿大军,此时也陨落了不下于五千万之多。 天界密地,地界密地,人界密的内的六万巅峰年轻一倍,也是陨落了数千之多。 尖敌一万,自伤八百,混战之中,一些伤亡根本无法避免。 而和每一次天罗蒙陨落的明灵相比的话,每一次大战下来,上清世界的伤亡简直是可以是微不足道来形容。 每一战,上清世界几乎都是完胜,从无败计。 五个月的时间,上清世界大军中,陆少游的地位也彻底奠定,每一战都是完胜的成绩,足以令得众人口服心服。 甚至是不久前,上清世界大军同时被数个天罗蒙的大千世界内近二十个军团围困在了一处大路上,最后黄毅,风霸南,陆晶云,陆灵等人的出手,陆家军庞大的舰队加上天剑军团的舰队全力轰杀,加上风悠悠的全力出手,军力以一敌二的情况下在,上清世界大军只是最后陨落了三千万人,却是将那二十个明灵军团,数亿大军几乎是击杀殆尽。 身为统帅的陆少游,在那一战之中,以一己之力诛杀明灵军团十几个总统领,诛杀数百亘古静明灵,声望在那一战达到了巅峰。 那一战之后,那一道煞气滔天,霸道灵绝的青袍男子身影,烙印在了上清世界大军所有人的心中。 还有一个月时间,那七十二块大陆就要同时开启。 傀儡坐架内,陆少游牧师在座众人道。 能够一路走到现在剩下的军团,每一个也都是实力最为靠前的,会越来越难以对付。 风悠悠勾纯倾道。 的确,能够走到这一步的,任何军团都是有着不凡之处。 独孤景文对风悠悠微微一笑,这五个月的时间,众女间相互也是培养出了不减的感情来,女人的感情很是奇妙,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一句话,就能够立刻成为要好。 以统帅和现在我们整个赏青世界大军的实力,应该也不惧怕任何军团。 李江对大家说道。 我们的确不惧任何军团。 陆少游自信抿嘴一笑,牧师在座众人,轻道,据我所知,那七十二块大陆上,一块大陆上只有一块洪荒令吧。 黄义点了点头,道,每一块大陆上自然是只有一块洪荒令,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到时候夺取一块洪荒令,问题应该并不大。 话音落下,黄义微微没动,牧师陆少游,道,难道陆帅是想要夺下两块洪荒令? 第三千三百二十三章三大种族 陆少游一笑,望着黄义,道,不是两块,暂时三块吧。 三块洪荒令 众人闻言目光皆是惊变不少,雷小天顿时对陆少游道,三块洪荒令,那可是要同时争夺三块大陆才行,七十二块大陆会同时开启,又都不在一起,我们上清世界的大军,怕是还没有那等实力同时争夺三块大陆。 争夺三块大陆,势必分散兵力,这太冒险了。 唐银,穆紫棋等也都是尽数目光凝重。 谁都清楚,七十二块大陆,每一块大陆到时候都会有着数十甚是近百大千世界争夺,上清世界一个大千世界的大军如果还要分成三份争夺三块大陆的话,根本就是力不从心。 陆少游望着众人,依然是脸庞神色淡然,清道,大家别忘记了,最后之争,也无非就是苍穹盟和天罗盟之争而已,只要进入了大陆,兵力多少已经不是重点,只要足够的实力就好。 文言,蓝灵眸光微动,顿时娇颜一笑,牧师陆少游,道,我明白了,你的愿意是借助整个苍穹盟之力,到时候同时争夺三块大陆。 光靠一个世界之力,也自然是无法成功的。 陆少游点了点头。 陆帅。 就在陆少游话音刚刚落下之际,傀儡坐驾之外,烽火的声音匆匆传来,声音急促,似乎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一般。 陆少游闻言,目光顿时一挑,长袖微动,傀儡坐驾大门打开,追风火影也立刻进入了傀儡坐驾内,目视着在座的古族众人弯腰一里后,便是立刻对陆少游说道,陆帅,我们的探子发现了明灵的大动静。 闻言,风悠悠,黄义等众人的目光也立刻就目视在了湖海的身上。 风火,到底什么事,还不快说。 陆灵对风火喝道,陆灵的耐性可没有多少。 风火咽下了一口口水,似乎是刚刚跑了不少路途才赶来的,道,我们的探子发现了修罗族和叶叉族还有罗刹族的身影。 什么? 风火话音落下,风悠悠,黄义,陆灵,雷小天,目光耀等人都是目光骤然大变。 修罗族,叶叉族,罗刹族。 陆少游目光也是为之泛起不少的波动,明灵种族中,有着五大最强悍的种族,每一个种族都有着最为恐怖的天赋,这五大种族的天赋,甚至是不会在天生灵物之下多少,其族中顶尖一倍,其更加是能够和天生灵物相提并论。 这五大种族分别边是天魔族,修罗族,神灵族,罗刹族,还有叶叉族。 对于五大明灵种族之中的叶叉族,陆少游早已经有所接触,也很清楚其天赋之强绝对是名不虚传。 叶叉一族的人很恐怖,特别是对于人族和兽族而言,就显得格外难以对付,叶叉一族的人除了天生灵物之外,似乎是能够夺舍一切生灵,特别是人族和兽族,那种夺舍天赋格外恐怖。 可以说人族在三千大千世界之内,只能够算是偏弱的种族。 至于修罗族和罗刹族的人,陆少游一直听说过,不过却是还没有仔细接触过。 此时明灵种族之中的五大种族,其中便是有着三大种族的人同时现身在周围,陆少游心中怕是能够肯定,这等事情,怕绝对不是巧合。 烽火,可知道他们有多少人汇聚。 陆少游对烽火问道。 烽火匆匆道,人数绝对不少。 不过我们的探子不敢靠近,十个探子,九个被天罗蒙的强者感觉到击沙陨落了,只有一个重创逃回了魂鹰。 看样子,这一次他们聚集,怕是有所目标,这目标多搬就是我们上清世界。 黄义冷肃的气质微动,轻道,罗刹族有着速度天赋,在空间奥义领悟上有着过人之处,罗刹一族的男的极丑,女子却是极美,任何一个罗刹一族的女子在我们人族看来,都是有着极美之姿。 停顿了一下,黄义继续道,修罗一族也是男子极丑,女子却是极为端正美貌,只不过修罗一族的人轻慢心很重,异常的骄傲。 修罗一族的人,都是以身为修罗一族为荣,极度心也极重,不是看不起别的种族,也容不得任何人比起自己种族优秀。 他们的天赋也极为恐怖,性格好战,乃是明灵种族内,最为好战之徒。 叶差一族的,有着恐怖的夺舍天赋,也极为难以对付。 陆少游目光一直在沉思着什么,随着黄义话音落下后,牧师众人道,大家各自回去准备,大军严阵以待,我出去一趟。 爹,我陪你去。 陆晶云对陆少游道。 不用了,你镇守陆家军就好。 陆少游话音落下,身影漠得便是消失在了座椅上。 陆帅的实力似乎是越来越强了呀。 望着陆少游身影消失的座椅,雷小天轻道。 唐银目光须眯,轻道,不知道现在陆帅的实力究竟是到了何种地步,一直是看看不透啊。 都回去准备吧,叶叉族,修罗族,罗刹族,这三大族的人露面,怕是有所图谋,陆帅数大招风,加上这几个月我们绞杀了那么多的鸣灵,怕是他们也坐不住了。 风悠悠对众人说道。 群山连根,萧条萧瑟萨沙。 一座庞大的山峰四周,黑压压的身影汇聚,密密麻麻,从半空俯视望去,如同密密麻麻的蚂蚁一般,足足是覆盖辽阔的山脉。 一股股阴寒气息波动,令得远远望去,半边天际昏暗无光,宛如夜幕。 山峰之上,数十道身影而立,不少都是模样怪异。 有人身兽守者,也有兽身人守者,或马面或许牛头斑,甚至还有三头单臂,或者双头三臂等各种怪异者,但都是气息阴寒磅礴,令人心颤。 其中也不凡是有着人类模样者,都是青年男女模样,气度不凡。 特别是当先的三个青年男子,左侧一个男子,模样俊朗,但浑身一股幽暗煞气隐隐间一出,双眸正凝视着前空,似乎是在窥探着什么。 中间一个男子却是模样奇丑无比,光头上,挂着几撮红色树立短发,身形皆是孔无有力,神情中却是极为自傲。 第三个男子,模样丑的和第二个青年男子绝对是不分伯仲,只是身形轻瘦一些。 前面就是上清世界的人了,杀了我们明灵种族这么多的生灵,也该是付出代价的时候到了。 第一个模样颇为俊朗的男子目光从前空收回,牧师身边两个模样极丑的男子道。 哼,一个上清世界而已,据说那路少游真地涅槃,领悟第五奇特奥义,还成了更古典的圣主,我倒是对那紫雷悬顶感兴趣。 中间的那身形结实,孔无有力的丑陋青年目光微挑,傲气凛然。 那路少游应该是不弱的,不过这一次却是不能够让他逃了。 轻受丑陋男子轻道,随即对身后那数十人道,你们阴灵族,暗鬼族人都准备好了没有? 闻言,一个浑身阴寒气息波动的奇特女生,兽手人身身影者上前道,都准备好了,估计着矮陵族等他们那些人明天一早就能够尽数赶到,到时候足以将上清世界的那一伙人尽数困住。 哼,上清世界的那一伙人以为将所有人汇聚在一起就可以了,正好一举将上清世界现在这里面除名。 傲气凛然的丑陋青年眼中杀意抹过,沉道,传令下去,明天一早动手,将上清世界的那一伙人连根拔起。 高空之上,昏暗的云雾飘渺,一道青袍身影浮现在了高空上,目视着下空那密密麻麻的无数身影,眉头微皱,随即身影便是消失不见,这一切没有任何人发现。 入夜,夜幕笼罩苍穹。 柔河的月色下,一座山峰上,一道青袍身影徐徐落下。 随着青袍身影落下,山峰上不少身影顿时迎了过去。 少游,怎么样了? 北宫无双对陆少游问道。 明灵种族不少军团来了,是魂一族,狼灵一族,阴灵族,暗鬼族那些种族都在,还有那叶叉族,修罗族,罗刹族都已经在前面。 陆少游望着山峰上北宫无双,独孤警闻,陆京云,陆灵,莫晴天,太阿,灵清爵等人,道,人数不少,怕是加起来上四十个军团。 这么多? 闻言,云洪灵也是娇言微变,四十个明灵军团,保守估计的话,那也是足足上十亿明灵大军,那等阵容,怕是用遮天蔽日也难以形容了。 陆京云目光淡淡血白金芒抹动,随即抬头望着陆少游,道,爹,他们的实力才能够。 第3324章何止是认识? 陆少游嘴角弧度一笑,对陆京云道,整体实力还不错,毕竟是有着夜叉族,修罗族,罗刹族这三族年轻一辈中的顶尖一辈为首,有着三个都是到了二元化红地步,还有其他不少的一元化红镜,算是我们这几个月碰到的最强阵容了。 三个二元化红,找死来了吗? 陆京云目光波动,眼中杀伐之气抖动而出。 他们应该是明天一早动手,已经将我们困在了中间,打算一举歼灭上清世界。 他们虽然不足为虑,只不过确实要将我们的人伤亡捡到最低才好。 陆少游话音落下,随即对牧师陆京云和太阿,道,京云、太阿,陆家军就交给你们了,准备明天一场大战,通知各大军团连夜布阵,准备战舰,到时候尽量不要硬拼,等解决了他们中那些化红镜和亘古镜之后,一切就要好办得多了。 是,师傅。 太阿应道,陆京云点了点头,两人身影随即纵身跃下了山峰。 牧师着太阿和陆京云两人下去安排,陆少游副手而立,目光沉思目视远方,似乎是在琢磨什么。 虽然他们人多,不过三个二元化洪修为者为首,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威胁,你还在担心什么? 陆清玄明眸微动,缓步到了陆少游身边,剑影静静而立,黑色长发散落耳畔,欲言布施粉带也是白皙如玉,这些年中,岁月并没有磨灭掉那折仙降临凡尘般的气质,只是原本的孤傲之气倒是减弱了不少,平田了几分妩媚。 那叶叉族,修罗族,罗刹族的三族来人虽然不算弱了,不过应该不是他们种族之内同辈最强者,我倒是并没有放在心上。 陆少游低声轻道,随即侧目冲着灵清玄露出一丝苦笑,叹道,修炼意图残酷,弱肉强食,物净天则是天理,苍穹战场之内,每一天都有无数大千世界内的生灵陨落。 闻言,灵清玄神色一些不露痕迹的变化,目视陆少游,轻道,你在想灵武世界吗? 陆少游微微抬头,目视着这萧条的苍穹战场内昏暗的叶木苍穹,道,没有绝地的实力,就无法守护身边的一切,我我这个人不伟大,别人的死活不关我的事,我也没有能力管。 或许有一天,我有那个实力之后会管一管。 但是现在,我只是希望能够守护身边的一切,守护和我有关的一切。 话音落下,陆少游未知停顿了些许时间,这才轻叹道,只是突然感觉到身上的责任越来越重了,我怕有一天,我会守护不过来。 所以,你才打算多争取几座洪荒殿,想要让灵武世界的人都进去一些吗? 北宫无双连不轻移,剑影徐徐站定在了陆少游的身前,轻道,放心吧,不用多久,灵武世界内的所有人,就会强大到足以耸力在三千大千世界之内的地步。 那是迟早的事情。 陆少游冲着北宫无双一笑,随即对身边众女轻道,明天怕是又是一场大战,你们到时候都小心一些。 放心吧,还有我在呢,你处理自己的事情就好。 北宫无双替陆少游扫了扫双肩青袍上的一丝灰尘,朱唇轻起,道,还有我在,不会出什么事情的。 这倒是。 陆少游微微一笑,以现在北宫无双的实力,自然是有着绝对的实力说出这句话,话音落下,望着身前的这淡雅女子,双臂一拉,顿时将其曼妙倩影拉进到了怀中,双唇便是直接印在了那柔软的朱唇上。 好了,晶云他们说不定一会就回来了呢,被看到可不好。 北宫无双轻轻挣脱了陆少游的怀抱,美眸微动,周身若隐若现的气息波动,令人心神荡漾。 少游,白灵姐和阴丫头,阴丫头,成儿,他们现在会不会也在苍穹战场之内? 云红灵上前对陆少游问道,对于陆少游和无双的亲热,直接忽视,此时他可是在想着他的宝贝儿子了。 无法确定,我一直让人在注意,但现在也还没有消息。 陆少游眉头微醋,都已经五个月了,依然是还没有大哥阳过还有小龙等人的消息,这苍穹战场内也不是一般的大,也不知道他们现在都在什么地方。 苍穹战场面积巨大,想要遇到他们也不容易,到时候自然能够遇到。 吕晓玲轻道 夜幕,月华笼罩,令得整片山脉越发萧条瑟瑟。 一座高耸的悬崖峭壁之上,一道血煞光芒波动,令得周围空间波动出剧烈涟漪。 吃! 片刻之后,随着那一道血煞光芒徐徐收敛,一道玲珑妖娆的身影逐渐浮现而出,一口浊气从娇嫩的红唇内喷出,紧闭的双眸内,妖魅的红色眸子微动。 我的,这一道妖娆倩影娇嫩红唇被齿轻起,声音如若银铃回荡在这悬崖峭壁之上,紫魁,你来了还不出来,以为我无法发现你呢? 姐姐的实力真是越来越强了。 声音落下,空间泛起些许波动,随即一道曼妙倩影直接出现在了悬崖峭壁之上,看似二十八九的模样,但紫色滑袍照体下,浑身弧陷勾勒的动人,增一分嫌多,减一分嫌少,像是浑然天成般。 你这丫头,什么时候来的? 盘膝而坐的女子徐徐起身,红色宫装长裙如鲜血在流动一般,包裹的那柔弱五谷般的动人曲线,那张精致的脸娇艳魅惑,加上那曼妙的弧线身段,更加是对人是一种欲望腾空的挑逗。 身边的紫色滑袍女子也绝对是美貌之辈,但此时和魅惑女子相比,却是要骤然失去了不少的神采。 我随着中楚世界的人来的,我听他们说姐姐在,就立刻前来了。 闻言,紫色滑袍女子微微笑道,精致脸庞肤色晶莹,柔美如玉,但双眸中却隐隐有着淡淡紫色,气质滑贵端言,令人无端肃然起敬,不敢直视,不是东方子魁还能够有谁。 只不过东方子魁和身边的这红色宫装长裙女子相比,却是无端就显得暗淡了几分。 红色宫装长裙女子,在华贵端庄之上,又多了一种娇媚典雅。 算你还有些良心。 红裙女子望着东方子魁盈盈一笑,双眸血红中透着灵韵,甜美的笑页,娇媚典雅,让人怦然心动,朱唇轻起道,听说你上次去了亘古殿,遇到了那真谛涅盘者,第五奇特奥义领悟者陆少游。 是的,姐姐也知道它们。 东方子魁点头,随即望着眼前的女子,目光露出些许疑惑之色。 咯咯。 红色宫装长裙女子咯咯而笑,笑得那曼妙的弧线身段越发动人,随即银铃般的话语,宛如魔音一般传出,轻道,何止是知道,看样子,这一次免不了要再见到那家伙了。 姐姐,难道你认识她? 东方子魁越发显得疑惑。 红色宫装长裙女子绝美的容颜上,露出动人的笑意,笑叶如花,宛如樱塑花一般,艳丽绝美中却是带着毒,周身一股血煞之气恍若的泛起无形波动,目视东方子魁,微笑道,何止是认识,到时候再告诉你吧。 话音落下,红裙女子喃喃轻道,那家伙,怎么久了竟然不来找我,到时候再找她算账。 清晨,萧条的空间内,有些淡淡的薄雾尚未散去,远远看上去若有若无,像是远方有着曼妙的女子手中舞动的青沙般。 轰隆隆。 莫得,这一方天地之内,顿时响彻巨响,如同是平地汗雷般,在高空之上响彻不休,游远而近,震动的清晨飘渺的薄雾驱散开去。 当薄雾逐渐消散之后,这一方天地四周远空黑压压的一大片乌云压空而来。 当这一大片乌云靠近之后,才能够远远的见到,那是无数身影组成的密密麻麻,遮天蔽日般的庞大大军阵容。 一股股阴寒气息肆虐,令得这清晨的天地,顿时再度陷入了昏暗之中,阳光也难以投射进来。 一股股阴寒气息肆虐,毫不掩饰的滔天杀气席卷开来,令得四方天地微微颤抖。 一座高耸的山峰之上,不少身影目视四周长空,目光皆是暗自泛起波动。 山峰之上,风悠悠白衣如雪,圣洁的气息多了几分杀伐凌厉之气,面对那铺天盖地的大军,目光精芒微动,周空气息令得周身空间泛起若隐若现的涟漪波动,低声倾道,数量不少,足以上十亿之重。 再多也没用,来得去不得。 蓝灵倩颖而立,一袭进庄下,包裹着那动人的曲线,气质如母豹般桀骜,此刻间目光没有任何再担忧,反而是充满着期待,一种杀戮的期待。 这数月中,蓝灵纵横于亿万大军之中的能力,也是令人所有人刮目相看。 第3325章 秒杀婆武 纵横于亿万大军之中,有时候和实力无关,完全是一种天赋。 这在苍穹秘境内的五个月来,以蓝灵、独孤景文、泰阿,这三人为主掌控的陆家军,也是震惊上清世界各大军团。 在他们三人的掌控下,陆家军的战力发挥到了极致,那等调兵潜将的能力,古族众人也自认为无法办到。 那些明灵已经在准备要进攻了。 独孤景文明眸目视四周一眼,目光微动,那等动容的娇颜脸庞上,逐渐泛起了杀伐果断的冰冷,气质一瞬西间便是变得冰冷起来。 轰隆隆 四周天地之内,轰隆隆的明灵大军一动之声响彻不休,越来越剧烈,无数道明灵身影齐齐飞掠而来,最后将整个赏清世界大军包裹在了这一方天地之内。 恐怖的阴寒气息在这天地间弥漫开来,令人灵魂颤动。 半空中,当先有着上百道强者身影齐齐而立,一道道的气息格外强悍,那等令得周围风起云涌的气息波动,其中步伐是有着画红镜强者存在。 上百道强悍之背身影之前,三个青年男子悬浮半空,当先一个孔武有力,身形结实的丑陋男子目视着前空汇聚在一起的上清世界大军,狂傲大笑伴随着极度自傲之气响彻长空,道,路少有可在,只要你交出紫雷悬顶,在我婆五面前磕三个响头,我就再放了你们上清世界这些渺小的人类怎么样,哈哈。 嗖!搜!滚滚的大笑声响彻长空,只是伴随着这大笑声还没有落下,一道青袍身影便是出现在了明灵大军之前。 听着那滚滚的大和尚,青袍男子刚毅的脸庞之上,嘴角却是扬长一道笑意弧度,目光没有任何的波动,淡然道,你们三个就是修罗族,罗刹族,叶叉族的吗? 随着眼前一道青袍男子的突然出现,令得当先的那上百强者为之木颤。 此人的出现,他们竟然是没有任何的感觉到,一个个立刻露出警惕目光,最前的三人之中,其那身形轻瘦的奇丑男子气息骤然警惕落在了陆少游的身上在,道,你是谁? 小心,他就是上清世界的陆少游。 三人中的俊朗青年立刻而道,目光骤然为之一颤,他没有亲自见过陆少游,不过却是在族中搜罗的关于陆少游的资料中,见到过当初陆少游在上清世界内江簧空间内的投影图像。 此时一个照面下,就立刻认出。 陆少游 一个个文言,顿时浑身一颤,人的名,树的影,陆少游这三个字早已经响彻三千大千世界。 想要我的紫雷悬顶,确实连我都不认识,看样子我的紫雷悬顶你们是没机会要走了。 陆少游目视着当前的三人,最后目光落在了那极丑的两个男子身上,道,看样子传言还真是真的,修罗族和罗刹族的男人都是极丑,还不是一般的丑。 陆少游,敢侮辱我修罗一族,你这是找死。 那自傲的修罗族男子闻言大怒,浑身气息抖动,恐无有力的结实身躯顿时就直扑陆少游而去,一瞬间便是破空出现在了陆少游的身前。 天罗拳 其大喝一声,五指握拳,直接一道拳印宛如强悍的冲击波一般就对着陆少游轰出。 吃了。 这一道强悍拳印之前,恐怖能量振动的周围空间一道道的空间裂缝连依四散而开,狂暴的气息随即呼啸而起,令得整个半空都在晃动起来。 众多目光惊变目视下,就在这一拳就要到了陆少游面门的这同时间。 找死。 淡淡的声音自露少游的嘴中传出,右臂一抖,手中拳头一握,一股金芒顿时炸放开来,一瞬间半空未知一颤,随即一道金色拳印直接凝聚对撞在了修罗族男子的一拳上。 轰 这金色拳印暴掠而出,两股拳印电光火时间直接对撞碰触,一股距离顿时倾泻高空,恐怖惊人的威势蔓延,让周围空间直接是尽数军裂而开,一道道的空间波纹裂缝军裂,一直是蔓延激射四周。 痴啦啦 肉眼可见,金芒拳印之下,甚至是没有任何的当个,随着四周空间被震的禁术军裂。 呼啦啦 那修罗族的自傲青年齐拳印直接在那一道金色拳印之下寸寸崩碎化作碎片,随即灵力消杀之气暴涌,碎片从拳印开始蔓延到整支右臂,然后是整具身躯,都是在一瞬间以奔雷之势,摧枯拉朽,直接尽数被轰击成碎片。 一拳对撞,修罗族的二元化红青年直接被诛杀。 呼呼。 一瞬间,这一方天地未知寂静,空间压抑,随即才有无数道西凉气的声音传出。 都去死吧。 陆少游身影没有任何的停顿,随着那修罗族的二元化红青年被击杀,其周围空间扭曲,身躯伴随着时空错乱般的波纹荡漾暴掠而出。 一股消杀灵力的锐利奥义能量扩散空间,直接将大片空间尽数笼罩,惊人的威势这一刹那蔓延,让整个空间灵力消杀,灵魂颤速。 羞。 伴随着陆少游匪夷所思的出现,其双臂一震,双手各自一道金芒拳印,已经便是在那叶叉一族的青年还有罗刹一族的青年胸膛之上同时响彻,一切快得不可思议。 咔咔。 隐隐间能够听到骨头断裂的咔嚓声,这两人也是同时嘴中鲜血扑痴狂喷而出。 喷喷。 低沉的音爆声传出,随即这两个男子整个身躯被这各自一道金色拳印狠狠的砸碎成了碎片,仓皇间连魂鹰也未逃出,恐怖的能量击射长空,令得空间疯狂荡漾。 也就在这两人身躯直接炸碎的同时,这一片高空之上金芒大作,灵力消杀,随即一瞬间狂风大作,隐隐间电闪雷鸣。 轰。 空间莫得聚颤,金芒大作,灵力消杀的高空之上,猛然一道金光溢溢的巨大手印破空而出。 庞大足足上述千米之大,溃压长空,沿途空间寸寸崩碎的难以恢复,显露出巨大漆黑虚空。 在这震人心魄的目视下,巨大的金色手印直接遮盖那上百个明灵大军中的顶尖强者。 砰砰砰。 随着这滔天一掌落下,一道道地尘们响能量乍响连绵响撤长空,天崩地裂一般,大片空间在这金色巨大手印一拍之下直接拍成了灰烬。 肉眼可见,那名灵大军中各族汇聚的上百顶尖强者,在这金色巨大一掌之下,皆是身躯寸寸崩碎。 上百名灵强者,一个个甚是连反抗之力都没有,实力相差得太过于悬殊了,在此时陆少游的面前,他们和蝼蚁无异,有如何会是对手? 高空之上,狂暴的能量连衣一股股宛如实质般的波动疯狂荡漾,弱大的空间都是在这般可怕的能量碰撞下变得扭曲了起来,伴随着滔天能量扩散的宛如光湖笼罩,警客弥漫波动远去。 啊! 狂暴之力席卷,恐怖的威能,让人胆颤心惊,周围大片鸣灵大军被波及,大片的惨叫声赫然传出,凄厉回荡。 大片鸣灵被波及也直接遭遇重创,更多的是直接神魂俱灭。 当这恐怖的能量消散开去之后,半空浮现了上百弥漫着浓郁能量波动的灵精。 四周长空那遮天蔽日般的鸣灵大军内,此时却是寂静无声,无不是瞠目结舌,毛骨悚然,汗毛直竖,一股股心计从心底攀爬而出。 上百的各族强者,众多化红镜修为者强者,其中还有叶叉族,修罗族,罗刹族的三个二元化红强者。 竟然就在这一眨眼间就尽数被秒杀。 这一幕,令人太过于震撼了。 摇摇山峰之上,蓝灵目视着长空,随着冰冷的交合声落下,先手一挥,起阵阵法攻击,舰队准备,杀。 起阵。 随着蓝灵话音落下,四周天地之内顿时响起了一道道英和之声,不少阵容内空间颤动,一个个古老强悍的大阵便是凝结而出悬浮在了这一片天地内,一股股恐怖的威势横跨长空。 舰队攻击 树道流光掠出,众多的战舰横跨长空,宛如一只只庞大的凶兽盘踞,恐怖气息震的空间刷刷作响,一道道的能量光团随即如同陨石一般冲天而出。 吃啦啦 一道道战舰光团能量攻击宛如冲击波一般划破长空,带着刺眼的抛物弧度光芒,就像是陨石从苍穹深处杂落而下班,微能波动,将大片空间凝固,令人难以逃脱,随即落在了明灵大军内。 第三千三百二十六章三雄汇聚 轰隆隆 战舰攻击炸开,弱大的空间顷刻间轰然破碎,大片漆黑的空间被炸的支离破碎,显露出一个个巨大的空间漩涡黑洞,惊天因暴闷响声震的灵魂发颤耳中轰鸣。 呜呜 惨叫声伴随着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传出,大片大片的明灵生灵,在这过程中甚至是有的惨叫声还没有来得及传出,就已经被恐怖能量冲击化成了碎片,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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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大阵启动,一个个攻击大阵,合击大阵浮现而出。 古老威能肆虐,此浩瀚的能量下,空间席卷的天崩地裂,伴随着狂暴禁气涟漪成员弧形溃散在了周空天地之中。 杀! 这等大战一触即发,灵清玄,蓝灵,独孤景文,云红灵,陆晶云,陆灵,太阿,任逍遥,莫晴天,雷小天,穆子奇,黄毅,风霸男,战刀驱刀绝,弹台雪威,杨妙,陆绍雄,叶卫夷,白狼,鬼娃,薛莫奇,金元等所有人一起齐飞身掠出。 吃啦啦 这些佼佼者出手,这绝对是毁灭般的力量,整个空间都在颤抖不休,一道道的恐怖攻击如同无数烟花炸燃炸开,强盲扩散之处,空间尽数化作虚无漆黑,仿若是这整个苍穹在这等轰击下,摇摇欲坠就要为之崩塌下来。 轰隆隆 山崩地裂,毁灭气息充斥半空,荒芜的山脉之内,无数高耸山峰在这恐怖能量余波下,瞬间被移为平地。 杀! 伴随着天界密地,地界密的内那些佼佼者的扑出,整个上清世界那密密麻麻的大军,意识猛然间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沙喊之声。 大军掠动,地动山摇,如同潮水一般,携带着灵力沙伐之气,顿时和明灵大军对撞在了一起。 轰隆隆 呜呜 这等对撞,顿时无数生灵陨落,山脉内骤然爆发出惊人杀伐,一双双目光立刻变得赤红,惨叫声随即击力回荡在惊人的能量闷响之中。 逃啊,快逃! 统领一招被灭,我们不是对手,快逃! 明灵大军中那些顶尖强者直接被一开始就秒杀,那等震慑之力,足以令得明灵大军惊魂动魄,魂飞破碎。 这些明灵大军虽然在数量上要多上数倍有余,但此刻间却是所能够发挥出的战力已经所剩无几,一个个仓皇间早已经开始逃离。 陆少游踏空而立,轻袍烈烈,无端间那等灵力杀伐,令得周围明灵大军疯狂而逃不敢接近。 莫得,陆少游脸庞骤然一抬,眼中目光目视向了远空。 嗷,嗷! 吼,吼! 远方长空,一道道惊人的售吼声隐隐间响彻而来, 由远而近,随即遮天蔽日般的一大片庞大兽族大军压空而来,仿若是要将苍穹遮盖,密密麻麻的,黑压压一片望不到边际。 杀,一个不留。 远空之中,有着威严霸道的大喝声响彻长空。 吼! 吼! 伴随着这大喝声落下,远空黑压压无边无际般的兽族大军,猛然间就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售吼声,令得天地颤抖,随即带着滔天杀伐连绵不绝地对着本就是仓皇而逃的明灵大军冲击而尽。 呜呜! 随着这连绵不绝的兽族大军加入,令得那黑压压的明灵大军之内,响彻出越发淒厉的惨叫声。 兽族大军之上,当先有着数百道身影,恐怖的气息释放而出,溃压得长空动荡。 其有着一道道曼妙身影偏若惊鸿,身姿动人,正是朱晨熙,虎一,净晨公主,龙烟公主,玄影等。 还有玄晴等青年也在其后,倒是不见玄浩,龙碧寒大公主,玄宇,玄屋老祖,龙明老祖,龙鹏老祖,龙物老祖长,龙月大长老等人,估计是身为老一辈,也有着与生俱来的傲气,不会和年轻一辈争夺什么。 杀! 一道道交喝声传出,那一道道惹火动人的曼妙身姿偏弱惊鸿,亦是爆发出了毁灭般的能量席卷而出,任何一个都是恐怖至极。 都去死去吧! 霸道的大喝声响彻,一道金色身影横跨长空,沿途锁过之处,无数名灵大军直接炸开,虚空之内,一道道的金色火焰迸射而出,一路锁过,一路杀伐,一路失衡遍野。 金色身影一路锁过,一路霸道毁灭一切,身影随即落在了陆少游的身前。 炽热的金色华光收敛,乃是一个金袍青年男子,金色微卷的卷发下,乌黑深邃的眸子透着一股浩瀚气息,眉心之中那一道浅金色的印记,神秘而妖媚。 金袍青年牧师着陆少游,随即望着身后长空那密密麻麻的兽族大军对陆少游说道,老大,我打造出来的神兽世界大军还不错吧? 的确不错。 陆少游冲着金袍青年微微一笑,此人除了小龙之外,也不可能是别人。 神兽世界的兽族大军,论起声势来,绝对是比起上清世界大军还要强。 身为兽族,神兽世界还是兽族为主的大千世界佼佼者,几乎是巅峰存在,其兽族大军的声势,绝对极为恐怖。 厮杀震天中,虽然上清世界大军的声势已经不弱,但陆少游此时感觉下,也不禁是有些感触。 人族在本体等天赋上,的确是不如兽族,明灵等种族,好在人族有其他的优势。 目光收回,陆少游脸旁目光颇为惊讶,道,小龙,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哈哈,我前几天就发现了修罗一族的一伙人,领头的叫做什么婆武的,本来是想要干掉那家伙,没想到发现他们似乎是图谋什么,纠集了不少军团,就想等等看,没想到他们这帮不长眼的竟然是想要图谋老大你。 小龙哈哈一笑,完全没有将修罗族放在心上。 话音落下,小龙目光须眯,目视着下空那辽阔无边的战场,炽热气息再度波动,道,老大,我再去解决一些,免得我们伤亡过大。 其话音落下,小龙金色身影瞬间便是冲进了明灵大军之内,专找那些亘古静明灵汇聚之处。 金色身影所过之处,一切摧毁,一路毁灭。 搜。 青袍微动,周空泛起些许波动涟漪,陆少游身影意识随即俯冲进了明灵大军之中,一股青绿色光圈加深。 所过之处,虚空动荡,一切生机断绝。 厮杀声,哀嚎声,凄力回荡,杀戮滔天,血腥气息冲天而起弥漫天际,短短时间,已经是血流成河。 仓皇恐惧的明灵大军,此时间也开始疯狂了起来,恐惧到了极致,便是疯狂,不要命的疯狂反抗。 明灵大军已经是拼杀得红了双眼,一道道庞大的明灵所化之躯耸立,也不停有着庞大之躯如烟花般崩碎,退无可退,只有死拼,逃无可逃,只能够拼命,没有任何投降的机会,苍穹蒙,天罗蒙之间,已经是夙愿。 恐惧疯狂的明灵大军中,一道白群如雪的曼妙嵌影,脑后青丝随风舞动,千千玉手中一道道攻击席卷而出,空间为之扭曲,众多明灵大军灰飞烟灭。 白群女子青丝随着颈风漫天飞舞,周围众多明灵生灵灰飞烟灭,依然是不影响其气质分毫,仿若是恍若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子一般。 杀呀,和他拼了。 十数个亘古镜层次的修罗一族明灵者咆哮大喝,双眸赤红疯狂,一道道的攻击疯狂袭枕,大片空间直接撕开裂缝,浩瀚的阴寒能量弥漫而开,半边天空已经是风云变,下空山脉山崩地裂,让人看着也会胆颤心惊。 恐怖的攻击力漫天波动暴涌而来,从四面八方汇聚向了白裙女子,溃压的整片半空也未知扭曲。 白裙绝美女子美眸没有任何波动,神色淡然,白色长裙抖动,半空悬浮而立,一道无形的光芒顿时从周身蔓延而出。 绝美白裙女子千千玉手一挥,正要出手,莫得,却是目光骤然注视向了前空而去。 随即那一双如水双眸,在此间却是煞时间泛起了波动涟漪。 吃啦啦 四周十数个亘古镜层次的修罗一族明灵者的攻击落在了白裙绝美女子周身数十米的范围之内,白裙女子没有任何动静,那等恐怖阴寒攻击之力都是会自动无声无息被摧毁,令得那十数个亘古镜修罗者目光骇然。 咔咔咔咔咔。 同一时间,那十数个亘古镜修为明灵身躯却是紧接着自动崩碎开去,一道道空间裂缝从身躯洞穿而过,无声无息间神魂俱灭,留下了十数灵精悬浮。 吃。 空间裂缝洞穿悬浮白裙绝色女子的身边便是戛然而止,一个灰袍黑发的俊朗男子无声无息般,凭空出现在了白裙女子的身前,伪暗身形挺拔而立,雕刻般的刚毅脸庞双眸内,星辰般的目光明亮深邃,没有任何的杂志。 随着这灰袍黑发男子出现,白裙绝美女子周身光圈收敛,倩影意识浑身一颤,如水双眸犹如一翁平静的轻弹被波动,顿时泛起涟漪,美帝让人看着都是有些虚幻。 灰袍黑发男子望着身前那一道曼妙身影,一步步徐徐走去,每一步落下,脚下空间波纹如波浪般,泛着无数涟漪如光湖般扩散着天地高空。 黑发俊朗男子,灰袍烈烈,仿若和天地相连,依然是目光明亮清澈,不含任何杂志,直到白衣绝美女子身前站定,微微抬头,目光一直都是紧紧的落在了眼前白裙女子的身上。 周围辽阔的战场,此时也仿若是陪衬,亿万名灵,也不敢靠近这两人半分。 两人四目相对,灰袍黑发男子目视着身前白衣绝美女子,如尘般的目光终于是泛起了波动,轻道,姐姐,我很想你。 灰袍黑发男子淡淡的几个字音,却使令得白裙绝美女子娇躯一颤,目光如水泛起涟漪,望着身前的灰袍黑发男子,朱唇倾起,勾唇而道,虽之相思无用,但我也忍不住心生挂念。 话音落下,白衣绝美女子便是再也忍不住,曼妙倩影顿时就扑进了灰袍黑发男子怀中。 两人顿时紧紧相拥,将身前女子拥入怀中,灰袍黑发男子低声在白裙绝美女子耳盼倾道,莫说相思无用,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此生,我再不忍离你这么久。 第三千三百二十七章 洪荒争夺大会 刷刷 正在厮杀大战之中的灵武世界众多强者,众多目光便是一道道目视在了那一道灰袍黑发男子身上。 是重剑无风扬过。 是杨过来了。 那是杨过,他也来了。 吃啦啦。 空间生机斩断,路少游身前青绿色光圈之内,众多明灵大军直接为米化作虚无,一大片灵精悬浮,随即目光远远的注视向了前空那一道灰袍,目光笑意涌动,嘴角笑意泛起波动弧度。 一场大战,从清晨到赏武才逐渐结束,数个种族的明灵大军,四十来个军团,十几个化红镜修为者,数百亘古镜修为者,涅槃镜修为者数不胜数,一共十数亿大军,死伤四分之三,强者更加是难以逃脱。 煞气滔天,雀星弥漫天地,整片山脉失衡遍野。 归真涅槃,还真是强悍啊。 一座山峰上,路少游望着身前的灰袍黑发男子,得知大哥杨过竟然是不下于真地涅槃的归真涅槃者,也不免惊讶。 路少游心中更多的自然意识高兴,这么多年,大哥一直保持着那一颗赤子之心,没有大玉大球,反而是最后得到众多。 嘿嘿。 山峰上,杨过黑黑一笑,这些年中,双眸目光依然质朴清澈,只是气质比起灵武世界内,再度多出了几分灵力,颇为憨厚的摸了摸后脑勺,对路少游和小龙道,你们这两家伙也是真地涅槃啊,我总不能够差你们太多的。 小龙围绕着杨过走了一圈,目光瞥了瞥杨过,随即疑惑低声对杨过道,三元化红了,杨过老大,你突破的倒是恐怖啊。 归真涅槃之后,又得到了一些机缘,不久前才突破三元化红的,要不然,就会早就去找你们了。 杨过一笑,随即望着小龙,微微皱了皱眉,道,你这家伙的修为可不在我之下,就别打击我了,也是三元化红了吧。 嘿嘿。 小龙一笑,神色带着些许小神气,道,比起老大来自然是还差一点的,才三元化红巅峰罢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突破到四元化红。 闻言,杨过顿时无奈的白了小龙一眼。 陆少游没有说话,目光带笑,大哥杨过三元化红,小龙三元化红巅峰,两人争夺九座洪荒店绝对不会有大问题,身为在零五世界开启后混沌世界的第一代,任何一个走出来都不会是弱者,注定能够迟早纵横三千大千世界之内。 而大哥杨过,小龙等这些原本就是零五世界同辈中最为巅峰的存在,此时走出来,也都是这天地间同辈之中巅峰存在。 爹,大伯,小龙叔,下面都差不多收拾好了,得到的灵精可不少。 陆晶云身影略上山峰,一身灵力沙伐的气息虽然已经收敛,但依然是令人心神颤荡。 好小子,都这么强了,时间过得好快,想当年在飞灵门内,还缠着我要去玩,真是光阴四箭。 杨过用力地拍着陆晶云的肩膀,目视着此时已经是和他一般高大的青年,想起当初飞灵门内那一个小家伙,一转眼肩斑。 就已经是成为了声名赫赫的陆家大嫂,宁镇苍穹战场,不禁有些为时间唏嘘。 陆晶云淡淡一笑,对杨过道,时间再快,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就好,陆家,灵武世界,有爹,有大伯,还有小龙叔,那就迟早有一天,能够崛起在这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之内。 好小子,不愧是你爹的儿子。 陆晶云再次拍了拍小龙的肩膀,俊朗脸庞上如沉目光露出笑意。 你们聊够了没有,可不可以加上我们几个。 娇声落下,一道道歉影连步轻移,偏若惊鸿,随即到了四人身边。 无双姐,景文姐,景文姐,牧师来的一道道歉影,小龙顿时目露笑意。 不远处的一座山峰上,火舞身着的火红长裙随风翩翩,精美的火焰花纹波动,宛如火焰跳动,目视着前方上方山,小嘴微绝,对身边众人道,陆帅身边那神兽世界的金袍青年还有灰袍男子是谁呀,实力好像都很强呢。 神兽世界的叫做龙玄,真帝涅槃者,神兽世界新的兽神封号者,那灰袍男子应该是天帝阁的杨过,归真涅槃者。 皇义副手而立,漆黑如断的长发仅用一根发带树在脑后,平田几分飘逸,气质一如既往的冷肃,清道,没想到这两人都是陆少游的兄弟。 这陆家太可怕了。 文言,穆紫棋,雷小天,唐银,李江,任逍遥,莫晴天等皆是瞠目皆蛇,心中倒吸凉气。 入夜,月华笼罩,山峰上,众人齐聚,杨过身边一块岩石上,龙烟公主端坐,如水目光格外动人。 二弟,我次前来,主要是来找你们,另外还有着一件事情。 杨过牧师着陆少游和小龙,道,洪荒争夺大会,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什么是洪荒争夺大会? 文言,陆少游略显疑惑,看样子自己还有不少的事情都不知道。 小龙似乎是知道,目光微抬,道,我倒是知道一些,还有一个月时间不到,七十二块大路就要开启了,一般的这时候,苍穹盟和天罗盟各自的顶尖代表着都会召开一次大会,商量争夺七十二块陆地的事情,免得到时候都是苍穹盟的人一窝蜂的争夺同一块大路。 大会上,也会商量到时候如何抵御天罗盟,毕竟,每一次苍穹盟实际上都是在天罗盟面前占不到什么便宜的,这大会就叫做洪荒争夺大会。 陆少游听到小龙的叙说后微微点了点头,道,洪荒争夺大会,是所有苍穹盟的大千世界代表都参加吗? 严格的来说是的。 陆少游身边不远处,坐在北宫无双身边的风悠悠目光透着些许无奈感叹,对陆少游道,洪荒争夺大会,上清世界每一次也都会去,不过却是一向没有受到过太多的重视,像是往年,去了也没有太多的用。 不是所有苍穹盟的大千世界代表都参加吗,怎么会去了也没有太多用? 陆少游眉头微醋,牧师风悠悠问道。 风悠悠微叹,黄毅接口对陆少游道,苍穹盟各大大千世界,实力也是不易有强有弱,我们上清世界这些年来,年轻一辈中,很久已经没有出现过人之辈,已经不知道多少年没有争夺到过洪荒店了,因此,在洪荒争夺大会上,自然是不会受到什么重视,充其量只是去站着打停点消息而已,去了,连各座位也分不到。 话音落下,黄毅也不禁为之有些感叹,冷肃的气质微微波动,在上清世界内,他有着绝对的傲气,哪怕是在陆少游的面前,他自知不敌,都是能够保持着自己的骄傲,因为他本身就有着自己的骄傲。 可是洪荒争夺大会上,黄毅却是很清楚,上清世界在里面却是就不算是什么了,牧师陆少游,黄毅继续道,这一次洪荒争夺大会上,有你和悠悠,还有陆京云,相信定然会让苍穹盟记住我们上清世界。 陆少游闻言,目光微动,看样子上清世界在整个苍穹盟内,还真是实力有些偏低。 风悠悠牧师陆少游,棒手清台,唇盼泛起一丝淡淡的幽狐,道,还记得当初魔家的那个魔爵吗?被我轰碎了元丹的那小子吗?陆京云目光一挑,嘴角扬出一道笑意弧度,当初那魔爵,就是被他一拳轰碎了元丹成为了废人的。 第3328章 天灵宫 风悠悠对陆京云点了点头,唇盼淡淡的幽狐抹过些许苦涩意味,正要说话,风霸男牧师着陆京云道,你下手摧毁奇缘丹的魔爵,当初去我们上清世界真实的目的就是前去试探我们这一辈的实力的,只是没想到后来付出的代价有点重了。 陆京云眼中目光有些疑惑了,问道,说起来那太明世界不也是苍穹盟的吗,他试探我们的实力做什么?那都是因为争夺洪荒殿的原因。 黄毅嘴角为之微微轻叹,略作停顿,牧师陆京云继续道,三千大千世界,各大势力,一共却是只有九座洪荒殿。 其中每一次九座洪荒殿最后天罗盟还要占据大半,我们苍穹盟能够占据的也就是平均只有三座到四座,这还算是多的,有时候还只有两座。 而这几座洪荒殿,也基本上是都是在那些实力一直都是顶尖的几十个大千世界之内徘徊,剩下的一千多苍穹盟大千世界,根本就没有多少机会,除非是能够突然涌出天赋决定的年轻一辈。 话音再度略作停顿,黄毅锦袍微动,冷肃气势也为之波动,继续道,因为如此,所以剩下的这些大千世界,便是三五个大千世界,或者是十几个大千世界,一直各自之间有着一些约定,不管是哪一个大千世界到时候有机会争夺到一座洪荒殿,那到时候有约的各大大千世界都要平均挑选出一些子弟进去,而我们上青世界和太明世界刚好有着这样的一个约定。 陆晶云闻言,目光随即微沉,对黄毅道,也就是说,若是我们上青世界若是夺下了洪荒殿,那太明世界的人也要分一半进去。 不错,就是这样。 黄毅对陆晶云微微一笑点头道。 这不是为他人做嫁衣吗,太便宜那太皇世界了吧。 陆晶云顿时面色就气愤了起来,若是拿下洪荒殿,还要平白无故的交给太明世界一半的名额,陆晶云想想也有些不平衡起来。 风悠悠浅浅一笑,道,上次魔诀到天界密地,就是前来打算看看我们这一辈实力的,然后好打算想要和我们解除这个约定。 你是说,这那狗屁约定不算数了吗,不用交给太明世界一半的名额了。 陆晶云望着风悠悠顿时目光一亮。 风悠悠道,因为你上次废了魔诀,太明世界便是扬言不会罢休,说是不交出你来,就要和我上青世界解除约定,所以,风行老祖便是答应了解除那个约定。 风行天主倒是英明。 陆晶云满意一笑道,但随即有面色凝重了一下,道,那不会还有别的大千世界和上青世界有什么约定了吧? 黄义摇了摇头,道,就太明世界一个,没有别的了。 陆晶云一直在静静的听着,随即抬,微微一笑,对风悠悠道,这么说来,他们太明世界怕是这一次也出现了什么过人之辈吧,要不然怕是不会和上青世界解约。 风悠悠点了点头,对陆晶云回道,我们得到消息,这一次太明世界内的确是出现了一个不凡之辈,实力比起魔诀还要强悍,估计是对争夺洪荒店有着几分把握。 哼,我倒要看看太明世界出了什么不凡之辈,千万别落在我手中。 陆晶云目光波动了一下,喉咙内微微沉哼一声。 解约了就好。 陆晶云话音落下,面带微笑,然后目视着杨过,道,大哥,洪荒争夺大会什么时候开始? 应该是三天之后,不过离这有些远,乃是在闽星大陆上,不少苍穹蒙大千世界的代表已经赶过去了。 闻言,杨过对陆少游道,这一次我就是从闽星大陆附近过来,天地阁这一次也已经决定和苍穹蒙一起。 天地阁不是一直保持中立的吗,怎么这一次竟然是要加入苍穹蒙了? 听着杨过的话,风悠悠,黄义,风霸男等都是颇为惊讶,天地阁和亘古殿一样,盘踞在三千大千世界之内,但向来是不理会任何纷争,没想到这一次会加入苍穹蒙的阵容内。 杨过一笑,道,这是上年的决定,我也无法知晓原因,据我所知,这一次不仅是天地阁加入到了苍穹蒙的阵容之内,就连飞天大道,亘古殿这两个势力也都加入到了苍穹蒙的阵容内。 亘古殿也加入了。 陆少游顿时眉头一挑,要是飞天大道加入了陆少游虽然意外,却是也还好,可是自己身为亘古殿圣主,竟然是不知道亘古殿加入到了苍穹蒙的阵容内。 二弟,你是亘古殿圣主,难道不知道此事吗? 杨过颇有意外的望着陆少游问道。 陆少游顿时有些语色,暗想龙头老大后庆林也太不给面子了,这么大的事情竟然是不通知自己,就没无奈对杨过道,此事我还真是不知情。 杨过没有在意,继续道,除了飞天大道,天地阁,亘古殿之外,据我所知,就连天灵宫也宣布加入苍穹蒙阵容内了,这一次也会随着苍穹蒙一起争夺洪荒殿。 什么? 文言,风悠悠,黄毅,雷小天,唐银等尽数震惊,比起听到亘古殿和飞天大道等加入到苍穹蒙的阵容内还要震惊不小。 天灵宫,这是什么势力? 陆少游疑惑的望着众人,这也是第一次听说天灵宫的存在,从风悠悠和黄毅等震惊的神情中也不难知道,天灵宫怕是来头还不小。 风悠悠目视陆少游,道,至尊殿你应该知道吧? 嗯,知道一些。 陆少游点头,当初也是从亘古殿殿主后庆灵的口中才得知的至尊殿,这一股势力的人隐匿在三千大千世界内,无计可循,人数不多但每一个都是强者,势力恐怖,以亘古殿的势力也寻找不到他们的多少足迹。 随即陆少游双目微微须眯,对风悠悠问道,难道这天灵宫和至尊殿有关吗? 据陆少游从龙头后庆灵口中所知,至尊殿乃是一股邪恶势力,这无数年,苍穹盟和天罗盟在苍穹战场内的厮杀争夺,当初的源头少不得便是有至尊殿在其中推波助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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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害无力 而要是强者都离开 也难保明灵种族成绩偷袭 有着陆晶云和风悠悠都在 陆少游才放心 当然 陆少游最放心的是上青世界内 现在还有隐匿的底牌在 这底牌隐匿的 现在可还没有任何人发现 到时候一旦黑马般脱颖而出 势必会让众人震撼 杨过清道 天罗蒙偷袭倒是应该几率不大 趁着这时间他们也照样要召开一个洪荒争夺大会 到时候他们的人也会聚集 不会有多少时间来偷袭苍穹蒙 那七十二块大陆才是最激烈的战场 陆少游牧视深邃昏暗的夜空 南南清道 九座洪荒殿 三千大千世界 势必是一场惨烈厮杀 巅峰较量 在座众人一直到深夜才散去 最后陆少游也是决定 明天一早就一人前往洪荒争夺大会所在的闽星大陆 小龙自然也是决定一人前往 另外也自是少不了杨过 夜幕下 辽阔的山脉支离破碎 无数深深的地面沟壑蔓延 上清世界的大军 也已经是早已撤离到了远处 白天的一场大战厮杀 陨落的人生灵数以异计 整片辽阔的山脉血流成河 血煞之气冲天而起 呼呼 就在血战最为激烈的中央 一处支离破碎的山峰上 一道身影盘膝而坐 身上的阴寒煞气波动蔓延 令得整个空间为之轻颤 随即形成了一股吞噬之力 直接将亿万消散在了这一方天地内的残魂能量和煞气牵动吸扯而进 呼啦啦 以那一道身影盘膝而坐的破碎山峰为中心 浓郁的煞气和残魂被吸扯的越来越多 让大片空间昏暗无光 嗖嗖 一日清晨 陆少游 小龙 杨过 还有龙烟公主四人便是纵身破空前往闽星大陆 龙烟公主和杨过分别一千多年 直到昨日才见 自然是不忍分开 自然是一起前往闽星大陆而去 闽星大陆 陆少游一路上从杨过和小龙的口中得知 乃是一块面积不是太大的大陆 在苍穹战场内也是赫赫有名 乃是苍穹战场内一处不小的黑市所在 在黑市中 能够兑换各种材料 丹药 灵气 世界晶石 甚至是女人 总之 只要是能够想到的 黑市里面就会有 而闽星大陆上的这一处黑市还不小 平常也颇为热闹 因为苍穹战场可是不属于任何势力 有着黑市存在 也令人方便不少 因此也不会有任何人打压 存在 自有其理由 也自然是没有人敢去黑市捣乱 每一个存在黑市背后的势力 绝对也不小的 虽说是黑市 不过背后的水有多深 聪明人都知道 苍穹战场内本就面积巨大 陆少游从杨过口中得知 怕是到闽星大陆需要两天时间 已经是距离洪荒争夺大会临近了 苍穹战场内空间虫洞有极少极少 另外不知为何 苍穹战场内有着不少的大陆 不过大陆之间却是没有世界夹缝 也无法直接穿越世界夹缝前往 所以就算是以陆少游和杨过 小龙三人现在的修为实力 也是无法过快赶到闽星大陆 如此时间在三人赶路中而过 陆少游 小龙 杨过三人好久不见 一边赶路 一边也自然是有着不少的话题 三人沿途遇到不少的苍穹盟军团 也都是远远而过没有理会 也没有为沿途遇到的明灵军团多当个什么 一路上路少游也是从杨过和小龙的口中 知道了不少平常也没有多注意了解的三千大千世界内的一些事情 比如上青世界在苍穹盟内的排名 这种排名当然也不是正式的 只是一些好事者以每一次夺得洪荒殿的年轻一辈 还有争夺洪荒令的过程中所涌出的一些杰出年轻一辈 以其为依据排名其背后的大千世界列出来的排名 从风悠悠和黄毅的口中 陆少游已经得知上青世界内在苍穹盟内的排名可是不太高 不过从杨过和小龙的口中 陆少游才知道 风悠悠和黄毅两人说的可是比较保守了 上青世界的排名何止是不高 简直就是极低 据说上青世界已经是有着一百五十万年以上没有夺得过洪荒殿了 就连拿下洪荒令的次数也仅是一次而已 而比较靠前的大世界在苍穹战场内一直也是有着一个方间排名 苍穹盟内有着十大排名前列的大千世界 其分别便是排名第一的尊武世界 排名第二的创灵世界 排名第三的冰爵世界 排名第四的神兽世界 排名第五的太皇世界 排名第六封天世界 排名第七的明光世界 排名第八的无私世界 以及是排名第九的尘虎世界和排名第十的赤天世界 十大大千世界的排名虽然是方间的 也只是按照往年年轻一倍 争夺洪荒令和洪荒殿所列出来的排名 无法真正的代表各大大千世界内的真正实力 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而言 这虽然是方间好逝者名列出来的排名 也是能够体现出一些大千世界的实力的 对于十大大千世界的排名 陆少游对于神兽世界自然是并不陌生 陆少游对于太皇世界和无私世界 明光世界也是绝对不陌生的 白灵和陆音还在太皇世界九尾天狐一族 陆营在无私世界天女宫 还有陆巧和陆想正在明光世界密的内 没想到神兽世界太皇世界无私世界 凝光世界排名都这么高啊 高空身影飞略陆少游嘴角微动 木带笑意 上青世界是弱了点 不过这并不能够代表上青世界本身的实力 只是历年来年轻一倍的排名而已 龙微微点了点头 牧师陆少游笑道 何况这一次有了老大在上青世界内 上青世界的排名马上就能够飙升了 不知道其他大千世界的领头者实力都如何 陆少游问道 杨过道 应该都不弱 不过相比二帝而言 怕是就自然不够了 我从天地隔得之 往界来说 最强的也先少有着二元化红出现 一元化红已经是有着能够争夺洪荒殿的资格了 但这一次似乎是有些更怪异 年轻一倍涌出的强者不少 二元化红的都是不少 其中好像也还有三元化红者存在 这一次毕竟不一样 据我所知这一次洪荒殿到时候一主之后 下一次洪荒殿开启则是要在一千五百年之后 据说而那时候刚好碰上一件大事 到时候足以席卷整个三千大千世界 所以这一次洪荒殿乃是这短时间内最后一次一主 因此这一次洪荒殿之针对整个三千大千世界都是格外的重要 谁能够占据一座洪荒殿 那到时候背后整个大千世界就能够占据一线生机 小龙话音落下 继续说道 因此在这一辈上 各大大千世界也是全力投注资源在培养 以神兽世界为例 可是倾注的心血不少 因此这一届的同辈 比起以往来的整体实力都是要提高了不少 也加上出现了不少天赋不错之辈 当然 他们再强也就那样了 第三千三百三十章冤家路窄 说完 小龙微微一笑 虽说这一次对手不少 但他可没有太放在心上 路少游淡淡一笑 这些事情前些时间也已经得知 小龙 也不可大意天罗蒙 这一次天罗蒙内也是出现了好几个不凡者 加上天罗蒙的人比起人族和兽族都要团结 特别是修罗族 罗刹族 夜叉族 天魔族 神灵族中 这次的那些不凡者更加不容小觑 万不可大意 杨过对小龙说道 夜叉族 天魔族 路少游闻言 眼中杀意顿时波动而出 当初在苍穹战场到天界密地的世界虫洞内 偷袭自己的化红镜修为者中 就有着夜叉族和天魔族的人 感觉到路少游的杀意波动 小龙道 老大 这夜叉族这天魔族那些人 自有对付的时候 到时候报仇也不晚 闻言 路少游点了点头 压制住了心中的杀意 反正现在也难以对付干净 遇到机会再对付不迟 目前还是洪荒殿最为重要 若是遇上那些夜叉族和天魔族的人 那再另做打算 就在路少游微微点头间 杨过目视着前空一片辽阔大陆 顿时随着龙烟公主止住了身躯 道 我们到了前面就是闽星大陆 龙烟公主一路上都是听着三人说话沉默不语 目视着前方大陆 这才朱唇轻起 道 前面好像倒是颇为繁华 终于到了嘛 路少游目视着前空 那遥遥前空 一大片陆地出现 隐隐间群山峻岭浮现 嗖嗖 四人身影落在了闽星大陆上 在这萧条的苍穹战场内 这闽星大陆上却是出现了难得一见的淡淡生机 天地能量也浓郁不少 不少山脉内也是颇带葱 手笔还真是不少 路少游目视着周空 随即目光露出些许惊讶 这 闽星大陆上不知道背后到底是哪一方大势力的 竟然是有布置上了一个巨大的巨灵阵 令得这闽星大陆上 天地能量比起外面来可是要浓郁不少 这巨大的巨灵阵 所需要代价可不少 布置在这闽星大陆上也是对自己产生不了多大的作用 这才是真正令路少游颇为惊讶的 单独布置出一个这般巨大的巨灵阵 只要有足够的材料 路少游照样能够布置出来 的确是颇为热闹 小龙打量着四周青道 这一方大陆上 前方出现了不少连绵的建筑 宛如一个巨大的大城一般 周围半空也能够见到不少悬浮破空来往的身影 因此路少游四人落下 也没有多少人注意 闽星大陆上的强者已经不少 看样子大部分的大千世界代表已经都到了 杨过青道 似乎是窥探到了什么 路少游目光微动 敏锐的灵魂力早已经波动蔓延而出 将这大片天地都窥探在内 神色也随即颇为动容 轻道 各大大千世界的人来的应该已经是不少了 明天应该就是洪荒争夺大会了吧 老大呀 我们今天要不要先找个地方落脚 小龙倒是没有在意此时 闽星大陆上来了多少个大中千世界的代表 先看看再说 到时候再决定 路少游道 随即四人走进前方大城 便是远远的传来了不少的喧哗声 大城内身影来来往往 半空中不是有人飞略 整个大城内 比起路少游原本的想象中还要热闹一些 不愧是整个苍穹战场内的黑市 城内沿街店铺内 真是什么都有 其琳琅满目 其数量之多 比起外面的大城内 也是毫不逊色 四人在大城内闲逛了一番 因为龙烟公主的美貌 也自然是引起了不少的注意 只不过却是无人敢在这非常时期的闽星大陆上闹事 闽星大陆上的人现在谁都知道 这几天内 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中这一次争夺洪荒令的代表 最近可都是在闽星大陆上 万一招惹到的一个陌生人乃是其大千世界内这一辈的佼佼代表者 那就真是不知道怎么死的了 无论是背景还是实力 到时候死了都没地方深渊去 整个大城内闲逛 陆少游敏锐的灵魂力也不免是从发现了不少画红镜修卫的青年男女者 都是气度不凡 有的甚至是擦肩而过 这一番闲逛下 陆少游倒是也有些收获 用身上的灵精换取了一些不错的炼器材料已被踏实之需 此时身上众多的灵精可是极为庞大 陆少游也不在乎一星半点 倒是世界晶石陆少游可是舍不得动用 剑队上消耗的世界晶石现在都是联盟在攻击 加上陆家军现在自己的世界晶石 但也还是入不敷出 消耗可是惊人 到时候那七十二块大陆上争夺洪荒令 才是最大的战场 因此陆少游可是舍不得动用任何世界晶石 而陆少游正打算用灵精从一些商行换取世界晶石的时候 才发现世界晶石也是大涨价 到处有人在收购 这让陆少游苦笑 估计也是有着大千世界的代表正在大肆收取世界晶石 最近的这种厮杀大战下 灵精到处都是可以说是大量存在 而一些舰队的世界晶石消耗就恐怖了 原本是灵精比起世界晶石难求 现在却是调转了过来世界晶石比起灵精难求 四人闲逛了大约三个时辰之后 这大城怕是还没有走上十分之一 四人都有些收获也无意再逛 四人便是正欲要打算离去 莫得前方人潮簇拥有着不少身影齐聚而来 杨果、龙烟、小龙三人目光微抬 目光暗动 其前方人潮簇拥中 有着不少画红净修为气息存在 也并没有打算多加理会 就要离去 只是陆少游却是目光变化不小 那一群来人不下二十个 却是青年模样年轻一辈 其中画红净强悍气息的就有着不下十个 这些一般画红修为者陆少游也没有在意 并不打算理会 陆少游不打算理会 只是前方来的人群中被众多男子簇拥在了一起的一个似火红裙 鸟挪身姿动人美貌女子 那动人的脸庞本是百媚横生 显得高贵无比 却是目光瞧清楚是陆少游之后 立刻就为之抽动了一下 那百媚横生的模样 也顿时变得冰冷了起来 那一个青袍男子 他怎么会忘记 因为他 万事猎场之内令他光芒暗淡 重创到了极致 要不是足中耗费巨大代价 他怕是现在也恢复不过来 因为他 在天界密地内他也一直抬不起头来 再也没有了从前的风华 也是因为他 最后全族逃亡 如丧家犬般逃离了上青世界 只能够到得到祖地的庇护 陆少游突然目光见到那人群簇拥中的那美貌红裙女子 亦使目光顿时泛起一颤波动 这不是别人 正是月皇世界的黄洛妍 就在陆少游当初要对付月皇世界的时候 黄洛妍却是被凤凰一族的人带走了 最后全族逃离了月皇世界 陆少游没有想到在这闽星大陆上 竟然是还能够见到这黄洛妍 目光顿时淡淡露出了些许淡漠冷笑 随脚一道颇为冰冷的冷意弧度勾勒而出 这同时间 簇拥在黄洛妍身边的那一众青年中 不少冰冷目光已经是随着陆少游目视黄洛妍的目光 瞬间便是狠狠地盯在了陆少游的身上 当然也有不少目光落在了龙烟公主的身上 为之震撼惊艳 一个锦袍男子 脸庞白皙 倒是长得颇为好看 身上一圆化红的气息波动 应该是兽族之人 确实在此时见到陆少游目光在目视黄洛妍 顿时对陆少游呵斥道 小子 看什么看 再看 把你眼睛挖出来 黄洛妍闻言 眼角于光瞥了呵斥陆少游的那青年一眼 却是没有多说什么这么嚣张嘛 我陆少游还没有说话 小龙却是早已经按捺不住了 一道呵声张嘴而出 就要开始出手 小龙 这一瞬间 陆少游一手按在落在了小龙的肩膀上 轻道 找上我的 那就交给我来吧 话音落下 陆少游缓步踏出 短短两步 便是静直出现在了黄洛妍的身前 黄洛妍 就连那锦袍青年瞥了没有瞥一眼 目视着黄洛妍 道 你养的狗们 吵了点 第三千三百三十一章付出代价 黄洛妍闻言 目视着陆少游 神色冰冷 脸床抽动 目光露出怨毒之色 隐隐间甚至是露出了些许巨异 先手中一块灵魂欲捡顿时悄然捏碎 小子 你说谁是狗 你这是想要找死 这同时间 刚刚说话的锦袍男子也是再度大喝 目光露出猙獰怒意 原本还想在自己喜欢的女人面前出些风头 没想到这青袍男子竟然是敢在忠义的女子面前扫了他的面子 顿时怒不可挡随着话音落下 锦袍男子周身一股狂暴的灵力风属性能量直接波动 身影瞬间直扑而出 同时间一道拳印直接轰击向了陆少游 而这在这同时间 就在那锦袍男子出手之际 陆少游嘴角的冷意弧度波动了些许 头都没有抬一下 右臂直接对着右侧半空挥出 五指弯曲成爪 手中一道爪印凝结而出 直接将右侧大片空间抓成凹陷之状 下一瞬 眨眼之间 那锦袍男子刚刚扑出的身影 却是就被抓在了陆少游这一道凹陷的找印之内 短短一刹间 找印凹陷的空间内 这锦袍男子已然面色骇然大变 刚刚的嚣张狂傲被恐惧震害所代替 找印空间凹陷内 他浑身再也无法动弹分毫 哪怕是自暴都做不到 到了这时候 这锦袍男子才知道 眼前这刚刚看似窥探不到什么气息的青袍男子 实力竟然是强悍到了如此地步 根本不是他所能够招惹的 这是一个硬查 比起他来还要强悍的主 扑齿 陆少游凹陷找印内擒住那锦袍男子 手中找印微微用力 凹陷的空间顿时剧烈扭曲 锦袍男子刹时间脸庞苍白 张嘴就是大片的血物扑齿喷出 其锦袍男子身子 随即也就像是要被在这空间之内直接溃压扭曲便行了般 物以类聚 果然身边的也不是什么好货 做狗的实力都没有 陆少游依然是冷冷目视黄洛言 陆少游头都没有向后看上一眼 其话音落下之际 右手一抖 便狠狠地将手中的锦袍男子摔向了不远处的宽阔街道上 砰 锦袍男子的身躯 顿时如同是冲击炮般被砸落在了街道地面内 低沉闷响 身躯直接倒叉进入街道内 轰隆 地面也是位之一颤 坚硬的厚厚岩石街道内顿时军裂 其身子随即在地面裂缝之内软绵绵瘫倒 浑身骨头已经是寸寸崩碎 实则是身子成为了肉团 灵魂灵魂分身也不知何时已经被露少游摧毁 身上再无生机 黄洛言的身边 那近二十个男子原本还是高傲狂消的脸庞 瞬间就成了惧恐之色 根本就没有任何人敢说什么 尽数都被震惊到了 一个照面 一个一元化红镜就被诛杀 这是何等的实力 到了这时候 所有的人才意识到眼前的青袍男子到底有多强 这一幕 亦是同样令得黄洛言的怨毒目光狠狠的抽动 这些年没见 露少游的实力竟然是又进步的如此恐怖 此人是谁 怎么这么强 那不是成兵世界的查天明吗 一招就被杀了呀 本就是颇为热闹的街道上 随着这等动静 也立刻就是围观上了密密麻麻的人群 击杀一个一元化红修为者 不管是那一个世界的人 是什么身份 陆少游现在也不会在意 陆少游眼中目光望着此时那一个个本是簇拥在黄洛言身边的男子 此时却是一个个都震撼的脚步后退 然后牧师黄洛言道 没想到我们还会见面呢 看样子 你的这些追随者 怕是也不会打算管你了 黄洛言 目光目视两侧此时早已经是退后的那一种青年男子 目光寒意波动恨恨不已 唇角弧度一抽 咬牙抬头 目视陆少游 道 你想做什么 这可是闽星大陆 我想做什么 只是想要解决一些当日没有清扫干净的首尾而已 陆少游轻道 眼中寒意不加掩饰 道 原本以为下次若是能够再见 你的实力怕是应该有些进步猜对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竟然还只是亘古镜高阶巅峰层次 连话红镜都没有到 陆少游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你别欺人太甚 黄洛言绝美动容的容颜上 动人容颜目视陆少游抽搐了一下 感觉着此时陆少游眼中那不加掩饰的寒意 不由是为之暗自心中不安起来 目光隐隐间有些东张西望 似乎是在期盼等待着什么 陆少游 他是陆少游 难道是真地涅槃者 第五期奇特奥义领悟者 更古典圣主的那个陆少游吗 是他 陆少游 随着黄洛言的话音落下 那近二十个男子和大片的围观者顿时剧烈扫骚动起来 我欺人太甚么 还是你凤凰一族要承担苦果 你凤凰一族当初敢对付我 我发誓过 我若不死 定要清算一些 你就是后杖 陆少游没有任何客气 脸庞骤然阴沉纷然 脚勾勒出的一道冷笑弧度杀意抹过 眼中一股寒意逗舍而出 道 所以 现在你便是死去吧 吃 随着陆少游话音落下 以周身为空间 整个周围空间无端一颤 一股滔天寒气末的渗透在了空间内 咔咔 这种寒冰之气下 空间冻结 黄洛言周身猛然无故一颤 其目光顿时骇然 确实在这一瞬间 浑身身躯直接冻成了寒冰 脸庞上那骇然神色和泛起恐惧的眼神也是在寒冰内清晰可见 碎 冷冷的一个字音话语字路少由嘴中喷出 足以让周围众人清晰入耳 也不见有任何的动静 砰砰砰 随着这一个碎字落下 寒冰顿时炸开 周围空间显露虚空漩涡 寒冰寸崩碎 化作了无数碎片漫天机舍 随即消失不见 黄洛言的身躯伴随着寒冰也消失在了这天地间 呼呼 那二十来个青年到西凉气 眼睁睁的看着黄洛言被击杀在眼前 却是没有任何人敢阻挡 没有任何人敢说话 他们虽然是自傲 但那路少游连查天明和黄洛言都一样敢杀 那自然是也绝对不会不敢杀他们 绝对的实力面前 现在苍穹战场内的情况 外界没有任何人能够插手 他们又还敢多说什么 混账 谁敢如此大胆 我凤凰一族的人也敢杀 就在这众人震撼之中 一道阴沉的大喝声 伴随着滔天怒意 在这大城上空响彻 轰 短短这一瞬间 一股炽热的气息滚滚压空 一道赤红色身影便是急速落在了刚刚黄洛言被击杀的地方 来的乃是一个颇为俊朗 身形修长的男子 目视着刚刚黄洛言被击杀的地方一眼 骤然便是随即转身目视向了陆少游 一张颇为俊朗的脸庞已经尽数阴沉铁青 似让人看上一眼 都忍不住从心中弥漫出寒意 周身炽热气息蔓延 铁青的脸庞抽搐了一下后 目视陆少游 陈道 我凤凰一族的人是你杀的 陆少游淡淡的瞥了这男子一眼 嘴角弧度微张 道 你是月皇世界的 记好了 凤天世界 凤舞 赤衣男子目视陆少游 陈道 杀我凤凰一族的人 那就要付出代价 陆少游淡淡的目视着眼前的赤衣男子 轻道 既然不是月皇世界的 那就走吧 此事和你没什么关系 只是我和黄洛言之间的一些旧账而已 你若是想要插手 怕是代价不是你能够付得起的 别挑战我的耐性 赤衣男子闻言 铁青的脸庞目光沉动 目视陆少游 道 笑话 你觉得我凤天世界还有付不起的代价吗 道是你 不管你是谁 杀我凤凰一族的人 那就要付出代价 第三千三百三十二章 凤舞 凤舞大哥 他是陆少游 刚刚退后的那一群青年男子中 一个亘古镜高阶巅峰左右的华服青年上前 有些惧怕的望着陆少游一眼 随即在凤舞的身前弱弱的说道 陆少游 陆少游三个字 顿时让凤舞脸庞一抽 双目一颤指示陆少游 胸膛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 强行压住心中的震惊 目光为之大变了不少 对于在场的众人来说 陆少游三个字 不会有人没有听说过 你不是来自月皇世界 看在燕黄殿主的面子上 这一次不长眼 我可以不追究 不过记住 绝对没有下一次 陆少游淡漠的目光扫了凤舞一眼 随即回头对身后杨过和小龙道 大哥 小龙 我们走吧 杨过 小龙点头 随即四人身影缓步扬长而去 一道道的目光目视着四人扬长而去的背影 没有任何人敢说什么 一招击杀一个化红镜出街 在场无人敢动 凤舞也不敢 牙齿紧咬 脸庞抽动 目光含义斗射 却是毫无办法 看着不远处正被击杀的查天明 凤舞很清楚自己 他虽然是二元化红修为者 但一招就如此击杀查天明 他自认为也无法如此干净利落的做到 所以凤舞知道他招惹不过那陆少游 何况陆少游身后的那三人 那女的修为还好 但是那灰衣黑发青年和金袍青年的气息 他也无法窥探出来 但是他能够感觉到 那两人也绝对不是好惹的 一帆闲逛和当个 当陆少游 杨过 小龙 龙烟公主四人找到落脚的地方之时 已经是到了黄昏 四人倒是也顺便打探到了确定的消息 明天就是洪荒争夺大会的日子 就在这大城的一处黑市商行拍卖场内 参加洪荒争夺大会的人可不少 苍穹蒙一千多个大千世界 并不是每一个大千世界的人都像是陆少游和小龙一般 一个大千世界才来一个人 一般的大千世界内都是会来两三个 有的排场大一些的 会带上十数人也不一定 因此每一次洪荒争夺大会的人数相加 那可是足足上万之多 因此一般的地方可无法容纳 洪荒争夺大会也不能够在广场上召开 来的都是大千世界顶尖的代表 可不是单独的一个古族代表 每一个可都是这天地间同辈之中巅峰的存在 自然都是有着一些傲气 再怎么样也不至于在广场上站着召开洪荒争夺大会的 陆少游四人找到落脚的是一间平静的客栈 价格虽然贵 但四人还是直接要了整个一层的房间 免得是被别人打扰 至于想要包下整间客栈 那就不要想了 现在整个闽星大陆上的客栈都是人满为患 陆少游四人能够拿下一整层 还是因为威逼利诱的结果 残阳如血 清照在了连绵古老斑驳的建筑群上 陆少游进了房间内 盘膝而坐 脑海中却是在想着洪荒店的事情 一座洪荒店到时候只能够容纳九十九人 这的确是少了一些 九十九个名额 还要分给拥有洪荒令的一些大千世界名额 到时候可就更少了 零五世界加上上青世界的人 陆少游算了算 再多也不够一般 还好洪荒店争夺的规则并不是一个大千世界只能够拥有一座 只要有实力争夺 能够争夺多少都可以 因此陆少游也在计划着 到时候要多争夺下一些 九座洪荒店的争夺 苍穹萌的大千世界也同样是竞争对手 到时候一样是会毫不留情 知己知彼百战不待 要不然陆少游可没有兴趣来这洪荒争夺大会 一千五百年之后 那一件大事又是什么 陆少游轻叹一声 六师兄皇甫明龙和风行老祖等人都是绝口不提 陆少游也无法得知 感叹一声后 便是也开始进入吊息状态 只要有时间 陆少游就从没有对领悟松懈过 至于修炼原力 则是早就没有太担心了 世界晶石 灵精 吞噬他人原力等 尽数都是自己原力的来源 有着阴阳混沌绝 一切都不会成为问题 沧桑的庭院内凉台 斑驳的痕迹 证明此地怕是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 凉台一女而立 绣发泼墨如云 身着紫色的长裙 身材高挑 宽松的绣口处绣着些许莲花波纹图案 勾勒出阿罗多姿的玲珑曲线 看上去凭空多出一分清雅 你怎么跑这来了 一声淡淡的娇声传来 一个身着紫色紧袍的女子脸部徐徐走来 身姿轻移 那神态也宛如狄仙般风姿卓月 这种女子 怕使任何男子见到 也要骤然失了魂魄一般 一张琉璃一般清丽的脸蛋上 黑宝石一般的眸子 露出如水目光 带着思思妩媚 你还不是来了 明天就是洪荒争夺大会了 杨过那家伙回来了没有 这一次她可是我们天地阁的重心 子群女子回头 五官精美 如玉雕一般 明眸好齿 眉宇间颇带冷艳 但此时望着紫色锦袍女子 却是盈盈一笑 锦袍女子走到了子群女子的身边 紫色锦袍腰间用一条懒软长纱轻轻挽住 一头乌黑的绣发从肩前散落 在这幽静的月色笼罩凉台上 宛如从山剑中倾泻下来的一臂瀑布 精致玉面微台 双眸笑望着子群女子 背齿轻起 轻道 刚刚们得到消息 杨过那家伙回来了 已经到了闽星大陆上 她不是去找他们了吗 那 文言 子群女子雨节上瞧 明眸目光清澈 目视紫色锦袍女子 紫色锦袍女子微微一笑 笑可倾城 紫袍长袖微动 一举一动动作勾魂射破 道 路少游那家伙也到了 一到闽星大陆上 就击杀了成兵世界的查天明和封天世界的一个黄洛言 她真的到了吗 听着紫色锦袍绝美女子的话 紫群女子目光中顿时露出一丝喜色 随即却是不露痕迹的收敛 唇盼泛起一丝淡笑 悠悠一叹 道 那家伙还真是和灵舞世界一样 到任何地方都会出风头 锦袍女子也是微微一笑 清国清城 锦袍遮掩不住阿罗多姿的身段 一副美人姿态 朱唇清起 道 随行的还有两人 应该是青龙皇族的龙烟公主 还有小龙那家伙了 紫群女子目视高空 天羽之上一轮明月高悬 淡淡云雾飘渺 和远处城内的深夜喧哗相比 此处无疑是显得静谧许多 目视着紫群女子 紫色锦袍女子明眸半合 微微抬起玉面 问道 不知道杨过那家伙有没有告诉他我们都在天地阁 要是没有的话 明天见到那家伙 怕是能够让他吃惊不小了 说起来 还从来没有看到过那家伙吃惊的样子 不知是何等模样 画音落下 紫色锦袍女子身姿曼妙依依 眉眼慵懒 亦是摇摇抬头望天羽之上一轮明月下那飘忽而是青烟云雾 明眸秋水如虹 不知是不是想起了什么 唇盼突然泛起一丝微笑 明天我还是不去了吧 蓝十三一个人镇守在那边 我有些不放心 我还是回去好一些 子群女子棒手青苔 明眸睁开 峨眉微醋 她虽期待再次见面 但再次见面又能够怎么样 再次见面会发生什么 她无法想象 紫色锦袍女子文言 目视子群女子 叹道 你还在想以前的事情吗 一切都过去了 当初的事情 你根本无能为力 别人不知道 我却知道 这些年你的心中怕是也有着她的影子 否则天帝阁中 只要是关于她的消息 你不会都去偷偷翻阅 当初她被天魔族 叶叉族偷袭陨落的消息传出 你借口外出 实则却是去查探她消息 那一千二百年 死在你手中的叶叉族 狼灵族 天魔族的人不少 我知道 是你想为她报仇 话音停顿了一下 紫色锦袍女子望着紫群女子 勾唇 继续倾道 阁主说过 以你的大毅力 大恒心 大天赋 要不是那一千二百年你自己心境的影响 很可能就不只是无量涅槃 至少有三成机会真谛涅槃 紫群女子微微听着 玉面没有任何波动 只是一双明眸内 却是涟漪暗自闪烁 随着紫色锦袍女子画壁 抬眸望着紫群女子 倾道 紫燕 那你呢 你怎么知道当初我去了她出事的地方 我 紫色锦袍女子文言 精致的胶岩上顿时为织衣将 眸光内 神伤黯然 第三千三百三十三章姓慎名谁 一日 当地一缕阳光涌进房间 房间中 盘膝而坐的陆少游也骤然睁开了房间 其双眸眼中一股蛮荒苍古支气波动 双眸一黑一白如若是黑白交替般的光芒也随即收敛不见 见 见识见识洪荒争夺大会去 陆少游站起身来 洪荒争夺大会 整个苍穹萌的巅峰年轻一辈都会汇聚一堂 这让陆少游心中也颇有期待 洪荒争夺大会在一处黑市商行内 其位于大城的中央 当陆少游和小龙 杨过 龙烟公主四人到了那商行的时候 周围街道上已经是涌上了密密麻麻的人潮 将周围大街拥挤得水泄不通 这种规模的盛事 自然是足以引起众多围观者的 穿过水泄不通的大街是不可能的 陆少游 小龙 杨过 龙烟公主四人一路也只能够是飞跃而过 飞跃半空的人同样是不少 一道道身影落在一处巨大的大殿之前的广场上 那就是这其商行所在地 这大殿之前的一片广场面积不小 广场上却是没有任何围观者敢靠近半步 已经是有着大千世界的代表放出了话 洪荒争夺大会期间 谁敢这踏进广场半步 杀无赦 没有人敢逾越踏进广场一步 今天那商行内的聚集的是什么人 所有人都清楚 今天谁敢闹事 纯粹就是找死 整个苍穹萌最为巅峰 最有背景的年轻一辈代表聚集一趟 这种阵容 吃了熊心抱子胆也是不敢闹事的 嗖嗖 一道道身影落在广场上 三五成群 也有十数人聚集在一起的 一道道身影落下 气息隐秘 但那隐隐间的气息 令得这方圆整片天地都是要为之一颤 一道道身影进入大殿 却是需要经过广场上此时数个老者的登记 询问之后才能够进入大殿之内 嗖嗖 路少游、小龙、杨过、龙烟公主四人落在广场上 目光一扫广场周围 随即收回目光落在了前方那数个老者身上 都是亘古境层次修为 这等实力若是放在外面 已然是极强了 那些应该是尊武世界的人 上一次争夺洪荒殿 尊武世界成绩最好 因此这一次的洪荒争夺大会也是由尊武世界举办 听说这一次尊武世界内有着一个同辈也是不弱的 无上涅槃者身怀生辟傲义 杨过对路少游和小龙、龙烟公主道 无上涅槃 低了一些吧 小龙嘴角弧度一挑 无上涅槃 他可没什么好在意的 这天地间能够无上涅槃的已经是少之又少了 可没有人像是我们灵武世界一样 能够涌出那么多的无上涅槃和无量涅槃 或许是因为我们灵武世界有些不凡 杨过清道 随着对三千大千世界了解的越多 他也对灵武世界有了不少的猜测 灵武世界的人都是不凡 无上涅槃者到处可见 这只能够说明灵武世界有着不凡之处 或者是有着其他的原因在 我也觉得奇怪 小龙文言也是顿时疑惑了起来 道 我们灵武世界的四兽皇族怎么会和神兽世界有关 太奇怪了 到时候就知道了 我们现在去见识一些这洪荒争夺大会去 陆少游话音落下 覆手而立 对着大殿走去 老大等我 小龙顿时尾随 一步跨到了陆少游身边追上了陆少游 杨过低头对着龙烟公主一笑 轻轻拉着龙烟公主的先手 徐徐尾随在陆少游和小龙的身后 随着陆少游 小龙 杨过 龙烟公主四人走到大殿前那数个老者的身前之时 数个青年男女的阵容正在接受询问登记 请问诸位是那一个大千世界的代表 姓甚名谁 老朽好为诸位登记 一个刚刚才空闲下的老者也顿时打量向陆少游四人 说话态度极为客气 来的任何一个都是大千世界的代表 都是这一辈最为顶尖的佼佼者 他们来自尊武世界 也是不敢有任何傲气 今天进来的这些年轻一辈 可是绝大部分实力都是要比起他们强得多的 神兽世界 龙悬 上青世界 陆少游 天地阁 杨过 小龙 陆少游 杨过三人对那老者轻轻说道 刷刷 只是随着三人的话音落下 这老者的目光顿时望着三人一颤 浑身都是忍不住一抖 周围数十个正在接受登记和询问的青年男女和几个老者 皆是目光一颤间齐刷刷的落在小龙 陆少游 还有杨过身上 那登记的老者手中流光在一块玉剪之上刻画着三人的资料 目光依然是难忍其震撼之色 随即对小龙等三人恭敬点头道 诸位请进 各大大千世界的代表已经是都来的差不多了 陆少游按响這登记询问倒是也简单 随即四人也是跨步静直便是走向了那大殿而去 原来他就是陆少游,更古殿圣主,真帝涅槃者,第五奇特奥义领悟者。 龙玄也是真帝涅槃者。 天帝阁的杨过,更加稀少的归真涅槃者。 这三个人怎么走在了一起,看样子似乎是关系不浅呢? 随着陆少游和小龙,杨过,龙烟公主四人走向前方大殿,身后那数十个青年男女一张张也是充满傲气的脸庞上,为之目露惊讶震惊之色。 一个个本是气宇轩昂,在那三个名字下,也为之泛起波动。 嗖嗖 随着陆少游四人进入大殿,广场上,数人落下,当先一个紫色锦袍女子,身姿宛如狄仙般风姿卓越,一贫一笑,足以令的任何男子骤然失去了魂魄般,随着其身影落下,已经是引起了不少目光侧目相视。 是天帝阁的双圣女之一的紫烟。 刚刚不是圣子之一的杨过来了吗,看样这一次天帝阁对洪荒殿极为重视,竟然是来了一个圣子还有圣女。 陆少游,小龙,杨过,龙烟公主四人走进了大殿内,这大殿内原本是商行的拍卖会场改造过来的,面积巨大,足足是容纳数万人以上。 当陆少游四人到了大殿内后,此时这大殿内足足上上万的阵容,便是也不会拥挤。 上万人的大殿,任何一个都是年轻一辈的巅峰存在,就算不是一方世界内的巅峰代表,但每一个都是非凡之辈。 目光所示,热闹喧哗的大殿内,三五成群,数十成伙的,也都是在互相的攀谈着。 其中不少女子的身边,都是簇拥上了不少的青年围绕。 陆少游四人的进入,本来也就不会引起什么动静,在场的都是傲气凌然的人物,也不会多注意大殿外进来了什么人。 苍穹萌同被巅峰聚集啊。 大殿内,陆少游目光扫过,上万人的阵容中,那收敛的化红镜修为者足足进迁之多,剩下的任何一个都是亘古镜层次,甚至还是亘古镜高阶层次以上。 如此阵容,陆少游目动,怕是涅槃境修为者进入这大殿,那无形中的压抑气息下,也是要溃压得浑身发软,原力停滞。 这种阵容,陆少游也是第一次来,这可是真正的群英会萃。 以陆少游现在的实力,修为还有心境,对于这种场合,倒是也不会有太多的波动。 虽然是有着上千的化红镜修为者在场,但面对风行天主,六师兄皇甫明龙,冰天,亘古殿殿主后庆林,神雷殿主天雷子那等超级强者,陆少游都是习以为常了,这种场合虽然是人多一些,但要是和面对风行天主,皇甫明龙,后庆林那等超级强者相比,自然是不够的了。 心神窥探在大殿内,陆少游窥探着众人的修为层次,苍穹萌的这一群青年绝对都是不凡的,其中二元化红的气息也有着好几个。 三个三元化红 陆少游目光一挑,没想到这其中也竟然是有着两个三元大畜红,那三道气息收敛的极为隐蔽,但却是在陆少游现在的修为层次下,依然是不难窥探。 年轻一辈能够达到三元化红修为层次的,这等天赋绝对是极其恐怖的,三千大千世界内,不愧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上京世界能够与之相比的同辈,也只有是风悠悠了。 第3334章争夺座椅 当然,三元化红镜之间,也是绝对是有着巨大差距的,感觉着那三人隐隐间收敛的气息波动,陆少游也不难知道,三人的气息波动,和大哥阳过收敛的气息波动,双方间就并不是一个频率,这种频率就代表着实力的差别。 至于和小龙,那就更加无法比较了,以小龙现在三元化红巅峰层次的修为,小龙的真正实力到了何种地步,陆少游心中现在都无法估计。 化红镜的不少 龙烟公主目视四周,宁谋波动出些许涟漪。 杨过如沉目光一扫大殿,对龙烟公主柔声道,人数是不少,毕竟都是苍穹盟一代同辈之中最为巅峰的存在,各自都是各自大千世界内的佼佼者。 就在四人注视大殿的时候,本来四人进入大殿,也不会引起什么注意,只不过四人之中有着龙烟公主在,却是也立刻就引起了不少青年的目光注视而来。 以龙烟公主的气质美貌,足以令的这整个大殿内的其他女子都是骤然失去身材,显得光芒暗淡。 在四人打量大殿的时候,大殿内内周围一道道的目光也是落在龙烟公主的身上。 甚至是不少的女子,原本是习惯了到处都是焦点的存在,此时感觉到被人抢去了风头,也不禁顿时对龙烟公主投去了无缘无故的愤然之色,这种不露痕迹的愤然,更多的是极度。 小龙目视着大殿内扫视了一眼,然后对陆少游说道,老大,神兽世界和天地阁应该是在上面会有座椅的,我们过去坐着去。 龙烟公主对周围的目光不喜,顿时对杨过说道,先手微抬,挽住了杨过的手臂,道,我们走吧。 杨过点头,随着小龙往大殿内走去。 陆少游淡淡一笑,覆手而立,也是随着小龙,杨过,龙烟公主三人缓步走向了大殿内。 这大殿内虽然都是年轻一辈的佼佼者,但以陆少游现在的修为实力,感觉着到了这里面,还真是有种欺负人的感觉。 席天宇,你这是想找死吗? 就在陆少游四人走向大殿内中央的时候,中央位置中,却是一声大喝声传出,声音震动的大殿都是为之一颤。 突如其来的这一声大喝声,令得正在三五成群,十数一伙聊着的青年男女文言也是猛然一愣,随即一个个目光顿时就目视向了大殿中央内去,一道道的身影也立刻簇拥而去。 大殿上手,此时间有着并排而立的十三把端庄古朴的光华石蚁,造型厚重巍峨,令人望着都是有着一种压迫感。 十三把座椅靠背之上,上面皆是放置上了一块玉牌,正中间的那一把座椅靠背上的玉牌上,雕刻的便是尊武世界四个大字。 其次左右十二把十以依次靠背玉牌之上,雕刻的分别是创灵世界,冰爵世界,神兽世界,太皇世界,凤天世界,明光世界,无色世界,尘虎世界,赤天世界,天帝阁,天灵宫,飞天大道。 一共是十三把古朴端庄的座椅,分别是有着玉牌标记。 但此时十三把座椅上,却是在左侧第三把靠背玉牌魏无私世界的座椅上,端座上了一个看起来三十不到模样的鹰气逼人的男子,身后二男一女恭敬而立。 鹰气逼人的男子身前,一个魁梧结实的男子正怒目而瞪,刚刚那大喝声明显就是这魁梧男子所喝出。 周围早已经是微距齐了密密麻麻的身影,一道道的目光对于这魁梧男子都是不陌生,无色世界的乌刺安,二元化红修为,这一次凭借着赫赫战功,在苍穹盟内都是极有的名气的。 无私世界身为坊间排名的十大大千世界之一,这乌刺安一到苍穹战场,就立刻受到了不少的关注。 鹰气逼人的男子目视着那怒目相对的魁梧男子,却是没有任何的波动,甚至是连头都没怎么抬,轻道,乌刺安。 有话好好说,何必大喝,今天不是拍卖会,今天可是洪荒争夺大会,你这样可是有些丢了你无私世界的脸啊。 乌刺安闻言,依然是怒目相对,望着那英记男子,陈道,习天宇,这可不是你太明世界的椅子,想要坐,怕是你太明世界的实力还不够。 习天宇端坐,对乌刺安的话也丝毫没有动气,伸手掌心内不知道什么时候握着了一张光滑的白色柔软面巾,轻轻的擦拭着脸庞,轻道,小声点,你口水都喷到我身上来了,注意卫生。 话音落下,习天宇捏着手中面巾,目光这才微抬望着乌刺安,道,我记得有着一个规矩啊,这些座椅也不是你们专做的,谁要是有实力,谁就能够做,是这样吧? 的确是这样,谁要是有实力,谁就能够上来做,不过你习天宇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太明世界来的,还不够资格做。 一道大喝声落下之际,乌刺安完全没有任何的客气,雄魂的土属性原力顿时暴涌而出,强悍的能量威压令的周围一些实力稍低的都是立刻都感觉到了一种巨大的压迫感。 习天宇神色依然淡然,鹰气逼人的脸庞目光甚至是没有多看乌刺安一眼。 给我滚下去。 又是一道喝声落下,乌刺安原力抖动,五指一握成拳,仿若是要将手掌之前的大片空间都握进了掌心之内一般,一道拳印便是轰然对着习天宇直接轰击而出。 吃! 拳印之前空间波纹直接破碎,随着这一道拳印暴掠而出,正开一条空间裂缝,瞬间就到了习天宇身前。 你的实力,好像才不够啊。 习天宇动了,张嘴的同时,右手中的那一张白色面巾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诡异的消失不见了,颇为白皙修长的手掌直接拍出,一股露出心计的漆黑光芒伴随着堪称是毁灭般的强悍气息,便是狠狠地撞击在了这屋自安的一拳之上。 一切都是电光火时间,令在场的人都是眼前一花。 砰! 掌权对撞,低沉的能量们响声传出,伴随着一股股强悍的能量冲击波蔓延,却是并没有蔓延多远,似乎一切都是在掌控之内。 扑哧! 而如此恐怖的能量下,乌自安魁梧身躯周身空间莫得诡异地泛起了一圈圈静风连衣,随即周身空间变得扭曲起来,嘴中顿时一口烟红鲜血喷出。 登登! 乌自安其身躯随即也是亮相向后阵退术步才稳住了身躯,每退后一步,大殿内都露出一个深深的脚印痕迹,伴随着地面军裂,其目光也一片震撼。 浩强的实力,乌自安一招落败。 三元化红,习天宇是三元大处红了。 随着乌自安的落败,一道道的目光顿时就落在了习天宇的身上有所不同。 在此时这一群群英慧脆,都是傲气师祖的同辈佼佼者内,更加是以强者为尊。 三元化红层次的修为,在这一群巅峰之辈的众人中,也绝对是巅峰存在,实力才能够代表一切。 你是三元化红? 乌自安稳住身躯目视着习天宇,原本的怒目已经是震撼所代替,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想要再出手,却是也有些犹豫不下,绝对的实力面前,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枉然。 乌自安,看在都是苍穹萌的份上,我已经给你留面子了,实相的话,就不要自取其辱。 习天宇坐在石椅上,身子没有一栋半分,一掌收回,目视乌自安,目光中这才泛起些许不加掩饰的灵力含义,道,你要清楚,这里面是苍穹秘境,你在无私世界的傲气给我收敛一些,要不然我要杀了你,也没有人能够救你。 乌自安魁梧的身躯有些微颤,面色苍白,却是不敢再多说些什么了,绝对的实力面前,他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一切都只能够忍着。 周围众多的围观者,对乌自安虽然有些同情,却也只是同情而已,甚至这种同情中,带着一些嘲讽眼神。 强者为尊,没有人会多在意弱者,虽然乌自安不是弱者,可是和习天宇相比,却就成了弱者。 陆少游目光透过围观的人群落在了那席天宇的身上,大殿内刚刚三个三元化红镜气息着之一。 太明世界,陆少游可没忘记那魔家就是太明世界之一,如此看来,怕是因为太明世界出了一个席天宇,所以上次才故意让魔爵到天界密地内去窥探上清世界同辈的实力,然后好决定毁约。 老大,这太明世界的席天宇够阴的呀。 人群中,小龙传音到了陆少游的耳中。 第3335章各大代表 此人不是善查,乌自安不仅实力不是对手,心智也不是对手。 陆少游回道,暗想怕是太明世界对于这席天宇颇有把握,所以才会想要和上清世界毁约。 陆少游暗自民嘴一笑,不过这太明世界背后的那些人,却是没有玩过风行天主,估计现在还蒙在鼓里,到时候怕是有后悔的肠子都清的时候。 毁约好啊。 陆少游喃喃自语一声,不管怎么样,到时候自己安排夺下的洪荒殿,平白无故分上一半给别人,那可是划不来的事情。 没想到席兄弟的实力如此之强了,这一次我们争夺洪荒令,又动了一份把握。 一道爽朗的声音下,人群中一个身着黑色浸装,尖披淡红色披风的男子胯部走出,静直到了十三把座椅正中央那尊武世界的座椅上,暗红色披风一抖,转身端坐。 而这男子的座椅之后,随即也是不下于十人而立在其后,一个个不凡的气息涌动,一半都是画红镜修为层次,有着两个,甚至是到了一圆画红巅峰,皆是恭敬地站在这身着暗红色披风男子身后。 争夺洪荒令,还要靠五兄弟和大家的安排布局。 习天宇对这身着静装披风的男子倒是不敢拖大,为之点头,倒是神色自若,神态淡然。 哈哈,这一次洪荒令,我们自然是要多抢几块的,至于洪荒店们,这一次也自然是要压制一下天罗蒙才行。 又是一道身影走出,那是一个身着一袭白色精美长衫的男子,脑后发束长发一现而下,垂落双肩,掩住了精致脸庞两颊,光洁白皙的脸庞,乌黑深邃的眼眸,泛着迷人的色泽,好一个美男子。 随着这美男子走出,顿时便是令的大殿内不少女子明眸涟漪泛起,方心暗动,这种男子,仿若是令女子看上一眼,就会为之着迷。 何况她还是若无尘,创灵世界的若无尘,整个创灵世界内同辈之中的绝巅峰者,在创灵世界内留下过无数的传奇。 若无尘白衣轻动,端坐在暗红色披风的男子的右侧身边那写着创灵世界玉牌的石椅上,对其微微点头示意。 听说你不久前还大创过世魂一族和暗灵族数十个军团,恭喜。 身着暗红色披风的男子对若无尘道。 算不得什么,洪荒令和洪荒店才是重点。 若无尘轻道。 五兄,我们又见面了。 无尘兄弟,好久不见了。 你们两个的实力,似乎是又强了呀。 数道声音从人群内传出,随即数道身影闪动,令人眼见一花,下一瞬,那十三把座椅上,便是再次坐上了七人。 好久不见了。 那身着暗红色披风的俊朗男子和白山美男子,也是众人微微点头示意,似乎本就是认识之人。 陆少游目光目视而去,六男一女,若无尘的身边,冰绝世界的座椅上,一个轻瘦男子端坐,浓密粗眉,高挺鼻梁,却是皮肤白皙。 下一个太皇世界座椅上的乃是一个体型如同铁塔般的巨汉,双目如牛眼,额头有着一个小小的独角,别的座椅上,都是能够足以坐上两个,甚至挤着能够坐上三人,但这巨汉却是一人坐着还略危险的有些紧迫。 此人一看也知道就是兽族,但陆少游也难以一眼就看出是何种兽族,但其气息绝对强悍。 凤天世界座椅上,乃是一个颇为俊朗,身形修长的男子,正是昨天已经见到了的凤舞。 明光世界座椅上的是一个华服男子,脸庞极为刚毅,一双像朝露一样清澈的眼睛透着深邃。 陈虎世界内座椅上,一个身材伟岸,肤色泛着金黄之色的男子端坐,五官轮廓分明而深邃,犹如雕塑,矿阔的额头上有着一个隐隐间的王字密纹,幽暗深邃的眸子,显得威严,整个人发出一种威震天下的王者之气。 飞天大道座椅上,坐着的则是一个黑色长发男子,乌黑的头发散在耳边,长眉若柳,深如玉树,身上的一件暗色披风显得是微微有些单薄,双眸却是显得孤傲,深暗的眼底充满了平静。 让陆少游颇为注意的是,这单薄男子的身边空间,无声无息的围绕着一股冰凉的气息。 最后一个,则是赤天世界座椅上坐着的一个女子,也是座椅上唯一的女子,身着的却是一件天蓝色的女子甲皱,把优美的身段淋漓尽致的体现了出来,令得周围不少男子足以视喷鼻血。 女子脸庞皮肤白如雪,肤如凝脂,眉如翠雨,齿如寒背,甲皱下腰若树素,身姿偏若惊红,英姿飒爽,英气逼人,陆少游对着女子也不禁是多注视了一眼,这女子身着的甲皱密纹浮现,花纹古朴,这打扮身姿和吕小玲极为相似。 二帝,小龙,这些人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会是尊武世界的武托凡,创灵世界的若无尘,冰绝世界的石长矣,凤天世界的凤武我们昨天已经见过了,还有太皇世界的牛至,凝光世界的港雾骑,陈虎世界的金虎,飞天大道内的道帅枫叶飘,赤天世界的眼信。 阳过灵魂传音到了陆少游和小龙的耳中。 陆少游闻言,再次目光目视过那端座的树人,居中身着暗红色披风的尊武世界武托凡,还有那创灵世界的美男子若无尘,两人和那太明世界的习天宇一样,都是到了三元化红层次。 然后陆少游在太皇世界,凝光世界那牛至,和刚悟奇,枫叶飘这三人的身上也多打量了一眼,陆阴和陆巧,陆像,陆直,陆成,陆方这六个家伙都在太皇世界,凝光世界还有飞天大道内,此时陆阴和陆巧,陆像,陆直等都没有来,那应该是没有作为大尖世界的代表,或者是根本就没有进入苍穹战场内。 只是陆少游也一直是奇怪,就连飞天大道在这都有一把座椅,为何亘古殿确实没有? 老大,我们也去坐下吧,站着多累。 小龙目视了那坐着的识人一眼,也没有特别的放在心上,话音落下,直接走出人群往那一排座椅上走去。 我们也去坐着吧。 杨过随着挽着自己手臂的龙烟公主意识走出了人群。 陆少游目光微动,也是胯部跟在了小龙的身后,副手而立,神色淡然。 随着四人的走出,周围众多的人群内也顿时骚动,一道道的目光也是立刻便是落在四人的身上。 随着四人走出人群,座椅上纳武托凡,洛无尘,席天宇,眼信等人也是尽数都是落在了陆少游,小龙,杨过,龙烟公主四人身上。 那奉天世界的凤武目视着陆少游四人,顿时就目光颤动了起来。 是陆少游,昨天击杀了黄若延的陆少游。 上清世界真地涅槃者,更古典圣主的陆少游。 随着陆少游的出现,也立刻就是引起了低声的议论声,昨天击杀黄若延的事情,也早已经是在这大城内传得沸沸扬扬,各大世界的代表,也多数都是收到了消息。 听到了陆少游三个字,武托凡,若无尘,席天宇等人皆是目光一挑,紧紧在四人身上搜索着什么。 姐姐你坐,我站着就好。 这同时间杨过走到了天地阁所在的座椅上,长袖一挥,一股气流扫过座椅,然后示意龙烟公主坐下。 龙烟公主迎迎而坐,然后拉着杨过道,这座椅足以坐上两人,和我一起坐着吧。 也好。杨过一笑,在众多惊讶疑惑还有艳羡的目光中,静止便是坐在了龙烟公主的身边。 老大,我们是一起坐,还是,小龙到了神兽世界的座椅之前,然后对陆少游说道,老大都没坐,他自然会是不会坐的。 不用了,你坐就好。 小龙话音未落,却是被陆少游打断了话语。 此时间,陆少游的目光此时已经是落在了十三把座椅此时最后空着的一把座椅上,正在那尊武世界武托凡身边左侧下手,座椅靠背上的玉牌上,写着天灵宫三个字。 话音落下,在众人的目光颤动下,陆少游淡然不惊,直接走到了天灵宫的座位上,一屁股就胯步坐了上去。 那是天帝阁阳过,神兽世界龙悬。 随着阳过和小龙坐下,对于两人的身份,周围众人也都是有了大概的了解,不少惊讶之色也是浮现脸庞。 神兽世界龙悬真地涅槃,天帝阁阳过归真涅槃,这两人的名号,也早就是传到了三千大千世界内,一般大千世界来洪荒争夺大会的代表,也自然是最强者。 只是随着陆少游一屁股坐在了那天灵宫的座位上,却是令得不少目光复杂了起来。 那是陆少游,还是天灵宫的人啊? 难道陆少游还是天灵宫的布城? 陆少游坐下,对于周围众人的议论声没有任何的理会,大马跨步而坐,挥了挥青袍,淡然而坐。 每一把座椅中间有着古朴的木质方桌,上面置放着不少的鲜果等物。 武托凡望着左侧坐着的陆少游,眉头隐隐间一皱,张嘴倾道。 阁下可是天灵宫的。 第三千三百三十六章再见熟人 我们 陆少游侧目望着武托凡,倾道,上清世界陆少游,可不是天灵宫的。 真是陆少游。 原来他就是陆少游。 大殿内,此刻间汇聚起来的人数可是上万,那里三圈外三圈的目光,尽数都是落在了陆少游的身上。 对于众人来说,陆少游这三个字实在的名气太大了一些。 武托凡望着陆少游,道,原来是亘古殿圣主,上清世界真帝涅盘者,只是这一次亘古殿虽然是宣布加入苍穹盟阵容,不过却是并没有派人进入苍穹战场内争夺洪荒殿,上清世界原本也没有座椅的条件,另外这也是天灵宫的座椅,阁下此时坐着,怕是有些不妥。 哼,不讲规矩,以为亘古殿圣主,真帝涅盘了不起了不成,这可是苍穹战场。 凤武牧师着陆少游,似乎是此时仗着有着武托凡等人在,胆子也大了一些,目光暗自微冷,喉咙内未知冷喝了一声,不过却是不敢太大声。 哼,没得,低沉的音爆声就在这大殿内突兀传出,一股炽热的气息乍然席卷,整个大殿轰然一颤,仿若是这庞大的大殿都是要崩塌了一般。 而随即众人的目光便是骤然落在了凤天世界凤武的身上,便是见到石蚁化作了粉末,地面凹陷,凤武其身躯半边身子直接倒插在了大殿内厚厚的巨石地面内,其周围空间,正有着一个漆黑的空间漩涡深洞内,有着金色火焰痕迹正在随着空间漩涡恢复而消散。 只是那炽热的气息,足以令得在场的这些人中龙凤,寿中霸主都是为之灵魂颤速。 而凤武身边左侧的神兽世界的小龙,其端坐石椅,右手拳头还没有缩回,淡淡的金色火焰正徐徐收敛。 扑哧。 一半身子直接砸进了地面厚厚巨石之内的凤武,一口烟红鲜血直接喷出,沾染的翅衣血迹斑斑,目光已经分不清是是震撼还是恐惧,他昨天就知道这金袍青年难惹,却是没有想到何止是难惹,这简直就是恐怖,骇然目光为之呆滞。 叽叽歪歪的,本龙昨天就看你不顺眼了,真以为你这火鸡了不得不成,要不是看在晨曦的份上,本龙刚刚就要了你的命,再给我叽叽歪歪的,老子就废了你这火鸡。 金色火焰徐徐收敛,收起拳头,小龙继续淡然而坐,却是无端霸道凛然,令人心惊肉跳。 咕咕。 满场未知到稀凉气,凤武的实力众人都是知道一些的,凤武已经突破到了二元化红,凭借着凤凰一族的本体,其实力可想而知,但一拳就能够直接被那神兽世界的龙玄暴轰柔令得如同蝼蚁一般,足以示证明那龙玄的实力恐怖程度。 武托凡,若无尘,习天宇等人皆是暗自色变,目光都是隐隐间抹过复杂之色。 你。 凤武挣扎着身子从巨石裂缝内爬出,惨白死灰的脸庞上,目光目视着小龙,而话音还没有落下又是一大口鲜血喷出,然后再也没有留下来颜面,目光怨毒中带着恐惧,转身就冲进了围拢的人群中向外离去。 陆少游目光淡淡的瞥了一眼凤武,这才对身边的武托凡道,我就随便做做,反正这空着也是空着,若是天灵宫的人来了,我再让位就好。 这。 武托凡脸庞微愣了一下,似乎也有些为难。 武兄,空着也是空着,就让陆兄弟坐着也无妨,我们这次争夺洪荒令和洪荒殿,也自然是少不得这位陆少游兄弟的帮忙。 若无尘目光目视着陆少游点头,随即对武托凡说道。 打压天罗蒙,需要苍穹蒙所有人的鼎力合作,自然是需要这位陆少游兄弟的帮忙的,我听说上清世界大军,这几个月可是百战百胜,从无败计,时某佩服。 若无尘的下手,兵爵世界的座椅上,那端坐的浓密粗眉,高挺鼻梁,皮肤白皙的青瘦男子也是对陆少游抱拳点头。 陆少游从不是自傲之人,对方示好,顿时也心生一些好感,也是微微点头示意。 既然如此,陆兄弟不嫌麻烦的话,坐着也无妨,我估计天灵宫的人今天怕是也不会来了。 武托凡对陆少游道。 那我就坐着了,你们聊你们的,我听着就好。 陆少游也不客气,座椅比较宽大,挪了挪屁股,伸手拿起了方桌上的一个通红鲜果,直接塞进了嘴里咬了一口,咔嚓清脆一声,入口香甜,清脆可口。 一道道目光也是随即都是诧异的落在了陆少游的身上,不少女子也是明眸暗动,感觉着这陆少游似乎是有着不同于常人之处。 就在此刻间,大殿入口处,远远的人群中,却是有着没有人群开始在骚动起来。 在夏明华世界白林,见过子小姐。 目与世界秦林涛,见过子小姐。 一道道的目光注视向了身后之时,都是露出了惊讶之色,一道道声音传出,人群中也随即便是分开了一条通道。 随着人群通道奋出,数道身影簇拥着一个女子也是出现在了坐着的十三人眼前。 这是一个绝美女子,身着紫色锦袍,腰间青树,勾勒出动人的玲珑弧弦。 脸部轻移,绝美女子徐徐走来,那身姿宛如狄仙般风姿卓越,莫宝石一般的双眸,令得此时大殿内一个个男子也是骤然失了魂魄一般,无不是为之倾倒。 龙烟公主也是绝美女子,但龙烟公主却是那种要越看才越是绝美的女子,气质高贵。 而这女子却是一眼就能够令人直接浑颤的女子,气质盛洁,两者风格不一,一样的绝美,但毫无疑问,这紫色锦袍绝美女子却是更加抢人眼球。 座椅上,一道道的目光望着那紫色锦袍女子,就连眼信身为女人,也是目光紧紧的目视在了那紫色锦袍女子的身上为之惊艳。 石长矣,习天宇,刚悟奇,武托凡等都是暗自眼中目光动容波动,就连若无尘也是为之目光波动,伸手捋了驴耳畔的黑色长发。 小龙一双乌黑的眼球见到这紫色锦袍女子,也是差点要瞪出来了,龙烟公主的目光,也少照样惊讶。 咔嚓! 陆少游手中咬了一口的鲜果放在了嘴边,张开嘴巴正要咬下第二口,却是目光瞠目结舌,下巴都惊讶得收不回来了,和小龙的表情差不了多少,呆致了好一会,才咬下了第二口。 紫色金袍绝美女子,陆少游怎么会不认识,不是当初天帝阁圣女子烟,又怎么会有别人? 二弟,看我这记性,这几天都想着龙烟了,忘记告诉你子烟和蓝十三都在天帝阁了。 杨过的灵魂传音落在了陆少游的耳中,随即目光似乎是在紫烟的身后寻找着什么人,如晨目光露出疑惑之色。 一道道的目光落在紫烟的身上,身边不少的青年纷纷簇拥上去,争相想要能够得到美人垂青。 只是这美人对于身边簇拥上来的一个个气宇轩昂,俊朗不凡的青年都是没有什么兴趣,那墨宝石般的双眸望着大殿周围一眼,目光所望之处的男子,皆是有种魂不守舍般的感觉,随即曼妙身姿静止走上去,到了龙烟公主的身边,道,好久不见公主了,一直很是想念大家。 没想到你也在天地阁,过而都没有和我说起。 龙烟公主起身,盈盈一笑,笑可倾城。 此时这两个绝美女子站在一切,是何等的令人侧目,整个大殿内的女子,已经是尽数黯然失色。 随着紫烟而来的数个青年男女到了杨过身边弯腰行礼后,便是到了杨过身后恭敬而立。 杨过对身后数人点头示意后,随即起身微微一笑,对紫烟道,紫烟,你和姐姐坐吧。 我才不打扰你们呢。 紫烟抿嘴一笑,随即便是对龙烟公主点头后,转身目视这正瞠目结舌的小龙,道,怎么,不认识我了吗? 那倒不是,只是没想到突然就见到你了而已。 小龙微微一笑,也不再多惊讶,只是突然间见到紫烟,自然是免不了吃惊的。 紫烟望着小龙一笑,随即连步再度轻移一步,就在众多的目光惊讶下,便是直接静止走到了陆少游的身前。 美眸盈盈,脑后青丝宛如黑色瀑布一般,一直道歉妖桥屯处,平增几分妩媚,紫烟诸唇轻起,微笑道,我没有地方坐,你不会忍心看着我站着吧? 第3337章 还有熟人 陆少游拿着手中啃了一半的鲜果,抬头望着眼前的女子,惊讶的脸庞上这才回过神来一些,听着紫烟的话,这才一愣,随即脸庞一抹笑容浮现,一笑道,当然不忍心你站着,你坐,我站着就好。 话音落下,陆少游就要起身。 不用了,这椅子不小,足以坐下两人,一起坐吧。 紫烟朱唇轻起,美眸微动,话音落下,便是直接坐在了陆少游的右侧,落落大方,一股宛如芝兰的幽香顿时令陆少游入鼻。 紫烟身上的这一股淡淡的幽香宛如芝兰,让陆少游不禁是想起了当初在玄天蜜镜内和紫烟的贴身一幕,这香味就是如此清香诱人,见到紫烟已经坐下,他都不介意,陆少游自然也不会不愿意。 只不过陆少游随即便是发现,随着紫烟坐下之后,整个大殿之内,怕是不知道有着多少的目光此时恨不得对自己喷出火来了,那一道道目光像是也杀人了一般。 周围甘悟奇等人此时目光暗自波动,都是暗悔不已,早知道的话,刚刚就直接让位给紫烟了,没想到却是被陆少游白捡到了如此的便宜,越想一个个越是后悔,差点都是肠子都悔清了。 这感觉,好像不错。这种感觉,却又是突然令陆少游感觉着暗爽不已。 感觉着此时紫烟的修为实力,也是踏足到了二元化红的地步,不过也应该是突破不久,但却是大成涅槃无量涅槃者。 紫烟是大成涅槃无量涅槃者,陆少游倒是丝毫不惊讶,灵悟大陆上天赋强悍的巅峰一般,几乎都是无量涅槃和无上涅槃,紫烟一直有天地隔培养,出类拔萃,乃是注定之势。 天灵宫代表道。 而就在陆少游窥探紫烟的修为层次之时,大殿外却是突然传出了一道颇为震惊颤抖的苍老声音,声音在大殿内带着些许颤动响彻回荡。 而随着这声音落下的同时,大殿之内也是顿时众多目光一颤,一道道身影刚刚还目视在紫烟的身上,随即便是骤然转身回头目视向了大殿外而去。 天灵宫,这三个字足以令的在场众人心颤,今天这大殿内的可都不是一般人,三千大千世界内的事情,今天在场的人,可以说是同辈之中绝对知道的最多的,天灵宫是什么势力,他们心中都清楚得很。 天灵宫和至尊殿一样都是极度神秘的势力,天灵宫内,尽数都是天生灵物者,真正的是不插手这世上任何纷争。 但天灵宫虽然是从来没有理会过外界的纷争,但没有人会怀疑天灵宫的实力,全部都是天生灵物者,实力不强才怪,这种都是天生灵物汇聚的天灵宫,其强悍程度也可想而知。 不少人其实早就是在想着,天灵宫的人也都自傲之辈,这一次洪荒争夺大会怕是以天灵宫的自傲,也不会来参加的。 天灵宫虽然是宣布加入到苍穹盟之内,不过估计最后也是单独行动争夺洪荒殿,作为这天地间天赋堪称最强的天生灵物,他们绝对是有着自傲的本钱,在场的人中龙凤,寿中王者,也是不会怀疑天灵宫自傲的本钱,对于天灵宫的自傲,也不会有任何的反感。 在这强者为尊的世界内,这些本就是天经地义的。 所以此时听到了天灵宫的代表而来,就连武托凡,若无尘,石长矣,牛志,甘雾琪等人都是尽数站了起来,天灵宫,对于他们来说,也是神秘强大的。 大殿内人潮骚动,一道道目光身影转身,其大殿内突然之间便是安静了起来,只是不时间会传出一道道呼呼的深呼吸声音。 随即人群中央再次自动分开一道长长的通道,一道玲珑妖妖的身影逐渐浮现而出,脸部轻慢。 呼呼。 当这一道身影出现,整个大殿内一片呆滞,空间像是御药凝固了一般,一切都是因为此女的出现。 女子那曼妙的动人的曲线若隐若现,一头血红的长发披散而下,垂落到挺桥的胶臀,一袭红色富丽华贵的宫装长裙如鲜血在流动一般,包裹的那幅突的曲线,越发是前突后桥。 绝美的脸蛋,精致的五官,这女子双眸也是血红色,却是带着慢慢的流逸凌韵,甜美的笑页,看着美艳娇媚,又高贵典雅,令人人怦然心动,身上有着一股无端的妖气,宛如鹰素花一般,艳丽绝美中却是带着毒。 是她。 目视着这女子,杨过,龙烟,还有紫烟,也都是尽数目光为之惊变,小龙也再度瞠目结舌起来,那等惊讶,比起刚刚见到紫烟还要震惊得多。 陆少游一手拿着啃了一般的鲜果,此刻间也是直接掉在了地上,要说刚刚见到紫烟是惊讶之色,那此时陆少游的脸庞则是呆滞之状,目光是惊恶之色。 女子目光扫过大殿,红色宫装长裙如鲜血在流动一般,包裹的那柔弱五谷般的动人曲线,那张精致的脸娇艳魅惑,加上那曼妙的弧线身段,更加是对人是一种欲望腾空的挑逗,哪怕是静静的站着,也足以是令人心神荡漾了。 伍托凡,洛无尘,石长裔,袭天宇等所有人起身,目光望着那女子,也是为之目光涟漪波动。 此时这大殿内,除了紫烟和龙烟公主外,其他的女子再美,也再没有神采可言,任何女子和此时这红裙魅惑女子相比,也要直接失去神采,那种华贵端庄,又带着娇媚典雅的复杂气质,美帝惊心动魄。 就在所有人对这红裙女子敬畏天人的时候,红裙女子在周围大殿内扫过的目光已经收回,然后众目睽睽之下,静直便是在那三层外三层的目光中,直接走到了紫烟和陆少游的身前。 绝美脸庞上,血色美眸紧紧的瞪着陆少游,一副兴尸问罪的模样,生如银铃,红裙绝美女子道,怎么,见到我惊讶了吧? 呼! 陆少游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呆滞的有些僵硬的脸庞这才回过神来,惊恶的目光泛起波动,目视着眼前的这娇媚典雅,让人怦然心动的女子,不是当初和自己,小龙一起进入外面后走失的牡丹,还能够有谁能够这么祸水,令得整个大殿的男的都直接入迷了。 是挺惊讶的,你怎么来了,这些年可好。 陆少游惊愕之后,便是随即眼中涌出了惊喜之色。 红裙女子依然是狠狠的瞪着陆少游,双眸血红中透着灵韵,沉道,你还好意思问,这么多年,你可曾找过我,亏我还到处找你。 银铃般的话音落下,牡丹随即便是转身瞪向了一旁不远的小龙,道,还有你这小家伙,你大得一样没良心,我找你们不知道找了多久,你们倒好, 一个过得比起一个好。 我,小龙被牡丹这一瞪也是一愣,有着一种躺着也中枪的感觉,瞠目结舌的目光顿时恢复,牧师牡丹,颇为委屈,道,我找了呀,只是没找到。 真找了。 牡丹目光牧师小龙微挑,似乎是有些小怀疑。 小龙肯定的点了点头,牧师牡丹道,找了,肯定找了。 好吧,我相信你这小家伙了。 牡丹对小龙点头说道,随即再度转身牧师陆少游,双手插腰,令得那曼妙的弧线身段越发动人,随即银铃般的话语宛如魔音一般对着陆少游冲出,道,你为什么不找我? 你现在在天灵宫? 陆少游没有回答牡丹的话,反而是对牡丹问道。 牡丹回道,不错,天灵宫。 大姐,谁说我没找,我已经尽全力找了,你也不想想,你在天灵宫内,我怎么找得到? 陆少游白了一眼牡丹,眼中此时却是充满了喜色,一直没有下落的牡丹终于自己出现了,原本还以为已经被人炼化,毕竟那时候牡丹修为层次上低,正是所有修炼者都想得到的宝物。 你真全力找了。 牡丹红色美眸目光动了动,兴师问罪的神色倒是缓和了不少。 当然全力找了,我还想问你呢,你要找我,并不难找吧。 陆少游牧师牡丹问道,以自己在外界的一些传言,想要找自己绝对不会太难的。 听着陆少游的话,牡丹绝美的容颜上那兴师问罪的神色顿时就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动人的笑意,笑叶如花,牧师陆少游,生如魔音天籁,微笑道,我也找了,后来也知道了你们的消息,只不过有些事情,我没法出来找你们,知道你们没事,我就放心了,也就没有急着去找你们了。 第3338章 左拥右抱 陆少游白了牡丹一眼,但此刻间见到担心了一千多年的牡丹出现在了面前,安然无恙,心中终归是高兴异常的。 而当窥探着牡丹身上的气息之时,陆少游也不免是为之目光一颤,三元化红气息,也是绝对的无量灭盘者。 牡丹竟然也到了三元化红修为,无量灭盘者,三元化红的修为层次加血灵牡丹之体,其实力绝对强悍,陆少游猜测着,怕是牡丹只要不遇上小龙和大哥杨过这等天赋者,那绝对是同级修为者中无敌的存在,月圆击杀对手,也不是什么问题,天生灵物本就是有着那种实力。 牡丹姐姐 子烟此时惊恶的玉面也恢复了平静,两人在灵武世界虽然是交道不多,不过也绝对是熟识之人,他也知道牡丹的身份,顿时起身迎迎一笑,道,牡丹姐姐,这是天灵宫的座椅,你快请坐。 陆少游也是立刻就要起身,天灵宫的人到了,自己原本从大哥杨过的口中所言感觉着,怕是以天灵宫之人的傲气,也不屑来参加这种洪荒争夺大会的,没想到天灵宫却是真的来了,自己原本也说出了话,那此时不让做都不行了。 小丫头不用客气了,一起坐就好。 牡丹一笑,百媚横生,按着紫燕的肩膀就直接坐了回去,然后其曼妙喷火身躯,意识坐在了陆少游的右边,对正欲要起身的陆少游道,你也坐吧,一起坐着就好。 陆少游一愣,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是一左一右被两女夹在了其中。 这座椅虽然是宽,坐上两人还宽松,不过坐上三个人,绝对是有些挤了。 三人坐着,陆少游立刻就是被左右两女直接挤在了中间,动都动不了。 紫燕被牡丹按下坐着,此时间也是紧紧的挤在了一起,顿时不知为何,耳畔抹过些许红晕,但随即就恢复不见,淡定如常,美眸如墨宝石般,说不出的勾人魂魄,令人不敢直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陆少游坐在中间,刚刚手似乎是放在后面一些,随着两女这么左右挤着而坐,双手直接就就被挤到了身后。 正面看上去,那就是此时那一个轻袍男子,正左拥右抱着两个另得全场男女正在喷火的女子,一时间,整个大殿内上万人,想要将陆少游踹下去恨不得那是自己在做。 这一杀,想要将陆少游踹下去的人,绝对是有着八九千,剩下的不想踹的,也只有都是女子了。 一道道目光望着陆少游,直接羡慕极度恨,不少青年男子甚至已经是双拳紧握了起来,看得让人受不了。 两个绝对是全场最为夺目的绝色女子,一个天灵宫的代表,一个天帝哥的圣女,竟然是被那家伙左拥右抱,想着奇人之福。 短短时间,不少还有理智的青年顿时只能够低头无视,他们怕再看上去,就真的会忍不住冲上去把那陆少游踹下来了,不过他们也清楚,那陆少游怕不是好招惹的,刚刚的凤五就是下场。 打又打不过,看了又会心脏受不了,所以还有理智的,只能够是低头忽视,一张张脸庞憋得通红,差点要憋出内伤。 陆少游被挤在中间,双手一左一右似乎是正放在了两女的臀边,那皆是浑圆的手感传来,令得陆少游此时也是忍不住一颤,心中顿时一麻。 这种波动,和实力和修为无关,若是在这两个祸水线在的这种情况下,陆少游若是还没点花花长子的话,怕是只能够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陆少游不正常了。 可陆少游不敢多想,云红灵和吕晓灵,灵清玄,蓝灵等可是早就正色说过,要是再弄出点什么意外,他们可就是真的要算账了。 因此,陆少游此时有什么非分之想,也只能够强行压制心中的杂念,心中期待着早点离开这两个祸水的身边,要不然这样弄下去,软玉贴身,乔屯入手,真是没法静心下来了,自己这憋得也难受,陆少游真怀疑是不是牡丹这女人故意想要整自己的。 此时此刻,若是有在场的男子知道陆少游只想一心离开这两个绝色女子的身边,怕是直接会拍死陆少游了。 他们恨不得冲上去,可陆少游竟然是只想脱身,这差距,太大了。 武托凡,洛无尘,习天宇,刚悟齐,牛志等身子站着,牧师着陆少游,牡丹,紫燕三人都开始僵硬了起来。 他们本是起身迎接天灵宫之人,只可惜牡丹连正眼都没有瞧他们一下,直接一进来就是和陆少游腻在了一起,最后也只能够颇为无奈的做了下去。 望着陆少游此时左拥右抱两个绝色女子,一个圣洁,一个魔鬼,却是一样的令人喷火。 这两个女人的身份,也是绝对非同小可的恐怖。 众人此刻间对于陆少游,除了羡慕极度恨,加上那一道道恨不得杀人的眼光,也只能够无奈了。 若无尘最受打击,平常他身边的女子成群,所过之处,足以令任何女子动心。 只是那等女子与眼前这两个相比,却是成了雍之俗粉,哪怕是有不凡之辈的,但也要黯然失色,就算是此时在座的演信,其神采也都是被淹没了下去。 牛至一双铜灵般的巨目,此刻间也是紧紧的瞪在了陆少游的身上,没有掩饰的羡慕佩服,只不过那铜灵般的目光却是不敢在牡丹和紫燕的身上多看,仿若还有些害羞一般。 老大这下麻烦了,可不能够让红灵姐他们知道了才好。 小龙目视着那左拥右抱的老大,却是不得不早点替老大担待着,小龙可知道红灵姐的脾气,那可是不太好的,这一次前来洪荒争夺大会的时候,可是特意嘱咐过他。 让他看着某人在外不准张花惹草的。 龙烟和杨过相互目视一眼,微微一笑,笑而不语。 接下来的洪荒争夺大会召开,由伍托凡主持,主要也就是安排23天之后,那72块洪荒令所在的陆地开启,到时候天罗蒙该如何争夺。 72块大陆,分别是以数字为标记,从1号到72号。 上一届苍穹蒙才争夺到72块陆地之中的28块大陆而已。 但天罗蒙却是争夺到了39块大陆,另外还有飞天大道争夺到了两块,天帝阁争夺到了三块。 亘古殿和天灵宫以前都一直就没有插手过。 上一届最后9座洪荒殿,最后却是由天罗蒙夺下了5座,苍穹蒙3座,最后一座是天帝阁拿下的。 往年也是天罗蒙多于苍穹蒙。 由此可见,苍穹蒙的年轻一倍实力,比其苍穹蒙都是要强上一些。 争夺72块大陆,也是有技巧的,因为关系到最后还要抗衡一招上一届拥有洪荒令之主。 一方面要抢夺天罗蒙上一届争夺到的大陆,另外还要抱住苍穹蒙上一届争夺到了大陆。 如果是派出实力最弱的遇上天罗蒙上一届最强的,那最后那一招,估计绝对是抗衡不下的。 若是遇上同是天罗蒙的还好,就算世上一届的洪荒令拥有者不愿意将洪荒令交出,想要留给自己所在的大千世界,毕竟是最后哪怕不能够争夺到洪荒殿,但是也关系到四个进入洪荒殿的名额。 但怎么样都是同时苍穹蒙的人,也是不会出手要人命的。 只不过要是遇上了天罗蒙的人,那就绝对不是击败这般简单了,每一次因为争夺洪荒令到了最后,苍穹蒙的不少顶尖一被争夺到了最后那一步,最后都是陨落在了天罗蒙的上一届洪荒令之主手中。 一招被击杀的每一次的洪荒令争夺中都会出现,被废被重创的也多得很。 众人商议间,各种争夺洪荒令的事情陆少游也从中得知了不少,倒是不需此行。 只不过这洪荒争夺大会之中,不少目光时不时就羡慕极度恨的落在了陆少游的身上,那左拥右抱的召开洪荒争夺大会,怕是历史以来洪荒争夺大会中的头一次了。 而这一次对于天罗蒙同辈强者情况,苍穹蒙知道的就不是太多了。 对方顶尖一倍中,众所周知的也是有着神灵族的一个真谛涅槃者,天赋绝顶,实力强悍。 传言天罗蒙另外还有着一个真谛涅槃的天生灵物之梯者,但外界一直也没有什么消息传出。 另外据说叶叉族,天魔族,修罗族,罗刹族这四大种族,这一次也都是冒出了顶尖强者。 听到天罗蒙的那些顶尖强者,真谛涅槃者,大殿内上万目光也是自然而然的就落在了小龙,杨过,还有陆少游三人的身上。 第3339章 天罗蒙来袭 对方两个真谛涅槃者,苍穹蒙现在加上天帝阁的杨过归真涅槃,还足以力压一筹。 只不过齐交锋之后的实力,众人那就不知道会怎么样了,天赋证明的是天赋,但目前拼的却是实力而不是天赋。 从早上一直到黄昏,大殿之内上万人一直在商议着洪荒争夺大会的各项事宜,真正有资格说话的,也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少于二元化红的,基本上自己都会拾去的不说话,在一边听着安排就好。 72块陆地,最后该如何的争夺,需要所有苍穹蒙的代表心中都有数,免得到时候是所有大千世界军团全部是一窝蜂般的涌到了同一块大陆上。 也差不多了,大家还有什么意见要补充的,也可以提出来,争夺洪荒令,需要我们苍穹蒙所有盟友的支持。 足足数个时辰之后,伍托凡目视着大殿内周围此时里三层外三层的青年男女问道。 众人目目相视,人群略有骚动,却是没有人说什么。 见识过了席天宇,龙玄等人出手的实力之后,这大殿内的众人哪怕是再有傲气,实则是心中都明白,他们想要争夺到洪荒令,只能够看运气,和实力怕是关系不大了。 小心,所有人快散开,快。 就在此时,挤在两女中间一直是无法动弹的陆少游猛然大喝一声,脸庞面色突然大变,周身一股耀眼的光团便是已经笼罩在了牡丹和紫燕两人的身上。 轰隆隆。 只是陆少游话音还没有落下,这一同时间在,整个大殿猛然一颤,随即三道能量光球攻击穿透大殿轰然而落。 三道恐怖的能量攻击,伴随着三姑滔天阴寒气息在这一瞬间撞击而来,顶刻爆发。 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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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大殿众多惊骇的目光之中,庞大的大殿陡然之间炸开,汗雷般的音爆声宛如晴天霹雳一般,恐怖的能量涟漪扩散席卷,直接是催枯拉朽将整个大殿尽数震碎,一时间山崩地裂一般。 轰隆。 庞大的大殿炸开,整个广场天地,甚至是整个闽星大陆在这一瞬间都在剧烈摇晃起来。 呼啦啦! 庞大大殿炸碎,显露出了一个巨大的空间漩涡深洞,滔天的进气伴随着 天地能量在半空化作弧形,随即席卷散开在半空之中。 啊! 这其中伴随着诸多的惨叫声,大殿内众多的青年男女也在这其中化作了碎片和血雾倾洒而下。 怎么回事? 大殿内怎么了? 广场四周众多矿阔的街道之上,本就是密密麻麻的身影顿时被震惊,一道道身影因为这地动山摇的动静直接飞跃而起,目光尽数未知震撼颤动。 呼呼!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令人震撼莫名,倒吸凉气,整个苍穹萌的同辈顶尖强者都聚集在这一起,到底是谁这般大的胆子,既然是赶来这时候的闽星大陆上惹事。 砰砰砰! 无数低沉的闷响声还在继续,恐怖的气浪自化作了灰烬的大殿席卷而开,阴寒的能量泵射,令得整个闽星大陆之上也突然之间便是笼罩上了一股浓郁的阴寒之气。 这一方天地的温度巨降,阴寒之气亦是令得所有人灵魂颤速。 嗖嗖! 恐怖的动静也随即便是短短时间平息了下来,破碎的大殿内,此时亦是数千道身影冲天而起。 而就是刚刚的那三道恐怖攻击中,却是有着至少上千个实力低一些的亘古镜被波及直接陨落,尸骨无存,不少魂鹰灵魂分身急速逃出。 受创的人也绝对不少,能够浑然没事的,怕是一般都没到。 半空之中,五托凡,若无尘,石长矣,甘雾琪,牛志,金虎,眼信,习天宇等人踏空而立,一个个目光凝重,寒芒一时未知斗舍而出。 陆少游,杨过,小龙,龙烟公主,紫烟,牡丹站在一起,目视长空,踏空而立。 几玉是同时间,高空之上,有着三身影浮现而出,三股恐怖的阴寒气息席卷长空,三个青年男子,看外形一眼就知道乃是叶叉族,修罗族,还有罗刹族的人。 所有的目光这一瞬间都是目视在了这三人的身上,陆少游的目光也不例外,叶叉族,修罗族,罗刹族,三个男子,三个三元化红修围。 结结,狗屁洪荒争夺大会,苍穹萌还想和我天罗蒙抗衡。 四耳的大喝声从中间一个修罗族身形结实的男子口中阴力传出,其凌空而立目光扫视周空,目视着刚刚纳破碎成灰烬的庞大大殿和不少散落广场的断枝残骸,眼中阴寒滔天,周围空间无形之中变得阴寒起来。 一群乌合之众,不足以抗衡我天罗蒙。 左侧叶插一族的青年身形要轻瘦一些,头如驼风,脸庞五官争鸣,周身无时不被浓郁的阴寒能量所包裹,双眼微睁注视着颇为狼狈的苍穹萌众人,阴寒的眼眸宛如寒潭一般深邃,带着无法掩饰的杀意,阴寒气息令人灵魂发出。 苍穹萌,一介不如一介了,结结。 最幼的那青年,模样丑陋,浑身散发着一种罗刹之气,让人注视望去,灵魂就会无端端的感觉到一股心计,不由自主的会打起冷战来,无形中,有着恐怖的阴寒能量包裹在了其周身空间。 混账,赶来苍穹萌闹事,那就要付出代价。 喝声震天,伍托凡怒无可怒,暗红色披风烈烈,浑身土属性原力翻涌而出。 休! 下一秒,伍托凡浑身勾动土属性天地能量,身影一闪之间已经撕破身前空间,第一时间就扑向了那中间的那修罗一族的青年而去。 苍穹萌不是天罗蒙想来就来的。 若无尘尘喝一声,那俊美的脸庞上也是双目寒意斗射,随着伍托凡扑出,也瞬间是白衣身影直扑而向了那叶叉族的男子,恐怖的原力顿时自体内抱涌而出,飞快的在天空上凝聚成一片浩荡能量空间,磅礴的灵魂威压充斥。 直接笼罩向了那叶叉一族的男子。 当我天罗蒙无人了不成,杀我天罗蒙的人,那就要付出代价。 习天宇也没有任何的犹豫,一刹那间,恐怖的目属性傲义蔓延天地,吞噬一切生机般,身影直接扑向了那第三个罗刹族的男子而去。 轰隆隆。 随着这三人的扑出,恐怖的气息涌动间,泯星大怒之上顿时天地变色。 武托凡,若无尘,习天宇三人都能够感觉出对方三人也都是三个三元化红镜,所以意识没有任何的保留。 三人身上三元化红的气息尽数释放,举手投足之间,都是勾动着磅礴的天地属性傲义之力,随即携带着强悍能量攻击光柱和脾炼,狠狠冲撞而下。 节节,不自量力,渺小的人类,同级修为者之中,你们算什么东西? 三个天罗蒙男子阴力冷喝一声,身影而动,一时瞬间对撞而去,三人各自恐怖的阴寒之气席卷暴涌,各自攻击之下,沿途空间直接是尽数军裂而开。 陆少游抬头望着上空六人的对撞,目光微动,随即目光却是注视向了远空而去,眼中神色不露痕迹地拨动了一下。 小龙,杨过,牡丹三人见到陆少游都还没有出手,虽然是目光对那三个天罗蒙的男子都是不太好看,但都是站在陆少游的身边,没有立刻出手。 第三千三百四十章你们都退下 砰砰砰 高空之上,惊人的能量撞击声不断传开,六人交手,恐怖的能量举手投足就撕开空间。 六人疯狂激战在一起,每一道攻击都是能够撕毁天地。 六人都是三元化红,那等惊人的能量对撞,出手毫不留情,根本不是一般的一元化红所能够参与的。 就连二元化红修为者此时也只能够远远地看着,相隔一元,实力就已经是天壤之别。 剩下围观的苍穹盟众多顶尖同辈,无不是愤慨暴怒。 三个天罗盟之人,就敢独闯苍穹荒荒争夺大会,使苍穹盟如无误,刚刚足以是击杀了苍穹盟顶尖同辈上两千人,这种损失,对整个苍穹盟都是巨大的,传了出去,苍穹盟以后也再也没有脸面见人了。 但苍穹盟围观的众人此时一个个虽然暴怒,却是也只能够期待五托凡,若无尘,习天宇三人能够获胜。 三个三元化红修为者,其他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加入,一般被波及,都是后果严重。 他们虽然都是各自大千世界内顶尖一倍,可是墙中更有墙中手,三元化红,无疑是巅峰同辈之中最为巅峰的存在,而他们现在出了五托凡茫然无措,习天宇那三人之外,都还没有到达那最为巅峰的地步上去。 是天罗盟的人来闯苍穹盟洪荒争夺大会了。 应该都是三元化红敬强者,这些天罗盟的胆子也真够大的。 这些明灵王八蛋,当我苍穹盟好欺负不成,一定要干趴那三个明灵啊。 我们苍穹盟出手的是尊武世界的武托凡,创灵世界的若无臣,还有太明世界的习天宇。 武托凡,若无臣,习天宇,加油啊,一定要好好地收拾一下这那天罗盟的三个。 四周密密麻麻的众多围观者内,此刻间也是爆发出了巨大的骚动。 一道道的目光对天罗盟亦是咬牙切齿,只不过对于他们而言, 就更加是没有了参与的实力,只能够是一退再退的远远退后。 砰砰砰。 一道道的攻击在上空对撞,身影都是宛如闪电般的暴掠, 一道道的攻击都是蕴含着磅礴可怕的狂暴能量,宛如要让空间直接崩碎, 高空天地早已经是不停的颤据摧毁。 羞羞。 六道身影都是如同残影,举手投足间磅礴的天地能量呼啸跟随。 恐怖能量冲撞之下,天崩地裂,高空苍穹空间波纹内都是传出了哗啦啦的破碎之声。 轰隆隆。 一道道的瞬间攻击力撞击在了一起,天地都是在这等恐怖的冲撞下,剧烈的颤抖了起来。 短短时间,六人交手已经是各自不下于上百招,那等恐怖的进气余波,直接撕开周空一道道的空间裂缝,露出漆黑光芒,只是瞬间又合并在了一起。 陆少游单手赴手而立,目光颇为森然,目视着上空六人,眼中神色颇为凝重。 不过陆少游倒是有些小意外,在先前洪荒争夺大会之上的时候,武托凡,若无尘,习天宇三人都是有着不少的花花长子,都是在互相压制和算计着。 但此时面对天罗蒙的来犯,这武托凡,若无尘,习天宇三人自知自己是三元化红,所以都是毫不犹豫的就直接冲了上去,出手也是全力而为,丝毫没有拖泥带水,这让陆少游也是颇为动容。 结结,不和你们玩了。 阴厉的大喝声传出,夜叉一族的那男子顿时周身膨胀而起。 夜叉真身 其声音阴厉传出,滚滚的幽暗煞气之内,那夜叉一族的男子随即便是猛然化作了庞大的夜叉之躯,数百丈庞大的身躯,头如驼风,浑身释放着滚滚幽暗煞气,周身有着无数凄厉魂鹰,发出凄凄的哀嚎之声回荡响彻长空,令人灵魂颤速。 修罗真身 那修罗族的男子大喝一声,吼声如雷,顿时化作了庞大的修罗真身,其身庞大无比,宛如岩石巨人,巍峨莫名,阴寒恐怖之气滚滚,威势比起夜叉真身有过之而无不及。 罗刹真身 罗刹一族的丑陋男子一声大喝,随即化作了一个牛头人手,却是具有牛蹄的巨大身躯,宛如巨大山峰一般耸立苍穹之上,恐无有力,震动的空间刷刷作响。 轰 随着这三人催动庞大的明灵本体,威势再度攀升,阴寒的天地能量如乌云遮空一般汇聚,杭博的天地能量压制的空间摇摇欲坠,三道恐怖之力轰然落下。 一道道的恐怖攻击,直接摧毁空间,撕裂空间裂缝。 吃啦啦 强悍之力带着恐怖的阴寒气息波动,铺天盖地的旧笼罩向了伍托凡,若无尘,席天与三人而去。 哼 伍托凡,若无尘,席天与三人目视那庞大的身躯,顿时冷哼一声,一个个滔天气势尽数涌出,各种恐怖属性能量翻涌,震动的漫天空间波纹席卷向了远方,各自一道能量攻击,也是如同冲击炮一般狂轰而去。 六人六道狂猛轰击,都是在一瞬间对撞而上。 砰砰砰。 六道恐怖攻击力顷刻爆发,恐怖的能量涟漪扩散席卷,直接是催枯拉朽一般将高空震碎。 天崩地裂,大片漆黑虚空险露在高空之上,久久难以恢复。 那等恐怖能量蔓延,众多实力不够的和众多的围观者,皆是体内原力呆滞,面色惨白,气息溃压下,有的直接颤抖的嘴中烟红鲜血喷出。 登登登登。 高空之上,武托凡,若无尘,即天与三人身躯被量强震退,三人也都是面色微变,喉咙内传出一道闷响声,似乎是吃了一些暗亏。 三人都是三元化红,都是古族巅峰,可是对方三人同样是强者,还都是各自身为明灵五大种族之一。 那三个家伙的天赋,足以是勉强和一般的天生灵物相比较了,比起人族的天赋要强,何况那三人身上的明灵之气,还能够影响人的灵魂,让武托凡,若无尘,即天与三人受到不少的压制。 强者对敌,一丝的压制,都是足以能够起到最后关键性的作用。 节节,苍穹蒙真是不堪一击,而等蝼蚁记住了,今天闯苍穹蒙的乃是修罗族婆制。 巨大的声音犹如雷鸣,滚滚回荡。 罗刹族罗起。 声音响彻高空,久久不散,嚣张狂傲。 夜叉族忧沉。 声音音力,幽暗煞气滔天。 三道巨声回荡,三道庞大的身躯此时丝毫没有将苍穹蒙众人放在心上,那庞大的目光俯视着苍穹蒙的众生,就如同是俯视蝼蚁一般。 混账,和他们拼了。 这些天罗蒙欺人太甚,拼了。 苍穹蒙众多青年男女,本就是热血年纪,此刻间面对天罗蒙三人的如此凌辱般的姿态,一个个双目赤红,双拳紧握,一道道气息开始涌动。 拼了,绝对不要放过这几个混蛋,为我苍穹蒙死去的弟兄讨回代价。 一道蓝色身影上前,眼信身着天蓝色甲皱挺身而出,优美的身段周身,此刻间却是炽热的气息激荡开去,目光寒气逼人,周围轰然颤动。 拼了,当我苍穹蒙无人了不成。 随着眼信挺身而出,兵爵世界的石长翼,太皇世界的牛至,宁光世界的甘雾骑,尘虎世界的金虎,飞天大道内道帅风夜飘皆是齐齐挺身上前,一股股气息涌动,双目赤红。 洪荒争夺大会之上,他们能够端坐坐椅,所以此时,他们也知道自己有着责任站出来,面对天罗蒙,他们是苍穹蒙的一份子,哪怕难以插手,也要全力一拼,这是他们应该做的。 他们是谷族,是苍穹蒙现在同辈中最为巅峰的存在,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傲气,来自骨子里面的傲气,这种傲气,令得他们知道哪怕是不敌,自己也不能够后退。 节节,打不过就想要群功了吗,早就料到了苍穹蒙也就只有这点本事。 婆子雷鸣般的喝声响彻,巨目冷笑,依然是丝毫也没有将整个苍穹蒙的人放在眼中,他们敢来闯苍穹蒙洪荒争夺大会,就不怕苍穹蒙围攻,他们要走。 自认为还没有人能够拦得住。 对付你们,何须群功,你们也太高看自己了。 伍托凡暗红色披风烈烈鼓荡,目光森然,隐隐间带着凝重之色,随着和若无尘,席天宇交换一道目光,三人气息涌动,各自咬牙,似乎是要出动底牌再次出手。 你们都退下吧。 就在此时,一道淡漠之声徐徐传出。 第三千三百四十一章阳过出手。 随着这一道声音落下之时,一道道的目光寻声望去,顿时先后接触刷刷的落在。 了陆少游的身上。 轻袍微扬,陆少游微微抬头,目视前空那三道巨大的庞大身躯,脸庞微带森然,加。 下步伐跨出,道,你们三个给我听好了,苍穹蒙今日死去的人,需要你们三个的灵魂。 来祭奠,他日,需要用亿万明灵之血来铭记,苍穹蒙还轮不到你们嚣张。 淡淡的声音却是足以落尽在场所有人的耳中,声音不大,却是无端震人心魄,自由。 一股霸气席卷长空。 最后一个字音落下的时候,陆少游身躯便是已经横跨长空出现在了五托凡,若无尘。 席天宇三人的身前,回头目视三人道,你们休息会吧,交给我就好。 小小三元化红也赶跑到我苍穹蒙来嚣张,脑袋被门夹了吧,今天你们三个不死。 你小龙爷爷马上就退回太皇世界去,从此不再出来。 霸道狂傲的声音响彻长空,金色。 流光横跨长空。 当这霸道狂傲的声音尽数落下的时候,小龙金袍挺拔之躯便是已经到了陆少游身边。 牧师身前那三道巨大的鸣铃身躯,眼中寒一抹过,邪魅的眉心印记中,流光淡闪而逝。 我不太喜欢杀人,不过今天是个例外。 一个灰袍黑发的俊朗男子无声无息般,凭空出现在了陆少游和小龙的身边,伟暗身。 行挺拔而立,雕刻般的刚毅脸庞双眸内,星辰般的目光明亮深邃,此刻间,却是多出了。 几股杀意,正是天地阁阳过。 陆兄弟,一定不要让那三个混蛋离开,苍穹蒙死去的弟兄,定要让他们偿命。 武托凡牧师陆少游,小龙,杨过三人后,点头示意,暗红长袍一抖,顿时退后了一。 歇! 交给你们了。 若无尘话音落下,对陆少游三人点头示意,身影随即也是随着武。 托凡而退,苍穹蒙的颜面不能够丢,需要靠三位挽回来。 席天宇也是对陆少游三人。 微微点头,然后身影随着退后。 随着陆少游三人上前,齐齐上前的眼信,石长矣,牛志,金虎,甘乌齐等人意识器。 西收敛一些,身影顿时退后,眼中目光却是一直落在了陆少游三人的身上暗自目动。 四周天地,无数目光此刻间也是尽数遥遥落在了陆少游,小龙,杨国三人的身上。 目光中充满了期待。 不知道那家伙这些年的实力又到了什么地步。 牡丹那令人喷火的身子静静而立。 血色的灵运眸光中,泛起些许笑意涟漪,可丝毫没有为陆少游,小龙和杨国三人担心。 紫燕和龙烟公主两人也是静静而立,目光盈盈,也都是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高空上,三道巨大鸣灵真身俯视着陆少游,六只灯笼般的凶煞阴寒巨目俯视而下。 皆是露出疑惑目光。 这三人的身上气息,他们竟然是都无法窥探透,越是窥探,越是深不可测一般,尹。 尹间令得他们心生莫名寒意。 陆少游再度转身,微微抬头,目视着那三道庞大的鸣身躯。 目光森然之色泛起波。 动,对这些鸣灵,自然是没有什么好客气的。 那是谁啊,真的能够对付得了那三个天罗蒙的吗? 刚刚武托凡他们三个似乎都是。 落在了下风啊。 那三人是谁,怎么武托凡,若无尘,其天与三人都退了下去让给他们了。 不管他们是谁,反正是我苍穹蒙的人,一定要干掉那三个天罗蒙的人。 四周半空,众多目光抬头,双拳紧握,双目赤红,尽是期待。 赶闯苍穹蒙,杀。 喝声落下,轻袍烈烈,陆少游直视前空三道庞大的身躯,眼中杀意已然抹过双眸。 身上淡漠气质顿时消失不见,无端一股霸道灵绝之气自周身波动而出,令得整个周空也。 是轰然一颤。 轰。 虚空一颤,这一刻,周围天地间,无数生灵的心中的未知心跳一颤。 随着陆少游话音落下,眼信目光微抬,天蓝色甲昼身躯挺身而出,周身炽热的气息。 蔓延,牧师陆少游道,陆少游,龙玄,杨过,为我们苍穹蒙死去的弟兄讨回代价,撞。 我苍穹蒙。 撞我苍穹蒙。 随着眼信眼信话音落下,石长矣,牛志,甘雾骑,金虎,枫叶飘等皆是齐齐气息涌。 动,牧师着陆少游三人道。 撞我苍穹蒙。 周空数千苍穹蒙同辈青年男女,此时对陆少游没有羡慕及度恨,都只是目光赤红。 气息涌动,同仇敌忆中,都只是盼望着陆少游,龙玄,杨过这三人能够诛杀那三个天罗。 蒙强者。 原来他们就是真地涅槃者陆少游,龙玄,还有天地格归真涅槃者杨过。 原来就是他们,我苍穹蒙这一次天赋最强者。 陆少游,龙玄,杨过,请撞我苍穹蒙。 撞我苍穹蒙。 此刻间,周空天帝,众多目光炽热跳动。 喝声震天,此起笔伏响彻长空。 陆少游,龙玄,杨过。 三道巨大身躯,六道巨木,此刻间也是为之一颤,这三个名号,他们又怎么会没有? 听说过,这一次他们召开洪荒争夺大会,也不乏是提到了这三人。 哼,就算是你三人又如何,说不得今日就要陨落在我手中,洪荒殿的争夺也不用。 去了。 那修罗族婆至大喝一声,修罗真身横跨长空月出,恐怖阴寒气息暴涌蔓延天地。 骤然扩散而出。 好强啊。 那等阴寒之气令的周空之中众多目光也为之抹过亥然之色,此刻间光是高空之上那。 恐怖的阴寒波动,就已经是让实力低一些的人为之灵魂叹速。 天罗拳。 庞大的修罗真身横跨长空,一道恐怖拳印从巨手紧握中轰出,那等阴寒之气波动带。 这一圈圈的漆黑光圈如同虚空骤起的黑洞天般蔓延而出。 吃了。 几乎是眨眼之间,这巨大一道拳印就将陆少游,小龙,杨过三人此时的身躯同时龙。 照其中,这种攻击力,比起刚刚对付伍托凡三人来,明显是还要强悍。 以此时陆少游,小龙,杨过三人的身躯来说,在这一道拒拳之下,实在是不算事实。 嘛。 吃啦啦。 恐怖的拳印之前,令得周空骤然渗透出一种阴寒气息,这种气息让人灵魂无可抵御。 周围空间在如此恐怖的阴寒能量波动下,空间寸寸崩碎,层层支离破碎,瞬间就蔓延。 到了三人的身前半空。 此刻,满场也不由视为三人捏了一把冷汗。 这一个,我来吧。 说来话长,实则转瞬间而已,目视那一道奔雷般的阴寒全印。 而来,杨过身影踏前跃空而出,清澈尘光之内,也是杀意抹过。 随着杨过话音说出的同时,以周身为空间,猛然苍穹一颤,一股磅礴的天地能量顺。 肩围绕在周身,令得周身末的光芒肆虐,宛如要日当空。 这一瞬,周空意识突兀风云变色,空间扭曲,一股浩瀚气息,在此刻如同潮水一般。 自杨过周身蔓延而出。 轰隆。 就在杨过最后一个字音落下的时候,那婆子一道巨拳已然是如黑洞般的出现在了杨。 过身前,那阴寒黑洞,如同是九幽凶兽争鸣咆哮,欲要将杨过瞬间吞噬而尽。 出拳浮躁,看样子修罗一族除了自傲和好勇斗狠之外,也不过如此。 面对那恐怖一拳,杨过灰袍长袖一抖,掌心之内一道金黄色强盲直指九天般斗射而。 出,伴随着一股浩瀚气息弥漫而出,高空苍穹之上,已经是电闪雷鸣。 咻! 金黄色强盲飙射,瞬间化作一柄虚幻长剑,长剑虚幻,但却令得周围空间尽数扭曲。 虚幻长剑之前,空间羞羞骤骤然爆裂,一道漆黑空间裂缝浮现天雨,然后直接洞穿。 对方拳印伴随的空间漩涡。 咔咔! 没有任何回旋,那婆制一拳带来的阴寒空间漩涡直接爆破,恐怖的阴寒能量风暴盾。 齿如同飓风一般的席卷而开,金黄色虚幻长剑瞬间掠进其拳头之内。 齿! 与之同时,婆制庞大的修罗身影便是直接停滞在了高空,其阴力巨目之中,自傲的。 兄弟目光瞬间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震撼和恐惧,嘴中雷鸣般的惊讶声传出,怎么? 会这样,这不可能,不可能,你怎么可能做到? 第3342章 人剑合一 咔咔咔! 婆制话音还没有尽数落下,其庞大的修罗之身已经开始军裂,金黄色强盲在军裂的身躯裂缝之内蔓延泵射而出,随即庞大的修罗直接炸开,一道低沉的闷响声传出。 砰! 随着婆制那庞大的身躯炸开,大片空间直接在恐怖的能量风暴之中军裂崩塌,空间军裂,空间进气滔天,当那恐怖的能量风暴再扩散到一定的范围时,也瞬间嘎然而止,悄无声息的尽数泯灭在了高空苍穹。 剑意就是人心,以心勿剑,以心凝剑,没想到杨过竟然到了这一步。 紫烟目光此刻间亦是为之震惊。 手中无剑,心中有剑,这是人剑合一的至高境界了,不愧是归真涅槃者。 牡丹都是为之美眸波动。 周空一片短暂寂静,众多目光瞠目结舌,修罗族的婆制那等恐怖强者,武托凡等人也要为之落在下风,却是在全力出手下,一招就被杨过斩杀,这是何等的实力? 好强,杨过太强了。 眼信,牛制,金虎,武托凡,若无尘,席天宇等人无不是尽数震惊,杨过刚刚那一招的出手所代表着何种实力,他们怕是在场中最为清楚的人了。 也在此时,罗刹族罗起在为婆制被一招击杀的震惊中回过神来,婆制一招就被击杀,神魂俱灭,这代表着什么他怎么能够不清楚,代表着他也根本不会是对手。 早知道苍穹盟的杨过如此之强,罗起又怎么会还来苍穹盟的洪荒争夺大会成威,原本在他以为天罗盟就算是这一次有着传言中的陆少游,龙玄,还有天地间加入的杨过之辈,至少他们想要走的话,那是无人能够留得下。 可现在罗起却是没有想到,婆制竟然是一招就被诛杀了,连抗衡之力都没有。 退,快退。 罗起庞大身躯大喝一声,立刻撞碎空间第一时间而逃,此时此刻,有着杨过那等恐怖强者在,他又怎么还敢留? 你小龙爷爷早已经说过,你们三个不死,你小龙爷爷马上就退回太皇世界去,如何能够让你们逃? 霸道狂傲的声音响彻长空,金色流光横跨长空,如奔雷般洞穿空间。 罗刹顿空 罗起庆喝一声,庞大的罗刹身躯横移撕裂长空,身为罗刹一族之人,在速度之上有着绝对的天赋。 罗刹族的速度天赋,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内的生灵中,也是属于巅峰存在之一,想要追上罗刹一族的人,别说是同阶层次修为者了,就算是高一阶也怕是难以办到的事情。 吃了。 身影周围空间波动荡漾,罗起瞬间撕裂一个空间漩涡,庞大的身躯钻进其中,就要消失不见。 在你小龙爷爷面前你也想要逃,做梦吧。 霸道狂傲的声音喝出,众目睽睽,万众瞩目下,无数目光便是见到那龙旋周身金色火焰滚滚,渲染的高空一片赤红,手中一道全硬而握,金色火焰包裹,如同冲击炮一般,瞬间便是如同鬼魅般直接从那罗起那已经是一半钻进了空间裂缝内的庞大身躯。 空间漩涡之内直接洞穿而建,然后从罗起庞大的罗刹身躯之前的空间漩涡之内洞穿而出。 吃了。 小龙身躯一道全硬洞穿空间而出,依然是保持着那一拳冲天而起的姿势,而身后的空间和罗起的庞大罗刹之躯却是硬生生的停滞下来。 轰。 下一瞬,虚空顿时未知动荡颤抖,空间波纹漩涡消散,罗起钻进了空间漩涡之内的半边身躯完整显露而出,目光骇然伴随着恐惧,然后庞大的身躯直接变成了暗金色,似乎是有什么要从体内钻出,一股炽热的气息也骤然蔓延在高空。 砰砰。 随着小龙全印姿势一收,金袍一抖,目露冷傲之小,那罗起庞大的罗刹身躯也随即在下一秒直接炸开。 炸响如同天地惊雷一般,罗起炸碎的身躯内,一股恐怖的金色火浪实质画仿若是金色火焰风暴一般闪电般的席卷开来。 呼啦啦。 空间波纹直接被掀开,渲染的高空成了一片金色赤浪,气息霸道毁灭,这金色火焰足以令的万物化作灰烬,大片空间被摧毁。 这是什么火焰,我灵魂受不了。 这金色火焰太恐怖了。 如此恐怖的金色火焰席卷高空,毁灭之气下,那些实力修为低的瞬间就身躯顿时再度暴退。 那金色火焰于波中无孔不入的毁灭高温扩散笼罩,令人面色顿时惨白,灵魂都要被焚烧的枯萎了一般。 死了,罗刹族的罗起死了。 所有目光颤聚,暴退中目光也是紧紧锁定长空,众人牧视中,亲眼目睹罗刹族的罗起神魂俱灭,和那婆制一样的下场,龙玄的实力,绝对不在阳过之下。 元帅,救我,救我呀,元帅。 伴随着罗起身躯在金色火焰之下化作灰烬,神魂俱灭,夜叉族最后的那幽尘庞大身躯横跨长空而逃,嘴中大喝求救,滚滚声浪响彻长空,其原本不屑苍穹萌的阴厉目光,取而代之的也已经是成了恐惧之色。 他怕是不敢现身来救你了,来了,他今天可就走不掉了。 但莫的话音落下,众目所示,就在那夜叉族幽尘庞大身躯而逃的同时,那一道青袍身影却是已然鬼魅出现在其身后高空,踏空而立,脚下空间波纹如波浪般,泛着无数空间波纹连衣,如光湖般扩散高空。 青袍烈烈作响,那一道青袍身躯无端霸道灵觉之气席卷长空,惊雷大喝道,苍穹萌今日死去的人,用你们三个的灵魂来祭奠,他日,再用亿万明灵之血来铭记。 袁帅救我,陆少游,我和你拼了。 这仓皇间,幽尘大喝,周空铺天盖地的幽暗煞气能量瞬间汇聚,猛然间在半空化作了一道庞大无比横跨半空的空间黑洞,一股无形微压溃压的黑洞周围空间出现一道道细小的空间裂缝,瞬间吞噬向了陆少游而去。 就凭你,还没资格和我拼,在我面前,你只是蝼蚁而已。 随着这惊眉般的话语落下,陆少游挥手一道全印对着那幽尘直接轰出。 周身虚空盾时间动荡颤抖扭曲,身前一道全印从扭曲虚空之内直接洞穿而出。 轰隆隆。 高空一颤,电闪雷鸣,伴随着这一道全印在骤然出现,虚空之内金光溢溢,无数金芒从天的渗透而出,如要日绽放,全印之下巨大的深邃空间深洞周围,无数漆黑空间裂缝悬挂天雨。 这金光一拳,毁天灭地的霸道无匹声势,灵力消杀,沿途锁过空间生机全无,为空间寸寸崩碎。 轰。 煞那间,这一道金色全印,生生撞碎空间,顷刻间,便是和那巨大的幽暗空间漩涡对撞击在了一起,如此撞击下,那幽暗空间漩涡一层层被撕碎,一道道长长的空间裂缝蔓延延天际。 砰。 下一秒,灵力消杀的金色全印便是直接扭曲空间,直接落在了幽晨奇庞大的身躯之上,那惊骇恐惧的目光,这一瞬间涌出了绝望,嘴中最后还在大喝,袁帅,救我,救我呀。 第3343章 周天沸腾 轰隆。 不停的凄力求救,却是无济于事,庞大的夜叉真身在金色全印那等灵力消杀之气轰击下,封锁凝固空间,想逃都没机会,实力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 随即幽晨庞大的夜叉真身再也无法承受那一道巨大的金色全印的恐怖之力,直接被溃压摧毁,最后轰然爆炸开来。 砰砰砰。 随着忧尘庞大夜叉真身炸碎,周空瞬间显露出巨大声动,灵力消杀进气溃散蔓延,化作金色弧形光幕笼罩长空。 周空一片寂静,此刻皆满场呆滞,那震撼的目光难以回神。 咕咕。 死了,又是一招被击杀。 三可天罗蒙的三元化红都是一招被诛杀,这种实力是何等的强悍。 久久之后,周空才有倒吸凉气之声此起笔伏在人群中回荡。 武托凡,若无尘,习天宇,眼信,金虎,牛志,甘乌齐,石长义等此刻间目光震撼程度,不会在任何人之下,一个个目光呆滞的望着那一道轻袍男子,那是何等的霸道灵绝。 路少游悬浮凌空而立,周身蔓延着一股滔天气息蔓延,浑身透着一股霸道绝伦之气,目视长空而道,博躲藏藏的,连自己的人都不敢出来救,天罗蒙,不过如此而已。 天罗蒙还有强者而来。 竟然没有人发现。 只有路少游发现了。 听到路少游的话,满场再度震撼,武托凡,若无尘等人原本听到了忧臣的求救声就怀疑天罗蒙还有人在附近,但却是感觉不出来。 而众人也此刻才知道,原来这忧臣,罗启,婆治三人之后竟然是真有强者藏身,却是只有路少游发现了对方。 随着路少游话音落下,高空苍穹之上一道声音传出,声音飘忽不定,虚无飘渺,悠悠然然,路少游,我记下你了,今日算不得什么,就算是平手好了,争夺洪荒殿之时,才是奋出胜负的时候。 路少游目视长空,目光森然,淡漠而道,今天三个只是用来祭奠,到时候再用亿万明灵之血来铭记今天。 声音响彻长空,高空之上的声音却是再也没有出现过,应该是来人已经离去百分号隐藏的那一个实力很强啊。 牡丹目视长空,血色的灵运眸子泛起些许凝重波动。 收回目光,路少游周身那霸道灵觉的的气息也徐徐收敛。 路少游目光淡淡微凝,灵魂窥探中的那来人已经离去,对方的警惕心之强非同一般,就连眼睁睁的看着忧尘三人被诛杀,也忍得住没有出手阻挡。 距离太远,对方又是早有准备的躲藏,因此其具体修为实力到了何种地步,路少游也是难以窥探得出。 但路少游能够肯定的是,对方的实力明显也是极为恐怖之辈,至于具体强悍到了什么地步就不知道了。 老大 二弟 小龙和杨过揭示到了路少游的身边,小龙道,老大,我也感觉到那家伙了,实力应该不弱。 他不敢现身,估计是怕被我们围攻到时候走不掉,也许是知道根本就救不来忧尘,婆质和裸起那三人,所以实力再强,怕事也有限。 路少游琢磨了一会后,对小龙和杨过说道,又或者那隐藏的家伙乃是十足的冷漠无情之辈,若是如此,无疑是最难以对付的。 不管怎么样,不敢现身,自然是强不到哪儿去,来一个杀一个,三个人就赶闯苍穹蒙洪荒争夺大会,不知道本龙在此呢。 小龙目光一挑,随即掌心中一颗三元化红灵精递给了路少游,他可知道老大修炼的是混沌阴阳诀,能够吞噬能量突破,道,老得大,这玩意你还有用呢? 我身上有不少了,你拿着也有用的。 路少游对小龙说道。 嗯,这灵精对我好处也不少。 小龙点头,随即便是将刚刚得到的三元化红灵精收进了储物界之内。 那叶叉族的三元化红死了。 修罗族和罗刹族的三元化红镜都死了。 一招击杀,神魂俱灭,路少游,龙玄,杨过三人撞我苍穹蒙。 路少游,龙玄,杨过,好样的。 撞我苍穹蒙。 四周半空中无数围观者中,不知道何处传来了议论声,然后人群骚动,热议鼎沸,一道道的目光尽数落在了路少游,龙玄,杨过三人的身上。 这三人各自一招击杀天罗蒙三个三元化红修为者,那等实力之强,何等超然。 人群上空,四周无数热议鼎沸之声中,赤天世界眼信走出,脸庞皮肤白如雪,肤如凝之,天蓝色的女子甲皱下,腰若树素,身姿偏若惊红,英姿飒爽,齿如寒背,目视着陆少游,小龙,杨过三人。 然后掩信目光最后再次落在了路少游的身上,众目睽睽之下,一道道阵骇颤精的目光中,只见掩信玲珑身躯,对着陆少游踏空丹西行礼,被齿轻起,道,诛杀天罗蒙三个三元化红,撞我苍穹蒙,赤天世界眼信,带领赤天世界大军,在此怨奉陆少游为苍穹蒙元帅。 娇声传出,声音清脆,却是能够将此刻间四方天地之内顶沸的热议声直接压制。 痴痴。 随着这娇声落下,满场猛然一片死寂,一道道目光颤动,顿时尽数落在了那曼妙甲昼身躯之上。 此刻,就连陆少游也顿时诧异了起来,目光愣在了眼信的身上。 短暂的寂静,人群中,太皇世界牛至魁梧的身躯再度踏出,双目如牛眼,额头有着一个小小的独角,随着眼信单膝而跪,道,诛杀天罗蒙三个三元化红,撞我苍穹蒙,太皇世界牛至,带领太太太。 太皇世界大军,在此怨奉陆少游为苍穹蒙元帅。 撞我苍穹蒙,明光世界刚悟奇,带领明光世界大军,在此怨奉陆少游为苍穹蒙元帅。 华府刚悟奇走出,朝露般清澈的眼睛透着深邃,目视着陆少游,踏空单膝而跪。 陈虎世界金虎,带领陈虎世界大军,在此怨奉陆少游为苍穹蒙元帅。 撞我苍穹蒙。 金虎伟岸身躯走出,幽岸深邃眸自威严,整个人发出一种威震天下的王者之气,此刻,亦是踏空单膝行礼。 道帅风叶飘走出,踏空单膝行礼,道,飞天大道风叶飘,带领飞天大道大军,在此怨奉陆少游为苍穹蒙元帅。 撞我苍穹蒙。 石长奕紧接着踏空走出,牧师陆少游,随着枫叶飘行礼之后单膝跪空,道,兵爵世界石长奕,带领兵爵世界大军,在此怨奉陆少游为苍穹蒙元帅。 撞我苍穹蒙。 一道道的声音在这此刻间,突然寂静的半空响彻,每一道声音落下,都是足以令的众多傲然目光为之一颤。 太明世界席天宇,三元化洪修为者,此刻间也是随着石长一身后,英气逼人的脸庞上,目光深邃波动,目视陆少游,单膝而跪,道,太明世界席天宇,带领太明世界大军,在此意愿奉陆少游为苍穹蒙元帅。 撞我苍穹蒙。 尊武世界武托凡,带领尊武世界大军,在此愿奉陆少游为苍穹蒙元帅。 撞我苍穹蒙。 创灵世界若无尘,带领认识世界大军,在此愿奉陆少游为苍穹蒙元帅。 撞我苍穹蒙。 再次两道声音落下,尊武世界武托凡,创灵世界若无尘,这两个十大世界排名前二的大千世界最为巅峰傲气的年前一辈,此刻间也是单膝恭敬桂空行礼。 随着这些苍穹蒙顶尖代表桂空行礼,寂静的周空之中,无数目光开始波动,一股股气息开始涌动,一个个心中触动,心魂感染。 成兵世界在此怨奉陆少游为苍穹蒙元帅。 撞我苍穹蒙。 屠明世界在此怨奉陆少游为苍穹蒙元帅。 撞我苍穹蒙。 诛沙天罗蒙三个三元化红,今天那三两个真帝涅槃者和一个归真涅槃者是何等的霸道灵绝,强悍如斯。 周空天地沸腾了,彻底沸腾了。 那一个个天之骄子,人中龙凤,寿中王者,此刻间此起彼落尽数贵空而立。 一道道目光目视前空陆少游,所有的目光激动颤抖,那三个霸道灵绝的男子,又是都以陆少游为主,在场的众人都很傲,可是在这三人的面前,众人此刻间没有傲气,只有敬畏,只有期待。 众人敬畏今日一战,苍穹蒙被捍卫,各自一招击杀三个天罗蒙三元化红镜,何等霸道灵绝。 众人期待他日洪荒令争夺,洪荒殿争夺,期待这三人能够带领苍穹蒙,在苍穹战场的最深处傲然而立。 灵绝三千大千世界 灵绝这天地众生 面对天罗蒙的强势,面对天罗蒙今日三人就敢独闯苍穹蒙洪荒争夺大会,使苍穹蒙万众于无误,他们同仇敌忆,他们共同期待。 在各自古族之内,他们为了捍卫各自古族而战。 在各自大千世界内,他们为了捍卫各自大千世界而战。 现在在苍穹蒙,他们为了一同捍卫苍穹蒙而战。 所以此时,他们共同怨奉陆少游为苍穹蒙元帅,卫壮苍穹蒙,为捍卫苍穹蒙而战。 第三千三百四十四张元帅之位 现在在苍穹蒙,他们为了一同捍卫苍穹蒙而战。 所以此时,他们共同怨奉陆少游为苍穹蒙元帅,卫壮苍穹蒙,为捍卫苍穹蒙而战。 陆少游悬浮半空,有些恶然。 二帝,苍穹蒙有着元帅的存在,只是每一次元帅都不太可能出现,各大古族,各大势力的这些年轻一辈代表,都是傲气十足,极难会臣服他人,若是能够得到他们臣服。 那就能够成为这一次洪荒争夺大会元帅,掌控整个苍穹蒙无数大军,从刚刚忧尘的口中,天罗蒙内应该也出现了元帅,这一次,有人也掌控了天罗蒙大军。 杨过的传音到了陆少游耳中。 苍穹蒙元帅,真是无以为之啊。 陆少游微叹,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成为苍穹蒙的元帅,这也将自己原本的计划全部打乱了不少。 对于陆少游来说,苍穹蒙元帅这种责任,令得陆少游有些恶然,措手不及,完全没有准备。 叶,古老的宫殿走廊上,月华如恋,脚白清澈。 两道身影而立,在月华下,拖出长长的影子。 一个青袍青年,目光深邃,刚毅的脸庞上,似乎是永远都是挂着那斜斜的笑意。 其身边一个红色宫庄女子,玲珑妖娆的弧线动人,血红的长发披散而下,垂落到挺桥的胶臀。 从牡丹的口中,陆少游得知这些年牡丹所经历过的一切,当初从世界夹缝之内分散之后,便是到了陌生的世界内,遭遇了不少的险境,被不少的强者贪婪追捕,那美貌也引起了不少人的觊觎,生死险境遭遇的次数数不胜数,但最后也好在是一切都闯了过来。 牡丹银铃般的话语说得轻松,但陆少游却是清楚,以当初大家的那种修为层次,在茫茫的三千大千世界之内闯荡,那是何等的艰难,每一次的险境说起来轻松,但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有怎么会明白那种心惊肉跳河无助,那种无依无靠,那种苦苦的艰难之称。 陆少游都清楚,因为自己一路走来,一切都经历过,那一次次的险境,都是大难不死,每一次都是九死一生。 当然,陆少游并不后悔,那一路艰辛,一路拼搏虽然艰难,但若是没有那一切的磨练,也不会有今天的自己,所以还要感谢那一切,那艰辛的一路都是垫脚石,才有今天自己所在的高度,能够踏足茫茫三千大千世界同倍巅峰地步。 在数十年之后,牡丹一路艰险,实力也进步了不少,凭借着天生灵物之体,一步步在崛起,后来最大的一次险境中,以物真境修为,遭遇涅槃境修为者的围捕,九死一生之际,天灵宫的强者出现了,因此,牡丹也进入了天灵宫内。 而这些年来,凭借着齐血灵牡丹的天赋,在天灵宫内牡丹也一步步崛起,直到今天整个天灵宫同辈之中的领军人物。 你这些年来,似乎过得也不平静,你的事情,我知道的不少。 两人静静地站着,牡丹望着陆少游,一袭红色富丽华贵的宫装长裙如鲜血在流动一般,包裹的那浮屠的曲线,越发是前突后桥。 陆少游淡淡一笑,微微抬头,遥望着深邃夜空,轻道,还好吧, 一切都是过往,一切都经历了。 牡丹望着陆少游,甜美的笑叶,美艳娇媚,高贵典雅,身上又是有着一股无端的妖气,宛如鹰素花一般,殿力绝美中却是带着常人不敢触碰的毒,被齿轻起,道,你这次成为苍穹盟元帅,是不是该恭喜你,这一个位置,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做的。 若是可以,这元帅之位,我并不想要。 陆少游收回目光,低头侧目望着身边这有着绝美的脸蛋。 精致的五官的惹火女子,那却红色的双眸雀煞,却是带着灵运流逸。 为何不想要,号令群雄,掌控亿万大军,苍穹盟内无数顶尖年轻一辈巅峰者,任何一个都不可触及,都梦寐以求。 红色宫装长裙如鲜血在流动一般,包裹的那柔弱五谷般的动人曲线,牡丹目光望着陆少游有些疑惑,只是这疑惑的目光,却是透着娇艳魅惑,令人难以自持的心神荡漾。 陆少游闻言,望着那疑惑的血红色眸光,道,这责任太大,需要一个伟大的人来。 哥哥,难道你不够伟大? 牡丹银铃般的笑声宛如魔音,加上那曼妙的弧线身段,对人就是一种欲望腾空的挑逗。 陆少游长袖围抖,覆手而立,轻道,难道你觉得不够伟大? 我从来不是伟大之人,我只想守护自己在乎的一切就好,我有私心,我成不了胜,别人打我一拳,我会还他十拳。 陆少游还是淡淡一笑。 牡丹血色眸自望着陆少游,久久没有说话,只是静静的望着,片刻后,对陆少游道,那灵武世界呢,当初的灵武世界和你也没有什么关系吧,那你现在为何抗住了整个灵武世界,你现在做的,难道不是为了整个灵武世界吗? 陆少游目光泛起波动,嘴角弧度下垂了一些,目视着深邃夜空久久没有说话。 牡丹也没有说话,望着陆少游,青道,无双,白灵,景文他们怎么样了? 他们都出来了,现在也在苍穹战场,你要不要明天随我回去,他们若是见到你,一定会很高兴的。 陆少游对牡丹道。 牡丹灵韵血色眸光一笑,道,我这次来只是来见见你和小龙,天灵宫还有事情我必须回去,相信不用多久,就能够见到他们了,替我问好他们。 嗯? 陆少游点了点头,两人聊了不短的时间才反去。 从牡丹的口中,陆少游也得知了天灵宫的一些消息,天灵宫似乎是比起陆少游想象中还要庞大的多,强者如云,一股庞大的隐世势力,都是有无数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的天生灵物强者所组成,甚至是没有任何一个大千世界敢招惹到这一股庞大的势力。 让陆少游意外的是,从牡丹的口中得知,东方紫葵竟然是天灵宫的人,这一次也到了苍穹战场之内,和牡丹在天灵宫内,一向关系都不错。 陆少游回到落脚的客栈后,走到房间外,便是眉头微醋,打开房门,脸庞微正,紫燕竟然在房间内。 怎么,和牡丹姐聊得怎么样? 紫燕微微一笑,纳默宝石般的眸子,圣洁动人。 陆少游收起意外之色,问道,紫燕姑娘,你怎么来了? 紫燕望着陆少游,抿嘴一笑,道,你明天就要离开闽星大陆,替我向无双,紧闻他们问号,说我很想他们。 我会的,他们也经常想起你。 陆少游点头。 紫燕望着陆少游,道,杨过有没有告诉你,还有一个灵武世界你认识的人也在天地阁。 蓝十三 陆少游一笑,也是好久不见那少妇杀手了。 那一张脸庞,简直就是女人的祸水。 蓝十三那家伙是在,是另外一个。 紫燕望着陆少游,道,看样子杨过那家伙也没有告诉你若兰也在天地阁内了。 若兰? 陆少游目光一正。 袁若兰,你不陌生吧? 紫燕点了点头,道,这一次本来他也要来的,不过他知道你在这,所以。 袁若兰,他怎么会在天地阁? 陆少游惊讶,当初在灵武世界内,击杀了血剑大帝之后,袁若兰占终成帝,为了怕后患无穷,为了飞灵门,陆家,还有自己身边最亲的人,为了怕清玄和幽少母女被挟持的事情再度重演,自己正打算废除袁若兰的修为,但最后一道神秘的身影却是瞬间就出现在了袁若兰的身前,然后� 袁若兰请客间便是消失不见,那等实力,比起自己当初要强太多。 陆少游还记得当初自己明明是见到了那一道残影出现,却是眼睁睁的看着来人带着袁若兰离去也无能为力,那一道残影无声无息出现瞬间带走袁若兰,气息全无,模样全无。 从那以后,袁若兰旧消息全无了,这些年来,若不是刚刚紫燕提起,陆少游心中甚至是忘记了那一个名字,只是此时提起,脑海中却是立刻想起了那一个经常穿着紫色长裙的女子。 第3345章计划安排 紫燕目光落在陆少游的身上,道,若兰这些年来都在天地阁中,比起我和蓝十三进入天地阁内还要来得早,这一次她本来是想见你的,可是到了最后,却是有些。 都过去了这么多年了,当初的事情已经过去,她没事就好。 陆少游打断了紫燕的话。 事情已经过去,当初天剑门的事情和袁若兰也没有关系,以陆少游现在的修为的心境,当初的事情早已经忘怀。 话音落下,陆少游淡淡一笑,对紫燕问道,她现在怎么样? 陆少游还记得,当初袁若兰的修为和天赋,就丝毫不会在北宫无双和紫燕,独孤景闻,灵青玄等之下,修炼成天剑门魔剑的那等大毅力,大天赋,大恒心,更加是少有,天赋几乎是能够和大哥阳过的赤子之心相比较。 当然陆少游也很清楚,清玄和灵青爵兄妹的天赋也绝对不在紫燕,袁若兰,还有大哥阳过之下,只是两人当初修炼并不完整的阴阳灵悟绝,加上根基不稳,所以已经影响了根基,要不然的话,两人今时今日的修为,一定是比起现在更高。 若兰很好,一直在天地阁内,现在也是天地阁圣女之一,修为实力可是不在阳过之下。 紫燕望着陆少游,清道,只不过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若兰本来是有机会真谛涅槃的,可还是最后也只能够是止步在了无量涅槃。 一日清晨,陆少游和小龙便是离开了闽星大陆,而阳过和紫燕则是回了天地阁大军内,牡丹要回天灵宫,武托凡,若无尘,石长矣等人也都是要回去安排。 临走之时,陆少游倒是颇为意外,习天宇主动代表太明世界对当初摩家仪式表示歉意。 也为太明世界毁约表示出一些婉转的后悔,态度颇为诚恳,神态恭敬中不卑不亢,让陆少游都是颇为佩服起来,也难怪太明世界会因为习天宇而毁约。 这两天所看,在陆少游看来,这习天宇的确是一个人才。 不仅是实力,其心智也是非同小可,在整个苍穹盟现在苍穹战场内的同辈之中,绝对算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也难怪太明世界会打主一毁约。 只可惜太明世界背后的那些老家伙,却是玩不过风行天主,须不知毁约正是风行天主想要提出的,结果正中风行天主下怀。 昨日元帅之位陆少游也没有拒绝,只不过既然是成了苍穹盟的元帅,对于这次争夺洪荒令,陆少游却是又多了不少的安排,将众人原本的安排全部作废。 陆少游也没有和众人商议的意思,以陆少游现在的修为层次和实力,也根本不想和众人商议,更加知道昨日众人的那种安排,到了最后在天罗蒙之内也根本就赚不到任何的便宜,充几量就是两败俱伤。 所以陆少游只是下令,若是让自己成为元帅,那就要听自己的,要不然的话,自己这元帅不做也罢。 然后牧师众人,陆少游让自己感觉能够有把握争夺到洪荒令的人站出来,谁感觉着自己能够争夺到洪荒令的可以不用客气的站出来。 当最后能够有十足把握争夺到洪荒令的,也就只有武托凡,齐天宇还有若无尘三人,衍信,牛志,金虎等人犹豫了一下,这几个二元化红的修为者也是咬牙站了出来。 那些剩下的数百个一元化红修为者,却是无人敢站出来。 这一次天罗蒙的对手中,这几个月的较量中他们也清楚的知道,天罗蒙的对手整体实力极为强悍,一元化红修为想要争夺到洪荒令根本没有多少的机会。 何况最后还要面对上一届洪荒令之主的一招,一元化红修为者想要抗衡下来,几乎是不可能。 所以他们也并不敢站出来,根本就没有多少机会争夺到洪荒令。 陆少游目视着众人后,随即便是将自己的安排和众人说了一遍。 只是众人文言陆少游的安排计划,直接惊恶莫名,那计划完全是令得所有人目瞪口呆,叹为观止,一时间面面相去。 只不过陆少游还是那句话,是让自己成为元帅,那就要听自己的,要不然的话,自己这元帅不做也罢。 最后还是衍信带头表示支持,若无尘,武托凡,习天宇,牛志等也随即点头,表示愿意赌一赌。 而这一次大殿商议的人数也是少了不少,只有一千多人,为了防止泄露消息,令得天罗蒙有所防备安排,因此陆少游规定,只有各自大千世界的主要代表才能够入场。 陆少游同时也交代这些人,任何消息切不可外泄,一切安排都有在场的代表亲自去,到时候才能够一举成功。 萧条的空间,高耸的山峰上,一道倩影静静而立,身着宫装长裙,腰间一根青绿色腰带,将那柔弱无骨的倩腰勾勒出动人的弧度,如瀑布般的黑色长发轻轻束在脑后。 清风浮来,曼妙身影耳畔几缕并发飘飘,那一股淡雅绝伦的出尘之意,宛如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子一般。 美眸注视这远方,莫得,北宫无双美眸轻动,淡淡轻道,悠悠姑娘,你是来找我的吗? 看样子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怕是现在整个上清世界大军内,实力最强的不是我,而是深藏不露的北宫无双。 话音落下,风悠悠身影悄无声息般的出现在了北宫无双的身前,白衣罩体,裙摆微动,双眸如星,透着高贵。 北宫无双侧目盈盈一笑,望着风悠悠,道,每次见到你,都会让我想起一个人。 有人和我相似吗? 风悠悠颇为疑惑,脱俗高贵到了圣洁的脸庞。 不带一丝一毫人间烟火味,浑身气质高贵的让人不敢亵渎。 那倒不是,而是白玲姐也喜欢白裙,所以看到你,就会想起她。 北宫无双笑道。 白玲? 风悠悠喃喃轻道。 北宫无双目视着风悠悠,道,是阴丫头的母亲,九尾天狐一族的,也是我们的姐妹,现在正在太皇世界内九尾天狐一族中。 听说九尾天狐一族的女子都是绝美无比。 风悠悠冲着北宫无双抿嘴一笑,道,看样子陆帅艳福不浅呢。 他这人呢,什么都好,就是,北宫无双微微一笑,话音停顿后,却是没有继续说话。 就是喜欢到处沾花惹草吗? 风悠悠望着陆无双,一双明镜清澈灿若繁星的眸子随即拨动出些许涟漪,似乎是暗自犹豫了一会,才继续对陆无双道,若是你们不喜欢,大可以管着点她,以她那般风华,这三千大千世界内,不知道多少女子为之倾倒。 他倒不是沾花惹草。 北宫无双盈盈一笑,一平一笑,淡雅高贵,轻道,若是他真的沾花惹草,怕不是到这天下多少女子被他祸害了,多少才貌俱佳的女子在他身边环绕,他虽喜欢多看两眼,却是也从不会愉悦。 这么说来,他还是个痴情的人。 风悠悠痴痴一笑,随即轻道,不过他可是有了你和景文,红灵,清玄,小灵,蓝灵,任何一个都是世间少有,这天下任何男子该知足了。 他对我们任何一个都是一样的好,有他,我们也一直满足,只是,无法替他分担太多,只能够站在他的背后,默默的支持着,这就是我们能够做的。 北宫无双话音落下,目视长空,高贵淡雅神色自然流露,让人不得不是动容于他那高贵淡雅的气质。 风悠悠目视着北宫无双,没有说话,随即也是顺着北宫无双的目光目视向了前空,盈盈一笑,道,都好几天了,他和龙玄也该回来了吧。 算算时间,是该回来了。 北宫无双点头,收起目光,汗手低头,目视着风悠悠,然后目光有些疑惑,摇了摇头,道,世上真有这般相似之人吗,悠悠姑娘,你确定你没有孪生姐妹吗? 风悠悠摇了摇头,意识疑惑对北宫无双问道,怎么突然问此事,难道你见过和我相似之人? 少有和我们说过一个当初遇到的姑娘,说是和悠悠姑娘神态容貌都极为相似,所以我有些好奇。 北宫无双道。 哦,风悠悠似有好奇,对北宫无双道,真有如此巧合之事吗,不知道无双姑娘能不能够和我说说那位和我相似的人,我也有些好奇了。 北宫无双微微一笑,道,我也只是听少游睡起。 入夜,昏暗的月色下,煞气滔天的空间内,军烈的断风之上,最后一丝煞气和残魂被一道略显紫金之色的身影吸进了嘴中,威逼的双眸顿时睁开,阴寒的血煞气息喷勃而出,越发令人灵魂叹速。 第3346章 陆晶云再破 没想到天罗蒙的胆子竟然那么大。 一日清晨,陆少游和小龙便是回到了上清世界和神兽世界的大军阵容,听到陆少游和小龙说起的闽星大陆上发生的一切,独孤景文颇为惊讶,三个天罗蒙之人就赶闯苍穹蒙洪荒争夺大会,这胆子可不是一般的大。 胆子大又怎么样,还不是找死,可惜最后一个真正有点实力的不敢现身。 小龙嘴角一挑,同级修为者之中,他现在可不在乎任何人。 不知道天罗蒙这一次的最强者到了什么修为地步。 净尘公主颇为好奇。 那隐藏之人极为小心,一直没有太靠近,所以难以窥探出来。 陆少游道。 躲躲藏藏的,估计再强也强悍不到哪儿去。 小龙道。 没想到牡丹在天灵宫内,紫燕和袁若兰在天地阁内。 北宫无双盈盈一笑,对陆少游问道,这么多年没见,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他们都还不错,让我带齐向你们问好。 陆少游对众人说道。 少游,有没有见到成儿,直尔他们? 云红灵对陆少游问道,闽星大陆上苍穹蒙各大大千世界的代表都会去,以陆成,陆直等人的天赋,极有可能是大千世界的代表,这些天,云红灵和蓝灵等都是在颇为期待。 没有。 陆少游摇了摇头后对众女说道。 陆少游在闽星大陆上并没有见到陆成等人,也问过了太皇世界和飞天大道的道帅枫叶飘等代表,据说是陆阴、陆营、陆成等都没有进入苍穹战场内。 不过倒是昆云世界的代表说,绝灵独骨谷主陆心同正在昆云世界的阵容之内,只是这一次没有来闽星大陆。 没有进来吗? 蓝灵脸庞上,略显着一些小失望。 这样也好,没有进来苍穹战场,我们还不用为其担心了。 北宫无双道。 陆少游目视人群,发现众人都在,却是没有见到陆晶云,道,晶云呢。 独孤景文文言,对陆少游一笑道,晶云在你和小龙去闽星大陆之后,就感觉到了要突破的迹象,此时正在闭关突破之中,但不知道多久才能够突破。 这里面准备要突破了吗,怕是有些困难哪。 陆少游闻言,面色却是颇有凝重。 陆少游知道陆晶云领悟的杀伐奥义,在苍穹战场内本就是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这几个月和天罗蒙的厮杀,怕是让陆晶云能够感觉到突破迹象的关键。 可是这苍穹战场内的天地能量匮乏,想要二元化红层次再做突破的话,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牧师着陆少游凝重的神色,灵清玄知道陆少游在担心什么,道,放心吧,晶云准备了足够的灵晶,他准备突破,那自然是自己会有把握的。 嗯,时间也不急,那我们就尚且先等待几日。 陆少游对众人说道。 争夺那七十二块大陆虽然时间差不多了,不过也还没有紧迫到立刻要出发的地步,陆晶云在准备突破中,陆少游自然是不放心。 三日之后,萧条的群山,黄昏西沉,残阳如血。 莫得,一处萧条的山谷内风起云涌,周围天地变色,逐渐,一股陌生的能量气息,顿时在这一方萧条的空间之内渗透而出。 要突破了吗? 山谷之外,一个盘膝而坐的绝美女子顿时乌黑明眸睁开,倩影一跃而起,黄色宫装长裙勾勒出玲珑弦,的正是一直守候在周围的贝尔。 嗖嗖。 残阳笼罩下,众多身影顿时破空而出,出现在了这一方空间之上, 当先一个青袍男子和一个金袍男子,正是陆少游和小龙。 北宫无双,独孤景文,灵清玄,静晨公主,朱晨熙,陆灵,风悠悠,风霸男,莫晴天,太阿等现在上青世界和神兽世界的众多强者尽数在列。 轰。 这一方萧条的天地空间之内,随着这一股陌生气息渗透而出,锐利的杀伐之气伴随天威降临,犹如远古杀神苏醒。 轰。 剧烈的天地能量开始涌动,这天地内本没有多少的天地能量,但此刻间却是不知为何波动得极为剧烈,仿若是整个苍穹战场内的天地能量都被其吸扯而来了一般,更加是有着一股恐怖的阴寒天的能量从那巨大的山谷之内冲天而起。 看样子吸收的灵精不少啊。 陆少游目视着那剧烈能量波动的山谷,从那剧烈波动的天地能量之中,陆少游不难窥探到那是无数灵精存在的结果。 呼啦啦。 天地能量剧烈波动,这一方天地之内的天地能量此时似乎是受到了某一种牵引,苍穹深处的天地能量意识不断的从空间之内渗透而出,开始疯狂的汇聚,然后尽数凝聚在了山谷周围。 少游,晶云能够突破们,感觉着这天的能量似乎是还是不够啊。 片刻之后,北宫无双目视着那风起云涌的的山谷天地一会后,美眸威宁。 要靠他自己,别人帮他,对他没有多少的好处,只会有坏处。 陆少游目视前空山谷,尽管那天的能量浓郁的风起云涌,却是也令得陆少游面色颇凝,想要从二元化红突破到三元大处红,那所需要的天地能量支撑可不是一星半点。 但突破之时有人强行相助的话,陆少游深知确实对其本人没有多少好处,作为拥有前世记忆的人,陆少游不难知道,这就像是自然产的婴儿和破腹产的婴儿一般,没有经历过自然分娩的,体质上多少是有些区别。 而此时陆晶云正在突破,若是靠别人才能够突破的话,那就算是突破了也会显得原力轻浮,心境也会受到影响,更大的问题是对以后的修炼有着不少的影响。 呼啦啦 周围天地内,天地能量从本就是萧条的远处空间内汇聚吸扯而来,如此持续,便是足足过了整整三天的时间。 而这种天地能量虽然是显得浓郁磅礴,但是对于从二元化红突破到三元化红来说,似乎是是略显不够。 嗡 莫得,商骨能量汇聚的中央,一道声音如若是范音响彻,令人浑动,伴随着一股恐怖的能量波动和古老的气息在这风起云涌的空间之内弥漫开去。 吃啦 随即一道流光冲天而起直掠高空,一股刺眼的光芒顿时迸射而出。 嗡嗡嗡,范音响彻,令人心神叹塑,实力低得根本就无法抵御。 那是何物,好强的气息? 就连小龙目视着高空上,也是为之露出诧异之色。 灵气助主 露少游目光目视前空,颇为诧异后,随即脸庞露出了些许微笑神采。 咦,这气息好像,雷小天,露灵目视高空,那古老恐怖的灵力气息对他们两人来说,确实并不会太陌生。 轰。 随着那一道刺眼的光芒迸射而出,在那泛音之声下,那山谷周围空间顿时为之声声一颤,一股古老的浩瀚能量气息铺天盖地涌出,瞬间便是令得这高空顿时泛起剧烈波动。 这气息中,甚至是伴随着一股恐怖的威势弥漫而开,令得在场众多的强者都是为之灵魂一颤。 吃啦啦 惊人的能量波动随着刺眼心计的光芒弥漫,这种能量波动,让灵魂发出,却还是浩瀚瀚礴,整个山谷之上空间泛起惊涛骇浪。 轰隆隆。 也在此刻间,盘踞高空汇聚的天地能量,也骤然开始一道道汇聚成匹炼光树,不停对着山谷掠下,一股瀚礴的气息带着沙伐之气,意识如同凶兽苏醒一般蔓延而开冲天而起,气息不停飙升。 破。 片刻之后,山谷之内,一道大喝声如汗雷响彻天地。 随着那一个破字落下,那一股冲天而起的沙伐气息意识势如破竹,催枯拉朽般的冲破一道无形的屏障,然后一股作气踏入一个崭新的层次。 砰砰砰。 如此恐怖的能量作用下,周围庞大的山谷庞大的山风也开始接连崩碎炸开,一道血白流光冲天而起,大片的天地能量在周空爆炸开来,声浪震耳欲聋,强悍的能量光弧波动蔓延开。 久久之后,这一切才直接平息下来,那等动静,也是足以令得此时周空不少的强者为之心惊肉跳了。 就在周空平息下来之后,所有人震撼的目光下,高空之上一团锐利沙伐的血白流光收敛,陆晶云踏空悬浮而立,身躯挺拔如枪,双眸紧闭,静静而立,浑身的气势却是浩瀚巍峨,不可撼动,又锐利无比。 第三千三百四十七章争夺安排 浩墙的陆晶云,这下更加不是对手了。 远空人群中,风霸难复首而立,脸庞露出无奈之色,他很清楚,他和陆晶云的修为实力差距,已经是越来越远。 的确强悍,这等天赋和修炼速度,只能够用变态来形容了。 黄毅伴随着风霸难发处感叹之声,冷肃的气质此刻间也是落在远空陆晶云身上犯着波动。 痴痴 陆晶云紧闭双眸骤然睁开,眼中两道血白晶芒如力甫般煞时间斗射虚空,挥手而动,高空之上那刺眼流光伴随着泛音风雷之声融入体内不见。 入夜,一架魅影傀儡坐驾之内,上青世界和神兽世界的各大军团统领和主要负责人,莫晴天,任逍遥,靖无痕,太阿,陆灵,北宫无双,靖尘公主等尽数分析而作。 陆少游牧视众人,道,这一次,上青世界和神兽世界大军一共二十个军团,一共兵分四路。 怎么是兵分四路,难道要同时争夺四块大陆不成? 闻言,神兽世界靖尘公主目露疑惑之色。 陆少游淡淡一笑,然后道,七十二块被禁制的大陆到时候会同时开启,陆晴云带领上青世界和神兽世界五个混边军团争夺十一号大陆,风悠悠带领上青世界和神兽世界五个混边军团争夺十二号大陆,靖尘公主,陈希,虎一,你们也是带领上青世界和上青世界五个混边军团争夺十三号陆地。 话音略作停顿,陆少游望过众人,然后落在了北宫无双的身上,道,上青世界和神兽世界的另外的五个军团,就交给你了,上十四号大陆。 随着陆少游话音落下,不少目光也都是颇为奇怪,似乎是有些好奇,为何第四队会由北宫无双带领。 师傅,那你和小龙师叔呢? 泰阿疑惑问道。 我们自有安排,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只要顾好自己就好,到时候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这四块大陆上,会有其他苍穹盟的军团辅助你们,你们去了之后就知道了,要得到洪荒令不会有多大的问题。 小龙对泰阿道,微笑的脸庞上,目光波动,似乎是显得极为有把握。 我不知道你和小龙有什么安排,但你和小龙要小心。 北宫无双望着陆少游,随即道,十四号大陆上的洪荒令,我会尽量夺下。 有你出手,问题不会太多。 陆少游脸庞漏笑,以北宫无双现在的修为,加上自己的安排,陆少游估计着一切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存在。 只是陆少游的这话,让在场的各大军团和古族强者皆是越发疑惑,这一路上他们虽然是都见识过北宫无双出手,虽然是实力极强,可是也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强悍之处。 众人心中有想法,不过有着对陆少游的绝对信服,一个个也并没有多少的怀疑。 就算是不相信北宫无双,但是他们相信陆少游。 爹,十一号大陆上的洪荒令,我绝对会拿下。 陆京云眼中抹过坚毅之色。 陆少游一笑,拍了拍陆京云的肩膀,以陆京云现在的修为实力,何况还有轮回虚妄刀在,陆少游也并不担心。 陆少游目光从众人身上一一扫过,然后倾道,时间也差不多了,准备明天一早启程,争夺洪荒令。 萧条的空间,夜凉如水。 读风之上,陆少游目视着深邃夜空,目光复杂波动,随即露出些许的感慨之色。 爱。 既然是近两千年,相比之下,那二十年又算是什么? 若不是刻意去想着,陆少游都已经是忘记了自己还有着以前的记忆。 一步步走来,一路坎坷,却是一路前进,从未后退半步。 从当初的陆家大扫到现在整个苍穹萌的元帅,陆少游知道支撑自己的,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保护自己身边的人,保护自己重要的人,这一个信念,就支撑自己到了如今。 少游 空间泛起些许波动,一道曼妙身影出现,宫庄长裙下,身段弧度玲珑动人,如瀑布般的黑色长发轻轻束在脑后,那一股淡雅绝伦的出尘之意,宛如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子一般,正是北宫无双。 陆少游回头,望着身后的女子,微微一笑,两臂张开,将其轻轻的拥在了怀中,心中暗想,这一路走来,所获远比付出的要多,艰辛也比不上得到的幸福,比如眼前的女子。 北宫无双被轻拥入怀,便是轻轻的靠在那温热结实的胸膛上,享受着这难得的温存在,久久之后,才对陆少游轻声问道,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只是随便感叹一下。 陆少游握着北宫无双的掀手,在掌心轻轻把玩,随即微微一笑,对怀中的女子轻道,你说我当初要是没去云阳宗的话,你还会不会成为我的妻子,成为盈儿的娘? 北宫无双若软的娇躯轻轻的依偎在陆少游的怀中,闻言,微微抬头,一双淡雅如红的眸子望着陆少游,脸庞荡漾着幸福,轻道,你还好意思说,我可是你姐,当初云阳宗上,若不是你。 话音说到一半,北宫无双已经是难以说下去,脸颊意识略带娇羞,却是平田妩媚,仿若是回到了当初。 陆少游望着怀中的女子美泰,前几天就被那牡丹和紫烟两个祸水影响的坐立难安,此时可不需要再忍,顿时嘴角露出些许邪笑,低头双唇便是将那娇嫩红唇覆盖。 吃! 与此同时间,陆少游轻袍一扫,空间泛起波动,天咒界幅空而出,其香蛇纠缠缠的两道身影,便是进入了天咒界内。 天咒界悬浮山峰,淡淡的空间波纹荡漾,却是隐隐间溢出了春色。 一日清晨,群山东方露出苍白,辽阔的萧条群山,显得苍黑刚净。 半空之中,无数的傀儡坐驾悬浮半空,密密麻麻,铺天盖地,风起云涌。 半空之上,陆晶云,陆灵,太阿,风悠悠,北宫无双,净尘公主,朱晨熙,风霸南,莫晴天,雷小天,唐吟,陆少雄等整齐悬浮半空,一道道雄浑的气息隐隐间波动,令得整个天地未知荡漾,空间悄然扭曲。 出发! 半空上,陆少游凌空而立,轻袍一甩。 是! 随着陆少游话音落下,众多气息顿时波动而去,一道道气息涌动,随即进入了当先一排傀儡坐驾之内。 轰隆隆。 煞时间,密密麻麻的傀儡坐驾,由若是蝗虫过境一般,浩荡的气息风起云涌,铺天盖地地掠向了前空。 陆少游,小龙两人踏空而立,目视着眼前那等震撼场面,也是颇为目动。 一场真正的惊天大战,一触即发。 九九之后,那浩荡之势逐渐远去,小龙目光微收,牧师陆少游道,老大,我们时间是不是也差不多了? 是差不多了,你怎么样,洪荒令有没有把握? 陆少游牧师小龙问道,但随即也是微微一笑摇了摇头,虽然这一次的安排是比较特殊,但以小龙的天赋和实力,怕是想要失败都难。 嘿嘿,我们比比看谁快吧。 小龙黑黑一笑,舌头舔了舔嘴唇,自然是毫不担心,倒是随即目光微动,对陆少游问道,老大,我们的计划自然是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过为何要选择十一号到十四号大陆给无双解他们,而不是其他的大陆? 从苍穹盟的消息来看,十一号大陆和十四号大陆,上一届的都是天罗盟的人,实力在上一届中都是不高不低,算是中等。 天罗盟的人应该不会对上一届天罗盟争夺到洪荒之主所在的大陆多加防备,因为最后一关在,苍穹盟的一般之人也难以度过,按照往年,苍穹盟的人都是喜欢争夺那种天罗盟上一届洪荒令之主最弱的大陆发起进攻争夺。 第3348章单独行动 所以,天罗盟的人这次只会重点防御上一届最弱的天罗盟争夺到洪荒令的大陆,而不会主要防御那些上一届实力中等的洪荒令之主所在的大陆,因此,我们就会希望大很多。 陆少游话音还没有落下,小龙就顿时明白了过来。 剩下的,就靠我们了。 陆少游微微一笑,舔了舔嘴唇,其目光中,隐隐间却是杀意抹过。 小龙金袍一抖,嘴角上扬淡淡的冷笑糊涂,道,这一次天罗盟该哭了,怕是到时候脸庞表情,一定会极为精彩的吧。 天罗盟,这一次该提前付出些利息了。 陆少游喃喃轻道,自己和天罗盟的账单已经很长,这一次也到了该付出些利息的时候了。 嗖嗖。 片刻之后,一倾一金两道身影包裹长虹破空而去。 上清世界,天界密地内,古朴的庭院中,风行天主手中捏着的一块消息欲见逐渐光芒暗淡,其苍老的褶子脸庞上微闭的双眸睁开,目光深邃的无边无际般,其泛起震惊波动。 发生什么事情了? 风行天主身边的冰天顿时对风行天主问道。 我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风行天主白发微动,深邃的目光微微一叹,轻道,洪荒争夺大会上,陆少游那小子成为了苍穹盟元帅。 什么,文言,冰天顿时俊朗的脸庞上也是露出惊讶之色,随即轻道,这小子,还真是够逞能的呀,多少年苍穹盟都没有元帅出现过了吧。 洪荒争夺大会上,天罗蒙叶叉族,修炼者,罗刹族的三个三元化红强闯,苍穹盟他人无人能敌。 陆少游,龙玄,杨过三人出手,一招灭了那三个三元化红镜,所以就成为了苍穹盟元帅。 风行天主此时说着,苍老的脸庞上有喜有忧,喜忧参半载。 这家伙,风头事出大了,可是,这可不完全是什么好差事啊。 冰天俊朗的脸庞上,也是露出些许苦笑之色。 的确不是什么好差事,万一到时候那些老家伙一个个耍赖,我们怕事也麻烦。 风行天主目露苦笑,到手的名额,他可不想被人分去,这一次对上青世界可是格外重要。 先也不用太担心了,那小子可不是笨蛋,他精明着呢,看他的安排吧。 冰天话音落下后,望着风行天主一会,道,其实这也是好事,多少年苍穹盟没有出现过能够令人所有人臣服的后辈了, 陆少游这小子,还真不是一般,我上青世界这一次好歹也是熬出头了。 文言,风行天主也是微微一笑,苍老的脸庞上,满脸的褶子像是花儿的花瓣般,道,这小子,的确不是指一般,不苍穹盟的元帅还不够,走到最后才是最很重要的。 我相信,他能够走到。 冰天倾道,周身若隐若现的寒冰气息波动,目光有着极为艰辛。 群风,萧条的空间,萧瑟的气息。 独风之鼎,一个青年男子而立,这男子却是俊美绝伦,一头乌黑茂密的头发梳着高贵的发际高高挽起,标杆般笔挺的修长身材,白皙的皮肤,一袭天蓝色滑袍。 这男子静静而立,覆手而立,双眸微臂,微微抬头仰面苍穹,脸庞勾勒出一道俊美糊涂,其此时仿若是沉浸在自己营造的世界里。 都准备好了吗? 莫得,这男子微微轻道,却是眼睛都没有睁开过,声音也是空灵悦耳,令人听着极为舒服。 嗖嗖。 随着这男子话音落下,数道青年男女身影落下,一股股阴寒气息波动,令得这空间都是为之一颤。 袁帅,都已经准备好了,各大大千世界各族大军集结。 一个不凡青年上千公道,目光对身前那俊美的男子,有着绝对的恭敬臣服。 嗤嗤。 俊美男子微臂的双眸顿时睁开,剑眉之下那一双漆黑的眼珠时而闪过一种空灵光芒,眼里不经意流露出的金光让人不敢小看,随即微微低头,目视长空,微微一笑,道,那路少游,龙悬,杨过三人是不凡, 不过苍穹萌的实力相差这么多,我倒要看看这一次他们能够争夺到几块洪荒令,真正的交手,现在才刚刚开始而已。 一望无际空间内,萧条气息蔓延,又是一天黄昏,残阳如血,红色光芒笼罩萧瑟群山,说不出的诡异。 仿若是这天地,也感觉到了即将爆发的一场大战,虚空之内,似若是隐隐间有着血煞气息在弥漫。 吃了! 群山之上,一处高空之上顿时泛起波动,随即平静的上空中泛起些许空间波动,莫得,一道挺拔的青袍身影和一道金袍身影悄然出现在了这高空之上。 青袍身影脸庞刚毅,嘴角似乎是永远都带着淡淡的邪笑弧度,深邃的目光中,有着淡淡蛮荒苍骨之气一动。 金袍青年目光深邃乌黑,眉心印记邪魅,整个透着一股尊贵的皇者之气,来人正是陆少游和小龙两人。 两人这一路赶来,沿途也顺手诛杀了少明灵大军之内的强者,虽有当个,但以两人的速度,自然是不会有什么问题。 小龙目视周空,然后对陆少游说道,老大,还有五天就是那七十二块大陆开启的时候,我们到时候再见。 嗯,到时候再见。 陆少游点了点头,两人身影意识再度各自朝着不同方向顿去,一个闪身下,便是消失在了半空。 三日之后,萧条的空间内泛起空间波动,陆少游身影浮现而出,长袖一抖,身后波动的空间波纹抹平不见。 前面就是一号大陆了吗? 悬浮半空,陆少游目视着前空,南南倾道,一号大陆,一千五百年前乃是天罗蒙的天魔族之人拿下的洪荒令,一千五百年,洪荒殿内,当初的二元化洪不知道现在到了何种实力层次。 南南话音落下,陆少游脚尖一点虚空,身影便是胡作一道紫色雷红闪掠而出,其身影再度消失在了半空不见。 这些天中,一路赶往七十二块陆地,陆少游的目标则是一号陆地。 一路上突遇不少的明灵大军,陆少游没有耽搁时间,不过却是也没有客气。 只要是遇到的明灵大军,便是会和小龙,直接将实力最强者灭杀,美美令的亿万名大军人心惶惶,惊恐不安,却是无人能够阻挡。 片刻后,一处辽阔的山脉中,陆少游身影悄无声息出现在了高空之上,目视着此时前方那密密麻麻,遮天蔽日的黑压压一片亿万名灵大军,也是为之眉头微醋。 陆少游敏锐的灵魂力感觉着那冲天而起的阴寒气息,比起苍穹蒙大军来,的确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论本体天赋和实力,陆少游越发的感觉到,人族和兽族,都是无法和明灵相比,而人族,甚至是在本体上的优势,还没有兽族强。 密密麻麻,遮天蔽日的大军内,滔天的阴寒气息波动,就算是有实力绝对强悍的强者冲进去,若是一旦被其疯狂的围攻,实力再强,那到时候也会有些手足无措的。 这就如同若是成千上万的二元化红修为者困住一个四元化红修为者,都是不要命的疯狂轰击,那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饶是四元化红镜修为,也不一定能够脱身而出,被击杀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甚至运气被点的三元化红修为者,一旦被成千上万的二元化红修为者围攻,多半会被彻底诛杀。 望着前空那黑压压,铺天盖地,笼罩群山等待的明灵大军,陆少游知道这附近都不会有苍穹萌的大军,附近,都只有明灵大军存在,整个苍穹萌的大军,都不会踏足这一区域。 吃! 片刻后,山谷中,数个落单的明灵直接被诛杀,悄无声息。 陆少游掌心一抖,数个魂鹰直接被吞噬进了掌心之内,同时间施展搜灵术。 当将那几个魂鹰尽数吞噬,陆少游的嘴角泛起了一丝笑意,其身躯开始蠕动,片刻时间便是直接化作了一个头如驼峰的夜叉一族之人模样。 周身幽暗煞气波动,目光泛着阴寒,天衣无缝,无人能够窥探出来。 洪荒令 陆少游喃喃轻道,其夜叉一族的身影,随即便是走进了前方不远处那铺天盖地,黑压压的一片明灵大军之内。 第3349章 尽致消失 黑夜,群山,毒风 一道略显紫金之色的身影出现在了毒风上,双眸之中有着阴寒的血煞气息涌出,无端令人灵魂颤速。 紫金身躯者,脸庞显得刚毅,却正是陆少游的模样,其手中此刻间提着一个尽致的世魂一族的一元化洪羞男子在手中。 陆少游嘴角泛起淡淡的笑意,阴寒血煞之气却是寒意抹过,喃喃轻道,救你了。 话音落下,这一道陆少游的身影,却是猛然之间直接化作了一道耀眼的流光,阴寒血煞之气蔓延而出。 咻! 下一瞬间,其阴寒流光便是直接掠进了这世魂一族一元化洪羞为男子的眉心内。 这世魂一族的男子目光恐惧惊骇,但此刻间浑身被掌控尽致,丝毫无力挣扎什么,只有眼中惊骇的恐惧,瞳孔收缩,越来越惊悚。 嗖嗖! 片刻之后,不少身影飞略而至,不少的奇形怪状,模样奇特猙獰的明灵种族青年男女出现在了毒蜂之上,一个个气息最弱都是到了云古镜高阶巅峰,大部分都是一元化洪,最强的三个还是二元化洪修为者。 忧思,你怎么了,跑到这来做什么? 一个二元化洪是魂一族的女子对此时扇风上盘膝而坐的一个猙獰男子问道,目光在周围窥探打亮着。 我好像感觉到了要突破的迹象,所以前来仔细领悟一下,谁知道气机一闪而过,还是无法突破。 盘膝而坐是魂一族青年顿时站起身来,目视当先的三个二元化洪修为者行礼,道,见过三位统帅。 原来是感觉到了突破吗,看样子你突破二元化洪也不会太远了,明天大路就要开启,苍穹萌的人还不见踪影,一切极为诡异,我们要小心戒备。 世魂一族的女子对其说道,声音阴寒尖锐,令人有种汗毛植树的感觉。 知道了统帅。 其男子点头恭敬应道。 嗖嗖。 一道道的身影随即便是离开了孤风消失不见。 群山连绵,荒芜萧条,一片山谷之内,却是隐隐间有着一股炽热阴寒的气息波动蔓延,却是令人又难以触探。 山谷一片巨大的峭壁之上,一道蓝袍身影者盘膝而坐,紧闭双眸,但周身却是有着一股淡淡的阴寒和炽热并存的气息隐隐间席卷开去,泛起些许涟液波动。 怪事,为何不见苍穹萌的人前来? 各方统帅都去寻找了,都是没有见到苍穹萌的人。 真是怪事了,难道苍穹萌的人不打算争洪荒令不成了? 两天时间逐渐过去,整个明灵大军之内,不时有人低声议论,一路上都不见苍穹萌的任何人,这让所有等着争夺一号陆地明灵大军都是疑惑不已,这几天时间,竟然是完全见不到苍穹萌的人。 明灵大军内,一个叶叉一族的修为者目视周围明灵大军内一群浑身蔓延着修罗之气和罗刹之气的两个巨大阵容,目露些许惊讶,修罗一族和罗刹一族的男子都是丑陋无比,面目猙獰,令人望而生畏,但修罗一族和罗刹一族的女子,却是任何一个都是身形曼妙,身段惹火,五官精致。 放眼望去,任何一个修罗族和罗刹族的女子若是放在人族中,那都是美貌无比,其中的佼佼者,那更加是美貌无双,就连人族之中那顶尖的绝美女子与之相比,那也是相形剑拙。 山脉半空之上,不时间有着明灵强者身影飞略,似乎是在搜寻着什么。 没有苍穹萌的人出现,令得这明灵大军也是颇为感觉到不安。 前方明灵大军之前,那是一块巨大的空间屏障,如同是一条巨大的空间深渊一般悬浮半空,宛如天倩一般横跨在了这一方天地天地之间。 深渊之前,辽阔的空间之内茫茫一片白雾横挂遮空,高不见顶,低不见底,无边无际,轮廓无比,仿若这就是世界的尽头一般,白茫茫的一片,伴随着一股古老的萧条气息蔓延。 但白茫茫的空间之前,此时有着漫天空间波纹晃荡,很明显整片空间都在其空间扭曲之中。 那扭曲的空间之内,一股恐怖的气息仿若是在人的心中压上了一座巨大的大山一般喘不过气来。 这等扭曲的空间之外,此时密密麻麻众多的明灵年轻一辈强者踏空而立,却是也不敢靠近本分。 这一号大路没有开启,谁也不敢擅闯,那巨大的扭曲空间压力之下,实力低一些的根本就不敢靠近。 越靠近压力就越大,想是要被无形的空间之力溃压的暴体而亡一般,一般的化红镜修为者一旦被席卷,怕是就只有神魂俱灭了。 呼啦啦。 那扭曲的空间,开始泛起了一阵阵悄然的波动,令的周围空间都是微微背的被摇晃了一下。 随着那白茫茫被扭曲的空间泛起波动,那众多的明灵年轻一辈眼睛都是悄然泛起一抹赤红,那里面的洪荒令,足以令人疯狂,谁能够得到洪荒令,哪怕是不能够最后争夺到一座洪荒殿,那也能够功成名就,在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之内崛起,还能够为背后的大千世界得到四个进入洪荒殿的名额。 一日清晨,黎明刚刚一过,一道道阴寒气息便是波动而出,整个天地空间也轰然为之一颤。 嗖嗖。 众多的明灵各族年轻一辈强者男女身影纵身而出,随即便是悬浮在了空间禁止之前。 时间应该就差不多了,禁止消除,我们就能够进入得到洪荒令。 怪是,为何周围都还不见苍穹盟的大军呢,难道那些人族和兽族已经是吓得不敢来了吗? 渺小的人族诡计多端,注意提防,不要给那些人族受阻可乘之机。 空间禁止之前,明灵大军的众多领头强者疑惑议论着,一个个身上阴寒煞气蔓延,实力都是强悍无比,一股股气息汇聚,令得整个天地也是不停泛起空间波动。 咔咔。 就在此时,整个半空为之颤动,白雾之内泛起惊涛骇浪。 就在众人牧视之中,前空之中那扭曲的偌大白雾空间内,扭曲的空间开始军裂,一股古老的萧条气息,一个个明灵年轻一辈男女强者此时都不由自主地退后了一些,那恐怖的萧条气息下似乎是蕴含着一种巨大的危险般。 刷刷。 这同时间山脉之内无数名灵大军的目光,也顿时刷刷抬头注视向了前方那一片辽阔到没有尽头的白雾空间静置,呼吸粗重,心跳加剧。 哗啦啦。 终于,扭曲的空间静置上,开始剧烈的开始泛起了一阵阵波动。 猛然之间,整片空间开始急剧的扭曲起来,一股震撼人心的古老萧条气息弥漫长空,发出宛如龙卷风暴一般的哗啦啦声响。 在这种能量气息的扩散影响下,扭曲的空间波动已经是到了恐怖地步,仿若是整个天地都在颤抖起来了一般。 静置就要消失了,十一号大陆要开启了。 所有子弟小心,大陆马上就要开启了,凝灵大军也会从其他入口进来,一旦遇到,杀无射。 杀无射。 一处辽阔的荒芜平原之上,陆晶云、陆灵、破土、追命、太阿、莫晴天、静无痕等人齐齐而立,身后无数目光泛出赤红之色,沙伐气息涌动,沙喊之声回荡长空。 呼啦啦 辽阔的空间之内,空间扭曲的静置突然一颤,随即便是听到一阵阵的呼啦啦声响。 轰隆隆。 猛然之间,扭曲的空间尽数炸碎,浩荡的能量席卷而出,空间未知颤动不休,无尽的空间波纹直接放开连衣。 下一瞬,前空之中,一块偌大的大陆浮现而出,远远间可见群峰连根,山脉连绵,一样的萧条萧沙,只是多出了一股古老的荒谷之气渗透在了这空间之内。 尽致消失,大陆出现,争夺洪荒令,沙。 争夺洪荒令,沙。 苍穹战场深处,七十二块尽至的大陆四周,此刻间密密麻麻的无数身影闪动,带着铺天盖地的破风声响彻,一道道身影对着前方大陆暴掠而去。 一道道身影,如蝗虫过境,密密麻麻,遮天蔽日,看不到边际,恐怖的气息令得天地聚颤不休。 一股股气息冲天而起,一道道目光泛红,这一煞,真正的大战点爆,一触即发。 第三千三百五十章恐怖厮杀 一号大陆周围,随着扭曲的空间尽致消失,一块辽阔无边的大陆在众人目光中徐徐浮现而出。 轰隆隆 整个山脉空间之内,顿时爆发出令人心颤的气息,铺天盖地的明灵大军煞时间涌动,恐怖的阴寒气息冲天而起,将这整片空间之上的空间波纹都是冲散开去。 刷刷 一道道的目光顿时注视向了一号大陆上,一道道的目光赤红,阴寒气息波动间,猛然暴动起来。 冲啊,争夺洪荒令。 争夺洪荒令,冲啊。 一道道的身影冲天而起,密密麻麻的无数身影犹如蝗虫过境一般,顿时源源不断地冲进了一号大陆内,所有人都希望能够争夺到洪荒令。 冲。 当先的众多明灵大军领头者,此刻间一时目光开始泛起了一抹红色,与此同时身影而动,立刻施展身形,一道道身影直接冲进了一号大陆之内。 十一号大陆内,十二号大陆之内,十三号大陆和十四号大陆内,铺天盖地的大军在某一处相遇,不管是从大陆哪一个方位进来,迟早是会遇上。 七十二块大陆虽然大,不过确实也大不到哪去。 杀呀。 击杀明灵,杀无射。 灭杀所有人族和兽族,杀。 十一号大陆内,十二号大陆之内,十三号大陆和十四号大陆内,苍穹盟和天罗盟大军相遇,各自赤红双目相对,气息疯狂涌动,根本就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直接对轰厮杀起来。 砰砰砰。 大军对撞,低沉的能量音暴声顿时响彻而出,在连绵的山脉空间中瞬间爆发,暴雨般的各种傲义能量攻击掠出,激起大片的能量如同烟花般的光弧扩散。 杀。 十一号大陆上,陆晶云,陆灵为主的陆家军厮杀而去,其一个个强者身影扑出全力出手,完全没有任何回旋。 吃啦啦。 所过之处,无数鸣灵灰飞湮灭,灵精悬浮半空。 该死的鸣灵,都去死吧。 大军之内,沙喊之声伴随着袁力滚滚回荡在了这天的内,一个个人族和兽族之人都是眼中目光杀翼赤红,可怕的杀气铺天盖地席卷上云霄,一道道攻击力直接掠出。 杀。 十二号大陆上,以风悠悠,黄义,风霸男,雷小天,唐银等为主的军团齐齐而动,一个个强者掠出。 顿时和密密麻麻的鸣灵大军冲杀在了一起。 嗷,吼,呼。 十三号大陆上,一声声咆哮声下,太皇世界内的兽族大军直接催动了大片的本体,庞大的身躯横跨长空,咆哮震天。 是魂灵身。 狼灵真身。 阴灵真身。 鸣灵种族大军之内,亦是一道道身影也是化作了庞大的膨胀争鸣身躯,恐怖阴寒气息疯狂涌动,和兽族人族大军狠狠地对撞在了一起,恐怖的对撞响彻在了高空。 杀。 十四号大陆上,北宫无双,虎狮,狂鼠,太阿,云红灵,独孤景文,灵清玄,穆紫棋,冰柔,火舞,李江等为主的上清世界大军队玉明灵大军,亦是直接厮杀而去。 惊天大战一触即发,顿时点报。 合击阵法,战舰准备。 高空之上,太阿身影踏上半空,手中令其挥手而动,众多的的五级飞虎战舰通体色泽成金黄色,密纹营绕气息洞天,如滔天凶兽一般盘踞在低空,甚至是还出现了少量的六级顶尖战舰。 修修修修。 这同时间,陆家军之内一道道的流光冲天而起,迎风而长化作一艘艘庞大的战舰,像是一只只庞大无比的凶兽聚空间,无数凶悍气息席长空,令得这一方天地间的天地能量剧烈波动。 空间颤抖。 步阵。 太阿牧视前空黑压压的一片明灵大军,令其而动,无数战舰顿时轰然而动形成攻击大阵。 吼吼吼吼吼。 无数的战舰之内,飞虎战舰更显凶悍,震耳欲聋的唬响声传出,阵的空间轰隆作响,杀伐之气骤然席卷天地,一个个黑油油的能量洞口对准了铺天盖地的明灵大军。 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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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战舰内,一道道的能量光团顿时如同陨石一般冲天而出,带着刺眼的抛物线弧度光芒,根本不用瞄准,直接便是落在了众多的明灵大军之内,紧接着直接炸开。 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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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惊雷般的低沉能量炸响顿时轰然响彻苍穹,无数明灵大军被诛杀其中,甚是是灵精都被摧毁成了碎片。 砂! 一处大陆内,武托凡暗红色披风滚滚,挥手而动,背后亿万大军而动,其本身浑身土属性原力翻涌而出,勾动土属性天地能量,撕破身前空间,第一时间就扑向了明灵大军而去。 砂无射! 辽阔的平原上,若无尘白山如雪,俊美的脸庞上虽然,目光含义斗射,背后亿万人族兽族大军涌动扑出,恐怖的原力顿时自体内暴涌而出,在天空上凝聚成一片浩荡能量空间,笼罩向下空密密麻麻的明灵大军。 合击阵法准备,杀! 一块巨大的海域上,席天羽挥手而动,背后人族兽族大军凝聚合击大阵,浩荡气息不同震动的空间天崩地裂一般,杀喊声响彻长空。 去死吧! 席天羽自身也没有任何的犹豫,恐怖的目属性傲义蔓延天地,吞噬一切生机般,身影直接扑向了一个视魂一族的二元化洪羞围者而去。 不少的大路上,此刻尖金虎、牛志、眼信、甘雾奇等皆是率领大军直接冲向明灵大军,浩荡大军相遇,随即就是强悍能量攻击光柱和匹炼狠狠冲撞而下。 杀呀,杀光这些苍穷蒙的人族兽族。 无数恐怖的阴寒之气席卷暴涌。 无数的阴寒能量攻击之下,沿途空间直接是尽数军裂而开。 战舰、合击大阵、杀。 眼信身着天蓝色甲昼踏空而立,优美的身段周身此刻间却是炽热的气息激荡开去,令得周围轰然颤动,其英姿洒爽,调兵遣将丝毫不逊任何男子,那种金国美态,足以是能够和蓝灵、云红灵两女相比较。 轰隆隆。 随着眼信话音落下,其军团之内,意识无数的战舰和合击大阵涌出,恐怖的能量轰击下,大片的空间顿时轰然炸碎,周空显露虚空,连绵的惊天音暴闷响声响彻还语。 吃啦啦。 一道道的恐怖能量之下,空间被席卷得天崩地裂,狂暴进气涟漪成圆弧形溃散在了周空天地之中,如同无数烟花乍然炸开,大片的明灵大军在这毁灭的力量下直接化作了碎片。 也不知道何处空间,有着一个恐怖阵容,滔天的毒物蔓延,刺鼻难闻,毒气俯视原力,俯视灵魂,就像是明灵的克星一般,所过之处,无数明灵化作烟雾。 当先一个长裙绝美女子,骑着一条巨大的飞天无功,宛如女罗刹一般,那恐怖的剧毒,更加势令的无数明灵逃之夭夭,不敢触碰。 怎么会这么多的人族大军,我们上当了。 好多的兽族大军,怎么会这么多? 怎么人族大军越来越多了? 惊天动地的厮杀中,明灵大军之内却是有人骤然发现,苍穹萌的大军越来越多,比起明灵大军来,绝对是多出数十倍不止,怕是还有可能多出百倍。 密密麻麻的人族兽族大军,逐渐便是将明灵大军包围,多出十数倍进百倍的情况下,明灵大军顿时就落到了一个惨烈的地步。 怎么会这样,这些苍穹萌的人疯了吗,怎么这么多的大军涌进了一块大陆上? 苍穹萌是怎么回事,不争夺其他的洪荒令了吗,怎么全部来一块大陆了? 众多的大陆上,众多的明灵大军强者,牧师前空正从四周密密麻麻的涌来的密密麻麻的无数苍穹萌大军身影,无不是面色难看,仿若是整个苍穹萌的大军,都集中到了一块大陆上了。 咦,怎么会一个苍穹萌的人都没有? 怎么回事,完全不见苍穹萌的人? 这些苍穹萌的人,难道这一次真的是被吓怕了,不敢前来争夺洪荒令了吗? 这同时间,众多的大陆上,伴随着铺天盖地的阴寒气息暴涌而进的明灵大军,却是深入到了大陆内也没有见到苍穹萌的大军,无不是露出了疑惑之色。 一处大陆上,亿万名灵大军之前,一个俊美绝伦的男子,齐镖杆斑笔挺地修长身材悬浮半空,一袭天蓝色滑袍随风而动,目视长空,淡淡阴寒气息波动,令得这空间都是为之一颤。 路少游,出其不易,果然有些本事,第二轮我败了,但我也只是损失一些毫不相干的人罢了,我们第三轮剑。 俊美男子见眉之下那一双漆黑双眼闪过一丝异样的精芒,喃喃倾道。 第3351章 世魂一族变故 众多的大陆之上,无数名灵大军没有遇到任何苍穹萌大军,一个个诧异中难以明白过来。 一共十几个大陆上,却是拥有着整个苍穹萌所有的军力,这正是路少游的计划,将整个苍穹萌大军主要抢占十几个不起眼的大陆,最后得到的洪荒令有多少,路少游并不介意。 亘古殿一共只有九座,洪荒令再多也没有用,天罗蒙得到再多,最后也要看拿到几座洪荒殿才能够有效了。 天罗蒙大军平均要比起苍穹萌大军要强一些,不过天罗蒙大军要将兵力集中在七十二块大陆上,而苍穹萌却是集中在十几个大陆上就好,数倍的对比,按照路少游的估计,天罗蒙的大军绝对不会是对手。 杀呀!灭杀这些明灵,一个也不要放过! 熬! 呜! 杀喊声,售吼上,能量闷响声,凄厉的惨叫和哀嚎声回荡一块快大陆,恐怖的气息席卷弥漫开去。 十几块大陆上,黑压压的身影对撞,惊人的杀伐厮杀声伴随响彻,半空众多庞大的身影对撞,战剑盘踞,阵法占据,能量流光飞略,傲义能量蔓延。 如此惊人厮杀中,令得整个大陆颤抖,煞气,煞气,血腥气息滔天弥漫,将整片辽阔的大陆尽数笼罩。 杀呀! 苍穹盟大军所在的大陆上,各方大千世界人族兽族强者,此刻间也是将明灵大军内的强者包围,雷小天,陆灵,唐银,李江,火武,木子齐,破土,狂鼠,虎诗,张灵峰,扁信,金虎,若无尘,武托凡,习天宇等人都是以数倍之力为攻明灵强者。 砰砰砰。 这种数倍实力的为攻下,明灵大军青年强者再有天赋,在这些人族和兽族的顶尖强者之下也要直接被多半诛杀。 这些顶尖尖的年轻一倍强者,明灵大军之内的年轻强者,实际上也没有比起人族这些年轻一倍顶尖强者平均实力强多少,此时至少是五倍实力以上的对比,那根本就不是对手。 我们被包围了,快逃,布置阴灵大阵。 阴灵一族大军内,无数阴灵族的大军布置起了诡异的阵法,形成巨大的阴寒吞噬圈,能够将人族兽族大军直接吞噬其中,一声声惨叫声不停地从漩涡内传出。 万鬼吞魂 暗鬼族大军内,释放出无数的猙獰鬼头,阴寒恐怖的气息弥漫各天地,凄厉心寒的声音响彻,令人毛骨悚然。 呜呜 鬼头发出鬼哭神嚎般的凄厉之声,那猙獰大嘴能够直接将一人或者是数人生生吞噬,然后摧毁灵魂,恐怖无比。 试魂强弩 试魂一族大军之内,悬浮低空有着无数的漆黑战车骑上有着一张巨大的黑色强弩,暴射出一道道黑雾包裹的黑色能量流光,能够洞穿灵魂。 狼灵魂爪 狼灵一族之内,亦是有着无数张牙舞爪模样的战车,一道道的能量爪印掠出,所过之处撕裂空间,实力低一些的兽族和人族之人直接被撕裂开去。 合击阵法 攻击 战舰攻击 杀 苍穹盟大军眼中目光泛起血红,杀意滚滚涌涌动,无数能量攻击掠出,绝对的毁灭力量,令得天崩地裂,恐怖之力下大片空间尽数化作虚无。 轰隆隆 相比之下,此时交手的苍穹盟的天罗盟大军,无论是那些真正决定最后战局的顶尖强者还是双方亿万大军,在现在都是苍穹盟要占据绝对的优势。 呜呜 哦 明灵大军中,那惨叫声伴随着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传出。 无数身躯也在这等恐怖之力下直接化作了碎片,大片的灵精悬浮在了低空内,周围无数山脉在能量席卷波及下瞬间被移为平地。 轰隆隆 汗雷般的音爆声宛如晴天霹雳一般,无数能量轰击下,空间直接被掀开一个个空间伸动,狂暴的径风席卷而下,滔天的进气伴随着天地能量在半空化作弧形蔓延积伞。 啊 一道道的惨叫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整个山脉不断的崩塌,山脉内,瞬间血流成河,不停有着战剑破碎,强者陨落,血雾倾洒。 这等厮杀,惨不忍睹,荡人心魄。 十数大陆上厮杀洞天,短短血流成河,血腥弥漫,煞气滔天,毁灭般的炸响之下,毁灭气息充斥半空。 众多的大陆之上,在没有苍穹盟的大军,凝灵大军急速奔涌大陆中间。 大陆中间,那里面有着洪荒空间,洪荒空间之内才有着洪荒令。 洪荒空间之内,只能够容许一个人进去,谁先进去,那就能够有机会得到洪荒令。 洪荒空间之前,有着萧条的荒芜之气,想要进去,那就要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实力了。 只有经过洪荒空间之前的荒芜之气阻挡,才能够进入洪荒空间之内,不是谁都能够进去的,谁能够第一时间进去,谁就能够有机会得到洪荒令。 嗖嗖 一道道的破风声响彻长空,七号大陆上,众多冥灵强者越过连绵空间踏空而立,目光之前,便是出现了一片扭曲的荒芜空间,大片的空间扭曲成凹形,空间泛起水浪般的涟漪波动。 到了吗? 嗜魂一族的阵容之中,一个猙獰模样的嗜魂一族青年嘴角突然之间露出了一丝邪笑糊涂,其手中突然之间一道道的诡异手印结出,张嘴一声音力喝道,嗜魂困灵震。 轰! 随着其喝声落下,手印凝结中,这周空天帝顿时一颤,凭空便是有着无穷无尽的阴寒恐怖骤然渗透而出,周空方圆天帝之内,猛然从远处接连略出九道漆黑光柱。 轰,轰,轰。 九道巨大能量问响,九道漆黑的阴寒能量光柱,像是从九幽深渊内掠出,冲天而起,整个天地顿时地动山摇,而当九道漆黑光柱汇聚在了一起的时候,高空之上,骤然暗无天日。 吃啦啦! 吃魂困灵震布置,这一方天地光线在这一瞬间内就被吃魂困灵震吞噬干净,大片的空间被吃魂困灵震笼罩其中,顿时犹如到了九幽地狱了一般。 空间内,令人毛骨悚然,到处都是白骨森森,血腥入鼻,阴寒彻骨,煞气冲斥。 吃魂困灵震,吃魂一族,你们想要做什么? 吃魂一族,你们对我们布置吃魂困灵震做什么? 这一瞬,被困是魂困灵震的明灵大军顿时面色大变,吃魂一族的吃魂困灵震,可是绝对的凶物,凶名赫赫,向来是吃魂一族的重宝,不知道多少强者陨落在了其中。 此时被困是魂一族吃魂困灵震内,所有明灵各族大军都是第一时间就露出了戒备之色。 吃魂大震之外,此时那扭曲的荒芜空间之前,不少奇形怪状,模样奇特猙獰的明灵种族青年男女强者也是面色顿时大变,一个个目视向了吃魂一族领头的一个二元化红修为层次的女子,道,幽青,你吃魂一族布置吃魂困灵震做什么,想要对付我们所有人吗? 那是魂一族的女子也是面色惊变中,立刻对布置是魂困灵震的那青年,声音阴寒尖锐,令人有种汗毛植树的感觉,问道,幽丝,你们有是魂困灵震在手中的,你想要做什么? 统帅,这是长老交给我的,长老有命,争夺洪荒令,是魂困灵震,杀无赦。 被叫做幽丝的猙獰青年冷笑,手印凝结,白骨森森的士魂困灵震内顿时冒出滚滚黑雾,隐隐间传出无数厉鬼凄厉之声的空间之内,但凡是被士魂困灵震包裹的明灵大军,便是立刻开始被士魂困灵震所炼化。 混账,好一个士魂一族,我和你们没完。 士魂一族,你只是找死。 杀,诛杀士魂一族。 杀时间,这一方天地之内明灵各族大军中的强者便是对着士魂一族的人扑杀而去,一道道攻击席卷而出。 杀呀! 士魂困灵震是士魂一族的至宝,但也无法将整个大陆覆盖,还没有到那等恐怖的地步,士魂困灵震外,各族明灵大军亦是同时间对着士魂一族厮杀而去。 杀呀! 呜呜! 短短一瞬间,根本就无法掌控,顿时就各种厮杀在了一起,整个大陆一片混乱。 砰砰砰! 各族的顶尖强者,此刻间也是毫无耽搁的直接对着士魂一族的强者席卷而去,阴寒气息铺天盖地。 士魂一族的领头二元化洪修为女子此时也完全没有办法,稀里糊涂的就知能够是出手自卫,而各族围攻之下,顿时就落在了下风。 第3352章9号大陆 士魂一族的二元化洪修为领头女子此时也完全没有办法,稀里糊涂的就知能够是出手自卫,而凝灵各族围攻之下, 顿时就落在了下风。 轰隆隆。 此刻间,明灵大军内甚至是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立刻混乱起来,瞬间各自厮杀,大战一触即发。 节节,去死吧。 幽丝身影出现在了半空中,阴力冷笑,浑身阴寒血煞之气席卷而出,一道道攻击力下,各族明灵强者根本无法抵御,如若是蝼蚁一般禁术被摧毁。 眨眼间,便是好几个士魂一族之外的种族化洪净修为者禁术被其举手投足间诛杀,不少魂鹰蔓延出阴寒煞气,亦是被其掌心阴寒煞气漩涡直接吞噬而进。 吃啦啦 幽丝出手,明灵各族亘古静修为者直接搂一般陨落,根本就不可匹敌。 幽丝,你不是幽丝,你到底是谁? 是魂一族的那领头女子目视前空幽丝,此时她能够感觉出来,那根本就不是幽丝,那一定是另外的人。 既然想知道,那就告诉你了。 幽丝冷笑,其身躯猛然直接炸开,化作滔天阴寒烟雾,与此同时间,一个身形轻瘦的紫金身躯青年男子出现,其陌生的面孔,根本无人可识。 你,你杀了幽丝,你是夺舍了幽丝,你魂了进来,你到底是谁? 目视着前空的目神青年男子,是魂一族的这二元化红修为女子甚至是难以判断对方是明灵还是人族兽族,对方身上的阴寒煞气,不像是人族和兽族所有的。 世荒世界,非灵门的,节节。 淡淡的紫金身影男子冷笑,其一道掌印拍出扭曲空间,是魂一族的那二元化红修为女子根本无法抗衡。 一掌之下,世魂一族的那二元化红修为领头女子身躯摧毁,魂鹰被前者直接张嘴吞噬进入了口中。 砰砰砰。 剩下几个世魂一族的不凡青年男女,庞大的世魂灵身也没有逃脱厄运,其那淡淡的紫金身影着,身着的淡紫金色长袍,随即收起世魂困灵阵阵扬长而去进入了荒芜空间内,亿万明灵大军,无人可挡。 九号大陆上,铺天盖地明灵大军之前,数百个明灵各族青年男女强者悬浮半空,目视着前空扭曲的空间,一股荒芜之气蔓延下,确实令人目光泛起赤红。 前面就是荒芜空间了,洪荒令就在荒芜空间之内。 一个个明灵各族青年目光泛起赤红,各自目光中也是露出看戒备之色。 呼啦,莫的,就在此时,这大陆上空之上空间泛起了波动,然后空间像是撕裂开了一道道的空间裂缝一般,顿时间密密麻麻的空间裂缝顿时蔓延在了整个上空,有着炽热的气息就凭空渗透而出。 呼啦啦 空间裂缝内,煞时间一股股的刺眼蓝色光芒蔓延而出,一股股恐怖的炽热气息伴随着阴寒之气弥漫,这恐怖高温之下,令得这大陆之上所有明灵大军皆是灵魂颤聚。 这种阴寒炽热并存的温度,就是明灵的克星一般,伴随着一股古老的阴寒气息释放,气息像是亘古长存一般,透着一股说不出来的古老气息,那阴寒之气,又宛如来自久悠,灵魂根本无法承受的可怕的炽热阴寒之气,其无孔不入的从虚空渗透而出,眨眼间就遮天蔽日。 怎么回事? 亿万明灵大军震惊,那众多的年轻一辈明灵强者意识目光大变,阴寒炽热的高温下,蓝色光滑蔓延,顿时有着蓝色火炎翻涌而出,恐怖的温度在急剧攀升,令得周围空间直接被焚烧成虚空。 天生灵物,这是火炎天生灵物。 难道是天灵宫的人吗? 明灵年轻一倍强者面色大变,一个个双眸露出惊骇之色,这火炎就是天生灵物,恐怖的天生灵物,根本不是一般的天生灵物所能够相比较的。 呼啦啦 这一方大陆之内,一股股蓝色火炎倾泻而出,急速扩散开来。 铺天盖地的蓝色火炎涌出,恐怖蓝色火炎袭险,以一种毁灭万物之势扩散在空间内,只是短短的一瞬,已经化作了一片炽热的蓝色火炎海洋。 蓝色高温火炎包裹。 阴寒和炽热的气息并存,可怕的气息悄然迅速蔓延而开。 快攻击,快。 联手阻挡,快。 一道道大喝声传出,一个个青年一辈的明灵种族顶尖强者第一时间开始阻挡,一道道的攻击力,铺天盖地的便是席卷向了正降灵而下的火海,风起云涌,阴寒滔天,天地动荡。 呼啦啦 铺天盖地的阴寒能量攻击皆是狠狠地砸落在了火海之内,如奔雷一般带着浩大之势,但落在那铺天盖地降临的蓝色火炎海洋之内,却是并没有带起太多的波动,随即便是被排山倒海的蓝色火炎火浪吞噬淹没。 呜呜 快逃,这火炎太恐怖了,根本无法抵御,逃,快逃。 统帅救命啊,救我。 滚滚的蓝色火炎飞溅击射,洪水般倾泻而出,顿时间一个个触及的明灵惨叫哀嚎,一道道呼就逃命传出,直接开始拼命暴退,如此恐怖的滚滚蓝色火炎倾泻威势下,没有明灵感与之抗衡。 就算世话红镜修为者感觉到这气息,也浑身颤速,其他修为者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明灵大军暴退,但滚滚的蓝色火炎蔓延的速度却是更快,恐怖的温度和阴寒气息下,所有明灵肿生灵直接就被无形压制,压制明灵引以为傲的灵魂优势,实力低一些的,甚至是灵魂颤速的根本无法逃脱。 蓝色火焰铺天盖地蔓延倾泻,煞时间笼罩在了整大片空间之内,顷刻间,无数的明灵大军就直接被蓝色火浪席卷吞噬,惨叫声都还没有传出,就直接被淹没在了恐怖的蓝色火炎下化作了灰烬。 短短一刹那间,便是铺天盖地,密密麻麻的大片明灵被蓝色火炎吞噬,紧接着化作烟雾灰烬,魂鹰也逃不出去。 逃,快逃! 快逃啊! 没有任何明灵能够阻挡这恐怖的蓝色火炎,一旦被其波及席卷,就会直接灰飞烟灭,不停的有着无数明灵大军被那滚滚的蓝色火炎巨浪席吞噬。 呼啦啦! 毁灭般的蓝色火炎,依然在继续倾泻,就像是吞噬万物的凶兽一般,一旦吞噬任何生灵,便是灰飞烟灭,魂飞魄散。 所有明灵大军发颤,光是那恐怖的蓝色火内蔓延的炽热高温和阴寒气息都让灵魂颤速萎缩,毫无反抗之力被蓝色火炎吞噬,一瞬间就被焚烧成了灰烬。 所有明灵大军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抗衡之力,一个个魂鹰直接席卷瞬间就被无情的焚烧成了一股股虚无白色烟雾,然后飘散在了这炽热的阴寒高温空间之内。 啊! 呜呜! 蓝色火炎所过之处,无数明灵化作虚无,何止艺术,这简直就是超级屠禄,恐怖屠禄。 在这炽热的蓝色火海内,滔天的蓝色火海宛如岩浆一般泛起了惊涛骇浪,毁灭般的气息直接冲斥在了这空间之内,大片的空间成为虚空。 明灵大军所有的防御手段皆是摧枯拉朽被摧毁,一旦被波及就会大片大片的被焚烧干净,魂飞魄散。 恐怖的蓝色火炎就连大地、山峰、平原都能够直接融化,摧枯拉朽一般摧毁,尽数未知毁灭,这一方天地煞时间就成了一片炽热阴寒的蓝色火海。 毁灭,毁灭一切的毁灭。 快联手阻止,快。 众多的明灵青年一辈男女强者面色骇然,身影齐齐而动再度是全力出手阻挡在了其滔天的蓝色火炎巨浪之前,一道道音含原力能量怕铺天盖地凝聚,令得天地变色,让天地都在为之颤抖。 呼啦啦。 只是这恐怖的一道道能量攻击落在了滔天蓝色火炎内,依然是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只是将这滔天的蓝色火炎激起更大的波动。 同时间,也是在这滔天的蓝色火炎内,击出了一道庞大的蓝色火焰巨人,宛如山峰一般耸立,蔓延着刺眼的蓝色光芒,其身上的阴寒高温越发恐怖。 好恐怖的温度。 大片的明灵各族年轻一辈顶尖强者目视着那蓝色火炎海洋内的恐怖蓝色火炎巨人,目光皆是大惊失色,灵魂在颤抖发寒,皮肤在灼痛,其身上的高温更加恐怖。 第3353章 天魔一族 都去死去 巨大的蓝色火炎巨人双眸杀意斗射,庞大的火炎巨壁一斗,巨大的一道火炎全印顿时凝聚而出,一道道的空间裂缝漫天弥漫而出,渗透出一股股炽热阴寒的蓝色火炎, 然后急速扩散开来。 一瞬间,阴寒和炽热的气息并存,整个空间颤抖,可怕气息,悄然迅速蔓延而开。 一道巨大的蓝色火炎全印,伴随着铺天盖地的蓝色火炎涌出,全印之下恐怖蓝色火炎席卷,以一种毁灭万物之势扩散在空间内,轰然便是奔雷般急速落下,狠狠地落在了一堆明灵年前男女顶尖之背身上。 吃了! 拳头沿途锁过之处,炽热的温度将空间尽数焚烧成了虚无。 轰隆 一拳落下击射出无数恐怖的蓝色火炎蔓延开去,炽热的蓝色火炎翻涌而起,恐怖的温度攀升,那滚滚的蓝色火炎如同惊涛骇浪一般,排山倒海般。 而众多的年轻一辈明灵修为者,直接在这一道全印之下被轰击成了灰烬,神魂俱灭,魂鹰未曾掠出过。 吃了! 与此同时间,巨大的蓝色火炎巨人之内,一道蓝袍身影者破空而出,化作一道蓝色滑光包裹的流光对着前空飞掠而去,身后大片蓝色火炎四散冲击,蓝色火炎蔓延间一道道漆黑的光圈闪现,大片的虚空被摧毁,漆黑深邃的光芒迸射而出。 呜呜! 蓝袍身影所过,一路凄厉哀嚎,大片明灵大军化作虚无,无人可挡,以毁灭之势所过,最后阳长进入了那荒芜空间之内,那浩瀚的荒芜之气,在那蓝色滑光包裹着身影者所过之处,都是滋滋的弥漫出白色烟雾,然后一路虚无。 给你小龙爷爷让路吧! 一处大路上,小龙周身包裹金色火焰,令人皮肤灼痛,灵魂枯萎的金色火焰下,所过之处,明灵大军一路哀红遍地,凄厉惨叫。 砰砰砰! 低沉的阴暴声下,众多的明灵大军顶尖强者体内,无缘无故爆裂出金色火炎,然后灰飞烟灭。 金色火焰包裹下,小龙一路如无人之境,最后阳长进入了前空的荒芜空间内。 一号大路上,一个头如驼风的夜叉一族青年,没得出手。 幽暗煞气之下,数道毒辣指印暴跃而出,身边数个修罗一族,罗刹一族,暗鬼族的青年修为强者,也瞬间被其击杀。 夜叉族争夺洪荒令,杀。 夜叉族青年攻势不减,阴寒大喝声传出,数个其他种族青年便是再度被其诛杀指印之下。 夜叉族,你们想做什么? 夜叉族想要对付我们所有种族,杀呀。 好一个夜叉族,火修罗族的人也敢动,找死。 动我罗刹族的人,夜叉族找死,给我杀。 杀时间,众多的杀喊声便是响彻在了这一方天地之内。 轰隆隆。 连绵低沉的阴暴声下,大战一触即发,亿万明灵大军内,已然是一场混战。 连绵的阴暴声下,头如驼峰的夜叉族青年悬浮半空,一道道阴寒指印掠空,众多明灵年轻一辈顶尖强者如同断炙的风筝般从半空栽落,根本无法抗衡。 夜叉族的这青年旗直接横跨长空,身影在亿万明灵大军之前如无人之境,静止进入了荒芜空间之内。 就在其身影进入荒芜空间的一瞬间,浑身开始蠕动,身上流光涌动包裹。 当流光逐渐削弹一丝的时候,荒芜空间深处,外面亿万明灵大军无人可见,这头如驼峰般的夜叉一族青年男子,已经是恢复成了一个身着青袍,脸庞刚毅的男子。 这不是混进明灵大军之中的陆少游,又还能够有谁? 荒芜空间深处,陆少游身影包裹着紫金雷光,静止掠进了前方。 吃! 大约半刻钟的时间,陆少游身影出现在了一块辽阔的虚无空间内,这空间仿若是虚空,到处白茫茫的一片,但那浓郁的荒芜之气却是突然之间少了很多,多出了一股浓郁的天地能量气息弥漫在周空。 仿若是那荒芜之气,便是将两个不同的空间隔绝而开了一般。 随着陆少游身影出现,其目光便是也骤然抬头望着前空,这天地能量浓郁的空间内,突然一股阴寒魔气也是顿时蔓延而出,这气息像是这天地之间最恐怖的存在,魔气蔓延,冰寒彻骨,令人灵魂直接不安。 这种阴寒魔气,令得陆少游顿时浑身一颤,当初苍穹战场和天界密地之间的空间重动对自己最后下手的四元化洪修为者,就是这种气息。 后来陆少游才得知,那当初对自己出手的四元化洪修为者,乃是明灵五大种族之一的天魔族之人。 随着这阴寒的魔气弥漫,一瞬间便是浓郁起来,随即前空泛起波动,一个盘膝而坐,双眸紧闭,大约三寻模样的男子出现在了这虚空之内。 这男子模样倒是算正常,比起夜叉一族,试魂一族,狼龄一族,修罗一族等的人都是要看着要舒服得多,只不过自身上不停弥漫而出的那一股一股滔天魔气滚滚席卷,像是能够毁天灭地,能够摧毁一切,令人感觉着都是毛骨悚然。 痴痴。 莫得,这男子便是睁开双眼,其目光中一股阴寒略出,令得身前空间也是直接颤荡。 一股滔天魔气自这男子周身滚滚席卷,隐隐间似乎是伴随着一个荒谷支气般,和一般的明灵身上的气息,有多了一些不同,但无疑是越发的凝实强悍。 天魔一族,四元化红。 陆少游目光微挑,落在了那青年的身上,喃喃轻道,看样子洪荒殿的效果还真是不错呀。 据陆少游所知,当初这一号大陆最后洪荒令的争夺拥有者,乃是天魔一族的一个青年,其当初是二元化红靠近后期的地步。 而此时一千五百年,却是到了四元化红,短短的一千五百年能够突破如此之大,毫无疑问,那都将是洪荒殿的功劳。 痴。 天魔一族的这四元化红修位者随着双眸睁开,滔天的阴寒魔气滚滚落在了陆少游的身上,身躯随即悬浮半空,一双阴寒的眸子在阴沉的面色闪动,其眼中阴沉的目光死死的盯在了陆少游的身上。 没想到竟然是一个人类,也好,正不需要手下留情,也好看看这一千五百年我的修为进步。 阴寒的声音从那天魔一族的青年男子嘴中传出,其目光望着陆少游,除了冷笑便是不屑。 陆少游微微抬头,迎面目光注视那天魔一族的四元化红修为男子,嘴角勾勒出淡淡的冷意弧度,目光之中,寒意若隐若现,轻道,一直没有遇上天魔一族的杂碎,没想到现在遇到了,也好,利息该负了。 听着陆少游的话,那四元化红天魔一族的修为男子为之愣了一下,随即目光越发阴寒。 现在外界的人类,难道都如此嚣张了不成,不过没有实力的嚣张,那都是找死。 话音落下,这天魔一族的四元化红修为者男子这身影便是向前踏出,目光阴沉的盯着陆少游抹过丝毫不加掩饰的杀意,滔天的阴寒魔气释放之间,猛然如同狂风暴雨一般扩散,顿时整个虚空风云变色,空间动荡。 蝼蚁,受死吧! 动荡的虚空之内,这天魔一族的四元化红男子周身那滚滚的阴寒滔天魔气便是涌进了陆少游体内,手印凝结,其身躯一瞬间视如奔雷,快如闪电,直接出现在了陆少游的身前。 咻! 其一道阴寒的魔气手印,带着一道上述石杖庞大的漆黑深渊裂缝在这空间内浮现而出,意识对着陆少游狠狠一拍。 轰! 一道巨大的魔气手印穿透空间,滚滚的魔气如乌云滚荡,沿途摧毁空间,伴随着可怕的能量波动自其内弥漫而出,周遭空间寸寸崩碎,随即落向了陆少游,泰山压顶一般狠狠遮盖溃压。 光是周围那机设的魔气阴含能量,都是令得周围空间被摧毁得如光湖扩散一般弥漫而开。 此刻,空间冷意弥漫,隐隐间有着一股冰冷沙意,让周空为之凝固。 就在那一道魔掌手印落下的时候,陆少游身影却是消失在了其滔天魔气之中,下一瞬,当陆少游身影再度出现的时候,已经是直接出现在了这天魔一族的四元化红男子的身后。 不好! 这天魔一族的四元化红修为者似乎是感觉到了什么,阴寒的目光,瞬间露出恐惧之色,身躯急速前扑暴退。 第3354章罗刹夺魂圈 但这一切似乎是已经太晚了,就在天魔一族那四元化红修为者其身躯暴退的同时间,一道巨大的紫金流光狠狠地落在了其身躯之上。 轰隆隆 一股毁灭般的浩瀚气息,猛的刺奇虚空捏铺天盖地的暴涌而出,震慑天地的雷霆之声,煞时间在这虚空响彻而起。 怎么会这么强,不可能,怎么会。 这一煞,天魔一族的青年男子立刻感觉到一股冷意在心底蔓延开来,这惊人雷微能量弥漫下灵魂都在颤抖,目光骇然恐惧,然后身躯开始膨胀扩大,想要施展天魔真身。 吃! 一切都是一瞬间,一道巨大的紫金雷霆如怒龙般的轰然落下,雷霆所过之处,空间直接轰击出了一个空间伸动,丝丝空间裂缝露出漆黑心计的光芒,令得这虚空之内的空间也顿时扭曲,然后便是洞窗空间落在了天魔一族的那四元化红修为者刚刚要施展的天魔真身之上。 轰隆 雷霆落下,就在这强悍紫金雷霆披下的瞬间,整个虚空,此时也是在这强悍的攻击之中剧烈的摇晃了起来。 天魔一族的四元化红修为者,还没有尽数催动天魔真身,其身躯便是在这雷霆之力下肉眼可见,那天魔一族的四元化红修为者其身躯满溢紫金电芒,只是僵持了一会之后,便是直接化作了碎片。 吃啦啦 后者就连魂鹰也没有机会逃出,空间破碎,恐怖的能量风暴顿时如同飓风一般的席卷而开。 空间之内,随即一块巴掌大小,弥漫荒谷之气的古朴密纹令牌浮现。 吃! 路少游掌心一吸,将那弥漫荒谷之气的古朴密纹令牌吸扯到了掌心之内。 虚无的空间内,一个身形轻瘦的紫金身躯青年男子出现,目视着身前一个矮灵族的青年男子,眼中抹过些许不露痕迹的冷笑。 矮灵族的男子,三元化红巅峰修为层次,其浑身阴寒能量波动,面目可增,身高宛如猪如般。 但身上的那阴寒能量气息波动,却是恐怖无比,其手中,一块那弥漫荒谷之气的古朴密纹令牌握在手中。 你是何族? 此刻间,这矮灵族的男子抬头望着身着弹紫金长袍的男子,目光极为疑惑,对方身上的那阴寒血煞之气,不像是人类做能够有的,但他都是难以方面对方到底是明灵种族内的何种种族。 这不关你的事,交出洪荒令就好。 但紫金男子目视暗灵珠的三元化红巅峰修为者轻道。 狂妄,想要洪荒令,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矮灵真深。 话音落下,这三元化红巅峰修为层次的矮灵族的男子猛然间身躯一抖,一股刺眼的阴寒光芒顿时爆发开来,随着这刺眼的阴寒光芒迸发,周空一颤,其化作了足足世上百米的硕大身躯。 身为矮灵族的人,就算是施展明灵真深,那也是比起其他种族要小上不少,但此刻间那气息却是强悍得了极致。 风起云涌的虚空内,前者硕大的身躯上,冷冷阴寒目光目视弹紫金长袍男子, 伴随着手印凝结,一股滔天阴寒能量暴掠而出,铺天盖地的阴寒能量席卷的空间隐隐间扭曲。 如此强悍的阴寒能量,几乎是一瞬间就穿透空间,无声无息间,令得空间为之扭曲。 短短一瞬,铺天盖地的阴寒能量,像是一瞬间便是对着弹紫金长袍男子溃压而下。 极为阴寒恐怖的威势下,弹紫金长袍男子周围空间也是开始显露出了一圈圈的漆黑空间波浪,足见这恐怖能量之强。 呜呜。 一切只是瞬间,这恐怖的阴寒能量便是直接将弹紫金长袍男子周身笼罩,浩瀚如海的阴寒能量便是宛如潮水般,一波又一波不停地溃压在了弹紫金长袍身影者的身上,伴随着隐隐间凄厉哀嚎的鬼哭神嚎声响彻不休。 而此刻间,这弹紫金长袍男子,却是在这浩瀚如海的恐怖阴寒能量波动下,竟然是连衣巾都没有掀起半分。 三圆画红巅峰,有点低了。 莫得,弹紫金长袍身影者动了,一股滔天的阴寒煞气陡然席卷长空,其身躯在这一瞬间,意识直接膨胀而起,化作了数百丈庞大,那等阴寒煞气,足以是所有灵魂力的克星。 呼啦啦。 随着其庞大的身躯浮现,张嘴猛然一吸,一股巨大的灵魂煞气漩涡直接蔓延而出,将大片空间也像是要吸扯而进嘴中,随即直接将那矮灵族那三圆画红巅峰修为者周身的阴寒能量尽数吸扯到了嘴中。 最后在那三圆画红矮灵族男子震撼恐惧的目光中,其身躯也是身不由己,寸寸缩小,浩荡的阴寒能量直接被吞噬吸扯,最后诸如般的身躯,直接便是也被吞噬进了巨大吸扯之力蔓延的嘴中。 痴。 庞大的身躯缩小,但紫金长袍身影者手中,亦是出现了一块弥漫荒谷之气的古朴密纹令牌,嘴角勾勒出一道笑意弧度。 辽阔的虚空内,刺眼的蓝色光芒如同药日一般蔓延而出,恐怖的高温刹那间出现在了这一片白茫茫的虚空之内,透着一种连灵魂都是无法承受的可怕温度,然后整个白茫茫的虚空,便是被一片蓝色鹅银行高温火炎包裹。 白茫茫的辽阔虚空之内,一股古老的气息蔓延,滚滚的蓝色火炎充斥,形成了一片蓝色火火焰海洋。 空间之内,一股让人动容的可怕气息,悄然蔓延而开,此刻间,一道巨大的弑魂铃身出现在了空间内,其三元化红巅峰修为层次气息,此时在这毁灭万物般的蓝色火炎下,却是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恐怖的阴寒煞气瞬间就被蓝色火炎席卷吞噬,这些蓝色火炎,就像是克星般。 轰! 浑滚蓝色火炎海洋内,一道巨大的蓝色火炎能量光柱,宛如蓝色雷霆般,轰然冲击在了那庞大的弑魂铃身身上,那等恐怖的蓝色火炎就像是吞噬万物的凶兽一般,顿时将其庞大的弑魂铃身也直接摧毁。 呜呜! 凄厉的惨叫哀嚎声下,其庞大的弑魂铃身只是一瞬间就被焚烧成了灰烬,根本就没有多少的抗衡之力,一道的魂鹰而逃,却是被这蓝色火炎之内一道火浪直接席卷而尽。 滋滋! 魂鹰触碰到这蓝色的火焰,瞬间焚烧成了虚无白色烟雾。 随着那三元化红羞为世魂灵身者神魂俱灭,滚滚蓝色火炎意识瞬间消失不见,一道蓝袍身影者出现其中,手中一块弥漫荒谷之气的古朴密纹令牌紧握。 三元化红巅峰,实力不弱了呀! 虚无的空间内,一道金袍挺拔身影望着身前一个绝美的罗刹女子,眉心邪魅印记微动,那深邃的目光,令人望着也是。 只欲要臣服一般。 绝美罗刹女子目视金袍青年,绝美容颜森然阴寒,眼中顿时涌上一股寒意,周身一股罗刹之气也是如引爆的火山般顿时蔓延而出,焦躯在那浩瀚的罗刹之气中,却是宛如磐石不可撼动,嘴角冰冷杀意弧度波动,兽足小子,找死。 只可惜你还没有这个实力,罗刹一族,一般而已。 目视着那冰冷的罗刹女子,小龙目光微动,针锋相对,那令人臣服的眼神目光,此刻间亦是同样的目视在了那罗刹绝美女子身上。 哼,不自量力的兽足,和我罗刹一族相比,你们兽足还差远了。 随着小龙话音落下,绝美的罗刹女子胶岩彻底紧绷,其双眸之中一股令人心颤的灵力杀意席卷而出,其双眸一片血红,血煞无匹,三元化红巅峰层次的阴寒能量气息,也是再无保留的释放而出。 轰! 如此恐怖的能量席卷下,令的周围空间也是轰然一颤,一股巨大的阴寒能量风暴如同龙卷风暴般瞬间出现在了绝美罗刹女子其周身空间,恐怖能量爆发而出,先手瞬间不停的凝聚手印。 随着绝美罗刹女子此时不停的凝聚手印,整个辽阔的虚空剧烈颤聚,猛然浮现出了一道道的漆黑裂缝。 目视着身前的一切,小龙悬浮而立,亦是淡然望着,脸庞上那令人挤欲沉浮的目光,抹过些许淡淡笑意,这笑意中,有着寒意悄然浮现。 罗刹夺魂圈,去死吧。 绝美罗刹女子娇喝声落下,那庞大的阴寒能量风暴之内,便是有着一个巨大阴寒光圈盘旋而出,如苍穹漩涡一般,伴随着周围空间不停蔓延空间裂缝,以一种绝对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息,朝着小龙狠狠地吞噬而去。 第3355章 72块巨石 吃了! 恐怖的阴寒圈速度极为恐怖,仅仅是一闪间便是出现在了小龙的身前,像是一只滔天巨兽的猙獰大嘴般,欲要将小龙吞噬进去。 我说过,你还没有这个实力,罗刹一族,一般而已。 小龙嘴角一挑淡淡一笑,其淡淡话音落下的时候,周身诡异的一股金色火焰实质化晃膀蔓延而出,不退反进,阵臂一抖,脚掌一跺虚空,金袍身影随即冲天而起。 哦! 下一瞬,小龙身影冲天而起便是已经化作了其庞大的本体,一条金色火焰蔓延的巨龙横跨长空,其背上跳动着金色火焰,浑身那一片片的龙鳞之上,却还是隐隐间有着特别的密纹弧线,勾勒起来正是一幅完好的玄武密纹图案。 破! 随着小龙庞大的本体出现,顿时便是对着那前者凝聚的那巨大银行光圈暴掠而进,庞大的金色巨龙身躯带着一股磅礴的诡异能量汇聚,扮起偌大的一片空间波纹。 咔咔! 随着这巨大的金龙之躯掠进那巨大的银行光圈之内,顿时直接军裂,以催枯拉朽之势军裂开去。 扑齿! 短短一瞬,随着银行光圈军裂,绝美的罗刹女子嘴中顿时鲜血狂喷不休,其目光煞时骇然,那庞大的金色火焰巨龙已经是瞬间到了她的身前,炽热诡异的金色火焰高温蔓延,令得空间尽数被凝固斑。 这是什么兽足,怎么会这么强? 此刻间,这绝美罗刹女子这才心中大害,双目瞳孔之中露出一片惊骇之色,在这金色巨龙的面前,此时空间都尽数凝固,她体内的原力都尽数被溃压的停滞了一般,金色火焰令得灵魂萎缩,一股黄者威压蔓延,她想要顿逃都难。 咔! 金色巨龙低沉咆哮,张开猙獰龙嘴,以奔雷之势,一口将整个空间撕咬破碎斑,瞬间将那绝美罗刹女子直接吞进了猙獰嘴中。 白茫茫的虚无空间之内,陆晶云身躯挺拔而立,浑身气势浩瀚巍威鹅,像是一座不可撼动的大山一般,剑眉之下,一双紧闭双眸眼中血白光芒,如若是力斧般煞时间斗射,伴随着身上一股锐利沙发的磅礴气息,如风暴一般席卷长空。 死去吧! 画音落下,陆晶云手中一柄血白色大刀紧握,一刀劈下,顿时落在了身前一个目光骇然的修罗真身三元化红修围者的身上,刀芒落下之下,庞大的修罗之身空间寸寸崩碎。 砰砰砰。 随着庞大的修罗身躯炸开,周围空间也是接连炸开崩碎,灵力沙发的气息能量像是炸弹一般在这白茫茫的虚空内爆炸崩碎,震耳欲聋,恐怖的沙发能量如光湖一般溃散在周空。 哼,渺小的人类,找死。 白茫茫的虚空内,一个修罗一族的美貌女子,其美貌身姿柔意清扬,手中尖锐的血红倒刺灵气长边如同毒蛇一般在半空中直接回旋,带起尖锐破风声响,意识发出尖锐的凄厉哀嚎之声。 其浑身蔓延胸利修罗之气,修罗一族的美貌女子边影之下显露出不少漆黑空间弧陷,每一边都是带着足以洞穿空间的强悍能量,密密麻麻的边影诡异无比的包裹空间。 将淡雅绝美女子包裹在内。 才刚刚三元画红巅峰修为,你还太弱了。 淡雅女子喃喃轻道,其话音落下之际,周身猛然青绿色光芒犹如风暴一般席卷而出。 随着这青绿色光芒席卷,那漫天的边影直接像是被吞噬了一般消失不见。 吃啦啦。 与之同时,这淡雅绝美女子倩影穿梭空间,残影之中浮屠曲线飘过,瞬间出现在了这美貌的修罗女子之前,倩影宛如蝴蝶偏飞,玉手翻飞,一道青绿色掌印轰击而出,直接以一种匪夷所思之事便是轻飘飘的落在了那美貌修罗女子身上。 原来你已经,你。 这修罗一族的美貌女子,似乎是此时才真正的知道眼前这淡雅女子的实力修为究竟是到了哪一步,骇然的目光下,瞳孔收缩,弥漫恐惧之色,还没有尽数反应过来,就已经是来不及了。 吃啦啦。 这轻飘飘的一掌下,那修罗一族的美貌女子却是浑身生机顿时尽数消失,大片空间化作虚无,美貌的模样在眨眼间便是白发苍苍,满面褶子,然后身躯开始枯萎,最后直接悬浮在了这白茫茫的虚空内,身上生机尽数消失不见。 吃。 一块一块弥漫荒谷之气的古朴蜜蚊令牌出现在了淡雅女子的手中,其眉心内一道灵魂力注入其中,顿时周围空间泛起波动,波动蔓延间空间为之扭曲,随即出现了一个空间洞口。 淡雅绝美女子美眸微动,倩影一闪,其连不轻易,顿时进入了空间洞口之内。 这是一片巨大的空间,空间之大,超乎人的想象。 这空间内,没有天,没有地,无边无际,辽阔无比。 空间之上,有着七十二块椭圆形的巨石,宛如七十二座巨大的山峰一般悬浮在了这辽阔无限的虚空之内。 这七十二座庞大的山峰,宛如亿万年盘踞在此的滔天凶兽。 无端间,这空间内的气息,足以令得亘古镜高阶修为者也难以踏足而进。 辽阔的高空之上,这片天地间,突然间便是发出了一阵的波动,这种波动,越来越强,紧接着一块巨石之上空间波纹一颤,便是立刻跃出了一个天地。 这身着一袭天蓝色滑袍的俊美绝伦男子。 这俊美男子乌黑茂密的头发梳着高贵的发际高高挽起,有着镖杆般笔顶的修长身材,白皙的皮肤,双眸此时望着这巨大空间之内的一切,意识泛起空灵波动。 轰! 随着这俊美男子出现,巨石一颤,瞬间有着一股透明流光如同光圈一般,将整个山峰尽数遮盖其中,那俊美绝伦的男子,意识被笼罩其中,周围空间隐隐间出现凹凸波动,似乎是里面的空间已经被封锁。 吃! 再次一块巨石上有着空间波纹闪烁,一道青袍身影跃出波动的空间波纹,其正是一号大陆得到了洪荒令的陆少游。 轰! 随着陆少游的出现,脚下山峰般的巨石一时未知一颤,瞬间也是有着一股透明流光如同光圈一般将整个山峰遮盖,陆少游意识被笼罩其中。 周围空间隐隐间出现凹凸波动,陆少游目光微挑,发现周围空间已经被扭曲,怕是无法强行出去了。 随着陆少游身影出现,目视着此时这辽阔空间之内的一切,也为之目光颇为动容。 不知道是何等超级强者,才能够布置出这巨大空间内的一切。 我的,陆少游似乎是感觉到了什么,顿时抬头注视前空,目光所示,一个俊美异常的男子,便是出现在陆少游的目视中,那男子俊美的,令得陆少游也目光暗自一挑。 原本陆少游以为飞鹰凌风,蓝十三,若无尘这些个已经是女人祸水了,天下间怕是再难找出比起他们更加俊美的男子。 但此时望着那身着天蓝色滑袍的男子,陆少游才知道以前自己还是想错了。 这前方的俊美男子,甚至是比起蓝十三,飞鹰凌风,若无尘等更加俊美,最重要的是身上那一股气质,比起蓝十三,若无尘,飞鹰凌风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可以说,蓝十三,飞鹰凌风,若无尘等也无法与之比较。 此刻间,那俊美异常的男子,亦是目光第一时间落在了陆少游的身上,目视着陆少游,眼中空灵目光煞时为之闪烁,气息本是古井无波,一股无形气势却是骤然隐隐间开始蔓延而出。 是他。 陆少游目光一挑,从气息中陆少游不难知道,这俊美异常的男子,正是当初在闽星大陆上没有现身,婆质等人称之为元帅的人,天罗蒙的元帅,毫无疑问,乃是现在整个天罗蒙年轻一辈最为巅峰的佼佼者。 一股气息自陆少游周身波动,两人四目相对,这相隔的空间之内,气氛顿时变得紧绷起来,似乎是无端便是出现了一股股剑拔弩张的对视。 轰 七十二块巨石中的第一块巨石上开始有着空间波纹闪烁,一道身影跃出波动的空间波纹落在巨石上,其脚下山峰般的巨石意识随即也是一颤,同样的一股透明光圈将整个山峰遮盖,其意识被笼罩其中。 第3356章 空前绝后 这第三个来的也是一个男子,穿着墨色的段子长袍,脸如陶杏,姿态颇为显雅,同人灵动的宛如水晶珠一样。 而其此刻间其意识被光圈包裹,神态却是极为淡然,甚至是连周围都没有打量一眼,只是静静的站在山峰巨石之上。 吃了。 紧接着,不少山峰般的巨石之上,开始泛起波动,第四道身影跃出,金袍身影挺拔,金色微卷发丝下,眉心印记邪魅。 第五道身影落下,身着淡紫色长袍,身形轻瘦而落,浑身有着淡淡的阴寒血煞之气。 这六道身影灰衣黑发,目光如沉,第七道身影,蓝色长袍,气息阴寒炽热,但收敛极深,难以有人能够窥探。 第八道身影乃是一个淡雅女子落下,倩影偏若惊鸿,一举一动,街位透着高贵之气,第九个女子,红色宫装,宛如鲜血流淌般,曼妙身躯,惹火至极,第四个女子,白衣如雪,圣洁高贵。 一道道的身影开始落在巨石上,随即皆是被能量光圈所包裹。 陆少游目视着一道道出现的身影,第三个男子不是苍穹蒙的人,那自然是天罗蒙的人。 第四个不是小龙也不会是别人,然后陆无双,牡丹,风悠悠等一一出现。 轰隆隆。 空间不时颤动,大约是半个时辰之后,七十二块巨石上,已经是绝大部分都被能量光圈所包裹。 每一道身影落下,便是有着一道能量光圈覆盖,巨石也未知一颤,到现在为止,只是剩下了最后一块巨石没有人踏足。 紫烟,蓝十三。 陆少游目视着一道道身影不停落下,大部分都是天罗蒙的人,随着北宫无双和牡丹,陆晶云出现之后,风悠悠,紫烟也踏足其中,另外另外蓝十三的身影也赫然出现。 最后陆心童的出现,也让陆少游意外不少,没想到昆云世界的代表没有争夺到洪荒令,而是被陆心童所夺下。 武托凡,若无尘,习天宇,衍信,牛志,金虎,枫叶飘这七人也出现在了其中,怕事实常义,甘悟奇,乌自安等人,便是彻底的无缘了。 七十二块巨石上,此时已经是包裹上了七十一道光圈,只差一人没有踏足其中。 七十一人之中,陆少游目光一扫,到目前为止苍穹萌却是只有十九人而已,而剩下的尽数都是天罗蒙的人,这种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一些。 天罗蒙中的那俊美异常的男子,目视着周围众多的天罗蒙青年男女降临,却是脸庞并没有太多的表情,目光似乎也找不到高兴之色。 众人一一落下,第一时间也都是在各自打量着这辽阔空间内的一切,对于任何人来说的话,这里面一切都是陌生的。 能量光圈之内,众人也只能够此时安静的站在自己所在的巨石上,蓝十三等落下,也只能遥遥对着陆少有点头,一脸兴奋激动,却无法跃空而出。 呼啦! 辽阔的高空之上,最后一处巨石之上的空间也终于是发出了一阵的波动,紧接着空间波纹一颤,便是跃出了一个子群女子来,其倩影落下,脚下巨石一颤,一股能量光芒也是透明流光如同光圈一般,将整个山峰般的巨石尽数遮盖其中,而当这子群女子出现,令得在长北宫无双,陆心童,小龙都是目光顿时微闪而动。 那子群女子,明眸好齿,眉宇间颇带冷艳,对于北宫无双,陆心童,小龙三人来说自然是不会不认识,正是天剑门当初的魔剑袁若兰。 零五世界内,天帝阁当初举办的十大年轻一辈强者较量赛中,袁若兰所展示的实力就已经是绝对不凡,后面凭借着魔剑,实力曾经一度是到了年轻一辈唯一能够和陆少有相提并论的地步。 目视着袁若兰出现,陆少有目光微动,弧度嘴角上,泛起些虚淡淡苦笑意味。 随即陆少有扫视全场,苍穹蒙加上天灵宫,飞天大道,还有天帝阁,也一共才二十个人而已,而天罗蒙却是一共争夺到了五十二个名额,比起苍穹蒙多少整整一倍有余。 天帝阁这一次竟然是有这四人同时得到了洪荒令,不得不说乃是这一次洪荒令争夺之上最大的一匹黑马了。 在人数上,陆少有倒是没有丝毫诧异,甚至是有些意外,人数似乎是比起想象中来还要多上一些。 二十个名额,比起陆少有原本的计划,可是只多不少了。 时空投影传送阵应该快开始了吧。 目视着全场一眼,陆少有脸庞上浮现出了些许的笑意,传言每一次洪荒电之争,三千大千世界之内,每一个大千世界内都会有着时空投影传送阵,就如同是当初万事对决一般。 陆少有记得唐银和雷小天,风霸男都提到过多次,每一次的争夺到洪荒令之后的洪荒电争夺间,各大大千世界之内,都是会开启时空投影传送阵,到时候这苍穹战场最深处的一切,外界都能够现场一般看得一清二,连声音都能够清楚传去。 时空投影传送阵路少有也不陌生,不止时空投影传送阵法,需要精通时间和空间还有灵魂奥义的修炼者才能够布置,其实力还要达到涅槃境以上。 这种身怀三大奇特奥义天赋的强者可是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内也没有多少,而距离越远,空间越大的时空投影传送阵,那就需要实力越强的强者才能够有本事布置。 而因为以前上青世界实在是没有多少人能够争夺到洪荒令,所以,每一次争夺洪荒令,上青世界内都没有布置大型的时空投影传送阵。 毕竟连洪荒令都争夺不到,不止时空投影传送阵,也只是丢人而已,上青世界内的那些强者,自己都是不忍心看。 所以在往界争夺洪荒令之中,也只有少数的古族强者能够第一时间知晓,上青世界内,更加是不会大肆宣扬。 这么多年过去,甚至是已经有着活了不少年的强者都忘记了时空投影传送阵的事情。 上青世界内,不知道多少年,都没有什么大肆的议论洪荒令之争了,往年就算是有,那也是在这争夺洪荒令的期间,稍微多一些议论,但也不会有多少人注意。 一次次的连洪荒令都争夺不到一块,谁也不忍心讨论。 哄 随着七十二个争夺到洪荒令尽数出现,整个空间猛然一颤,与此同时, 七十二块巨石在虚空旋转移动,浩瀚的古老荒谷气息弥漫。 呼啦啦 这同时间,三千大千世界之中,每一个大千世界的混沌世界秘的之内,都是有着某一处有着一块巨大的石壁,其石壁之上,此刻间同时开始泛起空间波动。 吃啦 上青世界,天界密地,辽阔的站台之上,这几天时间便是停止了一切挑战,而在站台之上,树立起了一块巨大的玉壁,庞大如同天幕般。 就在三天前,天界密地堂案长老下令,这一次,站台之上要布置超大型的时空投影传送阵,由刚刚出关的三级宗老亲自布置,观看三天之后的苍穹战场最深处的洪荒殿争夺盛事。 同时,苍穹战场内争夺洪荒殿期间,人界密地,地界密地,还有上青世界内的其他古族,大族,大实力,都能够派出代表进入天界密地之内,第一时间目睹洪荒殿的争夺。 这消息一传出,顿时在整个上青世界内一片沸腾。 一时间,上青世界内的古族,大族,大实力,都是争先恐后的派出代表,纷纷涌进了天界密地。 而此事,也是第一时间成了整个上青世界内的盛事,茶余饭后的焦点。 对于天界密地之内的这种决定,一些眼力不凡之人也不太难知道,天界密地这一次这么大的动作,毫无疑问,绝对是这一次争夺洪荒殿有着几分把握,至少应该也有人能够争夺到洪荒令的。 不管怎么样,这一次,陆少游可是代表上青世界去争夺洪荒殿的。 据传言,天界密地之内,甚至是亲自给无色世界内的飞灵门还有飞灵商行都是下了邀请,让飞灵门和飞灵商行的代表,能够进入天界密地之内,目睹洪荒殿的争夺。 因此就在三天之后的今天,天界密地之内站台正面之前,足足百万之众密密麻麻悬浮辽阔海域,百万之众,绝大部分都是由上青世界内的各大势力,大家族代表汇聚。 不得不说这一次,天界密地之内的热闹程度,可是空前绝后的事情。 第三千三百五十七章轰然点报 站台之前,一道道的目光都是在期待着什么,期待的等待着。 高空上,各大谷祖子弟和长老都是静静等候,气息无端紧崩。 整个站台四周一片安静,安静的压抑,没有任何人说话。 莫得,站台之上,一直平静的石壁巨大的玉壁之前开始空间扭曲泛起波动,徐徐间,一股柔和的光芒宛如晶石一般弥漫开来。 轰。 整个站台随即为织一颤,那柔和的光芒开始无穷无尽的耀眼蔓延而出。 刷刷。 站台四周,一道道的目光顿时奇奇落在了站台之上的石壁上,压抑的气息,在这一瞬间也到了极致,压抑到了绝对极致的地步。 这同时间,在场众多的目光颤抖,心跳开始加快,不少青年男女甚至是古族长老等,都是长袖中的双拳为之紧握,目光一动不动的落在了站台之上此时那无穷无尽的光芒之上,目光泛红,充满着揪心的期待。 就在众人紧握双拳,充满揪心的等待中,那石壁之前耀眼的光芒之中,顿时露出了一片辽阔无边的虚空。 虚空之上,云雾飘渺,雄浑而苍茫,古老而沧桑,没有天,没有地,无边无际,辽阔无比,空间之大,超乎人的想象。 这空间内,有着七十二块椭圆形的巨石,宛如七十二座巨大的山峰一般悬浮在了这辽阔无限的虚空之内,这七十二座庞大的山峰般的巨石,又像是亿万年盘踞在此的滔天凶兽。 透过时空投影传送阵,这空间内的气息也足以令得所有人为之心惊肉跳,让人望着,都是有着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一道道的目光隔空仰望着矗立在那片无尽虚空内的七十二块山峰般的巨石,无端让人一种渺小之感从心底蔓延而出。 老天榜第一,那是陆少游。 风悠悠,老天榜第二,风加风悠悠。 老天榜第三,陆晶云。 那是,北宫无双,还有北宫无双也拿到了洪荒令,那是北宫无双。 站台之前,压抑安静的等待中,目视着那无天无地的辽阔虚空内,七十二块巨石上的其中四道身影,天界密地内的众多目光为之颤动。 这等震撼难以让人言语,一道道目光击颤,终于,这压抑到了极致的气氛终于到了爆发的时候,这一瞬间,满场爆发。 陆少游,风悠悠,陆晶云,我就知道他们都能够拿到洪荒令的。 四个,我上清世界有这四个人拿到了洪荒令。 四块洪荒令,天佑我上清世界。 一道道义论声,煞时间爆发,汇聚在一切,仿若雷鸣响彻。 三千大千世界,上清世界之内一家独占四位,这足以令整个上清世界沸腾。 站台四周,此时众多的古族子弟和老,两大联盟宗老,皆是未知颤动,满场沸腾到了极致。 掌门,少掌门,北宫夫人,大小姐都夺下了洪荒令。 飞灵门之内,此时青雷亲王,飞龙亲王,云雷亲王,阴鬼,阴明夜叉,刘易守,黄丹,问深墨,饭桶等代表,一个个目颤,激动之心不言而表。 而此刻间,独孤傲南,至圣大帝,圣守灵帝端木穹天,圣灵老祖,各大古族老祖,陆小白,极乐三鬼,沙破军,寒冰大帝,云啸天,吕正强,驴秋美威等灵武世界内的众多佼佼强者,在此时却是并没有人出生。 但一个个此时目视着那虚空之内七十二块山峰般的巨石之上的七十二道身影,一个个目光颤动,激动之心外溢无疑。 只有灵武世界的人才知道,七十二块洪荒令,三千大千世界拼死争夺,而灵武世界内出去的人,这一次却是占据了整整九个,那九道或挺拔,或曼妙的身影,当初无不是灵武世界年轻一辈的巅峰脚脚者。 而现在,那九个家伙离开灵武世界,此时在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内,一样是大放异彩,一样是傲力于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之内,芳华绝代。 目视着那九道身影,所有灵武世界内的众人都没有言语,所有人都在保守着灵武世界的秘密,但此时目视那九道傲然而立的身影,灵武世界内众人的心中,却是无法掩饰那无不是在颤动的心。 高空之上,风行天主,冰天两道身影浮现,两人相视一眼,各自眸光波动,难以掩饰目光之中激荡的涟漪。 虚空之内,七十二块山峰般的巨石不停旋转移动,仿若是被打乱的一旁棋子,此时正在重新归整排位。 开始挑选对手了吗? 七十二人,七十二道目光都是为之一挑,能够得到洪荒令的人,自然是都事先了解了规则,争夺到了洪荒令之后,就会进入苍穹战场。 陆少游目光此时也在周围旋转的巨石上扫过,也知道,这应该就是争夺洪荒电开始了,各自顺其自然,按照某一种特定的规则挑选对手。 苍穹战场,一开始并不是外面战场的称呼,传言一开始第一次争夺洪荒电的时候,这一片争夺洪荒电的空间就叫做苍穹战场。 只是后来随着时间过去,整个天罗盟和苍穹盟交战的巨大战场,也都是被人习惯性的称之为苍穹战场了。 而这一次争夺到洪荒令的七十二人,最后也只有九人最后才能够争夺到洪荒电。 七十二人会在苍穹战场之内自动寻找对手,苍穹战场之内早就有天罗盟和苍穹盟强者布置下的禁制,七十二块巨石到时候会错乱排序,两两相靠成一,到时候两人必须只能够留下一个。 据说这种挑选对手,虽然是顺其自然,但是这苍穹战场内禁制内当初为了公平起见,苍穹盟,天罗盟还有各大势力的顶尖强者也是共同设定了一些小规则,同时,也不限于苍穹盟和天罗盟。 所以,到时候苍穹盟的人对上苍穹盟的人,或者天罗盟的人对上天罗盟的人,两者也只能够是留下一个,这一点,只能够看运气。 至于同一个大千世界的代表相遇的机会,实在是太过于几率渺小了,一般情况下,一个大千世界,极难极难同时出现两个同时得到洪荒令的人在。 也传言争夺洪荒电,最强者得知。 因此七十二人的争夺,最快击败对手的,下一轮遇上的对手。 说不定还是全场最弱的。 轰隆隆。 空间不停颤动,巨石旋转移位,片刻之后,七十二块山峰般的巨石合并成了三十六块。 三十六块巨石错落在这无边无际的虚空内,中间相隔,都是数万米空间。 陆少游原本所在的巨石之前,此时多了一块巨石,其上,一个气息阴寒,目光凶利的狼首人身者,一眼就知道是狼龄一族的人,二元画红巅峰层次,怕是一只脚踏进了三元画红层次。 吃啦啦。 就在陆少游瞥了一眼对面巨石上的狼龄一族者之时,三十六块合并相隔错乱的巨石之上,原本各自笼罩巨石的光圈突然之间消失不见。 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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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着,空间接连颤动,沿着各自合并后的三十六块巨石之间,仿若是从苍穹深处,顿时透射而出三十六道耀眼的光芒,如同是耀日般,将三十六块巨石方圆至少上三万米的空间笼罩其中。 陆少游目视周围空间从那苍穹深处投射而下的光圈,令得周围空间扭曲,这怕不是一般的光芒。 这光圈陆少游也不奇怪,苍穹战场规则,在这最原始的苍穹战场之内,击败对手之中不限生死。 若是认输保命,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直接穿过包裹在外面的能量光圈,离开了能量光圈之内,那就算是落败或者认输,只要是在光圈之内,那就死活不限。 随着巨石之外那巨大的耀眼能量光圈投射而下,狼灵一族的二元巅峰修为者,一双凶利目光骤然寒芒斗射,隐隐间又是带着一丝凝重,一股阴寒暴力的气息一瞬间便是疯狂涌动而出。 吃啦啦 脚掌一跺地面,巨石一颤,确实在这等颤动之下也没有留下丝毫痕迹,这狼灵一族修为者其身躯,便是如若闪电般掠过长空,先发制人,短短一瞬间,其身躯包裹阴寒流光,便是撞击到了陆少游身前,顿时间,疯狂的阴寒原力陡然爆发,令得周围空间都是顿时波动出剧烈的空间涟漪。 随着这狼灵一族的修为者出手,意识点燃大战,三十六块巨石上人影闪掠,一道道身影者犹如流星般对撞在了一起,大战,争夺洪荒电之战,一处击分,轰然点爆。 第三千三百五十八张秒败对手 吃啦啦 随着那二元化红巅峰修为的狼灵一族者出现在了陆少游的身前,那凶力阴寒的气息,顿时铺天盖地将陆少游笼罩。 吃 只是这一瞬间,一道金色的泉印不知道何时凝聚洞窗空间,无声无息又是消杀灵力,一匪夷所思的就不偏不倚的落在了这狼手人身修为者的胸膛上。 轰 顿时间,低沉闷响,金色光芒涌动,消杀灵力之气爆发。 咔咔 这短短一瞬,那狼手人身的二元化红狼灵一族修为者还没有回过神来,其在目光骇然,狼目瞳孔紧缩之中,身躯便是直接被一拳轰碎成了碎片,就连魂鹰都被轰爆其中。 灵精悬浮半空,前者神魂俱灭,这一切都是转瞬之间。 这电光火时间,甚至是还有人根本就没有看清楚。 轰 随着那二元化红狩围者神魂俱灭,巨石周空庞大的能量光圈瞬间消失,其一块洪荒令瞬间直射高空消失不见,刚刚那狼灵一族的二元化红狩围者脚下合并而来的一块巨石也骤然下沉,入少游脚下的巨石,在此刻间却是轰然上升到了另外的一个高度。 死去 低沉喝声响彻,小龙一道金色火焰包裹的拳印,轰然落在了一个阴寒气息蜂拥的明灵青年拳头上。 吃啦啦 空间颤动,双拳对撞,低沉的对撞声自两拳对撞之间响彻而起,炽热和阴寒之气对撞,一股肉眼可见的进气涟漪暴涌而出,然后炽热气息尽数横扫阴寒气息,一股巨大的阴寒气息刚刚蜂拥而出,便是立刻就被炽热气息直接吞噬。 砰 低沉的炸响,空间被小龙一拳直接轰爆,空间破碎所带出的那恐怖的空间爆炸力,如同一只滔天凶兽睁开猙獰一般,瞬间将对手直接吞噬其中,距离冲击之下,顿时被轰碎生机。 轰 随着小龙一拳轰爆对手,巨石周空庞大的能量光圈也是瞬间消失,一块洪荒令瞬间直射高空消失不见,其对手脚下合并而来的一块巨石也骤然下沉,小龙脚下的巨石,在此刻间继续上升,直到和陆少游同一水平面上。 呜呜 轰随着小龙的人需要面对本萌之人。 轰隆隆 激烈的较量,顿时在虚空之内爆发,一触即发,能够秒杀对手的,除了陆少游和小龙之外,也不会有太多的人。 因此,能够一招解决对手的,也不会有多少,但是除了陆少游和小龙能够一招解决对手的之外,便是还有那天罗蒙俊美绝伦的男子。 砰 低沉问响,激起层层空间连衣,蓝十三面对天罗蒙那俊美绝伦的男子,却是一拳就被直接震飞开去。 登登 脚步亮相,蓝十三连退束步,脚掌跺地,将近气化去,这才为之稳住身躯,喉咙问哼一声,俊朗的脸庞上,嘴角一缕烟红鲜血,便是开始一出,脸庞不知不觉中涌上苍白。 天罗蒙俊美绝伦的男子,乌黑茂密的头发梳着高贵的发际高高挽起,标杆般笔挺的修长身材挺拔而立,收起双手,为之向后副手而立,双眸微微抬头仰面冲着蓝十三一笑,脸庞勾勒出一道俊美弧度,声音也是空灵悦耳,令人听着极为舒服,道,你败了,不必要再出手,苍穹战场生死无论,若是想要全力一事,怕只会吃亏更大。 蓝十三面色苍白的脸庞目光隐隐间为之泛起惊恶之色,但这惊恶之色一闪而过,随即惨白脸庞上泛起了一丝迷人笑容,目视着天罗蒙那俊美绝伦的男子,轻道,我的确不是你对手,我认输,不过,你会遇上对手的。 吃。 画音落下,蓝十三身躯顿时化作流光跃出弱大光圈,随着其身躯脱离光圈,周围光圈顿时消失不见,其圆脚下巨石立刻下沉,天罗蒙俊美绝伦的男子脚下巨石顿时上身。 砰砰砰。 低沉的音暴声不停响彻,越快击败对手,下一轮遇到的对手就会越弱,因此众人虽然是没有到一开始就拿出底牌的地步,不过也都是没有多上留守。 片刻时间,便是有着数人再次败北,不是自动离开光圈,就是被直接轰出光圈。 一道蓝袍身影者和弹紫金长袍身影者,两人各自直接击杀了一个明灵,根本没有给对方逃走的机会。 陆少游获胜了。 陆晶云也获胜了。 北宫无双获胜。 风加风悠悠获胜。 上青世界天界密地战台之前,目视着时空投影传送阵内的一幕,百万人群,黑压压一片钟,不时间爆发出了沸腾之声,随着陆少游获胜,陆晶云出刀诛杀一个天罗蒙的年轻一辈明灵强者后,北宫无双和风悠悠也先后获胜。 四人同时获胜,这陵北战台四周众人目光无不适击颤,这种争夺洪荒电的战绩,上青世界之内前所未有。 陆少游踏空而立,目视全场,七十二人之中,兽族,人族,明灵,天生灵物,其中天生灵物却是并不在人族,兽族,还有明灵种族数量之下。 隐隐间窥探着满场众人的修为层次实力,二元化红层次最多,但尽数都是到二元化红巅峰修为地步,甚至其中大部分都是一只脚踏进了三元化红的地步。 算起整体平均修为层次来,这一届的洪荒电争夺者,远不是往年所能够相比的。 甚至是那些实力低一些的,还有可能是有的争夺者过不了洪荒空间内上一届洪荒令掌控者的最后一关,所以洪荒令就会就近直接交给其上一届洪荒令执掌者同一大千世界内之中的一个实力最强者,不会影响整个洪荒电的争夺。 砰砰砰 低沉的能量乍响不停响彻,不少庞大的兽族身影和明灵真身对撞。 谢志 路少游目光所示,其太皇世界的代表牛志,其催动了巨大的本体。 第三千三百五十九章一轮幸存 天罗蒙的那俊美绝伦的男子,此时目光也是在扫视着全场,空灵的目光古井无波般,俊美绝伦的脸庞上也看不到什么波动。 老大,天罗蒙那个长得像是女人一般的男人,应该是上次闽星大陆上不敢出现的那家伙。 路少游目光打亮全场中,小龙的传音也是到了路少游的耳中。 应该就是此人,这家伙极为难惹,若是到时候遇上,你也不可大意。 路少游对小龙传音道,隐隐间察觉着那俊美男子身上的气息,令得路少游心中也是颇为动容,那家伙也不会是一个太好招惹的主,不过先前那家伙不为难蓝十三,路少游也看在眼中,也是颇有意外。 我不会大意的,天罗蒙也是有着几个不弱的。 小龙此时也没有太大意,窥探之下,发现天罗蒙内也是有着好几个实力不俗者,小龙不将一般人放在眼中,但绝对不是一个大意之人。 小龙话音停顿了一下后,随即传音继续到了陆少游耳中,老大,心童和眼信,好像难以奋出身负啊。 陆少游目光微动目视而去,目视着场中已经是不多的较量中陆心童和眼信两人所在的空间,随即对小龙回道,心童应该最后会获胜。 小龙闻言,远处巨石上那令人望之欲要沉浮般的眼神目光微挑,传音对陆少游说道,老大,心童现在好像是被压制得不轻啊,似乎想要获胜有点难。 何况心童刚刚突破二元化红没多久,但是眼信可是二元化红巅峰修位了。 你看着就知道了。 陆少游淡淡一笑,目视着下方空间,陆心童和眼信两女正在不停的碰触,炽热的气息和毒物对撞,两人也是各种手段层出不穷,灵气催动,威势惊人。 只不过看上去,陆心童却是在眼信的连绵凶悍攻击中欲要被压制得喘不过气来了一般,只不过每次到了最为凶险的时分,陆心童都能够凭借着时间傲益和其他手段显显脱身。 砰砰砰。 两道曼妙身躯不停闪烁对撞,强悍的原力暴勇,也不时间传出阵阵低沉的炸响,曼妙身影闪略间,隐隐间空间颤聚,这种对决,没有人会试探,没有人会热身,一上场就是全力火拼。 陆心童一直被被眼信连番狂猛的攻击压制着,炽热的滚滚原力作用下,只能够是处在了弱势一般。 只不过陆心童此时看似处在了弱势中,却是目光坚定,眼神没有任何的慌张,不管眼信的攻势是如何的狂猛,都能够在最为危难的时候显显为之避开。 当然,眼信也绝对不是弱者,深得火属性奥义的真谛,以火属性奥义的真谛,施展一股作气的攻击。 吃啦啦。 眼信一道道的攻击连绵不绝,炽热的火属性原力涌动在周身,如同泛起实质化的火焰在跳动,其甲骤包裹着的曼妙身躯,在身形腾飞翻越间,带着一道道动人的弧线。 只不过不论是眼信的攻击是如何的狂猛,都是无法彻底的奈何陆心童。 看似陆心童被眼信压制了,只不过一直也无法真正的将陆心童逼入到一种绝境地步。 砰砰砰。 周围下空击战之中,剩下的为数不多的人也是逐渐愤出胜负。 天帝阁母当获胜,但是紫烟却是只不在了第一轮,身为灵魂奥义修炼者的紫烟,天帝阁圣女之一,手段尽数而出,浩荡的击战之势似乎是要将整个空间摧毁般。 但紫烟最后也是落败在了对方的手中,面对三元化红镜的天罗蒙天生灵物之一,紫烟也无法奈何,只能够落败出了光圈,那天生灵物似乎是不想对紫烟留情,当最后却是也没有阻挡住紫烟离去。 不少的明灵对战,此时也是极为激烈,为了争夺洪荒殿,也是各自丝毫没有客气,照样的以死相拼。 杨过早已经是击杀了对手,此时遥遥俱实而立,目光也是紧紧的落在了陆心同和衍信两女的激战之上。 昆云世界内某一处广场上,此刻间不少谷祖子弟也是在时空投影传送阵上目光紧张期待,其阵容内,步伐是还有着绝灵独谷内的人在。 陆谷主抗柱啊! 谷主,支持住啊,一定要获胜。 目视着时空投影传送阵内陆心同被显显压制,齐昆云世界内的人都是眼睛眨都不眨的紧紧目视,一道道的振奋呐喊声,声嘶力竭般的喝出,滚滚回荡在了长空。 苍穹战场内,随着眼信攻势狂猛之后,香汗淋漓,脑后紧束的长发散乱,那狂猛的攻势,似乎是突然之间就减弱了起来,而随着这种减弱,气势也越来越来越弱。 而就在这时候,陆心同绝美的脸庞上,明眸开始露出了些许笑意,原本被狠狠压制的气息,似若是突然之间就飙升了起来,气势突然大胜,溃压得大片空间轰然颤抖。 这丫头,倒是越来越灵精了。 陆少游微微一笑,对于战果,陆少游早已经是心中有数。 以陆少游对陆心同的了解,陆心同虽然是全力在出手,却是还没有到出动底牌的地步,特别是陆心同虽然是被压制,但双目却是没有任何的真正担心之色,脸庞上也看不到凝重。 因此陆少游就能够断定,陆心同还没有出底牌的原因,那就是胸有成竹,陆心同那丫头还在等待,等待毒公对眼信有了影响之后,眼信就会越来越弱。 毒公本就不是好对付的,眼信一番激烈攻击,自身防御就会受到影响,陆心同的毒公无孔不入,非同小可,而陆心同还在保留实力,对比之下,到了最后,陆少游便是就不难知道最后到底谁胜谁负了。 要是陆心同不是毒公修炼者,那想要胜过眼信,那自然是极难的,就算是陆心同来自灵武世界不凡,可眼信也是赤天世界恋化混沌世界的眼家最为杰出的年轻一辈,其天赋和实力手段,那就不用多说的了。 我输了,毒公果然难惹,以后碰到用毒之人,我怕是要更加多做小心才行了。 就在陆心同以手为功,发起反攻的不到三分钟,眼信相悍淋漓的收起了原力对陆心同说道。 但话音落下,眼信炽热的气息却是越发炽热狂暴,周身皮肤上,开始浮现出一丝漆黑之色,在炽热的气息之中,漆黑之色逐渐化作滋滋的宝物消散,眼信其美白如玉的皮肤也是随即逐渐在恢复中,不过怕不是一时间好尽数恢复的,刚刚明显是悄无声息中受到了毒公的影响,当已经有了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有些晚了。 陆心同欠颖而立,毒物收敛,手中一个玉瓶抛给了眼信,冲着眼信盈盈盈一笑道,承让,这是解药,服下之后不会有大碍,怕是以后一般的毒公,对你也作用会小不少。 多谢 眼信没有客气的接过了陆心同手中的抛来的玉瓶,对陆心同一笑点头,随即身影纵身跃出了能量光圈。 陆心同一笑,随着眼信离去,脚下巨石旋转,一高一低顿时各自运行,其随即也是立刻到了和陆少游,小龙,大哥杨过同意水平线上。 陆心同远远地冲着陆少游,北宫无双,杨过,小龙,牡丹还有远处的紫燕,蓝十三等,以及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击败了一个明灵的袁若兰各自一笑,脸庞露出高兴神色。 赢了,我们赢了。 随着陆心同的获胜,齐昆云世界内众人也是开始疯狂呐喊起来,指雷鸣般响彻长空的呐喊声久久不散。 砰砰砰 苍穹战场虚空内,最后三队对手,此刻间这三队也都是天罗盟自己人。 天罗盟比起苍穹盟多出三十多个人来,这也注定了天罗盟之内,可是注定有着不少是要同盟对抗一分高下,奋出胜负的时间越久,也就证明其两人实力都是相差无几。 陆少游目光这时候扫过全场,天罗盟内,此时天罗盟内也就是牡丹一个。 天帝阁内,紫燕蓝十三双双无奈败北,一个遇到那最为难惹的绝美绝伦男子,一个遇上了高出一员的天生灵物,两人的运气都是有些不是太好,注定了要败北。 不过天帝阁内,此时虽然是紫燕和蓝十三意外败北,但杨过和袁若兰两人依然在列。 飞天大道道帅枫叶飘也还显显的撑过了第一轮,竟然是获胜了,昆云世界还有陆心铜,尊武世界还有武托凡,太皇世界有着牛制在列。 神兽世界自然是有着小龙,但是不知道为何,原本神兽世界安排了朱晨熙和静尘公主等人争夺洪荒令的,却是没有成功,小龙是单独行动,唯一的解释,是静尘公主和朱晨熙等也刚好是遇到了天罗盟内的顶级强者。 上青世界到了现在还是最多,陆少游,陆晶云,北宫无双和风悠悠皆是在列。 另外还有着一个淡紫金长袍和蓝色长袍身影者了,似乎是全场之中都无人相识,甚至怕是苍穹盟的人以为是天罗盟的人,天罗盟的人会以为是苍穹盟的人。 第三千三百六十章不战而败 只有陆少游知道,此时苍穹盟还有十四人,不过最后剩下的几场结果如何,天罗盟也都是还会有着二十二人。 而当最后两个冥灵奋出胜负的时候,三十六块悬浮的巨石升腾齐裂,剩下的三十六块巨石已经是直线下沉。 三十六道身影齐齐而立在生腾的三十六块巨石之上,七十二人落败了三十六个,其中还有几个天罗盟的人被露少游,小龙已经蓝袍身影者所击杀。 落败的蓝十三,紫烟,席天羽还有天罗盟的落败之人,皆是落在了下沉的三十六块巨石上暂时落脚,空间之内仿若是无形中有着一股巨大的溃压之力,苍穹战场深处,落败者无法踏足而进。 轰!轰!轰! 低沉的轰隆声再度响彻,获胜的三十六人脚下三十六块巨石再度旋转起来,三十六块山峰般的巨石错乱旋转,不停旋转移动,仿若是再次被打乱的棋子重新归整排位。 第二轮了。 路少游副手而立,目光为之一挑,此时争夺洪荒店第二轮开始了,各自顺其自然,按照某一种特定的规则挑选对手,剩下的三十六块巨石再度错乱排序, 规则是第一轮一样。 争夺洪荒店一共分为三天,一共四轮,每一天两轮,第一天会从七十二人中晋级到十八人,两轮对决之后,最后也只会留下最后十八人。 第二天则是一轮,十八人先争夺九座洪荒店,然后剩下的九人虽然都是拥有了争夺到洪荒店的资格。 不过最后在第三天却是还需要争夺第一座洪荒店,这才是整个苍穹战场最大的巅峰对决,同辈之中真正的绝对巅峰对决。 九座洪荒店,后面的八座洪荒店效果都是差不多,但是唯独第一座洪荒店效果那更加强悍,因此,只有最强者才能够拥有得到第一座洪荒店的修炼资格。 因二天的苍穹战场第三轮和第三天的第四轮中,随着人数的减少,规则也会有些小改变,但前两轮的规则,却是不会改变的。 第二轮,三十六人,最后只有十八人能够进入到明天,被淘汰的,也只能够是实力不够或者是运气不好了。 轰隆隆 空间不停颤动,三十六巨石旋转移位,片刻之后,三十六块山峰般的巨石合并成了十八块错落在这无边无际的虚空内,中间相隔。 亦是数万米空间轰。 轰。 轰。 空间接连颤动,沿着各自合并后的十八块巨石之间,苍穹深处再度透射而出十八道耀日般的耀眼光芒,将十八块巨石方圆空间笼罩其中。 陆少游原本所在的巨石之前,此时再度多了一块巨石,一个牛头马面般的明灵青年,正是刚刚最后一场两个明灵对决之中的险胜者,此时奇目是着陆少游,一双凶利目光却是极为凝重。 这明灵青年也自然是也不难留意到,眼前的青袍男子是全场第一个击败对手获胜的,这种已经是代表了实力,他刚刚都是险胜,此时再度面对一个,结果可想而知。 陆少游。 牧师着陆少游,这明灵青年嘴中发出阴寒的刺耳轻声,似乎是认得出眼前的青袍男子乃是声名赫赫的陆少游,真地涅槃者,第五奇特奥义领悟者,加上陆少游从来没有对外隐藏过,想要不认识都难。 现在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内各大势力的收藏阁楼中,关于陆少游的投影和资料可是绝对不少的。 痴。 难难话语落下,明灵青年周身阴寒气息暴涌而出,令得周空一颤,一瞬间化作流光,然后身影如闪电一般掠出。 下一瞬,这明灵青年身影已经是横跨长空,不过却不是扑向陆少游,而是转瞬间都直接掠到了周围笼罩的光圈之前,毫不犹豫的直接就钻出了光圈之外。 身影一旦离开光圈就等于落败,这明灵青年毫无疑问,竟然是直接认输了。 很明显,这明灵青年惧怕陆少游,他早就见到了陆少游对明灵种族绝对不会手下留情,他自知不是对手,也不想死,所以他第一时间掏出光圈才会安全。 对手还没有动手就直接而逃,这让陆少游嘴角弧度威仪,明灵种族对人族和兽族都是有着绝对的自傲,一般不战而逃的事情极少,因此刚刚对手直接不战而逃,让陆少游都是还没有怎么回过神来,最后也只能够苦笑。 而数万米空间外,同样不战而逃的还有小龙的对手,一个阴灵族的女子面对小龙还没有出手,第一时间就选择逃离,让小龙也没有回过神。 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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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道光圈笼罩,陆少游和小龙的对手瞬间逃离之后,剩下的对决也在这一瞬间爆发,一道道身影闪烁如流星,一道道能量攻击,奥义攻击,通灵宝器攻击,皆是在顷刻间碰触爆发。 吃啦啦! 惊人的能量涟漪扩散席卷,直接是摧枯拉朽一般将大片空间尽数震碎,一时间这一片苍穹战场虚空天崩地裂,大片大片被光圈笼罩的空间震动得颤抖不定。 能量攻击如烟花般炸开,绚丽耀眼,但蕴含的能量却是毁灭之力。 伍托凡,牛志,陆心童,风悠悠,北宫无双,杨过等也是此时也各自和对手对撞在了一起,恐怖的能量一道道炸开,浩瀚之力撕裂出一条条的漆黑空间裂缝,恐怖的力量在世界裂缝内爆发开来。 登登! 各种傲义能量碰触,一道道的能量对撞下,不少身影一处击分。 混乱之力,令得大片空间一片混乱不堪,空间为之摇摇欲坠,大片的空间开始接连崩碎。 这种大战之中,对于伍托凡此时来说,此时却是异常的艰难,因为他的对手竟然是碰上了陆晶云。 遇上陆晶云,伍托凡的结果也可想而知,不到十招,伍托凡自己也清楚了陆晶云一直在留守,对付他,陆晶云根本就没有用权力。 若是陆晶云用权力,伍托凡自知自己怕是扛不下去的了,就连堪称他底牌的一招,也没有令陆晶云太在意,因此,伍托凡目露无奈,脸庞苦笑,暗红色长袍裂裂,气息有些虚弱,但气度依然,道,我无法奈何你,不打了,你留点力气明天和天罗蒙争夺洪荒电吧。 承让 陆晶云抱拳一笑,袁立气息收敛,风轻云淡。 老大,心童这次怕是真的要落败了。 小龙的声音在陆晶云脑海内响起。 陆晶云目光遥遥落在远处陆晶云的身上,独弓施展,灵魂傲益,时间傲益等催动到了极致,但面对的则是天罗蒙内那穿着墨色的段子长袍,脸如陶性的男子,却是丝毫无用一般。 天生灵悟 陆晶云摇摇目视着那穿着墨色的段子长袍,脸如陶性般的男子,面对陆晶彤的独弓,依然是姿态颇为显雅,同仁灵动的宛如水晶珠一样,完全不受陆晶彤的独弓影响一样,身上的气息,让陆晶云并不难感觉到这男子也是天生灵悟身份,从气息上来判断,还不是一般的天生灵悟。 我败了。 接连攻击之后,陆晶彤娇颜略显苍白,话音落下,倩影流星般跃出光圈。 那穿着墨色的段子长袍,脸如陶性般的男子,微微抬头望着陆晶彤离去的倩影,脸庞上却是并没有任何的波动一般。 陆晶忧获胜 陆晶云获胜 北宫无双获胜 风加风悠悠获胜 上清世界天界密地站台之上半空,此刻间却是尽数沸腾,呐喊上,振奋声,呼喊声等等声音汇聚成惊人的声浪,早水域上空滚滚响彻,激起水浪滔天。 第三千三百六十一章 相见无言好久不见 上清世界天界密地站台之上半空,此刻间却是尽数沸腾,呐喊上,振奋声,呼喊声等等声音汇聚成惊人的声浪,在水域上空滚滚响彻,激起水浪滔天。 第一天第二轮,三十六人的对决,在苍穹战场深处空间,当最后两人对决结束之后,已经只是剩下了十八人。 三千大千世界内,无数密的河谷族的强者,大实力领军人物,亿万目光透过时空投影传送阵注视下,那十八道身影最后悬浮巨石齐齐而立。 三千大千世界内,十八人背后的大千世界内激动人心,任何一人能够进入到这十八人之一,所代表的意义都是非同凡响,其中又以上清世界为罪。 上清世界不知道多少次没有人得到洪荒令闯进苍穹战场这最深处了,而这一次,最后十八人之中,竟然是还有这四人能够踏足而立。 这种成绩,怕是有史以来,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内,还没有任何一个大千世界有着如此惊人的成绩。 天界密地之内,百万各大势力和古族代表皆是沸腾木颤,一道道目光透过时空投影传送阵落在那四道熟悉的身影上,这一刻,各大势力没有任何纷争,在这一刻,尽是为那四道身影呐喊喝彩,那四人代表了上清世界,让上清世界从此之后,注定是声名赫赫。 没想到这小子这些年不见,竟然是这么强了。 站台远处水域之外的一处山峰之上,一道身着长袍,身影轻瘦的老者,目视着时空投影传送阵内,目光浩瀚清澈,宛如星空般深邃,难难道,看样子,我现在也根本就不是那小子的对手了。 三奇,你布置的时空投影传送阵还真是不错,怕是这天地间,还没有几个人能够布置出这般大的时空投影传送阵了吧。 任我行对目如星空般深邃的瘦小老者说道。 瘦小老者身形瘦小,正是一直闭关在彻底融合逆天邪隆的三奇老人,一千多年的时间,天界密地之内风行天主的辅助下闭关,当初的虚幻身躯此时早已经凝实,身上的气息,也不是当日所能够相比的。 听着任我行的话,三奇老人目光一挑,微微带着些许自傲,道,那是,说到布置时空投影传送阵,这种高难度的玩意,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布置出来的。 夸你两句,你还真是顺杆子爬起来了吗? 任我行白了三奇老人一眼,随即那难忍激动的目光依然是落在了时空投影传送阵内,声音带着些许激颤,道,这一次,真是天佑我上清世界了,四个进入第三轮,若是明天路少游。 风悠悠,陆晶云,北宫无双都能够获胜,那样的话,上清世界真就是横扫三千大千世界恶尔崛起了。 陆少游,风悠悠,陆晶云三人能够闯到现在的地步,我一点不奇怪,倒是没想到北宫无双之竟然也能够走到这一步,看样子,北宫无双这些年深藏不露了呀。 净剑皇目光颇为震惊。 苍穹战场内,第二轮结束,苍穹深处,有着一抹晚霞投射而出,随即笼罩整个无边无际的虚空,原本空无一物的苍穹深处,逐渐的浮现出了昊月和星辰。 陆少游所在的山峰般的巨石上,此时北宫无双,风悠悠,小龙,陆晶云,杨过,牡丹,袁若兰,还有一直令的大家都是有些疑惑的那一个蓝色长袍男子和淡紫金长袍男子也是落在了陆少游所在的山峰般的巨石上。 到了这时候,风悠悠,还有下空一些落败的牛志,金虎,衍信,武托凡,若无臣等才肯定的知道那陌生的两人,竟然一直是苍穹蒙的。 倒是小龙和牡丹两人,目视着那蓝色长袍和身着淡紫色长袍的两个男子,一个气息阴寒炽热,一个气息血煞阴寒,那种熟悉的气息在仔细的确定之后,小龙和牡丹两人目光最后都是落在了陆少游的身上。 那两个男子身上,隐隐间一个气息阴寒炽热并存,一个气息血煞阴寒,瞒得过别人,可是却瞒不过小龙牡丹,对于这两人而言,这种气息两人可是最为熟悉的。 陆少游望着小龙和牡丹两人的目光,微微一笑,算是对两人默认了,那气息阴寒炽热并存的蓝袍男子自然是太古幽明炎分身,身着紫金长袍的男子,也正是大魂鹰所化。 太古幽明炎灵魂分身和大魂鹰虽然是没有修炼三神天变诀,不过以大魂鹰的煞气残魂之体,还有灵魂分身的太古幽明炎之体,想要变化模样,自然是极为简单的。 争夺洪荒殿,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灵魂分身不能够参加,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到时候惹下什么麻烦,陆少游干脆就直接让大魂鹰和太古幽明炎体灵魂分身变化了模样。 太古幽明炎这些年,一直都在苍穹秘境之内修炼,以太古幽明炎的吞噬一切天地能量的天赋,苍穹战场内的天地能量萧条,但有着无数名灵在,对于实力提升的阻隔并不大,因此这些年来,融合了星辰宴之后,太古幽明炎体灵魂分身,也一直都是在进步着。 随着陆少游的点头,小龙和牡丹两人面面相去,都皆是露出一些震撼。 九座亘古殿,还有十人。 山峰般的巨石之上,陆少游对小龙和牡丹点头之后,目视着周空,明天十八人晋级九人,但苍穹萌到了现在,还有着十人,而天罗蒙却是剩下了八人,不过那最后剩下的八人,任何一个都不是一般之辈,都是天罗蒙之中实力最为强悍之辈,其中天生灵物之梯者就有着三个。 天罗蒙还剩下八个,我们有着十个,根据明天的较量规则,我们要不要先安排一下。 风悠悠在陆少游身后说道,眸光淡淡遥遥望着前空一块山峰般的巨石上,其空位置剩下的八人同样是汇聚在了一起,天罗蒙剩下八人的实力,没有任何一个会是弱者。 陆少游淡淡一笑,目光微挑,嘴角弧度微微一扬,轻道,我们先安排也没用,以明天的规则,到时候再安排的话更好。 今天只是初选而已,明天才是真正的巅峰对决,到时候怕就不会像是今天的这般平淡了。 北宫无双连步轻移上前到了陆少游的身边。 今天的两轮激战虽然火爆,但是对于在场最为巅峰的一辈来说,却是心中都知道,那些最后真正是有实力问鼎洪荒店的,实力都是有所保留,甚至是还没有任何人动用过真正的权利。 而明天的第三轮对决,对于剩下的人而言都心中极为清楚,明天才是真正的巅峰对决。 那就看明天的了。 陆少游回头望着北宫无双,伸手将其柔软先手握在掌心,轻道,明天,你小心一些。 放心吧。 陆无双盈盈一笑,一贫一笑,透着高贵淡雅。 风悠悠雨节上瞧,眼眸清澈,暗暗打亮了面前的陆少游和北宫无双,随即不露痕迹的脸部轻移转身离去,这一煞,眼眸清澈中,却无故增了一种情感,深不见底,一闪而逝。 山峰般的巨石边缘,袁若兰独自静静而立,遥遥目视着浩瀚苍穹上悬浮的浩月星辰闪烁,神色显得是有些哀伤,孤傲,似乎是令人如此的不可接近。 好久不见。 一道青袍身影落在了袁若兰的身后,副手而立,正是陆少游。 还是那熟悉的声音,眸光微动,袁若兰闻言,汉手转过身来,目视着身后的青袍男子,这还是今天的第一次如此正面而对眼前的青袍男子,久久之后,朱唇清起,清道,好久不见。 快两千年不见,此时两人相见无言,各自心中感叹,灵武世界的纠结,此时的再度重逢,怕是当初在灵武世界天剑门灭门之后,两人的心中也从来就没有想到过,将来有一天两人会再度重逢。 虽然说以前的事情已经过去了,陆少游也早已经释怀,这些年外界的闯荡,灵武世界对陆少游而言,也早就是当成了自己的一部分。 所以灵武世界上的事情,陆少游也不会放不下,只是此时面对眼前那倔强的女子,陆少游也不禁有些唏嘘,或许当初,自己对她残忍了一些。 当初,天剑门内她身不由己,若不是她暗中通风报信,自己也数次遭遇险境难以化险为夷。 最近 两人久久无言,随即各自张嘴而道,欲要打破些许尴尬气氛,随即意识各自苦笑了一下。 你先说吧。 陆少游对袁若兰微微一笑道。 袁若兰敏嘴一笑,子群轻动,道,你最近怎么样? 第3362章狂战修罗 还不错,总的说来,喜多余忧。 陆少游淡淡一笑,随即对袁若兰道,你呢,最近怎么样? 袁若兰柔情着太坚。 小然流露些许波动,冲着陆少游微微一笑,道,我也还不错,一直在天地阁,据我所知,比起你们来,我可是舒服多了。 苍穹战场内,下沉的巨石上,眼信,牛志,金虎,武托凡等汇聚在了一起。 目视着上空山峰般的巨石之上一众人等,武托凡南南轻道,我终于知道陆帅为何要如此安排了,洪荒令争夺的再多,最后能够争夺洪荒殿的,却也只有十八人,分散兵力,怕是想要争夺到洪荒令,就要更加困难了。 不错,我们虽然得到了洪荒令,不过若不是陆帅的安排已多压少,我们几个想要夺下洪荒令,怕是无疑会更加困难的。 眼信道,我们苍穹盟还有十人,天罗盟八人,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能够压制住天罗盟。 金虎魁梧的身躯,散发着一种王者之气,双眸凶悍,虽然落败有所惋惜,不过此时能够见到苍穹盟还有十人能够参加明天的第三轮对决,心中极为兴奋激动。 天罗盟虽然只有八人了,不过那八个的实力都不是泛泛之辈,任何一个都是很强的。 牛志道,陆帅,龙玄,杨过他们也不是好惹的。 风叶飘对众人说道,酒座更古殿,明天就会知道花落谁家了,明天才是真正的巅峰对决。 夜空中,巨石之上,青年男子俊美绝伦,标杆般笔挺的修长身材挺拔而立,白皙的皮肤,身着一袭天蓝色滑袍,越是显得俊美不凡,其目是夜空。 目光空灵,看不出什么神色波动。 元帅,明天一战,我们如何安排? 一个不凡青年,虽然是人形外貌,但身上的阴寒气息却是足以令的人灵魂颤速。 幽绝,何必着急,明天一战非同一般,到时候有你出力的时候。 俊美绝伦的男子副手而立,微微抬头仰面苍穹昊月星辰,晨光之下,闪烁出脸庞勾勒出一道俊美弧度。 一个极美女子,身段曼妙,身着暗红甲皱,包裹着那浮屠玲珑的曲线,对俊美绝伦的男子道,元帅,天罗蒙这一次的人似乎都是不简单。 俊美绝伦的男子文言,齐俊朗的脸庞上,也微微致了致,随即低头,目视着身前数个男女倾道,对方的确不凡,但是,难道你们就是弱者吗? 哼,渺小的人类和兽族,明天一个个收拾了。 一个魁梧结实的大汉,模样有些猙獰,但身上的气息,隐隐间却狂暴至极,遥遥望着远空苍穹蒙的众人,眼中寒意闪烁不定。 元帅,世天似乎是不太喜欢说话,那家伙孤傲得很,他明天有几分胜算。 刚刚说话的那身段曼妙,身着暗红甲皱的女子,目视着巨石边缘穿着墨色段子长袍的一个脸如陶杏,姿态显雅的男子,其从出场到现在,都是神态却是极为淡然,甚至是连周围都没有打量一眼,只是静静的一直站着。 他们,俊美男子抬头,望着那身着墨色长袍的男子,俊美脸庞微微一笑,道,放心吧,他就是那样,有本事的人,都是孤傲的,明天的胜算,我相信他心中有数的。 话音落下,俊美男子微坐停顿,随即牧师众人再度倾道,声音也是空灵悦耳,令人听着极为舒服。 记住,明天万一落败,也别以死相拼,对你们没有好处,留得青山再不愁没柴烧。 夜,虚空之内巨石上,众人随即各自盘膝而坐开始吊膝起来,这苍穹战场深处辽阔的空间内,天地能量浓郁的,远非外界所能够相比的,甚至是和混沌世界内的浓郁天地能量,也相差不多。 一夜徐徐而过,一日,当东方天气发白的时候,不少大千世界内,一道道的气息苏醒,无数的目光都是落在了时空投影传送阵之上。 今天,真正的巅峰对决就要开始,洪荒殿的归属,今天就能够得知,这无疑是足以牵动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目光。 清晨,苍穹战场内深处的虚空内,昊月星辰不知何时突然尽数消失不见,伴随着一道道雄魂的气息涌动,宛如一只只巨兽苏醒,煞时间,一道道的身影便是起身而立。 羞羞! 一道道破风声下,一道道身影飞掠而出,一块块山峰般的巨石上人影闪动,一道道身影在半空画起了弧线,随即双方阵容之人各自落在了各自元帅所在巨石上,一股股火热的战役,悄然在各自体内悄然膨胀涌动。 一股股气息涌动,一道道目光扫视对手阵容,最后各自落在了俊美绝伦的男子和陆少游两人的身上。 今天的规则,此时在苍穹战场深处的所有人都明白。 今天的规则,十八人争夺洪荒殿,一人面对一个对手,击败对方者直接获胜,到时候得到一座洪荒殿,规则很简单,也是真正的巅峰对决。 真正的巅峰对决就要开始了。 蓝十三目视着上空,失败者无法踏足上空,不过却是并不影响目光所望。 这一次,有少游和小龙,杨过他们在,天罗蒙怕是会失望了。 紫烟轻道。 蓝十三望着最上空的那一道道熟悉的身影,齐俊朗的脸庞上,目光抹过些许笑意,轻道,据我所知,他们好像是还从来没有说过吧。 俊美绝伦的男子目视前空,目光落在苍穹蒙十人身上,脸庞之上看不出什么神色变化,随即侧目望着身后悬浮巨石之上七人,最后目光落在了一个身形魁梧结实,模样颇为猙獰,但身上的气息,狂暴至极的大汉身上,轻道,婆弥。 第一个,你上场吧。 是,元帅。 婆弥闻言,遥遥望着远空苍穹蒙的众人,眼中寒意闪烁不定,随着俊美绝伦的男子话音快落下,挥手一扬,一股无形能量,顿时席卷而出包裹在了其原本脚下的巨石之上。 轰。 顿时巨石一颤,伴随着一阵轰鸣声,山峰般的巨石横移空间划过半空,最后出现在了苍穹蒙和天罗蒙双蒙阵容正中央。 砰。 下一瞬,婆弥魁梧皆是的身躯便是如铁塔般,带着低沉的破空声响,纵身随即划过长空,双脚狠狠地跺在了脚下山峰般的巨石上,顿时间,巨石一颤,周围空间气浪都是狠狠一抖,一股狂暴凶悍之气亦是席卷弥漫。 修罗族 苍穹蒙众人目视而去,这种狂暴凶悍之气,冥陵之中,也只有最为豪勇斗狠的修罗一族所具备。 修罗一族,冥陵五大种族之一,天赋不言而喻,传言修罗一族的顶尖天赋者,甚至是能够和天生灵互相比较了。 修罗族婆弥在此,谁敢应战? 婆弥落地,魁梧身躯挺拔而立,三元化红修为气息涌动,狂暴凶悍之气弥漫,目视前空苍穹蒙识人,眼中含义斗射。 修罗一族婆弥,整个修罗大族之中,狂战修罗顶尖修为者之一,传言很早就已经踏足到了三元化红地步,实力可不一般。 杨过牧视着婆弥,对身边众人道。 陆少游目光微挑,修罗族是大族,而在修罗族之中,又还有着不少种族之分。 而狂战修罗一族,在修罗大族之中,那更加是顶尖存在。 牧视身边众人,陆少游正要说话,袁若兰抬头,牧视陆少游,道,第一场,让我去吧。 随着袁若兰话音落下,陆晶云,小龙,北宫无双,牡丹等众人目光也尽数落在了袁若兰的身上。 陆少游望着袁若兰,眸光微动,随即轻道,那你小心一些。 放心吧,我会尽力。 袁若兰话音落下,明眸内视线顿时投向了前空婆弥,眼中炽热的战意涟漪波动,随即挥手一扬,其原本脚下山峰般的巨石顿时旋转而动,轰然横移空间。 轰。 巨石横移,随即便是直接对撞在了婆弥所立巨石上,两两合一,形成一块更大的巨石。 搜。 紫色长裙轻动,圆若兰脚间一点脚下巨石,一股气浪旋转开去,身体犹如一片落叶般,静直略向半空,随即便是从高空之上徐徐落在了婆弥身前巨石上,绣发泼墨如云,长裙勾勒出阿罗多姿的玲珑曲线,气质清雅,明眸好齿,抬头望着婆弥,眉宇间明眸颇带些许冷艳,道,天地阁源若兰,你可以选择投降。 第3363章修罗炼狱 天地阁,哼,选择和苍穹盟站在一起,是你们天地阁最大的失误。 婆弥目视袁若兰,目光寒意抹过,魁梧的身躯内,一股股狂暴阴能量顿时铺天盖地的暴涌而出。 狂战修罗,我看,有些名副其实了。 袁若兰明眸微尘,周身一股灵力剑气顿时斗射而出,隐隐间发出一声声剑鸣之声,伴随着这剑鸣之声响彻,袁若兰的身后,猛然一股滔天气息涌动,三道剑芒十字化般突兀涌现。 轰! 这三道十字化剑芒一处,整个空间为之无端一颤。 浩强的剑意 据实上,众多目光都是为之一正,袁若兰身上的剑意,令得不少人极为震惊。 陆少游也是眼神须眯,袁若兰领悟的如此剑意,比起当初在灵武世界内的时候,有不知道强上了多少倍。 哼,剑意。 婆弥目光寒意一沉,魁梧身躯瞬间而动,周身狂暴的阴寒之气顿时涌动,最后汇聚在了一起,强悍的能量涟漪涌动,直接凝聚成了一道庞大无比,宛如岩石巨人般的虚幻能量之身,如同好似修罗真身一般,面目争鸣,阴寒恐怖之气滚滚。 我心极剑,剑随我意。 淡漠冷艳的声音自圆若兰的口中传出,先手一挥,身后三柄实质化的巨剑顿时掠空而出,迎风而掌,化作三柄巨剑,其上密纹营绕,能量肆虐,令得周空颤聚。 修修修。 三柄能量虚剑瞬间如三道闪电般,对着那婆弥凝聚的庞大虚幻之躯暴掠而去。 破剑意就想奈何我婆弥,不自量力。 牧师那三柄巨剑洞窜空间略来,庞大虚幻修罗真身目光一抖,聚闭舞动,周身阴寒之气狂暴飙射,形成三股阴寒的能量漩涡一般,顿时将三柄巨剑席卷其中,然后将三柄巨剑禁术包裹在了阴寒的能量漩涡之内。 吃啦啦! 这种阴寒之气中,似乎是还有着巨大的腐蚀之力,能够将能量巨剑腐蚀,将能量巨剑上的强悍能量直接吞噬消耗,这一切,令得那庞大虚影双目冷笑不休。 破! 面对这一幕,袁若兰却是没有任何动容,似乎早已经胸有成竹,朱唇清起,嘴中一个破字张嘴而出。 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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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着,三柄能量巨剑之上,剑芒灵力大作,宛如药日一般,随即爆炸开来。 砰砰砰! 三柄能量巨剑炸开,三股巨大的灵力剑气能量肆虐,将三股阴寒能量漩涡直接撕碎,狂暴能量一瞬间便是成弧线般在周空倾泻蔓延开去。 修罗族,不过也是如此。 娇声传出,袁若兰子群身躯悄无声息间,已经出现在了那巨大的修罗能量虚影之前,先手一挥,一柄灵力的能量剑芒,顿时掠进了其眉心之内。 吃啦啦! 灵力能量剑芒一箭洞穿空间而过,庞大的修罗能量虚影顿时摧枯拉朽崩碎开去,化作一股恐怖的阴寒狂暴能量肆虐。 人足渐壁,你惹怒我了。 能量虚影被迫,婆弥大喝,声如雷鸣,面色阴沉难看了起来,也知道眼前这天地阁的袁若兰,也不是好惹之辈,比起他想象中还要强,三元化红修为气息再无保留狂暴涌动,身躯顿时再膨胀扩大。 修罗真身 婆弥催动了修罗真身,庞大的身躯横跨高空,巨目滔天寒意涌动,磅礴的狂暴阴智气颤动,弥漫着一种极端恐怖的气息,让灵魂直接发颤,剧掌而动,凝聚一道狂暴掌印,对着袁若兰所在之处,狠狠地拍了下去。 吃啦啦! 如此一掌,只是一瞬间,便是奔迷般蔓延到了袁若兰头顶,恐怖的狂暴能量,直接将周空溃压的接连爆炸崩裂。 吃! 牧师上空溃压而来的掌印,远若兰再度而动,子群无风自动,莫得一股灵力霸道的气息宛如风暴般席卷而开,手中凭空一扬,顿时一柄诡异的紫色长剑飙射而出。 轰! 远若兰长剑在手,一股磅礴能量铺天盖地暴涌而出,周围空间露出一波波漆黑裂缝一瞬即逝,猛然之间一到数百米的剑芒皮链凭空批出,狠狠地落在了那巨大掌印之上。 吃啦啦! 一剑一掌,低沉的空间破碎声爆发,狂暴的气息从掌印剑芒对撞之处向四周扩散,剑影破碎,掌印催枯拉朽也被摧毁。 好强! 苍穹战场下空,蓝石三,武托凡,若无尘,习天宇等注视这上空那恐怖的一幕,皆是目光震撼。 就武托凡,习天宇,若无尘三儿而言,他们虽然都是三原化洪修为,但是就面前的两人交手来看,他们三人任何一个也都是这天地间同辈之中最为杰出的存在,可是也根本就无法纳婆弥和袁若兰两人与之相提并论。 无量涅槃者,这袁若兰不简单,婆弥无上涅槃,怕是会有些吃力了,袁若兰,或许还不是无量涅槃者那般简单。 牧师交手的婆弥和袁若兰,俊美绝伦的男子喃喃倾道。 还是那饼魔剑吗? 陆少游目视着袁若兰手中的紫色长剑,和当初灵武世界内的魔剑似乎是一样,只不过那剑身之上,原本乃是魔邪之气,但此时剑身气息,却是一股灵力钢气。 杨过在陆少游身边闻言,对陆少游道,那已经不是魔剑,这些年来,他早已经到了另外的一个境界,当初在天剑门成就半魔,但现在已经是以魔入道,成就道剑,天帝阁的阁中强者曾经说过,十大半盛气之下,原若兰手中的道剑,足以排名顶尖通灵宝器,若是单论剑道,我怕是也难以剩他在剑道上的领悟。 以魔入道,道剑。 陆少游喃喃轻道。 修罗一族专修修罗真身,婆弥乃是狂战修罗一族的,更为难惹,所以袁若兰想要彻底奈何他,也是不容易的。 杨过牧师前空交手的两人道。 登登。 半空之中,婆弥庞大的身躯也为之量强震退开去,最后落在了脚下的巨石上,牧师袁若兰,目光之中再度多出了几分震撼,与之同时,周身狂暴的阴寒之气也开始攀升到了极致。 一股阴寒狂暴的气息,如同风暴一般,疯狂的自婆弥体内席卷而出,令得苍穹之上一股狂暴之气悄然弥漫。 轰。 如此之强的狂暴阴寒之气,犹如乌云般汇聚,转瞬间,苍穹之上都是变得暗沉了下来,风起云涌,虚空昏暗。 吃。 圆若兰倩影同样被震退,身在半空,脚尖一跺地面,在半空形成一个巨大的气旋,借助气旋之力,倩影如电,再次直扑婆弥。 嗡。 先手一挥,圆若兰手中长剑之上,一声嗡的风雷之声响彻,再度一道巨大剑芒飙射,静止飙射婆弥。 人足渐壁,真以为能够占我上风不成,那就试试我的修罗炼狱吧。 目视一剑飙射而来,婆弥庞大的修罗真身音如雷鸣滚滚响彻,滔天音寒狂暴修罗之气疯狂席卷开来,苍穹昏暗之中,如若是乌云滚滚,难以形容的恐怖之气,令人灵魂彻底叹速,原力为之呆滞。 狂暴之气阴寒笼罩方圆大片空间,一眼望不到边际,像是此时这整个苍穹战场,已经是成了修罗炼狱。 不自量力的人类。 一道虚幻剑影略至身前,婆弥大喝一声,一道权硬如冲击炮一般,随即便是狠狠地撞击在了剑芒之上。 吃啦啦。 剑芒催枯拉朽,瞬间被轰击得四分五裂,滔天的阴寒修罗狂暴之气,也随即便是紧紧地将原若兰席卷在内。 无孔不入的阴寒修罗狂暴之气影响下,原若兰骄炎面色微变,这修罗炼狱之内,受到的影响明显不少,灵魂、元力,甚至是傲益都是要受到绝对的影响。 节节,进入修罗炼狱之内,你就等死吧。 婆弥俯视原若兰大笑,此刻间浑身修罗煞气滔天涌动,在这修罗炼狱之中,仿若是修罗王者,这空间之内,就是他的领土,他的领域,一切都逃不过他的掌控。 原若兰抬头,目视着那庞大的婆弥修罗真身,先手一挥,周身顿时笼罩上了一层紫色光芒屏障,滚滚的修罗阴寒煞气,再也难以入侵而尽,凝眸微动,微有凝重,却是并没有太多担忧。 莫得,原若兰双眸微微,先手一道道手印却是不停的凝结而出,一股股能量波动,顿时开始在这空间内浮现渗透。 咦? 感觉到原若兰身上的能量波动,刚刚冷笑不休的婆弥,却是突然间无端感觉到心神一颤,灵魂中隐隐间有种不安起来。 第3364章 义正义邪 修罗破灭拳 这种灵魂不安下,令得婆弥大喝一声,巨大的手印不停的凝聚,乌云滚滚般的修罗炼狱空间内,无数乌黑的能量波动,顿时凝聚成了无数的拳印而出。 一道道的拳印凝聚,乌黑拳印上阴寒狂暴之力扩散,对着原若兰州身不停的爆轰而去。 轰隆隆 这种乌黑拳印不停的爆轰下,带着强悍狂暴的力量瞬间扩散而开,顷刻间便是狠狠地落在了原若兰州身的紫色屏障之上,每一道乌黑拳印落下,紫色屏障之上都会扩散出一股漩涡液。 一道道拳印爆轰下,令得空间颤抖,周遭的空间气流在此时也尽数扭曲,原若兰州身紫色光幕表面如同巨浪翻涌,那股弥漫而开的恐怖气息,如同龙卷风一般横扫而开,凌厉的威势让人心惊肉跳。 只不过这一道道的乌黑拳却是也无法破开原若兰州身此时笼罩的紫色光圈,随着原若兰手中手印凝结,身上隐隐间弥漫而出的气息,已然是越发恐怖了起来。 与之同时,紫色光圈之内,原若兰身上开始有着两股气息蔓延,两股气息截然相反,一股气息越来越诡异,另外一股气息却是越来越浩然。 两股气息波动,一股要挟魔气,一股浩然正气。 两股气息翻涌中,原若兰秀发飞舞,紫色长裙骨荡,浑身猛然之间有着无数虚影剑影开始掠出,然后回旋盘旋在周身。 轰隆隆。 猛然间,这修罗练狱空间内风起云涌,甚至是带着电闪雷鸣。 这种恐怖气势,此刻间也明显是令得婆弥目光惊变,挥动一道道的乌黑拳印,如同暴雨般不停地落在原若兰周身的紫色屏障之上。 破! 吼声如雷,婆弥庞大修罗之身怒拳而下,最后一道拳印,终于是将紫色屏障彻底爆轰而破。 砰砰砰! 可怕的气息和狂暴的威压从其内弥漫而出,阴寒之气席卷苍穹。 紫色能量屏障轰碎,圆若兰目光微挑,嘴角一丝微笑弧度勾勒,精致的脸庞上,看起来模样冷艳而夭挟,有着一丝说不清楚的诡异,一丝丝诡异能量将其包裹在内,手中最后手中结出,目视庞大的修罗之身婆弥而道,魔道正道,皆是天道,义正义邪,半魔半道。 话音落下,一股诡异魔邪气息和浩然气息同时自圆若兰身躯内蔓延而出,周身漠然剑光四溢,灵力磅礴的剑气外泻,整个空间万剑齐鸣,惊人的气势溃压天地。 吃啦啦! 也就在此时,整个空间猛然一颤,莫得,无数剑芒凝聚成了两条巨大的剑龙横跨长空。 巨大剑龙蜿蜒盘旋,庞大的身躯由无数利剑汇聚而成,宛如活物一般,惊人龙威扩散开来。 嗷嗷! 翼龙咆哮如雷,令得修罗炼狱空间也为之颤聚,仿若是遇到了克星一般,浩然正气,压制一切魔邪之物。 另外翼龙,咆哮如鬼神鬼气,像是能够腐蚀灵魂,在这修罗炼狱空间之内,更加是如鱼得水。 嗡嗡! 这一瞬,袁若兰踏空两条盘旋剑龙之上,绣发飞舞,长裙鼓荡,浑身魔邪之气和浩然正气并存营绕,两种气息完美融合,一柄紫色长剑在手,漫天风雷之声响彻。 苍穹之上,两龙之上,袁若兰此刻傲然而立,气势熏天鹤地。 不愧是袁若兰,浩强。 苍穹盟内,此刻间就连小龙也是忍不住惊叹一声,北宫无双,杨过,牡丹,陆晶云等也都是早已经为之木露震惊之色,这种气势,在场之中,又有几个人能够凝聚而出。 半魔半道,这袁若兰身怀两种剑道,无量涅槃者,婆弥要败了。 天罗盟内,俊美绝伦的男子目视着前空两条庞大剑龙之上的袁若兰,空灵目光之中,也泛起了些许波动。 婆弥庞大修罗之身,此刻面对两条庞大剑龙,亦无端心颤,巨目含义一尘,大喝一声,修罗炼狱,修罗怒。 喝声如雷,庞大修罗之身,顿时横跨长空,带着滚滚阴寒狂暴之气,如同这修罗炼狱之内泛起了海啸巨浪一般,以风卷残云的狂暴之势,对着袁若兰席卷而去。 呼啦啦! 空间波动层层暴动,阴寒狂暴之力席卷长空,令得远处众多绝顶之辈,也不禁灵魂颤速。 高空之上,圆若蓝脚踏一阵一斜两条剑龙,双眸战意澎湃,气势溃压天地,嘴中浇喝一声,魔剑为尊,盗剑为黄,半魔半道,猪血。 嗷嗷! 喝声落下,手中紫色长剑一挥,两条剑龙咆哮而出,伴随着一阵一斜两股浩瀚气息,随即猛然冲向了那滚滚暴动阴寒之气。 两条剑龙之上,剑光四溢,一日如日月铜线般,光芒冲天而起,直射苍穹,令得这昏暗的空间,顿时光芒大作。 嗤啦啦! 一道道空间破碎声传开,剑龙横跨长空,化作无数剑影铺天盖地飙射,一道道剑芒所过,空间生生直接被摧毁,恐怖能量化作光弧扩散,震动的空间泛起剧烈涟漪,一道道剑芒撕裂出无数漆黑空间裂缝。 吼吼! 修罗咆哮如雷,庞大身躯淹没在滚滚阴寒之气中接连震退。 以魔入道,道剑之下,痴魅王两,荡然不存。 嬌声落下,圆若蓝剑影悄无声息横跨长空,已然是出现在了婆弥庞大的修罗之身之前,手中紫色长剑之上,一道数百丈的恐怖剑芒伴随着浩然正气,轰然批出,以奔雷之势,直接对着婆弥猙獰的修罗脑袋批下。 这一刻,婆弥目光大害,庞大的修罗之躯包裹上一股阴寒光幕后急速暴躲,却是依然慢了些许,虽然避过了要害,但那一道恐怖剑芒,却是直接落在了其聚臂之上。 吃了。 剑芒之下,阴寒光幕在浩然正气之下荡然不存,一剑劈下,可怕的颈风顿时爆发而开,滔天气息暴涌而出,直欲绞碎虚空,婆弥一只俱毙,顿时被直接斩断。 婆弥退下。 天罗蒙俱美男子轻喝一声,声音却是如雷霆般,顿时在婆弥耳中响彻,伴随着一股不容反抗的气势。 吼! 婆弥雷鸣般的哀嚎惨叫一声,气息一瞬间萎靡,断臂之痛下,巨目对着袁若兰涌出滔天寒意,却是在那俊美男子的喝声下,第一时间庞大修罗之身顿时缩小,其身影第一时间暴退开去。 轰隆。 随着婆弥暴退,其山峰般的巨石也轰然下沉坠落不少,再也无法和众人齐齐而立,周身在这苍穹战场内,无端受到一股巨大威压,也只能够下沉落下。 胜了,袁若兰胜了。 上清世界天界密地之内,众多灵武世界强者目视时空投影传送阵内那一道紫群气倩影,也难忍激动,以其为荣。 因为那一个紫群女子,同样是出自灵武世界,代表着灵武世界,苍穹战场之内,三千大千世界同辈之中,此刻,亦是光芒万丈,傲力长空。 嗖嗖。 袁若兰脚下巨石生腾,手中紫金收敛,其倩影漫妙横跨长空,随即落在了陆少游等众人身边,脸皮略带苍白。 击败婆弥,明显也是消耗极大。 性不辱命,没有给灵武丢脸。 袁若兰牧师陆少游,轻道,我早已经和天帝阁谈好了,若是我争夺到洪荒殿,一半名额将留给我灵武之人,你到时候辛苦一下做些安排吧。 嗯,你先掉膝吧。 陆少游望着袁若兰微微点头,道,我也替灵武之人谢谢你。 我来自灵武,何须言谢。 袁若兰点头,长裙微动,话音落下,随即便是纵身跃上了生腾的巨石之上,一颗丹药塞进了嘴中,然后不再言语,静静而立。 婆弥的落败,让天罗蒙剩下的树人都是面色不适太好看,一道道的目光狠狠地落在了前空苍穹蒙众人身上。 恭喜苍穹蒙获得了一座洪荒殿。 俊美绝伦的男子遥遥望着陆少游,目光淡然,失去一座洪荒殿,似乎是并没有令得其有任何的不悦。 最后一起再恭喜不迟。 陆少游遥遥淡然而道。 若是苍穹蒙这一次能够收获所有洪荒殿,那我也一样会恭喜。 俊美男子望着陆少游,空灵目光微动,随即回头,目视着身后六人,目光落在了一个青瘦男子身上,道:"明焕,第二场交给你了,按照规则,你可以挑战苍穹蒙任何一个。 是。 青瘦男子应道走出,身形青瘦,模样和人族也颇为相似,只是身上气息阴寒,却是隐隐间多出了一种炽热之气。 第3365章 天明之火 随着缓步走出,明焕挥手一扬,一股无形的炽热能量,顿时包裹在了其原本脚下的巨石之上。 轰! 巨石一颤,伴随轰鸣之声随即横移空间划过半空,最后出现在苍穹蒙和天罗蒙双蒙阵容正中央。 明焕身影一纵,一股炽热气息波动,随即如同流光般落在了巨石之上,遥遥望着远空苍穹蒙的众人,道,明火世界,天明火族,明焕。 天明火族,这明灵种族数量不多,仅次于五大明灵种族,据我得到的消息,这明焕还是真帝涅槃者的后人,祖上有强者曾经乃是真帝涅槃者。 牡丹目视着前空走出的明焕,然后对众人说道。 真帝涅槃者的后人们。 文言,陆少游也是不由对那明焕多打量了几眼,身上阴寒和炽热的气息并存,极为少见,三元化红羞为层次,但应该是比起那薄迷来,羞为还要略高一些的。 天明火族主要集中在明火大天世界内,这种生灵极为恐怖,特别是本身的天明之火极为难缠,不是太好对付。 杨过似乎对这天明火族也了解的不少。 明焕牧视苍穹蒙众人,目光一一扫过,最后却是直接落在了陆少游的太古幽明炎灵魂分身之上,道,救你了。 老大! 见到那天罗蒙的明焕竟然选上了太古幽明炎,小龙和牡丹两人顿时目光便是落在了陆少游的身上。 陆少游太古幽明炎体灵魂分身嘴角微微一扬,勾勒出一道笑意弧度,蓝袍长袖一抖,其周空不远处一块山峰般的巨石顿时轰然掠出,脚掌一点地面,伴随着若隐若现的炽热阴寒之气纵身而起,便是落在了掠出的山峰般的巨石之上。 轰! 巨石狠狠对撞在明幻脚下巨石之上,随着太古幽明炎体灵魂分身落下,一切都是一气呵成,干净利落。 只是随着陆少游太古幽明炎体灵魂分身气息波动,天罗蒙内那身着墨色长袍的男子,古井无波的平静目光之中,在这一煞,游若是石子落在了平静的水面,眼中顿时泛起波动,目光刹那间便是遥遥落在了太古幽明炎身上。 抱上鸣来 牧师着陆少游的太古幽明炎体灵魂分身,明幻目光一挑,隐隐间目光深处,抹过些许疑惑之色。 陆少游太古幽明炎体灵魂分身牧师明幻,低声倾道,世荒世界,非灵门,幽明。 非灵门? 明幻眉头微皱,似乎是从来没有听说过非灵门的存在。 非灵门在上青世界内声名赫赫,不过在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内的众多世界之中,却是算不得什么了,就连青雷亲王,飞龙亲王等人也是最近不久才加入了非灵门,比起两大联盟可是还相差不少。 而上青世界两大联盟在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内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名气,更加就不用谈非灵门了。 非灵门? 只不过苍穹战场内名幻不知道非灵门,但是上青世界天界密地之内,此时时空投影传颂阵之前的所有人文言,无不是瞠目皆舌,特别是对于非灵门的人来说,那更加是目瞪口呆。 幽明,代表非灵门? 灵舞世界内的众人,此刻间也是面面相去,一道道的目光紧紧的锁定在了时空投影传颂阵内。 幽明,难道是? 独孤傲南,至圣大帝,端木穷天,北宫秦苍等人相识,目视着那一道蓝袍身影,似乎是心有所恶。 不管你是什么来头,这一场,你输定了。 明幻目视着太古幽明炎,手印猛然杰出,下一瞬,周身一股阴寒炽热的气息滚滚蔓延而出,就像是在这平静的苍穹空间内投下了一枚炸弹一般,令得空间顿时剧烈地震荡起来。 好强的气息,炽热阴寒之气影响灵魂和原力,这天明火族还真是不会在明灵五大族之下。 众多目光微挑,这明幻这等气息之下,已经是证明了其自身实力,这种实力之强,一出手,就不会在刚刚的婆弥之下。 哗啦啦 短短一瞬,一道阴寒炽热的掌印瞬间便是在明幻右手中凝聚,脚尖一点地面,身影如闪电般,带着一股恐怖阴寒炽热气息席卷而出,然后出现在了太古幽明炎之前。 呼啦 明幻一道掌印落下,大片空间炽热阴寒,然后化作虚无。 众目睽睽之下,就在所有目光所见,阴寒炽热掌印落在了陆少游身上之时。 吃! 莫得,所有目光瞳孔一缩,只见幽明轻飘飘的一掌相迎,双掌瞬间对撞,一股蓝色火炎随即蔓延席卷而出,直接将那阴寒炽热的掌印抵御而下。 同时间,那阴寒炽热的掌印,短短一瞬,直接被焚烧成了虚无。 这幽明浩强。 风悠悠,下空袭天宇,武托凡,若无尘等面面相去,明幻的那一掌可是不同凡响的,却是没有想到,竟然是催枯拉朽就别那飞灵门的幽明所摧毁。 登登。 短短一瞬间的对撞,明幻身躯直接亮墙震退,只有他最为清楚,那蓝色火炎之内的气息,已经是足以令他心魂不安,为之颤速,目光也随即变成了震惊之色。 上清世界天界密地之内,所有飞灵门弟子手中双拳紧握,一个个兴奋莫名。 我飞灵门什么时候有如此强者了,这下我飞灵门可是大发了。 阴鬼,阴明夜叉,帝龙,七剑,七煞等,白金堂,饭桶等目光面面相去,一个个振奋不已。 没想到飞灵门还有这般年轻一辈,厉害呀。 青雷亲王,飞龙亲王,云雷亲王三人此时也是目光对势,为之振奋。 那幽明,真是飞灵门的吗? 高空之上,风行天主目视着冰天,苍老的褶子脸庞上,无边无际浩瀚的目光,此时也是露出疑惑之色。 冰天望着风行天主,道,风行老哥,你问我,我问谁去,不过不管怎么样,飞灵门也是我上清世界内的。 看样子,这小子身上还隐藏着不少的事情啊。 风行天主叹道,但那浩瀚的目光之内,随即却是浮现出了笑意。 天明火族,算是不弱了,只不过若是只有这点本事的话,怕是还不够。 路少游太古幽明掩体灵魂分身附手而立,掌心之内蓝色火炎收敛,若隐若现的炽热和阴寒气息波动,隐隐间周空浮现淡淡的凹痕。 此刻间,只有在场最强者才会发现,无声无息间,整片空间,已经悄然被能量扭曲。 浩墙的天生灵物之体,明焕不会是对手。 天罗蒙一直是没有说话的墨袍青年,目光遥遥望着那蓝色长袍身影,此刻间,也为之喃喃倾道。 试天,那幽冥真有那么强呢,明焕可不是好对付的。 一个身着假皱的女子对墨袍男子问道,明眸之中,似乎是还有些不太相信这墨袍男子的话,他可是知道明焕的实力,明焕的底牌,绝对不是好惹的。 被换作试天的墨袍男子目光淡淡的瞥了一眼那身着假皱的女子,语气依然是极为平淡,道,两个明焕也不会是对手,何况是一个明焕,那幽冥之强,我所罕见。 假皱女子盯着墨袍男子看了一会,半信半疑,随即目光再度目视向了前空。 明不见经传的飞灵门,还真是够嚣张的,这些年来,我明焕什么样的人没有见过,在我面前嚣张的,最后都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死。 随着太古幽冥炎话音落下,明焕原力涌动,压制住心中的莫名心颤,目光再度涌上寒意,说话间自周身开始,一股股炽热阴寒的气息弥漫而出。 尝尝我的天明之火吧。 明焕话音落下,长袍一挥,周身猛然炽热阴寒的气息之中,一股诡异的绿色火焰顿时翻涌而起,而明焕轻瘦的身形也瞬间被遮盖其中。 呼啦啦。 这绿色火焰涌出,这苍穹高空之上,顿时未知动荡,那一股阴寒炽热的气息弥漫天际,令人灵魂刺痛,火焰滚滚,遮天蔽日。 一会的时间,诡异恐怖的绿色火焰便是已经囊括大片空间,那恐怖的诡异气息,令在场的年轻一辈巅峰者,也是心生含义。 天明之火,天明火族的底牌,凭借着天明之火,天明火族足以示屹立在三千大千世界之内不到,就算是和明灵五大种族相比也不会惧怕,若不是因为天明火族的人数最少,那明灵五大种族就不会是五大种族,而是六大种族了。 第三千三百六十六章又是飞灵门 那绿色之火似乎是很厉害呀,不知道幽冥能不能够抗衡下来。 上清世界天界密地之内,飞灵门的一众代表一个个紧张的双拳紧握,透过时空投影传送阵,所有人也能够感觉到到绿色火焰的诡异和不凡。 天明之火嘛,可惜还不够。 苍穹战场之内,陆少游太古幽冥掩体灵魂分身目光微动。 突然,就在所有人的目光注视之中,幽冥周身一股蓝色火焰字体内铺天盖地席卷而出,顿时,这苍穹战场之内,一股明显越发强悍的炽热和阴寒气息并存的恐怖气息降临,这气息和天明之火相比,那就是天地之别。 好强 天罗蒙之内,被换作是视天的墨色长袍男子,随着前空之上那蓝色火焰一出,顿时眼中也未知一颤。 俊美绝伦的男子此刻间,一双空灵的目光,也是紧紧地落在了前空此时炽热阴寒并存的太古幽冥掩之上。 随着这蓝色火焰席卷而出,那铺天盖地的绿色诡异天明之火,便是如同老鼠见到了猫一般,顿时急速波动而逃。 只是在蓝色火焰的掠夺和侵蚀下,铺天盖地的诡异绿色天明之火直接消融,化作漫天白色烟雾生腾,在几个眨眼的时间内便是消失不见,只是残存了一大块,明幻的身影正隐藏其中。 太古幽冥掩体灵魂分身瞥了一眼了明幻隐藏的天明之火,依然是淡淡一笑,随着双臂一震,张嘴漠然一息,一股滔天吸扯之力顿时如同是龙卷风暴一般席卷而开。 呼啦啦 在无数惊恶的目光之中,只见那足以令人灵魂叹肃的诡异天明之火,此刻间却是被那幽冥直接吸扯进入了嘴中吞噬不见,明幻的身影也逐渐在天明之火内显身而出,其震惊的目光,逐渐呆滞,变得震撼。 天明之火,不过如此,在我面前,还没有叫嚣的资格。 鹿少游太古幽冥颜淡淡一笑,此刻间,三元化红修为层次气息扑天盖地涌动,屈指轻弹,指尖之上,一缕蓝色火炎如同是蓝色闪电一般划过长空,所过之处,空间一路化作虚无,然后竟直落在了明幻尖头。 吃啦 蓝色火炎流光掠空,视如奔雷,那明幻却是不知为何,在这一煞根本无法躲避,眼睁睁看着蓝色火炎没入尖头,最后破肩而出。 扑吃 一嘴鲜血从明幻嘴中喷出,蓝色火炎洞穿左肩,面色顿时微米,瞳孔一缩,满是恐惧。 今天饶你一命,你败了。 鹿少游太古幽冥掩体灵魂分身目视明幻,昨日天罗蒙那领头的俊美男子对鹿心童,蓝十三等都没有下杀手,鹿少游心中有数,此刻间也算是还了一个人情,若是此时趁机击杀了这明幻,那显得苍穹蒙反而是有些小肚鸡肠,尚不得抬面了。 多谢阁下手下留情。 天罗蒙内,俊美男子对鹿少游太古幽冥掩体灵魂分身淡淡一笑,随即目视正愣然的明幻,道,明幻,还不退下。 明幻再无言语,刚刚只有他最清楚,这幽冥的实力有多恐怖,那蓝色火炎下,他的天明之火完全就被压制得无法动弹,那一股恐怖的威压下,令得他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刚刚他已经是感觉到了死亡的气息,对方,竟然是强悍如斯。 赢了,飞灵门幽冥获胜。 上清世界天界密地之内,飞灵门的代表中顿时爆发出了振奋的呐喊声,飞灵门争夺到一座洪荒殿,这对于在场的飞灵门代表来说,自然是清楚代表着什么。 看样子,这下飞灵门的风头,将要盖过两大联盟了。 站台之前,密密麻麻的人群中也是爆发出道道议论,各大势力代表,也吩咐立刻向飞灵门表示祝贺。 飞灵门得到一座洪荒殿,三千大千世界同时目睹,可以想象,不用多久,飞灵门的名号将会响彻整个三千大千世界,这名号也注定是要盖过两大联盟了。 轰。 苍穹战场之内,随着名幻落败,巨石下沉,太古幽冥掩体灵魂分身脚下巨石上升,和袁若兰齐齐而立。 袁若兰目视陆少游的太古幽冥掩体灵魂分身,眸光微动泛起涟漪波动,嘴角随即淡然一笑,似乎也心中已然明了。 当初天剑门别灭之时,那蓝色火炎的恐怖,袁若兰还历历在目,此时所见,又怎么会不明白,这幽冥不是陆少游的灵魂分身太古幽冥掩,也不会是别的天生灵物。 天罗蒙阵容中,随着名幻落败,俊美男子牧师前空,头也没回,道,罗美,第三场你上吧。 是,袁帅。 一个身段曼妙,身着暗红甲皱的几美女子文言走出,话音落下,先手一扬,一块巨石顿时横移而出,暗红色甲皱包裹着那幅突玲珑的曲线跃出,随即便是落在了巨石之上。 牧师苍穹蒙阵容,一双颇为血红的眸子似乎是早有目标定睛在了北宫无双的身上,罗美沉道,天杀世界,罗刹一族罗美,上来一战吧。 小心一些。 路少游转身牧师北宫无双。 放心吧。 北宫无双浅浅一笑,话音落下,长裙轻动,不远处巨石横移,脚尖一点地面,顿时迎风飘渺而起。 上青世界,飞灵门,北宫无双。 北宫无双脚踏巨石横移空间,目视罗刹族罗美,一举一动,尽显弹雅高贵。 又是飞灵门。 罗美血色眸光微挑,眉头也是随之微醋,随即目视北宫无双,眼中血色眸子泛起波动,周身暗红色甲皱之上,淡淡罗刹之气开始徐徐涌动。 只是一瞬间,罗美周身的罗刹之气已然浓郁起来,修长大腿一抖,胶臀满腰勾勒出一道完美弧线,令人忍不住暗叹,罗刹一族的女子,皆是美艳无比,这罗美身为罗刹一族之中的巅峰存在,更加是动人无比,若是在人族之中,足以是祸国殃民。 管你什么飞灵门,这一场,你输定了。 短短一煞,罗刹气息波动间,罗美娇喝一声,手中一柄血色长剑便是出现紧握在了仙手之中,血煞剑芒响彻,一道剑红掠出,伴随着曼妙身形弧线直扑北宫无双而去,三元大处红气息后期气息释放,一剑直掠北宫无双而去。 咻! 血色一剑,空间迅速波动,血煞狂暴的能量连依先翻空间,剑红如雷霆,蕴含的恐怖血煞致。 吸气,将空间震动的一路破灭,眨眼之间,便是到了北宫无双的身前。 痴! 就在这电光火时间,北宫无双勾唇一笑,就在那一道血煞剑红暴掠到了身前的时候,掀手一挥,指尖之上,一道青绿色能量光柱,瞬间击射而出,顿时便是对撞在了血煞剑红之上。 青绿色的光柱,仿若是怪兽一般,对撞血煞剑红之上,像是蕴含着极强的腐蚀力,又像是能够吞噬血煞剑红一般,一瞬间便是将血煞剑红之内的能量迅速腐蚀吞噬。 你败了。 淡淡的话音自北宫无双的嘴中传出,倩影如电,趁势而动,左手一道青绿色掌印电光火时间,直接落在了罗美甲咒上。 砰! 北宫无双轻飘飘的一掌,看似软弱无力一般,但落在罗美甲咒之上,却是顿时令的罗美甲咒一颤,一股吞噬生机的气息席卷开来,可怕的生机吞噬下,连空间波纹都是变成了一圈圈的涟漪,带出一道道漆黑空间裂缝,随即虚空都变得荒芜。 噔噔。 吞噬生机的恐怖之力下,罗美郊区也不知道是逃出还是被震出,接连亮抢才停住身影,面色瞬间变得苍白,周身滚滚的血煞罗刹气息涌动,这才抵御住那吞噬生机之力的侵蚀,目视着北宫无双,目光也变得凝重和震惊起来。 北宫无双淡淡而立半空,现影长裙翩翩,浑身散发着一种浑然天成的高贵淡雅气质,绝美容颜,宛如折仙,就像是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子,静静的悬浮半空,目视罗美,道,你败了。 不,我没败。 罗美娇颜血色眸光闪烁波动,他不相信自己竟然一招就会落败,这不可能,身为罗刹一族同辈巅峰存在,他不可能会输给一个人类。 罗刹遁空,血煞万影。 下一秒,罗美娇喝一声,周身狂暴的血煞之气暴涌而出,铺天盖地的瞬间遮天蔽日,以一种熏天鹤地之势笼罩苍穹。 最后,肉眼可见下,罗美曼妙娇躯之上,一连串流光掠出,最后化作密密麻麻长千上万的身影悬浮半空。 第3367章还是飞灵门的。 罗刹一族在空间奥义上有过人的天赋,和陈希朱雀一族一般,不过,却是还比不上朱雀一族的。 目视着前空,小龙目光微动,那罗美催动的手段,自然是逃不过她的窥探。 羞羞羞羞。 密密麻麻无数的身影,伴随着血煞之气,如暴雨般,顿时对着北宫无双铺天盖地的暴掠而去,恐怖的能量爆发,直接将大片空间震的暴裂开去。 吃! 血煞气息溃压中,北宫无双微微抬头,绝美容颜上,双眸瞬间睁开,眼中一股青绿色精芒从其双眸上暴射天际,周身猛然之间气息暴涨,狂暴的气息震开空间波纹,一股极度强横的微压气息意识刹那间自周身空间顿时弥漫而开。 而在这种气息蔓延之下,虚空之内所有人都是惊骇的发现,体内的元力居然直接是位之一颤,身上的生机开始直接消失,无声无息中消失。 四元化红,北宫无双到了四元化红。 天罗蒙内,俊美男子目视前空,空灵目光为之颤动,四元化红层次,在同辈之中,这足以是傲视群雄的存在,罗美帝运气似乎是不太好,挑选的竟然是一个四元化红修为者。 无双解到四元化红了。 四元化红? 此刻间,不仅是天罗蒙众人惊叹,就连小龙,杨过,风悠悠,牡丹等也无不是位之惊恶,到了这时候,随着北宫无双身上的气息第一次尽数释放,他们才知道北宫无双竟然是到了四元化红地步,四元小超凡,足以是令得众人为之震惊。 四元化红,北宫无双什么时候到四元化红的? 上清世界天界密地之内,苍穹高空之上,风行天主和冰天两位超级强者,此刻间面面相去。 两人脸庞上那等震惊,丝毫不在任何人之下,四元化红层次,对于他们这两个超级强者来说,更是清楚代表着什么。 羞羞! 铺天盖地的血煞气息伴随着无数身影直扑北宫无双,罗刹祖本就是有着过人的空间天赋,速度之快,匪夷所思。 生生不息。 这电光火时间,北宫无双身前,一道青绿色光圈猛然以自身为中心,化作一道巨大的青绿色光幕,蔓延着吞噬万物生机的诡异之力,闪电般蔓延扩散而出。 煞时,弱大空间被青绿色光幕笼罩其中,一股可怕的能量顿时如同风暴般的席卷而出,狠狠地就从冲击在了血煞之气和无数密密麻麻的身影之上。 呼啦啦! 一股吞噬空间万物的生机距离闪电般蔓延而出,空间波纹寸寸崩碎,那恐怖的血煞之气和密密麻麻的身影,其上生机眨眼间就被斩断在了这青绿色光幕之内,被后者空间内一股吞噬万物的诡异能量直接吞噬不见。 短短时间,大片空间都直接被吞噬成了荒芜的虚空。 空间失去生机,只有北宫无双一人生机盎然存在这空间之内。 虚空之内,此刻间密密麻麻的罗美身影,催枯拉朽般接连破碎消散,最后只是剩下了一道罗美身影而立,其面色也变得难看苍白,这诡异的空间之内,他感觉到体内的原力正在急速地消耗着,这空间之内,让他瞬间有种生机抹灭的感觉。 罗刹针 目光骇然中,罗美娇喝,而其话音未落,血色瞳孔骤然一缩,对方那一道长裙嵌影依然是出现在了他的身前,在这空间内,罗刹一族的空间天赋也被压制,目属性的刁钻诡异,皆未威压之下,令他已经无法抗衡。 吃了。 吞噬生机的巨力气息,就在罗美身前截然而至,随即消散不见,北宫无双的身影落在了罗美身前,轻道,你败了。 为什么停手? 罗美血色眸子望着北宫无双,眼瞳中有些疑惑不解,刚刚若不是北宫无双的停手,他就算不死,也是必要中创,以苍穹蒙和天罗蒙亿万年的恩怨,对方完全没有必要对他留守。 若是下次遇上,我便不会再留守。 北宫无双目视罗美,昨天那末刨男子对陆心童的留守,北宫无双也看在眼中,这也算是还了一个人情。 苍穹蒙和天罗蒙亿万年的恩怨纠葛,对于别人来说,或许一时间放不下,不过对于北宫无双等来自灵武世界上的人来说,或许,便是要容易放下的多了。 我败了,你胜。 目视着北宫无双一会后,罗美才说话,随即倩影顿时略退,面对眼前的北宫无双,他知道自己根本无法战胜,四元化红和三元化红之间的鸿沟,他无法跨越。 他是罗刹一族最巅峰的存在,但罗美能够感觉到,眼前的北宫无双同样不是一般人族,甚至也不是一般的人族内的古族所能够相比的。 轰隆 北宫无双获胜,两块巨石分离,上升下降,三场对决,苍穹蒙三胜。 夫人获胜,我飞灵门拥有两座洪荒殿了。 我上青世界连胜两场,两座洪荒殿了呀。 飞灵门好样的,这下我们上青世界发了。 上青世界天界密地站台之上,一道道振奋的呐喊声随着北宫无双的获胜,滚滚响彻高空,不管北宫无双和幽冥是不是飞灵门的,对于上青世界内的人来说,那都是代表着。 上青世界。 此刻间,连主要的陆少游,风悠悠,陆晶云都还没有出场,上青世界就已经是座拥两座洪荒殿,这足以令的此时占台周空上青世界各大势力和鼓足百万代表为之沸腾。 幽决,第四场你出手吧。 天罗蒙内俊美男子目光依然平淡,天罗蒙连输三场,似乎也依然是和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一般,并没有太放在心中的模样。 这一场,我一定会拿下。 随着俊美男子话音落下,一个人形不凡青年声音落下之时,已经是顿时掠出,周空一块山峰般的巨石横跨长空蔓延而出,顿时横移空间悬浮,其身影也随即落在了巨石之上。 这青年虽然是人形外貌,但身上的阴寒气息却是足以令的人灵魂颤速,目视着苍穹蒙胜剩余众人,最后目光定睛在了陆少游身后一道身着弹紫金长袍身影者上,道,夜巫世界,夜叉足幽绝,你若投降,或许能够少丢些脸面。 身着淡紫金长袍的青年文言,目光骤然一抬,挥手而动,一块巨石横移,身影顿时如紫金流光般暴掠而出,最后落在了幽绝身前,嘴角微扬,一道淡然笑意弧度勾勒,倾道,上兴世界,飞灵门,浑煞。 又是飞灵门的。 文言,此刻这幽绝也是忍不住目光诧异了起来,那名不见经传的飞灵门,今天却是一个接一个的冒出。 查,给我快查,这飞灵门到底是什么势力? 马上给我调查,这飞灵门到底是什么来头。 三千大千世纪额内,不少密的之内,一道道的消息顿时立刻传出,纷纷直指飞灵门,毫无疑问,飞灵门这神秘势力,已经是引起了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注意。 浑煞,也是我飞灵门的呀。 浑煞,又是我上青世界的,这次真是发了。 看样子飞灵门内可真是藏龙卧虎啊。 上青世界之内,飞灵门的代表一再惊恶,百万各大势力和古族代表,也未知振奋。 据时尚,幽爵目视着身着担子巾长袍身影者,滚滚的幽暗煞气涌动,令得这空间之内,顿时一股股浩瀚的幽暗煞气凭空疯狂渗透而出,恐怖的狂猛幽暗煞气像是风暴般席卷。 夜叉真身 阴力之声从幽爵嘴中传出,滚滚的幽暗煞气波动下,猛然化作了庞大的恐怖夜叉之躯,庞大上数百丈横跨高空,头如驼风,巨大乌黑手掌之上持着一柄漆黑如墨,释放着滚滚幽暗煞气的巨大灵叉,其上有着无数七粒魂鹰发出七七的哀嚎之声,令人灵魂刺痛发出。 牧师这身前庞大的夜叉真身,身着淡紫金长袍的男子嘴角微扬,正是陆少游的大魂鹰,以大魂鹰原本百万残魂和煞气所凝聚之身,陆少游也随口捏了一个魂煞之名,只不过此时,大魂鹰吞噬的残魂又何止百万? 牧师幽绝本体,陆少游大魂鹰丝毫没有在意,此刻间也只有陆少游最为清楚,现在的大魂鹰实力究竟是到了何种地步,先不说这半年时间内,大魂鹰尾随上清世界大军一路吸收亿万残魂和煞气,那等浩大的能量对大魂鹰就是绝对的补品。 而在当初的绝灵毒蛊之内,大魂鹰吞噬了灭魂妖姬六元化红大超凡修为者的魂鹰融合之后,其实力层次哪怕是在保守估计,也都已经是能够达到堪比五元化红层次地步,加上这半年的吞噬亿万残魂和煞气,最保守估计,大魂鹰现在的实力,都已经是能够到五元巅峰化红净修为者地步。 第3368章 婆修美玉 以此时大魂鹰的实力地步,面对幽绝此时三元化红后期只是快到巅峰的地步,陆少游自然不会放在心上,化红净修为层次中,一元便是一道鸿沟,何况是相隔两元,夜叉一族不凡,大魂鹰本体也同样不是凡物。 小子,你身上的气息可不应该是人族,在我夜叉族面前,所以,你输定了。 牧师者陆少游大魂鹰,幽绝大喝一声,没有任何当个,直接开始出手,手中灵差一斗,庞大身躯周围空间顿时涌出无数的黑色能量,恐怖的黑色能量匹炼如同黑色魔雷一般,每一条匹炼周围漆黑空间裂缝直接蔓延,犹如魔雷暴动。 轰隆隆 周空颤动,无数恐怖的黑色能量伴随着惊雷般的声响,如雷霆般顿时对着大魂鹰铺天盖地笼罩而去。 三元化红,四元小超凡都不到,你还太弱了。 大魂鹰嘴角弧度一沉,但紫巾长袖一斗,煞时间,浑身滔天煞气暴涌而出充斥在了半空之中,滔天的阴寒血煞之气自大魂鹰体内弥漫,顿时周围空间风起云涌,煞气宛如龙卷风暴一般释放,其身躯也在电光火时间化作了数百丈庞大,丝毫不会在幽绝的夜叉真身之下。 随着庞大的身躯浮现,滔天阴寒血煞之气中,大魂鹰横跨高空而立,巨大的双手一挥,顿时张嘴一股巨大的吞噬之力暴涌而出,直接对着此刻间已经是雷霆般暴略到了身前宛如摩雷般的恐怖黑色能量吞噬而去。 大魂鹰吞噬那密密麻麻的浩瀚黑色能量,宛如鲸鱼溪水一般,直接在身前形成一个巨大漩涡,那恐怖的浩瀚魔雷黑色能量,此刻间却是不堪一击般,直接被大魂鹰生生吞噬。 大魂鹰此时那庞大的身躯,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无底洞一般,再多的黑色能量和幽暗煞气也能够被吸纳。 怎么会这么强悍? 随着这一幕的出现,看得周围众人胆颤心惊,幽觉庞大的夜叉真身也为之巨大眼中露出了凝重之色。 夜叉灭魂 巨大的灵叉,如闪电般掠出,在幽觉的手中伴随着滚滚能量,顿时刺向了大魂鹰庞大之躯。 破! 大魂鹰呵声如雷,挥手而动,滔天阴寒血煞之气中,一道淡紫色的阴寒血煞能量如铁链一般,顿时落在了巨大的灵叉之上,瞬间便是将庞大的灵叉密密麻麻的缠绕紧锁在了一起。 然后灵叉催枯拉朽直接军裂,最后势如破竹破碎。 咔咔! 巨大的灵叉破碎,滔天幽暗煞气肆虐开去,幽觉庞大的夜叉真身直接亮强震退,那等阴寒血煞之气俯食下,身为夜叉一族的幽觉也吃不消,目光成了震惊之色,嘴中也随即一口乌黑的血迹喷出。 不会的,怎么会这么强,我不会输的,不会输的。 震惊的目光抽动,幽觉怎么样也没有想到,自己这轻描淡血就已经落败,身为夜叉一族巅峰强者之一,同辈之中难分敌手,他从来没有如此惨白过。 当庞大的夜叉真身稳住之时,幽觉目光抹过狠力之色,手印再度凝结,似乎是欲要再度拼命。 不自量力,就算是你自报也没用。 喝声落下,庞大的大魂鹰之躯横跨长空瞬间出现在了幽觉夜叉真身之前,双手而动,空间一颤突然猛的一缩,一道道阴寒血煞的能量,犹如一道道雷霆暴掠而出。 庞大的大魂鹰之躯,手中阴寒血煞的能量撕裂空间,带起可怕的轰隆隆声响,便是狠狠地轰在了幽觉庞大的夜叉真身之上。 如此轰击下,能量封锁扭曲空间,高空风云变色,空间未知撕破,一股股毁灭般能量蔓延,惊人的能量顿时尽数落在了幽觉庞大夜叉真身之上。 砰砰砰砰。 一道道雷霆攻击落下,一股股阴寒血煞之力从空间内铺天盖地暴涌而出,其滔天气息,也是在这一刹那彻底的释放,狂暴气息席卷而出,空间动荡不休。 吃啦啦。 这一道道轰击之力太过于霸道无匹,落在幽觉庞大身躯上,一连串惊人的音暴声不绝于耳,大片空间直接被炸开,幽觉嘴中也接连黑色浓稠血液喷出,庞大的身躯如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开去。 当一切消失安静下来的时候,前空之中幽觉庞大夜叉真身已经是倒飞到了远处,脱离了一道无形透明光圈之内。 轰。 低沉的声响轰鸣,幽觉其原本脚下巨石下沉,路少游大魂鹰脚下巨石上升,胜负已定,幽觉庞大夜叉真身收敛,嘴中再度一嘴鲜血狂喷而出,目光一片死灰。 胜了,飞灵门争夺到第三座洪荒殿。 上青世界再胜一场,天佑我上青世界呀。 上青世界天界密地站台周空,呐喊上,振奋声沸腾不休。 飞灵门代表悬浮半空,和各大古族齐齐而立,任何一个飞灵门弟子,此时都是身为飞灵门的一份子而自豪。 飞灵门掌门都还没有出手,就已经是夺下三座洪荒殿,这种战绩,从古至今,似乎是还没有任何一个大千世界拥有过,而现在飞灵门却是半道了。 飞天老妖,阎光老道,双齐老怪三人目视时空投影传颂阵,此时三人意识面面相去,难以掩饰心中的震惊和兴奋,三人越来越肯定,加入飞灵门,绝对是明智的选择,现在就算是有人要赶他们走,他们也是绝对不会愿意离开的了。 四座洪荒殿了,再这样下去,我估计九座洪荒殿都是我们的了。 小龙目视这天罗蒙此时剩下的四人,然后目视着陆少游一笑,道,老大,我们还有六人,他们才四个,翻不起大浪了吧。 陆少游目光微动,对小龙倾道,剩下四个才是最强的。 话音落下,陆少游眉头微醋,按照规则,由败方挑战,若是不应战便为输,天罗蒙一直都是在挑选苍穹蒙偏弱的出手,如此下去,怕是到了最后也会有些不妙。 领头的那个,应该是神灵广红,真地涅槃者,神灵族的人。 杨过目视着前空天罗蒙剩下的四人,对陆少游,小龙,陆京云等倾道,另外一个身穿墨袍的,应该是世天,天罗蒙的天生灵物之体,也是真地涅槃。 那两个才是最为难惹的。 两个真地涅槃,那又如何,我们这边我和老大都是真地涅槃,杨过老大你也是归真涅槃,再怎么样,天罗蒙这一次大势已去。 小龙道,哄。 巨石横移,就在小龙,陆少游,杨过的谈话中,前空一道倩影脚踏巨石横跨半空,其身着长裙,勾勒出曼妙弧线,其容颜丝毫不会在罗美之下,好一个角色利人。 第五个,修罗一族的婆修美玉。 杨过目光微动,目视在了前空巨石倩影之上。 又是修罗一族的吗? 陆少游目光微动,第一场对战员若兰的,也是修罗一族的婆弥。 杨过文言,道,这婆修美玉和婆弥都是修罗族的,不过却是各自来自修罗族之中的两个大族,婆弥是来自狂战修罗一族的,婆修美玉好像是来自牵手修罗一族的,罗刹族对空间奥义有天赋,修罗族对时间奥义也有过人的天赋。 就在杨过话音落下之时,前空巨石之上,婆修美玉目视风悠悠,两人似乎是早就相识,道,修罗族,婆修美玉,风悠悠,我们好久不见了。 风悠悠抬头,目视婆修美玉,随即对陆少游道,这一场,看样子我要上了,婆修美玉,在一千多年前我曾经见过,还曾经交过手,那时候,我们还都只是物真净而已。 小心一些。陆少游目动,隐隐间眼中有些凝重。 第3369章 灭绝修灵印 陆少游不难知道,风悠悠突破到三元化红还并没有多久,而婆修美玉却是已经到了三元化红巅峰修为,比起刚刚出手的夜叉族幽绝只强不弱,至少气息上是要强上不少的。 我会尽力,至少那婆修美玉想要剩我,怕是不会容易的。风悠悠也自知在修为之上要弱上婆修美玉不少,目视陆少游淡淡一笑,白衣微动,话音落下之际,长袖微动,周空巨石顿时横移。 轰。 低沉的轰鸣声之下,风悠悠白衣微动,一举一动间,勾勒出了一道曼妙动人的弧线,其曼妙身姿横空飘向了巨石,瞬间到了前空,和婆修美玉齐齐而立。 婆修美玉,风悠悠,这两女任何一个都是三千大千世界内年轻一辈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以两女的身份,天赋,实力,还有容颜,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内,足以是拥有无数的追求者。 此时两女齐齐而立,苍穹战场内外,各大大千世界秘的内,一道道的目光也是骤然紧紧锁定在了两人的身上。 风加风悠悠终于出手了。 风加风悠悠,一定要拿下洪荒殿。 上清世界天界秘地站台之前,百万目光凝视,紧紧的盯在了时空投影传送阵之内。 好久不见,上一次没有奋出胜负,这一次定会奋出一个胜负的。 风悠悠倩影动人弧陷落下,白衣轻浮,周围空间泛着若隐若现的连衣,一张托俗高贵到了圣洁的脸庞不带一丝一毫人间烟火味,像是不应该存在这世上一般。 却是又高贵的让人不敢亵渎,不起婆修美玉来,又是要强上一分了。 婆修美玉望着风悠悠,整体气质略训风悠悠一分,但却是比起风悠悠多出了一种干练,嘴角弧度微动,娇言明眸泛起了不少波动,道,上一次若不是有人插手,你必败无疑,这一次你就没有那般好运了,今天谁也救不了你,或许,你现在可以投降。 是吗,风悠悠抬头望着婆修美玉,清澈的眸光中有着淡淡的精芒抖动,朱唇轻起,道,那就出手吧,若是真能够剩我,再说大话不迟。 总之,你输定了。 婆修美玉唇角微动,被齿隐约而现,其声音如黄鹰般落下,周身一股阴寒狂暴的修罗之气顿时波动而出,长裙未知一斗,随着这修罗之气狂暴涌动,令得周围空间都是未知骤然一颤。 有什么招,我接着就是。 天类般的话音落下,风悠悠白群意识漠然一颤,一股无形气息顿时自体内蔓延而出,伴随着一股苍古之气扩散,和婆修美玉针锋相对。 轰。 随着两女气息瞬间的对撞,空间波纹瞬间朝着四面八方望四周蔓延开去,阴寒狂暴,苍古徐徐的两股气息对撞中央,一股弧形光滑顿时迸射而出,随即如波浪般反弹迸射而出,令得周空颤动不休。 两股气息对撞的下一瞬,婆修美玉和风悠悠两道曼妙倩影如同两道闪电刹那间暴掠而出。 修罗灭魂指。 婆修美玉倩影瞬间扑出,仙手之中,一道阴寒狂暴的指印破空而出,洞窗空间,直掠风悠悠。 古风破灭指。 风悠悠娇颜不动声色,周身一股风属性天地能量猛然汇聚,手印变化间,一道巨大的能量指印顿时如雷霆一般飙射而出,如陨石划破长空,隐隐间带着一股震人心魄的威压,后者瞬间便是对撞在了婆修美玉的指印上。 吃啦啦。 两道指印对撞,周空颤句,两道曼妙倩影已经是消失在了原地,下一瞬,再度对撞在了数百米之外。 灭绝修灵印。 婆修美玉目光微冷,先手一道掌印破空而出,阴寒狂暴的修罗气息涌出,这气息令人灵魂颤速,无端足以压制灵魂。 行风掌。 风悠悠不甘落后,气息鼓荡间,甩手一道掌印直接对撞而上。 轰隆。 两道瞬间接触在了一起,恐怖进气如同连接天地一般的龙卷风暴席卷,周围空间生生被抹平。 砰砰砰。 两道倩影如电,都是奇快无比,转瞬间,便是已经交手数招,两道倩影每一次对撞,都会带着一道能量碰撞,将大片空间直接撕裂。 两人对撞间,却是各自心中又有数,不能够离开高空之上那一道无形的能量光圈内,一旦出去,就被视为落败。 老大,情况怎么样? 小龙目视着场中风悠悠和婆修美玉两人的对决,然后和陆少游目光对出了一下,目光再度才落在了前空闪电般交手的两女身上。 两女交手的极为剧烈,这也是因为实力越是差不多,交手才会越为剧烈,实力相差悬殊的话,不用多久就能够轻松解决,而往往是遇上实力相差无几的,也难以分出胜负。 若是一旦僵持住,很有可能几天几夜也无法解决。 陆少游目光一直是紧紧的凝视在了前空,听着小龙的话,回道,目前还难以看出来,两人现在交手,都还是试探而已,都还没有出动底牌,最后想要奋出胜负的,还需要看谁的底牌更强一些,两人的身份地位都是相差不多,哪怕是风悠悠修为稍差一些,但最后决定胜负的,怕还是两人手中最后的底牌。 二弟,风悠悠有什么底牌? 杨果侧目也是牧师着陆少游好奇的问了一句。 我也不知道。 陆少游摇了摇头,对于风悠悠最后有什么底牌,那还真是不知道。 风悠悠有底牌,婆修美玉也绝对会有,绝对的实力下,底牌怕是效果不大。 前面几轮对战,实力都是相差颇大,就连袁若兰和那婆弥看似修为差不多,但实际上,袁若兰一直是要领先不少,所以前几场,也就都没有见到各自的底牌所能够起到的关键性作用。 风悠悠和那婆修美玉两人似乎是不相伯仲,不过修为层次上,风悠悠要吃亏不少,婆修美玉三元化红应该是到了巅峰地步,若是风悠悠没有足够底牌的话,怕是难以获胜的。 牡丹听着陆少游,小龙,杨过三人的谈话议论,也是来了兴趣,抿嘴一笑而道,声音依然是宛如魔音般。 虽然修为层次上风悠悠要稍训一些,不过,事情到了最后才好判定,光是修为层次,应该还无法决定胜负。 陆少游淡淡一笑,要是一般情况下,陆少游自然是不敢保证,不过陆少游却是知道一件事情,当初在风家秘境之内混沌世界内的时候,那虚幻的远古藏魂强者曾经让自己和风悠悠一起吸收了那金色的荒谷之气断体。 那金色的荒谷之气所带来的好处和巨大作用,陆少游心中最为清楚。 而最后那远古强者残魂还曾慷慨的给自己的脑海内灌注过一道风属性奥义领悟,让自己最后在风属性奥义的领悟上进步巨大,陆少游猜测着,那远古强者多半是风家的人,那等好处,自然也不会忘记风悠悠的。 所以风悠悠此时虽然是修为上稍训婆修美誉,但是也不是没有抗衡之力,陆少游猜测,最后想要获胜的,还是要在各自的底牌之上。 看样子,你对这风悠悠应该是有着不少的信息,不会又到处留情了吧? 随着陆少游的话音落下,牡丹可是没有丝毫的客气和隐藏,直冲着陆少游一笑问道。 陆少游无奈的皱了皱眉,也只能够是表示无奈。 两人一个进攻狂暴,一个厮守的密布通风,手中有弓,想要奋出胜负可不容易,不知道谁会先忍不住。 陆晶云像是没有听到众人说话一般,挺拔如枪的身躯,目光一直是紧紧的落在了前空不同偏非的两道曼妙倩影之上。 那两道倩影不停交手,强悍的原力对撞,不停有着低沉的能量问响传出,身影如电,伴随着能量如同耀眼的烟花一般绽放,越发的激烈起来。 婆修美玉身为修罗一族,虽为女子,但也一样是凶猛好战,原力暴勇,对着风悠悠接连暴轰,完全是狂暴轰击。 但风悠悠身为风属性傲益修炼者,深得防御的精髓,密布通风的防御者,已经制动,偶尔还能够还击婆修美玉一两招。 不管婆修美玉如何的狂暴轰击,风悠悠都能够直接抵御而下,没有丝毫的变色和错乱,甚至是越战越沉稳,将风属性傲益的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防御起来是滴水不漏。 第三千三百七十张修罗灭灵场 陆少游,小龙,牡丹,杨过等人的谈话中,前空风悠悠和婆修美玉两道倩影转眼间便是再度交手了数十招,婆修美玉依然是狂暴至极的轰击,风悠悠也依然是严密防御。 吃! 一个对撞一触积分,婆修美玉在时间傲益上有着天然天赋,周身时空泛起错乱,身影刹那间到了再度到了风悠悠的身前,猛然间先手握拳,拳头之前暴涌,形成一道狂暴的阴寒拳印,一股巨大震慑灵魂的威压和灵力消杀之气弥漫而开。 轰! 风悠悠意识身怀空间傲益,加上风属性傲益的领悟,速度可不会在婆修美玉之下,目视那一道阴寒拳印而来,先手五指并拢,一道掌印伴随着一股震动空间气流的狂风能量,掌印周围空间甚至是隐隐间出现了漆黑光圈,以奔雷之势席卷而出,瞬间便是直接轰击在了婆修美玉的一拳之上。 砰! 两女拳掌对撞碰触撞击的那一煞,周围空间直接破碎,恐怖的的能量进气化作风暴成环形之状,瞬间扩散而开。 登登! 两道倩影一触积分,皆是亮枪退后,各自身影再度落在了各自脚下山峰般的巨石之上。 四目相对,目光对峙的针锋相对,婆修美玉目视风悠悠,眸光中少有疑惑之色,她修为层次明显是强过风悠悠,可是刚刚一连番爆空之下,丝毫无法压制风悠悠。 现在,似乎是该我了。 四目相对,风悠悠浩万一斗,长袖轻动,如一片白雪飘动,身前大片天地空间未知一颤,凭空骤然浮现一道空间手印,手印之下空间无声无息般崩塌出一片虚空,惊人的进气涟漪顿时宛如海啸泛起惊涛骇浪,骤然在高空化作光湖倾洒席卷而出,这一次,风悠悠率先出手。 哼,动真格的了嘛,这才像样。 婆修美玉娇喝一声,脚尖一点地面。 身影顿时掠空而出不退反进,掌印之内,阴寒能量喷勃而出,化作一道阴寒匹链洞穿空间,阴寒匹链锁过之处,空间迅速蔓延出一圈圈的漆黑空间涟漪。 吃啦啦。 两者对撞,两股能量在高空之上骤然席卷扩散。 呼啦啦。 能量扩散席卷中,已经是失去了婆修美玉的痕迹,高空之上,莫得,有着一股极度阴寒的乌黑色能量蔓延而出。 乌黑色能量中,隐隐间能够见到婆修美玉倩影被包裹在了其中,浓郁阴寒的乌黑能量自其体内扩散暴涌,不断的膨胀,最后犹如铺天盖地一般扩散在了整个空间内。 乌黑的阴寒能量,令人灵魂刺痛,无孔不入斑,难以抵御,亦是将风悠悠周空尽数包裹在内。 望着婆修美玉那有些诡异的动静,风悠悠抬头,凝眸之中也抹过些许凝重,体内原力涌动,保持警惕之中。 修罗灭灵场。 低沉的和声从乌黑的能量之中传出,声浪颇为有些刺耳,最后滚滚回荡在了高空。 没想到婆修美玉竟然天赋如此之强。 杨过目视远空,那蔓延而来的乌黑能量,此时他也不得不是周身蔓延出一道土黄色光圈抵御,那滚滚的乌黑能量无孔不入,在场的任何人都要受到影响。 杨过老大,这什么修罗灭灵场你知道来历。 小龙目光微挑,此时感觉着那滚滚的乌黑能量,目光内也有些惊讶,就连他天生灵魂类攻击碾翼,此时也能够感觉到那乌黑能量下的恐怖之处。 杨过队小龙点了点头,随即倾道,修罗灭灵场,乃是千手修罗族中最为恐怖的手段之一,传言需要到千手修罗一族的目的内融合一千修罗一族的仙辈残魂,吸收残魂和修罗煞气才能够修炼成功。 需要融合一千修罗一族的仙辈残魂,吸收残魂和修罗煞气才能够修炼成功,这手段倒是挺特别的。 小龙闻言,目光内也是为之再度抹过了些许的惊讶之色。 何止是特别? 杨过继续道,修罗灭灵场,千手修罗一族之中最为巅峰的年轻一辈也难以修炼成功,吸收一千个仙辈的残魂和修罗煞气,一般人吸收上百个,就足以自己走火入魔了,天赋绝顶的也难以吸收五百以上,这颇修美玉能够成功,足见其天赋之强。 修罗灭灵场,很强吗? 小龙目光须眯,尽管已经是感觉到了那乌黑能量内蕴含的恐怖之力,还是对杨过好奇问道杨过冲着小龙微微一笑,道,不只是很强,还很恐怖,修罗灭灵场之内的修罗煞气和修罗残魂,足以令灵魂受到绝对的压制,那里面的修罗煞气,更加是能够腐蚀一切。 传言远古之时,有牵手修罗一族的强者,凭借着这修罗灭灵场,生生能够将十几个同级修为者身躯俯视成白骨,吞噬其灵魂。 听起来,倒是不弱呀。 小龙撇了撇嘴,目光便是再度落在了前空那铺天盖地般的乌黑能量之上。 吃啦啦。 短短时间,乌黑能量涌动,风悠悠身躯尽数被包裹在了其中,若不是风悠悠此时周身一股无形能量光圈蔓延着苍古之气将身躯包裹, 怕是此时身躯就要被立刻腐蚀成白骨。 但尽管如此,此时乌黑的诡异能量,似乎是能够腐蚀进入风悠悠周身的无形光圈之内一般,令得风悠悠难以抵御,原力滚滚释放,依然是无法完全奏效,也只能够将速度阻挡一些而已。 哥哥,你无法阻挡修罗灭灵场的,我牵手修罗一族的修罗灭灵场更加是你人族的克星。 乌黑的能量包裹中,婆修美玉浑身包裹着漆黑的能量若隐若现无限而出,声音宛如黄鹰,但此时身影在漆黑能量若隐若现的包裹之下,却是宛如厉鬼一般。 呜呜。 滋滋。 修罗灭灵场内,刺耳的哀嚎声,鬼哭神嚎声,凄力声不绝于耳,落在耳中,犹如是有人在重锤灵魂般。 吃啦啦。 乌黑能量不停的俯拾下,风悠悠周身的无形光圈逐渐也被渲染上了黑色光线,这些黑色光线如动,宛如无数细小的蚯蚓在爬行一般,速度虽然是缓慢,但是数量越来越多,扩散的面积越来越大,怕是不用多久,这些黑色光线就能够将整个无形光圈尽数渲染成了漆黑之色。 风悠悠,你斗不过我的,人族,如何能够和我们明灵一族斗? 婆修美玉声音传出,漆黑能量包裹中,周身催动滚滚乌黑能量蔓延,紧紧锁定风悠悠。 修罗灭灵场之内,一切都是他的地盘,一切都是他做主,别说是同级修为者了,凭借着修罗灭灵场,就算是越阶击杀对手他都能够做到。 天罗蒙内,此时还只是剩下了那俊美绝伦的男子和墨袍青年,另外一个,则是一个身形魁梧的,身着黑衣的粗犷男子,目视着前空,对俊美男子和墨袍青年道,没想到婆修美玉竟然是修炼成了修罗灭灵场,就算是我被困住,怕是都难以脱身的,这封悠悠输定了。 俊美男子闻言,目光依然是没有太多的波动,青道,我记得上清世界风家之内,还有着一柄不凡的刘云凤翅剑吧,这时候那封悠悠还没有出动刘云凤翅剑,便是还没有动用底牌的意思,修罗灭灵场虽然厉害,不过想要奈何封悠悠,最后结果还不得而知。 刘云凤翅剑又怎么样,修罗一族专修本体,又不会在通灵宝器之下,封悠悠回天乏力了,人族始终是无法和我们明灵种族相比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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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封悠悠周身光圈越来越无法抗衡下去了,周围无形的光圈被乌黑的能量渲染的密密麻麻,到了最后逐渐尽数成了漆黑之色。 封悠悠,你不会是我对手的,你抗衡不过我的,你输定了,我的修罗灭灵场之内,你一个人族如何能够抗衡? 目视着封悠悠周身的无相光圈已经是彻底的渲染成了漆黑之色,浑身包裹在了乌黑能量之中的婆修美玉目露笑意。 婆修美玉很清楚她的修罗灭灵场之内,人族无论是原力、躯体,还是灵魂和心智、心境,一切都要受到影响,别说这封悠悠本身的修为好要逊色她一些,就算是越阶,也难以抗衡下来修罗灭灵场的。 封悠悠,抗衡住啊。 上清世界天界密地之内,站台四周,此时无数的目光心悬,无不是暗暗紧握双全目视着时空投影传送阵之内的一幕。 这丫头,终究是斗不过千手修罗一族吗? 高空之上,风行天主苍老的者自脸庞上,浩瀚无边无际的目光中,此时也莫过些许凝重。 千手修罗一族的修罗灭灵场,当初千手修罗一族之中有人修炼成功,苍穹秘境之内,多少苍穹蒙强者也被腐蚀其中,那大凶手段,的确是难以对付。 幽幽那丫头已然是天赋其家,奈何墙中自有墙中手,修罗一族的天赋又在人族之上,想要获胜,谈何容易,这一次天罗蒙强者叠出,幽幽丫头能够走到这一步,已经不错了。 冰天目视着时空投影传送阵内道。 那丫头天赋或服相依,只可惜我们都无能为力,若是能够让那丫头走到最后一步,完美融合,那到时候想要击败那千手修罗一族的,就不会是办不到了。 风行天主目光微叹,有些神暗。 那毕竟是没办法的事情,幽幽丫头的情况实属罕见,或服相依啊。 冰天也未知摇头不已。 修罗灭灵场之内,乌黑的能量充斥中,风幽幽周身无形光圈早已经被渲染漆黑,那弥漫而处的能量也随即萎靡了起来,似乎是到了无法支撑的地步。 这丫头,终于好似无法支撑下去了嘛,这修罗灭灵场的确很强。 牡丹目视前空,美眸微动。 陆少游依然是副手而立,嘴中喃喃轻道,要出底牌了嘛,终于到了真正决定胜负的时候了吧。 吃啦啦。 就在陆少游话音落下的时候,前空之中乌黑的能量之中,风幽幽周身被渲染成漆黑的光圈终于不堪重负腐蚀开始军裂,随即吃啦啦一声,在婆修美玉和早已经落败的婆弥,罗美等目光效益中直接尽数消散成了烟雾。 而就在婆修美玉等效益目光之中,却是随着那无形光圈化作烟雾之后,一道道的目光从效益中,骤然变成了震惊。 一道道的目光目视下,只见此时光圈破碎下,并没有人见到狼狈的风幽幽,一切和众人想象中都并不一样。 这是怎么会是? 那气息,怎么会这么强? 那是何种气息,怎么会这么强,修罗灭灵场内的能量,好像丝毫无法撼动那气息。 底牌,风幽幽果然有底牌。 一道道的目光注视中,只见此时那消碎化作烟雾的能量光圈之内,风幽幽并没有出现一脸的败相,反而是神经气弦,周身包裹这一股淡金色光芒。 随着这淡金色光芒蔓延,空间也未知一颤,淡金色光芒周围空间为之扭曲,一股陌生的气息涌出,弥漫一股荒谷之气。 淡金色光芒之外,修罗灭灵场之内的黑色能量直接排挤在外,那恐怖无比的黑色能量,此时在那淡金色能量光圈之前,却是如同遇到了克星一般,完全无法腐蚀,淡金色能量光圈之外,黑色能量纷纷退让。 淡金色光圈弥漫陌生能量,带着淡淡的炽热,光圈光芒甚至是看起来颇为浑浊一般。 是那气息。 陆少游目光一挑,那淡金色光芒和荒谷之气陆少游自然是不会不知道,那淡金色光芒所弥漫的荒谷之气,正是当初在上清世界风家秘境之内,从那风家远古强者的手中所吸收的神异力量。 苍穹战场之内,一道道的目光尽数都是落在了风悠悠的身上,那种淡金色气息谁都能够感觉到不凡。 那是什么气息,竟然不惧修罗灭灵场。 一道道目光目视着风悠悠,眼中皆是震撼震惊。 抗衡下来了,风悠悠还有底牌。 不愧是风家风悠悠,抗衡下来了。 上清世界内,天界密地之内战台四周,一道道声浪沸腾,众多风家子弟,紧张之后,此刻间已然是一个个热血沸腾。 苍穹高空之上,风行天主和冰天两人面面相去,眼中也是随即皆是露出了震惊之色。 怎么会这样,这丫头什么时候得到过这种大机缘了,我怎么都不知道。 风行天主浩瀚无边无际的目光之中,此时也是露出震撼。 上清世界风家,不简单啊。 天罗盟内,俊美绝伦的男子和那身着墨袍的男子两人目视前空,也皆是露出了震撼之色来。 此时那淡金色光圈光芒和荒谷之气中,风悠悠倩影笼罩其中,倩影郊区之上也是有着淡金色光芒营绕,极为玄傲,目视前方黑色能量包裹的婆修美玉,喃喃倾道,修罗灭灵场是不弱了,只可惜想要对付我,却是还不够。 轰。 随着风悠悠话音落下,圣洁的脸庞上,宁某眼中精芒抹过,周身气息毫无保留释放而出,但金色光芒之内白衣烈烈,惊天微是席卷半空,掌心流光一闪。 嗡。 伴随着一声凤凰般的立鸣声响彻高空,风悠悠的手中随即便是出现了一柄奇特的灵气,通体洁白如雪,有着动人灵魂的完美弧度,似剑非剑,似善非善,似尺非赤,其就如同是无数柄零剑和一只白色凤翅完美融合在了一起一般。 刘云凤翅剑果然在风悠悠的手中了。 俊美绝伦的男子目光微挑,似乎是知道刘云凤翅剑的来历,目光随即落在了风悠悠手中的刘云凤翅剑上。 轰。 刘云凤翅剑在风悠悠手中像是张开了一张凤翅一般的张扬,惊人的气息席卷开来,令得修罗灭灵场之内也是顿时狂风呼啸,漫天的天地能量受到牵引。 吃啦啦。 身在淡金色光圈之内,无惧修罗灭灵场内一切乌黑能量影响,风悠悠身姿偏若惊鸿直扑隐藏在了黑色能量之中的婆修美玉,一路锁过,修罗灭灵场内鬼哭神嚎,乌黑能量分负退避三射。 修修 随着曼妙身影急速掠出,风悠悠手中流云凤翅剑急速颤抖,每当流云凤翅剑移动一分,便是会在身前长空留下一道犹如十字般的剑芒残影。 嗡嗡 伴随着凤凰利宁之声,令得这天地之间的天地能量也顿时暴动了起来,整个修罗灭灵场空间开始动荡不休。 短短一瞬,风悠悠已经到了隐藏在了乌黑能量下的婆修美玉之前,身前漫天剑影汇聚成一只庞大剑凤,嘴中浇声一喝,流云凤翅,凤舞九天。 娇喝落下,风悠悠白衣烈烈,踏足庞大剑凤之上,但金色光芒笼罩,如折仙临视,在这乌黑滚滚的修罗灭灵场之内,宛如神迹。 咕! 其剑凤宛如活物,震翅而起,思明立声响彻长空,对着婆修美玉直接溃压而去。 修修修修! 庞大的剑凤双翅之下,漫天虚幻剑影如剑矢一般率先暴掠而出,如同暴雨一般铺天盖地的席卷相婆修美玉,每一道剑芒虚影,都带出一道漆黑的空间裂缝,煞时间,天雨之上像是瞬间飘满了无数的黑色带子一般。 这一刻,恐怖威能惊天动地,苍古之气笼罩苍穹战场。 第3372章 至尊修罗 牵手修罗变,修罗天能灭。 此刻,藏身在了乌黑能量之中的婆修美玉也为之面色大片,黑色能量瞬间剧烈如洞膨胀,一个巨大的黑色能量团凝聚,随即对着庞大的剑凤暴掠而去。 巨大的黑色能量光团犹如是带动了这天地之间的能量,令得空间剧烈颤抖,伴随着一条虚无空间裂缝弥漫,顿时便是对撞在了庞大的剑凤之上。 吃啦啦! 两者对撞,周围空间率先寸寸崩毁,剑凤化作无数剑芒虚影顿时暴掠在了庞大的黑色能量图案之上,庞大的黑色能量团杀时间化作了无数的乌黑能量,一道道禁数缠绕在了无数剑芒虚影之上。 两者纠缠,片刻时间便是催枯拉朽尽数同时消散,能量扩散没有发出太大的声响,只不过周围空间在无声无息间崩碎化作虚无,无数裂缝煞时间均裂在天羽之上。 无声无息,但是整个苍穹战场也为之压抑,这等对撞,令得早已经落败的陆心童,席天羽,武托凡,婆弥,罗美等在下空一下也是面面相去。 如此实力对撞,众人心中皆是心中有数,的确不是他们所能够抗衡的。 就算是席天羽,武托凡,若无臣等一样是三元化红的修为,但此时也都是看得出来,风悠悠和婆修美玉两人同样是三元化红的修为层次,但是实力却已经不是他们所能够抗衡的。 同级修为者之中,武托凡,席天羽,若无臣,婆弥等他们自知自己的实力已经是属于巅峰之列,但风悠悠和婆修美玉两女的实力, 却是巅峰之中的巅峰。 牵手修罗不愧是修罗一族的巅峰存在,修罗天能灭的威能,竟然是如此恐怖,配合修罗灭灵场,威能更加是恐怖无双,着实不凡。 杨果牧师前空难难倾道,此时牧师这风悠悠和婆修美玉两女的激战,也为只眼中尘光微动,这种实力就连她也不得不是为之动容起来。 风悠悠,能够让我动用最后的底牌,你已经令我刮目相看,人族之中有你如此天赋的,绝对是亿万无一,但不管你有什么底牌,现在都不够了。 婆修美玉的声音从乌黑膨胀的能量内传出,那膨胀的乌黑能量之内,随即猛然出现了一尊庞大的牵手修罗之身,庞大的身躯耸立在乌黑能量海洋之内,修罗之躯,却是尖声牵手,密密麻麻悬浮在背后,宛如牵手观音一般。 轰! 牵手修罗真身出现,整个空间莫名一颤,这一方苍穹之上,乌黑的能量海洋瞬间收缩消失,尽数被牵手修罗吸进了体内,昏暗的空间苍穹,这一瞬间未知一片空明,只有那庞大的牵手修罗浮现半空。 同时间,高空电闪雷鸣,一股莫名的凶威滚滚。 天地有意变,牵手修罗,真正的牵手修罗,修罗一族出现了真正的牵手修罗。 上清世界秘境之内,高空苍穹之上,遥遥目视着时空投影传送阵之内那牵手修罗之相,冰天面色大变,俊朗的白皙中眠脸庞,在此刻都是狠狠抽动了一下。 牵手修罗一族,并不是真正的有牵手,一般来说,能够出现八百手就已经是顶级存在了。 牵手修罗一族,牵手修罗之相手臂越多,天赋便是越强,就如同人族对奥义的领悟一样,能够同时领悟越多的奥义,在绝大一方面程度上来说,也足以示证明其天赋越强。 往年来,牵手修罗一族也不乏是出现过天赋绝顶的年轻一倍,可是也最多是能够到九百手而已。 据传言,不知道多少年了,牵手修罗一族根本就没有再出现过真正的牵手修罗。 牵手修罗那等天赋,乃是牵手修罗一族之中的至尊存在,甚至可以说,乃是整个修罗一族的至尊存在。 牵手修罗,没想到牵手修罗一族之中,还能够出现真正的牵手修罗,哎,风行天主目光再度微叹,喃喃轻道,这难道是修罗一族要大星了吗? 牵手修罗,这是真正的牵手修罗。 苍穹战场之内,杨过,牡丹,袁若兰等人目视着那耸立虚空的庞大牵手修罗像,皆是同时目颤。 这就是牵手修罗真身吗? 陆少游目光目视前空微挑,并不是太明白牵手修罗的含义,对于明灵种族各种秘心秘文之道的已经算是不少了,不过牵手修罗这等秘心,确实也不得而知,天地间之道的人也绝对不多。 小龙此时目光也是露出了些许惊讶的波动,望着陆少游,然后目光继续落在了那耸立虚空的牵手修罗像之上,道,老大,牵手修罗一般没有牵手,但是这婆修美玉此时的牵手修罗真身却是足足有着牵手,真正的牵手修罗, 这在整个牵手修罗一族之中似乎好似早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传言真正的牵手修罗,乃是整个修罗一族之中的至尊存在。 真正的牵手修罗,陆少游文言,目光也立刻紧紧的落在那庞大的牵手修罗真身上。 小龙声音传来道,老大,你看那牵手修罗真身之上,前面两臂乃是金黄之色,那便是代表着那是真正的牵手修罗本体,远不是一般的牵手修罗之像所能够比较的,传言真正的牵手修罗才是最为恐怖。 陆少游目光顿时顺着小龙的话落在了那庞大的牵手修罗真身之上,那庞大的牵手修罗向上的当先左右双臂正是金黄之色,蔓延着金色华光。 牵手修罗,牵手归真。 一切都是眨眼时间般,随着庞大的牵手修罗真身本体出现,婆修美玉嘴中阴寒喝声传出的同时,背后牵手而动,牵道乌黑能量滚滚,宛如牵道乌黑雷霆降临。 轰隆隆 牵手修罗真身周围泛起惊涛骇浪,以庞大的牵手修罗真身为中心,上千到十字般的空间裂缝击射天际,何等震撼无匹。 但金色光圈包裹之下,此刻间牵手那庞大的牵手修罗真身,电闪雷鸣的天地能量变化之下,风悠悠圣洁的脸庞上明眸依然清澈,倩影宛如磐石,莫得,清澈双眸微微一眨,周身猛然一股莫名气息伴随而动。 随着风悠悠周身那一股莫名气息而动,这一方天地之内,似乎是受到了某一种牵动一般,周围空间都是开始微微扭曲出了丝丝空间波纹。 吃啦啦 牵手而动,伴随千道能量宛如黑色雷霆一般降临,婆修美玉牵手修罗之躯上牵手悬傲而动,最后汇聚在了当千两只金色手臂之上。 两只金色手臂顿时膨胀扩大,金黄之色也随即被渲染的乌黑,每种隐隐间的膨胀感,似若是有着滔天之力,欲要喷勃而出。 千手修罗,千手皈依 阴寒的喝声自薄修美玉庞大的千手修罗一族之中喝出,两臂合十,巨大双掌相贴,随即一道玄傲手印凝结,手印之内,顿时滚滚的乌黑修罗能量蔓延开来,乌黑的能量,瞬间便是化作一柄乌黑长枪。 长枪之上乌黑能量滚滚,隐隐间有着密纹浮现,狂煞的修罗能量波动在这一瞬间扩散天际。 轰 长枪凝聚,凶煞之气大作,苍穹之上凭空一声汗雷响彻,震动四方。 婆修美玉庞大修罗之躯紧握长枪,修罗目光兵含狂煞,滔天煞气疯狂席卷,目视前空风悠悠,大喝一声,千手皈依,修罗灭绝枪,灭。 一个灭字喷勃而出,婆修美玉庞大的修修罗之身猛然一颤,手中乌黑长枪顿时对着风悠悠暴掠破空而出,庞大的乌黑长枪宛如漆黑巨龙浮现半空,带着乌黑的能量光芒如同乌云瞬间遮天蔽日,然后以一种惊人的速度狠狠的洞窗空间掠向了风悠悠而去。 这乌黑能量长枪掠出,这一瞬,苍穹战场之内,众多蜜的之内的亿万目光,都是紧紧的目视在了时空投影传送阵之内,一个个屏息以待,眼睛都不敢眨,无端为之心悬在了嗓子眼上。 陆少游目视着前空那乌黑的能量长枪,此时面色都是极为凝重,陆少游远远的都能够感觉到,那乌黑能量长枪,怕是外界之中的四元巅峰化洪修为者都是无法抗衡下来的。 这一枪,实在是过于强悍,凝灵之中的确是人才辈出,这种攻击,就算是陆少游自己遇上,怕是也不敢为之过于大意。 呼啦啦 这一刻,风悠悠也再度动了,一道手印结出,这一道手印看似平静,没有带起任何的波动,但这其中,却始终是有着一股奇异的感觉。 与之同时,风悠悠周身莫名的气息波动,无声无息间像是早已经悄然的影响了整个苍穹,白衣烈烈,周身但金色光圈之内,莫得多出了一道若隐若现的白色光圈在其周身化作屏障。 第3373章 风悠悠的最后底牌 这屏障极为奇异,蔓延而出,整个苍穹无端一动。 婆修美玉,你有牵手修罗之身,若是在以前,我还真是无法奈何你,但是今天,你却有着牵手修罗之身也无用。 短短一瞬,就在那能量长枪到了身前之时,风悠悠嘴中话语落下之际,刚刚身影竟如厨子,莫得动如脱兔,身影急速略动,以倩影周身为中心,一股苍穀之气彻底释放到了极致。 猛然,整个苍穹无端一颤。 吃啦啦 苍穹一颤,顿时整个空间骤然化作了一片虚空,混沌般的虚空。 虚空之内,微风轻浮,云雾飘渺,时而为急,时而为徐,乌黑的能量长枪,带着足以令的天地颤聚的能量此刻间到了风悠悠的身前,却是猛然在虚空变化之下骤然而停,那等滔天能量,竟直停顿在了风悠悠的身前。 这是。 上清世界天界密地高空苍穹之上,风行天主面色本已经黯然起来,此刻间,目视着时空投影传送阵内的一切,苍老的脸庞上也顿时为之骤然大变,忍不住脸庞涌上震惊之色,道:"这是风灵天下,我风家自老祖之后无人能够修炼而成的阵祖手段风灵天下,传言乃是远古之时融合了上清世界混沌之源之后的风家老祖领悟而成。 风老哥,不是说你风家的风灵天下,只有风家老祖才能够催动,缺少一道混沌之源能量,后人想要修炼成功那是不可能的吗?" 冰天文言,也未知白皙的俊朗脸庞大变,他可是听说过的,风家的风灵天下,传言乃是当初三千大能并存之时风家老祖的绝招,以混沌之源能量为引方才能够催动。 当初凭借着这风灵天下,风家老祖当初在三千大能之内,也是声名赫赫的存在。 风行天主震撼目光颤动,难忍其震惊澎湃,道,的确如此,少了一道混沌之源之力,风灵天下根本无法修炼成功,也不可能催动,悠悠那丫头,却是不知道为何能够修炼成功。 这其中怕是会有些事情,到时候问问悠悠那丫头就知道了。 冰天道。 破。 苍穹战场之内,朱唇轻起,风悠悠轻喝一声,白裙长袖微斗,对着身前的乌黑能量长枪轻扫而聚。 随着风悠悠长裙清扫,整个苍穹再度一颤。 怎么会这么强? 好强的威压? 这是风家何种手段,怎么会这般强悍? 苍穹战场之内,此刻间一股奇特的威压突然临时,这种威压之下,令得满场害事,所有人苍穹战场之内此时的天之骄子,都是感觉到了一种绝对的威压,这种威压来自灵魂,难以抵御。 陆少游目光也早已经变化,紧紧的目视着风悠悠,此刻间风悠悠催动的这般手段,陆少游体内的万次元丹都是为之悄然一颤。 轰隆隆。 这一煞,高空不知道为何猛然摇晃,空间彻底动荡了,大片的虚空骤然均裂出无数裂缝如蜘蛛网般蔓延,那乌黑的能量长枪在风悠悠的身前几乎是同时间均裂破碎,化作乌黑能量泛起惊涛骇浪。 无数能量扩散直冲云霄,却是无法在风悠悠身前进身。 吃啦啦 恐怖的能量蕴含着毁灭之气席卷长空,大片虚空寸寸崩碎化作漆黑的虚空蔓延击射,但随即逐渐平息在了半空。 扑吃 当空间平息之后,前空之中,婆修美玉庞大的牵手修罗之身嘴中,一股诡异的浓稠修罗之血喷勃而出,不知何时已经受到重创,庞大的身躯也随即逐渐收缩,最后乌黑能量波动蔓延最后消散之后,婆修美玉人形曼妙身躯再度出现在了半空, 只不过气息为你到了极致,脸庞苍白如灰,不敢置信的牧视着风悠悠,目光震撼。 你败了 风悠悠依然是淡淡而立,只不过脸庞此刻也是未知苍白。 还没有,你怕是比我强不到哪里去,再动手下去,以你人族之躯,根本就无法占到我的便宜。 婆修美玉牧视风悠悠道,她看得出来,风悠悠此时怕是也不好过,再拼下去,凭借着明灵的本体优势天赋,还不知道谁胜谁负。 随着婆修美玉的话音落下,风悠悠明眸淡然微动,目视着婆修美玉,轻道,怕是你已经无力再拼了,你确定还能够再拼吗,我若是你,就绝对不会选择这时候来拼。 我 婆修美玉张嘴正要争论,话音刚刚传出,莫得,面色顿时变化,目光目视着风悠悠也未知一颤,紧紧的目视着风悠悠,片刻之后,背齿紧咬双唇,轻道,好一个风家,不错,我败了,败了就是败了。 不过这是今天,一千五百年之后,谁胜谁负,那时候才是真正的胜负。 我等着。 风悠悠淡然而到,苍白的圣洁脸庞上,唇角抿出一道淡淡的笑意弧度。 胜了,风悠悠胜了。 悠悠姐胜了,我风家胜了。 上青世界再胜一局,天佑我上青世界。 随着风悠悠的获胜,上青世界天界密地之内,站台时空投影传送阵之前,百万目光击颤,振奋的呐喊声,惊雷般的回荡在高空之上,令人热血澎湃。 轰。 两人伸下巨石上升下沉间,风悠悠倩影划过本空落在了陆少游,小龙,杨过,牡丹的身边,目光微抬,宁眸落在了陆少游的身上。 陆少游目视这风悠悠,面色确实颇为凝重,道,你快掉膝吧。 接下来就靠你们了。 风悠悠目视着小龙,陆少游和杨过,牡丹四人,话音刚刚落下,却是背对着天罗蒙的人,喉咙内传出一声闷响,随即一嘴血迹忍不住一出。 你伤势不轻,别留下了后患。 陆少游对风悠悠道。 牵手修罗的确很强,不过我没大事,需要点时间就能够恢复。 风悠悠目视陆少游,手中一块手卷已经不露痕迹将嘴角血迹擦拭干净,随着话音落下后,曼妙倩影已经略空落在了上方上升的巨石之上。 扑驰 下降的山峰般巨石之上,婆修美玉早已经盘膝而坐,苍白的脸庞上,张嘴再度喷出一嘴血物,血物之中。 淡淡的毒物蔓延消散,喃喃倾道,浩强的毒宫,灵魂剧毒,这封悠悠怎么还会如此毒宫? 婆修美玉也落败了,这第六场,我上吧,你们俩留着最后两场。 天罗蒙阵容内,此刻间已经只是剩下了三人而已,身形魁梧的,身着黑衣的粗犷男子,目视着俊美绝伦的男子和那身着墨袍的男子两人话音落下,挥手而动,前方巨石横一半空,魁梧身躯一跺地面,便是直掠而出。 当巨石横一停顿在了正空之时,其身躯也直接落在了山峰般的巨石之上。 轰! 魁梧的身躯落下,令得那山峰般的巨石也未知一颤,目光落在了苍穹猛此时众人身上,声浪传出,大声喝道,摩天世界,天魔族摩红,你们谁敢上来,自己上来就好。 爹,大伯,小龙叔,牡丹阿姨,这一场,我上吧。 陆晶云回头牧师着陆少游,杨过,小龙,牡丹四人,眼中淡淡的血白光芒闪动,一股战意在眼中开始涌出。 陆少游眉头微动,随即牧师陆晶云道,小心一些,这天魔族的家伙,半指脚已经是踏进了四元化红层次。 放心吧爹,我心中有数。 陆晶云望着陆少游,目光随即隐隐间泛起些许波动,轻道,爹,听说天魔族的人,曾经偷袭过你,是吗? 自己小心一些,不可大意。 陆少游目视陆晶云道。 嗯,我会的。 陆晶云话音落下,亦是仰手而起,不远处山峰般的巨石横移,其挺拔如枪的身躯已然掠出。 二帝,晶云和那魔红两人,结果会如何? 杨过突然转身,牧师着陆少游问道。 陆少游闻言,脸庞目光内,却是突然抹过些许波动,对杨过道,晶云这孩子,什么都不错,却是有着我最为担心的。 老大,以晶云的实力和天赋,你还担心什么? 小龙牧师陆少游问道,陆晶云的实力和天赋,他可是最为清楚的人之一,那绝对是极度强悍的。 第三千三百七十四章天魔无疾无法无 陆少游还没有说话,杨过眉头微皱,道,晶云的实力是很强,不过却是毕竟年少了一些,少年得志,在稳重方面虽然已经不错,但若是遇上实力相差无几的修为者,那就要吃亏不少的,那魔红修为明显不弱。 天魔族之强,在远古之时,甚至是比起牵手修罗族还要强上不少的,所以绝对是晶云的对手。 洪荒殿的争夺也已经没有了太多压力,先看看吧,晶云这小子应该也有些分寸,就算是这一次吃下亏,倒也不会是坏事。 陆少游对小龙和杨过说道。 上清世界,飞灵门陆家,陆晶云。 前空之中,陆晶云脚踏巨石,双眸内血白光芒已然掠动,如力斧般斗射虚空,伴随着身上一股锐利沙发的磅礴气息如风暴一般斗射而出,震动的此时整个空间也摇摇欲坠般颤抖不休。 牧师前方魔红,陆晶云张嘴冷喝声滚滚传出,有什么本事就是出来吧,不过像是你们这种只会暗中偷袭,偷鸡摸狗的天魔族,怕是也施展不出什么手段来。 前方不远处,苍穹蒙的俊美男子牧师陆晶云,那滚滚的沙发气息波动中,嘴中喃喃倾道,陆家,陆晶云吗,此子似乎不凡,不知道是陆少游的何人。 身边的墨袍男子听着俊美男子的话,目光和俊美男子一样的为之泛起些波动,却是没有多说什么。 小子,嚣张是要付出代价的,刚刚突破三元化红而已,还没有资格在本魔面前嚣张。 魔红化音落下,牧师着陆晶云的眼神顿时有着寒芒露出,与之同时,一股阴寒魔气自其体内席卷而出,周围空间煞时间为之一颤,魔气影响之下,空间极欲凝固。 你也只是三元化红而已,在我面前,不代表什么。 就在魔红化音刚刚落下的时候,陆晶云身影不知何时略出已然出现在了魔红前空,三元化红巅峰层次的修为气息再无保留彻底爆发,那穴白灵力沙发的深邃眼眸之内,随即化作一黑一白两种精芒闪烁,如黑白昼夜交替,浩荡的气息席卷间,灵力消杀。 如此灵力消杀的气息波动下,魔红目视前空扑来的陆晶云,目光也不由是骤然一台,周身魔气铺天盖地弥漫,如飓风般席卷开去。 吃啦啦! 三元化红者交手,都是快如闪电,同一时间,陆晶云长袍裂裂,已然直接出现魔红身前,手印凝结之间,掌心之上一道黑白阴阳图案绽放光滑,灵力消杀的气息在这一刻释放到了极致。 轰隆隆! 两块山峰般的巨石高空苍穹之上,猛然风起云涌,伴随着一道巨大的黑白阴阳图案浮现而出,似乎是在和陆晶云掌心内的黑白阴阳图案相互呼应。 阴阳五行诀,白日清天。 陆晶云大喝一声,滚滚黑白光芒猛地自其体内抱涌而出,掌印掠出,所过之处虚空崩塌,周围空间波纹泛起惊涛骇浪,雷霆般笼罩魔红。 天魔无极,无法无天。 阴寒浩瀚的魔气席卷高空,煎冻的天地能量暴动,随着魔红大喝,滔天魔气伴随灵力无匹的波动如同风暴在天空上席卷开来,一道乌黑痞炼如巨蟒般掠出。 轰隆。 在这一煞,整个高空狠狠一颤,乌黑魔气脾炼撕裂空间裂缝,那滚滚威能阵人心魄,随即便是冲击在了陆晶云的掌印之上。 这种对撞,却是并没有出现过大的能量声响,两股能量波动,顿时滑光耀日斑四亿,无论是黑白掌印还是乌黑能量脾炼,都是第一时间各自对撞碰触间四散破碎。 哗啦啦。 能量激荡间,大片空间骤然催枯拉朽化作虚无,恐怖的能量所过之处沿途露出一条漆黑空间裂缝。 登登。 几乎是同时间,魔红和陆晶云两人身躯都是亮枪接连暴退,两人目光都是在这同时间抹过些许惊讶。 魔道无极,魔刀灭魂。 身躯刚刚稳住,魔红周身魔气滚滚渲染虚空,魔气营绕在掌心之内化作一柄魔刀,魔刀之上乌黑魔气肆虐,似乎是有着无数凶魔在鬼哭神嚎,极度的魔气散发疯狂席卷,巨大的魔刀瞬间以一种惊人的速度,直接劈向了陆晶云而去。 阴阳五行诀,锐金杀刀。 阴阳晶云也动了,周身猛然灵力消杀,杀伐滔天,背后虚空一半金光翼翼,一半血白滔天。 阴阳晶云掌心之内,随即凭空凝聚一柄实质化的能量战刀,灵力杀伐之气席卷长空,锋利无比劈开空间,一条黑色裂缝宛如漆黑袋子浮现苍穹,两刀刹时间再度碰撞。 哥! 魔刀战刀对撞,产生实质化的金戈之声,激荡出火花如若是烟花般刺射,双刀化作能量破碎。 有点本事,可惜还不够。 手中魔刀破碎,魔红冷喝一声,身影在魔气包裹之中如同鬼魅,手中直接一道拳印对着陆晶云狠轰而去。 那就试试看。 陆晶云周身一箭铠甲覆盖,浑身杀伐凌厉,面对魔红的攻击不退反进,直接对撞。 砰砰砰。 两者一个照面。 再度对撞,随即瞬间又电光火时间扑出,一道道攻击不停轰击而出。 两人都不是退让之人,能量呼啸间,两者对撞得如火如荼,两人的攻击都是越来越凶猛。 晶云的实力可不弱了。 小龙望着前空,目视着前方高空上路晶云和魔红两人的交手,目光之中也是露出赞赏之色。 杨过如沉目光微动,文言,倾道,天魔一族的本体很强,这一点上晶云要吃亏不少。 小龙道,若是晶云有老大的本体强悍程度,那天魔族的就不够看了。 陆少游目视着前空之上两人的对决,副手而立,一直是目光落在了魔红和陆晶云的身上,脸庞神色中,看不出什么变化来,不知道心中在想些什么。 小子,你好像支撑不下多少次了吧? 魔红大喝一声,轮番的对撞之下,凭借着天魔族的优势,将陆晶云压制不少。 陆晶云身上的铠甲上,已经是有着不少的地方出现了军裂痕迹。 天魔真身 两人再度对撞,一处击分,一股滔天的阴寒魔气蔓延而出,魔红喝声落下,这滚滚魔气蔓延的冰寒撤骨,令人灵魂直接不安,随即身躯在滔天魔气中化作了天魔族本体。 巨大的天魔身躯耸立高空,魔气滚滚令的空间直接颤荡,滔天魔气滚滚席卷,像是能够毁天灭地,能够摧毁一切,本体状态下,才是天魔族最强的存在。 天魔真身,毁灭。 魔红巨大本体横跨空间,挥手一道巨大的手印穿透空间,伴随着滚滚的魔气如乌云滚荡,便是遮天蔽日般的出现在了陆晶云的头顶空间之上。 轰! 魔手之上伴随的滚滚魔气,摧毁这一方空间。 这就是你天魔族的底牌吗,只可惜,还不够。 抬头目视着那庞大的天魔之躯一道遮天蔽日般的手印摧毁空间落下,陆晶云话音说出的同时,双眼之内血白晶芒伴随着一股蛮荒之气斗射,一股锐利沙伐的磅礴气息,如风暴一般大作。 咻! 莫得,陆晶云眉心之中一股刺眼的光芒顿时迸射而出。 嗡! 随着这刺眼的光芒迸射而出,一股无形的气息铺天盖地涌出,瞬间便是令得高空苍穹顿时泛起剧烈波动,一股恐怖的威势弥漫而开,就连远处的杨过,小龙,牡丹,俊美男子,墨袍男子等,也都是为之一颤。 好强的威压,难道是? 四眼的光芒伴随着一股浩大的毁灭之气在高空呼啸颤动,那等气息威压下,所有目光骤然紧缩,一种死亡骇然的气息顿时在众人灵魂深处蔓延,杨过,小龙,牡丹等也不得不是为之动容。 墨袍男子和俊美男子两人的目光,这一刻也是仅仅落在那刺眼光芒之上为之波动,那等气息,他们似乎都能够感觉到什么。 四眼的光芒收敛,一柄古铜色光芒的诡异大刀瞬间浮现在陆晶云的蛇年,令人心悸的古老光芒弥漫,陆晶云伸手瞬间握刀,大喝一声,轮回虚妄刀,破。 随着陆晶云呵声落下,身影再度不退反进,挥手狠狠劈出,古铜色心悸大刀如带奔雷之势,带着一股浩大的毁灭之气,便是如雷霆一般洞窗空间,然后狠狠的劈向了溃压空间而来的那遮天蔽日般的巨大魔手印。 第3375章 轮番底牌 是轮回虚妄刀,没想到轮回虚妄刀竟然在陆晶云的身上。 随着灵魂虄妄刀一出,神灵族的那俊美男子还有墨袍男子,以及武托凡,若无尘等人皆是吃惊不小。 众人却是随即想想也不意外,传言陆少游有着轮回虚妄刀和紫雷悬顶,那种层次的恐怖半圣器,陆少游有着一件紫雷悬顶已经足够,完全没有必要用两件。 而陆晶云乃是陆少游之子,得到轮回虚妄刀也是正常的。 魔红这下要落败了,拥有灵魂虚妄刀,陆晶云完全能够月圆击败对手,魔红就算是半只脚踏进了四元化红,但毕竟是还在三元化红巅峰,怕是也难以抵御轮回虚妄刀。 一道道的目光紧紧的落在了前空风起云涌的高空上,此时陆晶云催动半圣器轮回虚妄刀,众人心中都有数,轮回虚妄刀同样是十大半圣器之一的半圣器,和紫雷悬顶一样的半圣器,那是和紫雷悬顶同等层次的之宝,怕是魔红也难以抗衡下来了。 恐怖的刀芒一瞬间便是在所有人心中悍然,灵魂颤速,目光震撼下,直接掠进了那魔手印之中,伴随着可怕的能量波动自其内弥漫而出,周遭空间寸寸崩碎。 刀芒带着一道上数百丈庞大的漆黑深渊裂缝在魔手印内浮现而出,遮天蔽日般的魔手印并没有支撑下去,随即开始军裂破碎。 吃啦啦! 魔手印催枯拉朽破碎,令得周围空间摧毁得如光湖扩散一般直接蔓延而开,尽数毁灭而去,滔天魔气徐徐消散在了破碎的空间中。 咻! 轮回虚妄刀刀芒却是并未消散,催枯拉朽摧毁那恐怖的魔手印,瞬间便是出现在了魔红巨大的天魔之躯之前,刀芒蕴含着惊人能量,狠狠地劈到了魔红天魔之躯身前,令得魔红庞大的天魔真身之上隐隐间都是出现了些许的军裂痕迹, 有着魔气破碎,空间破碎声响扩散开来。 咦! 怎么会这样? 魔红也有底牌,他也有留守。 就在苍穹战场众多目光和数千时空投影传送阵前无数目光皆是为魔红跳动之际。 莫得,无数目光心中一颤,只见就在这惊心动魄的电光火石间,那恐怖无匹的刀芒落在魔红天魔真身之前,原本催枯拉朽的速度,却是一瞬间未知停滞了一般,速度顿时变得迟缓无比。 这一刻,陆晶云的目光也为之猛然一颤。 节节,轮回虚妄刀的确是恐怖的半盛气,若是本魔真是三元化红巅峰,那还真是要败在轮回虚妄刀之下了,只可惜,本魔在半年前,便已经不再是三元化红,现在的本魔,乃是真正的小超凡,没想到吧? 音力狂笑的大喝声从魔红庞大嘴中喝出,伴随着身上再度一股恐怖的魔气滔天蔓延,三元化红巅峰的气息,瞬间攀升到了四元化红。 真正的四元小超凡,虽然这气息看似攀升的不多,但三元四元之间,却是天地之别。 轰! 煞时间,高空一颤,魔气滔天,威压释放。 四元化红,这魔红有着秘法隐藏了修为,这家伙不是简单之辈。 小龙顿时眉头微醋,四元化红和三元化红之间的区别,小龙自然是知道的极为清楚。 魔红乃是天魔族最为顶尖之辈,能够走到这一步,自然不会是一般之辈。 杨过道 一般的四元化红挡不住轮回虚妄刀,只怕是。 路少游目光眉头也是微醋。 轮回虚妄刀此时已经恢复不少,虽然是还没有恢复到全盛时期,不过以路晶云的修为催动,那魔红不凡,但是想要压制轮回虚妄刀却是也怕是难以奏效。 老大,只怕是什么? 闻言,小龙顿时目视路少游问道。 路少游副手而立,目视着魔红此时庞大的天魔真身,目光隐隐间泛起些许疑惑波动,张嘴轻道,魔红应该很清楚轮回虚妄刀的威力,但现在却是气息平稳, 魔气波动的也有些不太正常,或许,还有什么底牌,至少,胜负快乐。 小龙目光一挑,轻道,那家伙还有底牌吗,有什么底牌还能够和半圣器相比? 半圣器自然是恐怖的,但明灵种族作为这天地间只是比起天生灵物稍训的种族,天魔一族等又是明灵种族之中的王者,能够传承到今,底蕴都是不可小看的。 牡丹声音依然是宛如银灵魔音,红色宫装轻动,诱惑弧线若隐若现。 四元小超凡,难道就能够抵御轮回虚妄刀不成? 前方上空,随着面对四元化红的魔红气息,轮回虚妄刀受阻的同时,陆晶云目光一颤之后,眼中血白晶芒如风暴般洗枕,一道手印请客凝结。 嗡嗡 随着陆晶云手印再度凝结,轮回虚妄刀颤动,刀鸣泛音响彻,如风雷阵阵,令人心神颤速,令得生灵心生敬畏,无法抵御般,亦是令人如闻天籁,心神荡漾。 陆晶云踏空而立,泛音刀鸣颤响,轮回虚妄刀刀身周围,恐怖的能量波动,古老的气息在这苍穹战场之内弥漫开去。 轮回虚妄,灵魂刀阵 伴随陆晶云呵声落下,轮回虚妄刀内顿时有着刺眼光芒斗射而出,古铜色的动人弧度刀身之上,古老心计的光芒弥漫,无数秘文涌出,化作一柄又一柄的古铜色大刀,半空意识不停的有着风雷犯音响彻滚滚。 无数的古铜色大刀悬浮半空,刺眼光芒仿若是轮回之洞,可怕的虚妄之气扩散,透过时空投影传送阵,都是令的所有实力不够者看着都是未知魂飞魄散。 就算是苍穹战场内的同辈巅峰强者,此时牧师那密密麻麻的刀阵,那等灵魂虚妄气息,亦是头皮发麻。 羞羞羞羞 一切都是瞬间,刀阵成形,陆晶云长袍一抖,密密麻麻的刀光瞬间撕裂长空,铺天盖地的对着魔红庞大的天魔之躯暴射而去,一道道的刀芒,都是如同雷霆匹炼。 这一刻,嗡嗡的风雷风印,如暴雨般响彻在苍穹战场之上。 不愧是轮回虚妄刀,十大半盛气之一。 魔红庞大的天魔真身目视那密集而来,必无可避的恐怖雷霆刀阵,目光也是抹过震惊之色,这等威能,恐怖如斯。 只是震惊的瞬间,魔红巨目之中亦是泛起冷笑,莫得,周身魔气早已准备般暴动而起,乌黑的天魔之躯内,随着魔气暴动,莫得变成了淡淡的金色,有着金色光滑如同佛光般字体内蔓延开来,巨大的天魔真身,随即便是成了一尊巨大的淡金色身躯,如同罗汉佛身耸立苍穹,挥压盖天。 这气息,有些熟悉。 随着魔红周身这淡金色光芒蔓延,陆少游和风悠悠两人顿时目光泛起波动,前空的俊美男子,亦是目光为之微挑。 当当当当当。 恐怖的古铜色刀阵,随即便是落在了那巨大的淡金色天魔真身之上,如同实质化的金戈碰触般,火花鸡射长空,若如绚丽的烟花绽放,只是伴随着扩散的是毁灭能量。 如此狂暴的刀阵之中,后者淡金色天魔真身之上的淡金色光芒也是暗淡了不少,隐隐间出现了一些若隐若现的裂缝,但却最终是硬生生的将那恐怖的刀阵给尽数抵御而下。 咕咕。 这一刻,时空投影传送阵内外,无数目光为之道焰唾沫,这要是一般的四元化红小超凡者,怕是不死也要魂鹰脱逃。 嗡嗡。 刀阵被抵御而下,最后一柄真正的轮回虚妄刀洞穿空间,伴随着风雷阵阵,在陆晶云的手中暴射出百丈刀芒,直接怒劈而下,随即便是劈在了淡金色天魔真身之上。 咔。 一刀劈下,刀芒落在了天魔真身尖头,僵持一瞬,也直接劈进去了一分,刀芒稍作收敛,陆晶云手持轮回虚妄刀出现在了后者天魔真身之前。 本魔四元化红之躯,吸收族中重宝一道洪荒之气,成就无上洪荒天魔真身,你有轮回虚妄刀,但三元化红,如何会是我的对手,结结,这灵魂虚妄刀,给我似乎不错。 音力冷笑的大喝声落下,魔红尖头金光漠然肆意,金光锁住灵魂虚妄刀刀芒,令得灵魂虚妄刀顿时停顿一致,竟然是无法脱离。 第3376章 豪赌一场 锁 庞大的淡金色天魔真身嘴中一个锁字喷勃而出,与此同时间,其巨大的右臂顿时金光翼翼,如同佛手般扣压而下,手印扭曲空间,然后直接扣压在了肩头上的轮回虚妄刀之上。 一手锁住,生生捏住了轮回虚妄刀。 砰! 同一时间,淡金色天魔真身左臂意识金光翼翼,然后一道全印闪电般落在了陆晶云的身上,低沉的音爆声响彻的同时,陆晶云身上的护身铠甲直接军裂。 扑齿! 陆晶云嘴中一嘴鲜血喷勃而出,身躯直接被亮枪震飞开去,手中的灵魂虚妄刀也随即便是锁住落在了魔红的手中。 轮回虚妄刀,破锁。 身躯亮枪震退嘴中血雾喷出的同时,陆晶云目光大变,再度仓皇一道手印凝结。 嗡! 被魔红锁住的灵魂虚妄刀上风雷泛音弥漫不屑,高空隐隐间电闪雷鸣,爆发出恐怖波动,滑光四溢,令得金芒隐隐间欲要破碎,然后金光军裂,轮回虚妄刀化作雷霆长虹,最后竟然是直接挣脱出了魔红的魔手所印。 登登! 陆晶云身躯直接撞碎空间接连翻飞震退,嘴角鲜血淋漓,脚下原力涌动才显显狼狈稳住身躯,轮回虚妄刀同时间化作雷霆长虹回到了手中。 当目光再度目视着前空那庞大的淡金色魔红庞大身躯之际,陆晶云擦拭着嘴角的血迹,摇摇目视,目光波动颇为剧烈。 晶云败了。 陆少游脸庞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波动,依然是副手而立,此时陆晶云震退, 已经脱离出了那一道巨大的无形光圈之外。 轰。 随着陆少游话音落下,其原本脚下山峰般的巨石轰然下沉,其身影也是漠然受到一股巨力溃压,顿时开始下沉溃压而下,苍白的面色脸庞上目光微挑,却是以无能为力,魔红最后竟然是抵御住了轮回虚妄刀将他击败。 没想到这魔红竟然是还有着如此底牌,晶云有着轮回虚妄刀也稍逊一筹。 杨过眼中沉光连一波动,轮回虚妄刀的威能,他算是极为清楚的。 陆少游轻道,天魔族不容小觑,落败就落败了吧,若是晶云能够在这一次打击中站起来,对以后的修炼将会有着巨大的好处,这种好处,使任何天才地宝也无法相比的。 对于陆晶云的落败失去一座洪荒殿,陆少游并没有任何在意,陆晶云一路修炼,魔炼固然不少,生死险境重重,但在同辈左右中落败的打击却是并没有经历过,一直以来,都是同辈之中最为巅峰的存在,今天和魔红的这一战落败,或许并不完全是坏事。 陆晶云失去一座洪荒殿固然可惜,但此时争夺到的洪荒殿已然不少,但现在的陆少游很清楚,洪荒殿现在自己丢得起,相比之下,对陆晶云的这等磨炼,自己却是无法给得起,只要陆晶云能够抗住这等打击,对以后的修炼有百利而无一害。 胜了,没想到魔红竟然隐藏得这么深,当初和元帅争夺的时候都没有拿出这等底牌。 魔红的实力,怕是比起元帅来也差不了多少了吧。 随着魔红获胜,原本落败的名兽,婆弥,婆修美玉,罗美等都是面色露出了喜色。 轰 魔红原本脚下山峰般的巨石开始生腾,莫得,魔红庞大的无上洪荒天魔真身如陨石般落在巨石之上,庞大的身躯,比起脚下山峰般的巨石还要庞大一些,一脚跺地,如星辰对落般,生生将脚下生腾的巨石溃压住。 魔气滔天,隐隐间有着一股荒谷之气席卷苍穹,魔红巨目望着陆少游,杨过,小龙,牡丹,然后却是微微抬头,望着上方北宫无双,袁若兰,风幽幽等早已经获胜之人。 不屑臣道,本魔获胜,只不过本魔却是不甘于此,按照规定,本魔已经拥有一座洪荒殿,那本魔就以手中一座洪荒殿为赌,你们谁敢下来一战,胜者,一共得到两座洪荒殿,败者亦无所用,不知道你们这些渺小的人族有没有那个胆子,结结。 阴沉的藐视和声回荡在了苍穹之上,北宫无双,风幽幽,袁若兰等却是眉头微皱,他们很清楚魔红此时的实力,他们若是此时与之相拼,获胜的机会不会太大。 这家伙胃口倒是挺大的呀,也有些脑子,想要用激将法趁机营回婆修美玉等人输掉的洪荒殿,不过其实力还真是不好对付。 牡丹牧师前空轻道。 还能够有这种规则吗? 路少游眉头微皱。 杨过闻言轻道,苍穹战场,最大的争夺一直也是苍穹萌和天罗萌,网年天灵宫和飞天大道,亘古殿等虽然是有参与,不过主角也一直是苍穹萌和天罗萌,这种获胜者之间拿着洪荒殿争夺的例子,以前也不是没有发生过,上面也没有多管。 这样呢? 闻言,路少游的太古幽名掩体灵魂分身和大魂鹰目光顿时波动。 天魔一族,够嚣张的。 就在杨过话音落下的同时,小龙却是已经有了动作,魔红的狂妄让小龙心中极度不爽,挥手金袍浮动,身侧山峰般的巨石顿时横移长空,金袍身影掠出,随即便是落在了巨石之上,抬头目视身前山峰般的庞大天魔真身魔红,道,小子,我陪你玩玩吧。 魔红低头,俯视小龙,巨大双目微微波动,陈道,我知道你,神兽世界真地涅槃者龙玄,只可惜你现在可没有资格和我一战,等你获胜一座洪荒殿之后,再来和我一战吧。 不就是洪荒殿吗? 小龙目视魔红,金色卷发下,令人无端沉浮的目光似笑非笑,轻道,这样吧,我现在虽然还没有赢下洪荒殿,不过你若是能够胜了我,我代表苍穹盟给你两座洪荒殿,你若失败了,只要交出一座洪荒殿就行,要是不敢的话,就给我滚下去,换别人来好了。 随着小龙的话音落下,苍穹战场深处一片沉寂,不少目光为之动容,天罗盟内的俊美男子和墨袍男子两人的目光也都是落在了小龙的身上。 龙拳,你凭什么为苍穹盟做主,两座洪荒殿,你说了可不算。 俯视着小龙,魔红沉寂瞬间后,冷笑喝道,嘴中魔气喷勃,激起不少空间波纹荡漾开去。 小龙微微昂首,回头目视陆少游,道,老大,两座洪荒殿没问题吧。 陆少游摇摇目视,嘴角弧度微动,轻道,当然,他若是有本事,三座洪荒殿也行。 听到没有,有本事赢我的话,三座洪荒殿又何妨,不敢就滚下去。 小龙牧视魔红似笑非笑道,目光徐徐冷立。 三座洪荒殿,这是前五谷人的豪赌啊。 龙拳是真地涅槃者,三元化红,但那天魔族的已经是四元化红了,还有厉害的底牌。 三座洪荒殿,这豪赌也太大了一些吧。 目视着时空投影传颂阵之内,上清世界天界密地站台之前,众多目光都是瞠目结舌,三座洪荒殿代表着什么,在场的人都是心中有数。 三座洪荒殿,可是你说的,不要白不要,真地涅槃又如何,三元化红而已,还能够逆天了不成。 苍穹战场内,三座洪荒殿的巨大诱惑下,加上天魔族的自傲,魔红如何能够拒绝,若是他能够赢下这三座洪荒殿,加上自己身上此时已经获胜的一座洪荒殿,那四座洪荒殿的成绩,足以令他成为无数年来苍穹战场内前五谷人的存在。 这等成绩,魔红之道足以令得整个天魔族为之疯狂,他也足以名震三千大千世界。 随着魔红话音落下,文言,目视着那庞大的魔红天魔真身,小龙嘴角也泛起些许诡异的笑意糊涂,张嘴道,三座洪荒殿,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本事拿走了。 事实就知道了。 当魔红话音落下之际,周身魔气顿时颤动,随即淡金色光芒大作,滔天魔气在此刻如同潮水一般字体内席卷而出, 风起云涌的高空苍穹之上,魔气滚滚中,张嘴一股巨大的魔气疯狂倾泻对着小龙喷勃而出,震动的空间支离破碎,然后如同魔雷匹炼斑炮轰向小龙而去。 滚滚魔气肆虐,小龙微微抬头,莫得,目光骤然冷立,一脚跺地,金袍身影不退反尽,如金色长红冲天而起。 第3377章渣子而已 下一瞬,小龙身影已经是冲天而起化作了了庞大的本体,化身成了一条金光闪闪的巨龙,一片片的龙林之上隐隐间有着特别的密纹弧线,勾勒起来的话,正是一幅完好的玄武密纹图案。 随着金龙之躯浮现,一股磅礴的诡异能量在高空汇聚,泛起偌大的一片空间波纹,宛如水浪一般在翻涌,意识伴随着一股让人心计的气息呼啸在空间内,带出一道恐怖的威压。 巨龙咆哮,龙吟之声让所有苍穹战场在场的同被巅峰强者的灵魂都是剧烈的颤抖了起来,蕴含着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威压,这种威压,来源于天地和灵魂般,不管是人族兽族,就连天生灵物都要受到影响。 好强的威压 声音透过时空投影传送阵传出,数千时空投影传送阵之前的兽族之人纹生浑身都是忍不住为之颤抖,那时空投影传送阵内一条巨龙体内的威压气息,让他们身上血脉内的血液开始沸腾,在这种血液沸腾的驱使下,几乎忍不住的要跪幅而下,根本无法抵御。 吃啦啦 金龙咆哮,龙银响彻回荡,淡淡的金色火焰包裹下,小龙本体直接迎撞向了魔红喷泊而出的滚滚魔气,那滔天的魔气遇上小龙身上的金色火焰,直接吃啦啦的化作烟雾消散,根本无法对小龙产生什么影响。 这等变化,令得魔红巨木大变,那猙獰的巨龙之手刹那间便是已经冲到了他的身前半空,那等浩瀚的冲击之势,令得他心中也莫名一慌。 哼 喉咙中冷哼一声,魔红庞大的天魔之躯横移半空,一道淡金色巨壁挥动,一道巨大的拳印宛如陨石般对着小龙冲击而下,顿时间,可怕的能量余波,在这天际之上弥漫而开,瞬间便是撞击向了小龙而去。 狗屁无上洪荒天魔真身。 小龙龙目寒芒斗射,庞大的金龙之躯顿时反转扭动,令得庞大的周身空间也是迅速扭曲而起,随即那巨大的金色龙尾伴随着金色火焰冲出,距离伴随着炽热的恐怖高温,沿途空间直接骤然引爆,电光火时间便是直接对撞在了魔红一拳之上。 砰! 巨拳巨尾交锋直接碰触,顿时半空音暴声宛如雷鸣,巨尾一瞬间冲击在了陨石般的巨拳之上,空间在这一瞬间直接炸开,恐怖的能量余波和高温在高空肆虐开去。 登登登登! 恐怖的能量激荡之中,魔红巨大的无上洪荒天魔真身直接亮抢震退,每一步向后倒退落下,脚下空间直接被踏碎成了虚空,大片的空间波纹直接破碎开去,而小龙庞大的金龙之躯,只是微微震动了洞。 好强! 苍穹战场内众人注视着这一幕,无不是一脸的震撼之色,陆晶云屏障着轮回虚妄刀在魔红无上洪荒天魔真身面前都要落败,而现在魔红在小龙的面前,却是一招硬抗就如此狼狈震退,小龙的本体强悍度也可想而知了。 狗屁的无上洪荒天魔真身,在本龙面前扎子都不是,三座洪荒殿,你是没资格得到了。 龙银般的咆哮声响彻,小龙周身金色火焰抖动,庞大的身躯就是最为恐怖的攻击力,金龙身躯直接横跨长空所过之处,空间骤然爆裂开一道长长漆黑空间裂缝,金色巨龙射弩意识闪电般的撞击向了魔红而去。 本魔无上洪荒天魔真身面前,还轮不到你嚣张,天魔怒,怒天拳。 魔红收起目光震惊之色,再度大喝一声,巨大的脚掌猛然一跺虚空,脚下虚空轰然炸裂而开,巨壁挥动,咬牙一道数百米庞大的魔气全印顿时暴冲而出,周空滚滚魔气暴射而开,从半空倾洒而下,气势令人惊心动魄。 熬! 小龙咆哮,覆下龙爪声云,距离扭曲空间,一个翻转藤月,惊人的龙威之下,巨尾再度闪电般就毫无顾忌地撞击而上。 轰轰! 如此碰撞,空间顿时凝固了一下,随即大片空间带着巨大的空间裂缝闪掠过天际,惊人的能量爆裂而开,大片的空间露出漆黑的巨大声洞,恐怖的能量进气化作弧形扩散而开,金色火焰炽热的气息肆虐下,滚滚魔气纷纷化作烟雾消散。 登登! 魔红庞大的无上洪荒天魔真身再度开始震退,喉咙内低沉的闷响如雷,接连几步震退,尖头一抖,将恐怖能够进气化去, 而最后一步落下的时候,脚下空间生生破碎,嘴角一嘴乌黑浓稠的血液倾洒而出,气息一瞬紊乱了一煞,显然是受了不轻的内伤,硬拼之下,他在小龙的面前,丝丝便宜也占据不到。 好强的龙玄,不愧是鹿掌门的兄弟,真地涅槃者。 上清世界天界密地站台之前,望着时空投影传送阵之内的一切,百万人群之内也不由是爆发出一阵阵的欢呼之声,谁都看得出来,那天魔族的人可是接连受挫。 说了你的狗屁无上洪荒天魔真身就是渣子,懒得和你玩了,玄武怒。 当龙银般的喝声落下之时,小龙巨大的金龙之躯已经是再度横跨长空出现在了魔虹身前,金龙之躯上猛然之间一道宛如黑墨色的玄武虚影巨兽浮现而出,宛如活物,带着一股巨大的威压,直接溃压向了魔虹。 咕!玄武咆哮,龟蛇相骄,身前空间顿时寸寸崩塌,令得仓皇之间的魔虹根本难以抵御,只能够是周身一股耀眼的淡金色光芒顿时弥漫而出。 吃啦啦! 随着玄武玄虚影落在那淡金色光芒之上,悄无声息,却使令得那淡金色光芒波动,随即光芒如同药日一般扩散激射而出,这一瞬,周空之内,周围空间波纹直接排开,四周空间裂缝在荡漾开去,恐怖的荒谷能量, 此时尽数蔓延周空。 悄无声息斑,但周空无端凝固压抑,后者周身但金色光芒随即逐渐消散,滚滚魔气包裹的无上洪荒天魔真身浮现而出,前者的玄武虚影也随着四周空间裂缝荡漾间消弹不见。 而就在这同时间,小龙庞大的金龙身躯昂首直立而起,一股极其浓郁的威压弥漫而开,整个半空在此时都是如同颤抖起来一般,嘴中大喝一声,青龙魂。 当喝声落下同时间,小龙眉心之上那树立的妖魅三眼印记猛然睁开,眼中光柱直射半空,扩散得宛如光幕一般的笼罩苍穹,一股遮天蔽日般的灵魂攻击之力也是扩散在天际。 哦!光幕之下龙银声传出,一条青龙虚影咆哮而出,带着恐怖的龙威,强悍无体的瞬间破空,骤然冲进了魔红天魔真身之内,青龙虚影穿过,魔红震惊的目光开始未知呆滞,像是灵魂直接受到了某种巨大的影响。 破! 龙威弥漫,巨大龙尾伴随着滚滚的金色火焰紧随着再度抽在魔红身上。 也这这同时间间,这巨尾一抽下,魔红庞大的无上洪荒天魔真身一颤,随即但金色身躯之上隐隐间有着裂缝蔓延军裂,紧接着,一道道的炸体之声传开。 砰砰砰! 低沉的炸响如雷,魔红庞大的无上洪荒天魔真身之上寸寸崩碎,但金色光芒逐渐崩碎不见,滔天魔气能量铺天盖地的直接席卷而出。 扑驰! 当滚滚的滔天魔气消散的时候,魔红巨大虚影也是尽数破碎,半空之中化作了原本的魁梧青年模样,伴随着嘴中乌黑的血雾大嘴喷出,身躯轰然重重的从半空抽下下空,直接砸落在了下方原本的脚下巨石上。 轰隆隆! 巨石震动! 整个巨石地表都在颤抖,隐隐间浮现裂缝,汗不可动的巨石,此时也生生的被那等冲击力道生生溃压的坠落下去不少。 扑驰! 随着身躯坠落,幕后嘴中再度乌黑血液狂喷而出,气息极度紊乱,呆滞的目光这才恢复一些过来。 熬! 小龙庞大的金龙之躯化作了一道浑身气息无法掩饰的尊贵金袍身影,淡淡金色火焰营绕在周身空间,金袍身影如金色闪电掠下,挥手一道全印 勾动天地能量,对着坠落在下方巨石的魔红直接轰去。 不愧是真地涅槃者,神兽世界的兽神,魔红败了。 空灵的话音落下,就在这电光火时间,魔红其身前的空间却是突然一阵扭曲,一道模糊的身影凭空浮现,一道诡异能量缭绕拳头,然后如奔雷一般撕裂空间,对着落下的小龙全印直接迎去。 第3378章天战对决 砰! 两道拳印瞬间对撞,当下能量爆发,一瞬间激起滔天能量,来人脚步量枪震退两步,天蓝色长豪见识一斗卸去距离,目光暗自波动,那一张俊美绝伦的脸庞浮现,正是天罗蒙的那神灵族俊美男子。 吃啦啦! 小龙身影身在半空直接震退,金袍一扫,身躯随即向后俯冲而下落在山峰般的巨石之上,目视着身前的俊美男子,道,你也想插手呢? 当然不是,只是魔红已经落败,他还比不上堂堂的神兽世界兽神龙玄,阁下已经获胜,就不必开杀戒了。 俊美绝伦的男子望着小龙,乌黑茂密的头发梳着高贵的发际高高挽起,标杆斑鼻挺的修长身材,白皙的皮肤,一袭天蓝色滑袍,声音也是空灵悦耳,令人听着极为舒服。 还没有投降,胜负那就还没结束,你想要插手,怕是还要排队吧? 小龙对眼前的俊美男子可不感冒,目光一挑,眼中冷烈之意波动。 我认输。 随着小龙话音落下,魔红已经从巨石上挣扎着爬了起来,站在俊美男子的身后目视着小龙,目光不知何时已经是涌出了精熟,只有他刚刚最清楚眼前金袍青年的实力恐怖程度,刚刚若不是元帅插手,他的后果怕是堪忧了,就算是现在,伤势也不是轻易能够恢复的了。 哄! 随着魔红话音落下,脚下巨石顿时下沉,败者,无法再踏足高处。 小龙这家伙,本体还真是强悍啊,魔红的那无上洪荒天魔真身都难遇抵御。 牡丹难忍心中的震撼,小龙的本体强度,也太恐怖了一些。 陆少游淡淡一笑,小龙的本体有多强,陆少游自然是知道的最为清楚的人之一,灵魂攻击免疫和物质攻击免疫的本体,那种强度只能够用逆天和变态相加来形容,实在是太过于恐怖了,那魔红释放的滔天魔器对所有人族和兽族都是克星, 但对小龙来说却是效果不大,小龙既然能够主动上场要对付魔红,那就自然是有把握的,三座洪荒殿,魔红根本拿不走。 随着魔红脚下巨石坠落下沉,俊美男子天蓝色长袍一挥,身后一块巨石顿时横移半空而来,挺拔身躯落在巨石上,目视着小龙微微一笑,声音依然是空灵悦耳, 道,现在魔红落败了,按照规则,这一轮就由我来吧,你已经迎下了一座洪荒殿,不知道是要继续和我一战,还是苍穹蒙另选他人呢? 小龙目光紧紧的落在身前的俊美绝伦身上,金色卷发下,深邃眼神不露痕迹,随即侧目望着此时苍穹蒙还剩下的路少游,杨过,牡丹三人一眼,然后又望着前空的墨袍男子和俊美绝伦的男子,目光暗自微动,道,我既然已经迎下了一座洪荒殿那就够了。 至于你呢,自然有人对付你的。 轰隆隆 随着小龙话音落下,周身气息徐徐收敛,脚下巨石顿时升腾,击败魔红,获得一座洪荒殿,也已经是胜者。 目视着小龙随着脚下山峰般的巨石升腾,俊美男子静静腹手而立,微微抬头仰面苍穹,脸庞勾勒出一道俊美弧度,然后低了低头,目视着前空不远处的陆少游,杨过,牡丹三人,俊美的脸庞上,带着淡淡的笑意,目光最后从陆少游的身上转移到了杨过的身上,道,神灵族神灵广红,真地涅槃者,听说天帝阁杨过可是极其难得一见的归真涅槃者,就请赐教一番如何。 赐教不敢当,传言神灵族的人每一个都有着无以伦比的天赋,我正想见识开开眼界。 话音落下,杨过身后巨石横移,灰袍无风自动,侧目对着陆少游和牡丹点头示意,随即身影如虹,瞬间落在了前方横移空间的巨石之上,一股无形的厚重气息波动,令得这空间都是未知一颤。 痴痴。 神灵广红目视着杨过,剑眉之下那一双漆黑的眼珠时而闪动着一种空灵光芒,眼里不经意流露出的金光让人可不敢小看,冲着杨过一笑,道,开始吧,归真涅槃,我也很期待。 那就开始吧。 杨过话音落下,周身一股土黄色光圈瞬间营绕而出,周身泛起时空错乱般的空间波动,其身影随即便是消失在了原地。 痴。 当杨过身影再度出现的时候,神灵广红身前空间悄无声息泛起扭曲波动,其灰袍身影跃空而出,手中一道黄芒拳印伴随着厚重的土属性傲益连绵不绝地涌向了神灵广红而去。 好强的空间傲益和土属性傲益,没有杀气,却带着天地威压之力,不愧是归真涅槃者。 这电光火时间,神灵广红却是早有准备了一般,就在杨过身影出现的瞬间,天蓝色长袍一阵,便是直接五指一扣,宛如龙爪手般洞穿空间而出。 锁。 手印如爪,鬼魅般浮现而出,躲过拳印,不偏不倚便是直接要扣压在了杨过的手腕之上,快如闪电,势如奔雷。 谢。 杨过身影横移,拳印画拳为止,身上熟悉傲益骤然一变,一道灵力的风属性指印向上一抖。 手腕横移,指印顿时向上对着神灵广红的爪印飙射而出。 神灵广红面色不露痕迹,但目光明显颇为动容,似乎好似没想到过的速度也是如此之快,紧握爪印成拳,一道拳印顿时向盈,两股能量轰然碰触,恐怖能量波动顿时爆发开去。 砰! 力量爆发,两人身躯也是同时踉跄震退,两人身躯滑过半空,在半空中擦出一条深深的空间波纹痕迹。 阳过不弱,神灵广红也很强,一个真帝涅槃,一个归真涅槃,怕是一场激战在所难免,要奋出胜负怕是并不容易。 牡丹目光动了动,目视着前空队陆少游道。 陆少游闻言,眉头微醋,轻道,激战在所难免,不过奋出胜负,倒不是一定要很长的时间。 苍穹战场内,真帝涅槃这归真涅槃的对决,也令得所有的目光目视在了最高处的两人身上,目光都是没有炸动。 登! 上空中两人震退的挺拔身躯同时稳住,一个挺拔如标杆般,修长身材,天蓝色滑袍烈烈,微微抬头目视杨过,脸庞勾勒出一道俊美弧度。 杨过伟岸身形挺拔悬浮半空而立,五官轮廓分明,雕刻般的刚毅脸庞双眸内,星辰般的精芒斗射而出,明亮深邃,没有任何的杂质。 两个青年,一个俊美绝伦,一个刚毅无尘,但都是一样的气质轩昂无匹。 两个这天地间最为巅峰的青年此刻见四目相对,气息看色平静,却是气场早已经针锋相对。 莫得,神灵广红目视着杨过道,早点奋出胜负如何。 正有此意。 杨过点头,四目相对,各自眼中蔓延而出一股淡淡笑意波动,随即,高空之上便是出现了令人诧异的一幕。 他们两人这是在做什么? 他们两人怎么了? 苍穹战场内外,无数目光抬头望着高空上那两个这天地间天赋最为绝顶的两个青年都是骤然目光诧异起来,只见这等随时都会凶险的对决之中,此刻间两人竟然是同时紧闭起了双眸。 哄。 只是随着这两人双眸紧闭,高空苍穹之上漠然便是无端一颤,而杨过和神灵广红两人周身之上,皆是一道光圈顿时将身影笼罩其中,光芒耀眼,随即扩散开去。 两道耀眼的光芒扩散下,随即就笼罩在了整个苍穹战场高空,这等耀眼的光芒扩散照耀之下,滚滚的天威,随即也从高空苍穹之内滚滚蔓延而出。 两道光芒四散扩散,瞬间便是碰触在了一起,如同两股海浪在海域之间对撞而上,顿时激起巨大光芒波浪。 轰隆隆。 而这一瞬,电闪雷鸣,风起云涌,乌云滚滚,尽数降临苍穹战场,天地骤然狂变,能量顿时暴动。 空间动荡,威压笼罩,却是在场之人灵魂颤速,浑身颤抖,透过时空投影传送阵,那等威压也足以令得无数实力不够的生灵为之匍匐。 真帝涅槃和归真涅槃交锋,两人这是天战。 陆少游牧视高空,此刻,目光也未知动容,神灵广红和大哥扬过两人,一个真帝涅槃一个归真涅槃,此刻间两人乃是两种大城涅槃交手,已经不是单纯的两人对战,而是两种天地能量对决。 这种状态,也只能够是一个真帝涅槃和一个归真涅槃才能够达到,常人根本不可触碰。 轰,轰,轰。 如此交锋,苍穹战场高空猛然接连颤抖了树下,刹那间,天地之内开始发出了低沉的轰鸣洞,短短一瞬,整个天地动荡不休,滚滚的天威倾泻而出。 第3379章 半胜气对决 吃啦啦 随着空间接连轰鸣,苍穹高空之上撕裂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耀眼的光芒似要日降临,从深邃的苍穹深处划过长空蔓延而出。 光芒蔓延,无声无息,却是伴随着巨大的天威。 天威无声,却是令得在场同辈之中的顶级强者都是开始灵魂颤速,浑身颤抖,众多目光颤动。 耀眼的光芒苍穹之下,只有上空两道挺拔身影踏足而立,死磐石般屹立在苍穹之上,仿若是和天地相连。 痴痴 莫得,两人紧闭的双眸同时睁开,一个目光如尘,一个目光空灵,同样的是两人眼中精芒如石致化片连斑暴射而出。 两道目光精芒体练对撞,令得空间波纹翻涌,震动的大片空间波纹宛如废水波动。 嗡 一道风雷之声轰然响彻,一柄黄金光芒绽放的宽剑虚影响彻风雷般,猛然出现在了阳过的头顶来回盘旋不休。 一股滔天威压再度加入,恐怖威压来自那黄金宽剑虚影,那等威压令人远远目视,也要为之心神颤聚。 那是,震天。 这等威压,震天是半盛气,绝对的半盛气。 露少游目视着那黄金宽剑虚影,远处目视着的前空盘旋在阳过头顶周身的宽剑虚影,那分明是来自灵武世界的震天虚影。 只不过自此时震天之上弥漫而出的威压,却是早已经不可同日而语,那等惊人的威压,丝毫不会再轮回虚妄刀之下,所以,露少游能够肯定,大哥扬过此时手中的震天也绝对是十剑半盛气之一。 嗡! 黄金剑虚影能量弥漫之下,露少游体内的紫雷悬顶都像是无形中受到了某一种牵引一般微微一颤。 难道,震天,圣皇震天剑,震天是十大半盛气之一的圣皇震天剑? 露少游喃喃轻道,顿时目光剧烈波动在,从此时震天之上的能量威压来看,怕已经是传言中的十大半盛气之一的圣皇震天剑无疑了。 紫雷悬顶都能够出现在灵武世界上,圣皇震天剑也出现在灵武世界上,露少游也不会有多惊讶。 主人,那是圣皇震天剑,十大半盛气之一,他也还没有尽数恢复,恢复的怕是和轮回虚妄刀差不多。 就在此时,露少游丹田气海内的紫雷悬顶的声音传出。 还真是十大半盛气之一的圣皇震天剑呢,一。 莫得,露少游目光骤然落在了神灵广红的身上,奇额前,此刻间,一根金光异异的手杖虚影出现,拐杖大小,通体刻画着密密麻麻的梵文字体,光芒闪烁,弥漫泛音风雷之声,梵文似乎欲要喷勃而出一般。 随着后这手杖虚影出现,又是一股惊人到了极致的威压降临在这苍穹之内,伴随着神灵广红周身的真地涅槃威压,两者相辅相成,威能更胜。 嗡! 这一煞,露少游体内的子雷玄顶再度无形中受到一种莫名颤动,随即惊讶的声音对露少游传出,主人,是佛怒吉金杖,那神灵族的人催动的是佛怒吉金杖,从气息上看,佛怒吉金杖恢复的可是要强多了,比起轮回虚妄刀和圣皇阵天剑都有强不少,比起我来都要差不多了。 又是十大半圣器之一,佛怒吉金杖,神灵广红的身上也有着十大半圣器之一的佛怒吉金杖。 露少游目光为之一挑,十大半圣器,虽然以子雷玄顶为首,不过却不是各自威能的排名,可以说都是不分上下班,佛怒吉金杖,绝对不会在圣皇阵天剑之下。 十大半圣器,任何一剑都是这天地之间的顶尖至宝,平常一剑都是难以见到,而今天十大半圣器除了自己身上的子雷玄顶,已经是另外三剑现身,加上子雷玄顶一共四剑半圣器共聚一堂,足以令露少游也为之震惊一会了。 而这震惊的同时,又是令得露少游目光随即凝重,子雷玄顶感觉到佛怒吉金杖恢复的比起轮回虚妄刀和圣皇震天剑都要强,那大哥杨过便是遇上麻烦了。 去! 随即头顶剑芒虚影盘旋而出,杨过手中一道剑诀飞快打出,那盘旋于头顶的虚幻震天剑身光芒大作,煞时间冲天而起斑,对着神灵广红暴射而去。 去! 神灵广红嘴中去自喷泊而出,额前手杖虚影意识如金色长虹破空而去。 剑影虚影,仗影虚影,两道金色长虹,两股惊人威压瞬间对撞,也没有电闪雷鸣,也没有乌云滚滚,对撞之后,无声无息。 只是两道金色长虹对撞之处,两道长虹各自反射出一道圆弧形耀眼光芒向后四散开去,令得周围空间波纹如波浪般泛着无数涟漪如光弧般扩散这苍穹之上。 两股光芒对撞,一时间僵持不下,只有那耀眼的光芒,如耀日般四处扩散弥漫,无声无息的威压笼罩周空,令得在场的这些同辈之中的顶级强者也是心口如同莫名压上了一块大石一般喘不过气来。 吃啦啦 两股耀眼光芒对撞,众多目光提心吊胆心惊肉跳的目颤下,终于,剑影和仗影两道虚影同时寸寸消散,两股耀眼光芒,如同烟花般绚力绽放,随即消散。 两道虚影消散之时,苍穹之上耀眼的光芒同时收敛。 吃 高空之上,杨过身影亮枪一颤退后一步,嘴角一缕血迹徐徐一出。 神灵广红身躯一颤,面色微微淡变,但看情况,却是比起杨过要好上不少。 真谛涅槃者,佛墓及金杖,的确很强,我败了。 如尘目光微压之后,杨过目视神灵广红,挥袍长袖擦拭嘴角血迹,虽然落败,神色却是依然不败。 淡然至极,并没有太多的波动,对方真谛涅槃,身怀佛怒及金杖,无论是天赋还是灵气,都不会在他之下,败了,并没有什么放不下的。 承让。 神灵广红微微一笑,虽然获胜,却是俊美的脸庞之上,也看不出喜色,脸庞淡然,古井无波斑。 杨过还是败了。 牡丹声音有些无奈,随即牧师前空道,这神灵广红很强,击败杨过,甚至身上的修为气息我现在都看不出来,此人太诡异了。 胜败乃兵家常事,神灵广红不是一般人。 陆少游神色也颇为淡然,随即对牡丹道,这神灵广红一直在刻意隐藏修为,怕是也有着什么手段隐藏,想要看出他的真正修为,怕是只有让他实力尽出才行。 神灵广红击败杨过,并没有用权力,牡丹回头,血色眸自望着陆少游,也不由是抹过震惊。 这神灵广红,让人看不透。 陆少游眉头微醋,这些年来,再强的修为者,自己看上一眼,都能够窥探出一些气息来。 但此时那神灵广红,却是第一次令的陆少游有着一种越是窥探越是深不可测,越是飘渺虚幻的感觉,这种感觉,也让陆少游不得不是暗自为之微宁。 轰。 高空之上,杨过落败,巨石下沉,淡然随时而落,手中数颗丹药塞进了嘴中。 神灵广红脚下巨石上升,身影随时而生,随即和早已经获胜的北宫无双,风悠悠,袁若兰,小龙等摇摇齐力。 按照规则,拜方上场,天罗蒙只有一个人了,而我们还有两个。 牡丹望着陆少游道。 陆少游轻轻望了望四周,第一场袁若兰开始,大魂鹰,小魂鹰,北宫无双。 风悠悠,小龙六人赢下六座洪荒殿,天罗蒙就刚刚神灵广红获得一座洪荒殿,剩下两座洪荒殿,天罗蒙却是只剩下了一人,这规则,似乎有些小麻烦。 不过这种情况,在往年也并不是从来没有见到过,最后剩下的一人,却是要挑战对方获胜的任何一人,若是获胜,那就能够得到第九座洪荒殿,对方原本手中的洪荒殿,还继续是对方的,必将对方已经交手一场,本就是消耗上占据了劣势。 但若是不幸落败,那这第九座洪荒殿一并就被对方收入了囊中,那就是说,万一挑战对方落败,那对方获胜,就能够得到两座洪荒殿。 牡丹望着陆少游,血色目光微动,继续说道按照规则,若是这一场你上,定然能够赢了那是天拿下第八座洪荒殿,但我怕是到时候也无法胜过神灵广红,免得到时候让神灵广红得到两座洪荒殿,倒不如这一场我上,若是能够击败是天,就能够多赢去。 一座洪荒殿,若是落败的话,对苍穹盟也没有多余的影响,而你,至少不会让他们谁能够有机会得到两座洪荒殿。 第三千三百八十章深不可测 陆少游闻言,牧师前空墨袍青年,然后目光落在了牡丹身上,轻道,那是天应该极强,你可有把握。 我能够感觉到,那家伙很强,但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 牡丹轻道。 陆少游目光微眯了眯,然后道,那你小心一些。 放心吧,自保之力还是有的。 牡丹银铃般的话语,宛如魔音一般传出,话音落下,身影一闪,那曼妙所得身躯随即上前,身后一块巨石横移半空。 轰。 巨石横移悬浮前空,一道血色长红紧随着落下,牡丹一袭红色宫装长裙如鲜血在流动一般,包裹的那浮秃的曲线前突后桥,浑身气息诱惑中带着剧毒,就像是一朵被染上了剧毒的艳丽牡丹花一般。 苍穹蒙天灵宫牡丹,天罗蒙也只剩下了你一个人,真地涅槃者,不知道实力如何。 巨石之上,牡丹牧师那墨袍男子,纵人的曲线若隐若现,血煞魅惑,一头血红长发披散,垂落到挺桥的胶臀,绝美的脸蛋,双眸血红带着一股灵韵,气质娇媚典雅,让人怦然心动。 轰 墨袍男子极为冷峻,并没有回答牡丹的话,墨袍一抖,脚下锁利巨石直接横移而动,轰然和牡丹脚下巨石对撞,牧师牡丹,其颇为俊朗的脸庞上没有太多的波动,道,我听说过你,血灵牡丹之体,天灵宫这一辈的代表人物,不过在我面前你却是还不够,再回去修炼两千年,说不定还有机会剩我,看在你我都是天生灵物之体上,你现在投降的话,可是能够少受些苦头。 咯咯 牡丹闻言,笑叶如花,神色不露痕迹,周身却是一股血煞之气骤然暴涌而出,一股恍若天地般的无形波动意识从其体内波动而去,道,那也要事实才知道,不战而降,这可不是我的风格。 你自己要吃苦头,我也不难你,动手吧,我也想知道,天灵宫现在这一辈的最强者,实力到了何种地步? 墨袍男子淡然而道,牧师牡丹,神色并没有太过于在意,轻道,记住,我叫仕天,一直看天灵宫不爽的仕天。 那我就不客气了。 被使轻咬,眼中血红双眸抹出血煞寒意,银灵话音落下,牡丹周身血煞之气顿时开始暴动不过,铺天盖地的席卷而出,令得周围整片空间为之一颤,无端之中让人灵魂为之颤抖,吃。 短短一煞,牡丹茜影便是化作了一团血色长红,对着那墨袍男子掠出,一个闪身就出现在了那墨袍男子的身前。 绝美容颜笑叶如花,刚刚还诱惑天成般,顷刻间却是以面如寒霜,周身血煞之气大起,铅铅玉手挥动,玉掌之内一道磅礴血色光柱猛然之间暴掠而出,可怕的能量波动从血色光柱内弥漫而出。 吃了! 血煞能量光柱席卷而出,刹那间出现在了视天的身前,直接洞穿空间而过,视天身影化作碎片,却是随着空间波纹荡漾散去,分明是速度快的指示刹那间留下了一道残影。 还差一些。 颇为冷峻的话音落下,视天身影瞬间出现在了牡丹身后,墨袍轻动,一瞬间也爆发出了浩瀚无穷的能量,令得整个空间凝固,一股诡异的气息蔓延开去,笼罩大片空间,让牡丹周身的血煞之气也为了。 这种气息极为怪异,和明灵种族身上的气息截然相反,这气息显得浩然乾坤如圣光佛气,令人心神荡漾。 这种气息下,让人忍不住有着一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般的冲动,很难在这种气息之下产生出反抗之心。 好妖邪的气息。 山峰般的巨石之上,陆少游目光骤然惊变,真地涅槃的天生灵物是天身上此时蔓延而出的那气息在,可不是真正的浩然乾坤之气,也不是圣光佛气,那只是一种邪恶妖异到了极致的气息,那气息之妖邪,令人匪夷所思,乃是陆少游此生所见,光是那等气息之下,就足以令人迷惑心智,不知不觉就为之受到影响控制。 好强 血煞之气受阻,牡丹顿时明眸闪烁,身影如红色蝴蝶般急速转身,仙仙玉手挥手一点,周身血煞之气自度涌出,这一片空间猛然一阵。 咻! 空间破碎,是天墨袍长袖浮动,干净修长的白皙手掌之上透着淡淡的墨色,一道掌印之上光芒大作,气息如同圣光,一道掌印如圣光降临,锁过之处,虚空亦显露漆黑空间,带诡异气息蔓延渲染苍穹长空, 瞬间出现在了牡丹身前。 轰隆 这一煞,虚空未知颤抖,凭空风起云涌,甚至是带着血色雷电闪烁,刺眼的血色光芒从牡丹体内暴涌而出,一股恍若天地般的无形波动如同风暴一般意识从其体内铺天盖地的席卷而出,御手之上一道掌印凝结,血色掌印顿时对撞。 砰砰! 两道掌印顿时碰触,汗雷般的阴暴声宛如晴天霹雳一般,狂暴的颈风席卷而下,周围虚空直接被掀开一个空间伸动。 登登! 牡丹顿时被直接接连阵退,誓天身影却是磐石般不可动摇,高下顿时可见。 说了你不会是对手的。 掌印对撞,誓天并没有任何的当个,身影顿时再度掠出,墨袍浮动,无数墨色如叶,墨的极为诡异的墨色能量脾炼,伴随着一条条深邃的像是空间通道般的漆黑空间裂缝,直接出现在了牡丹的身前。 众多墨色能量蔓延而来,牡丹面色微变,眼中明显是有着忌惮之色,一股恍若天地般的无形波动,如同风暴一般意识从其体内铺天盖地的席卷而出,凭空风起云涌,乌云密布,甚至是带着血色雷电闪烁。 吃啦啦! 短短一瞬嘛,牡丹周身血色煞气闪电闪电如同流光一般不断的窜出,带着一股浩瀚如同天地般的无形波动犹如风暴一般席卷而开,将那恐怖的墨色诡异能量暂时阻挡在外。 有些本事,不过还是不够。 试天说话间,骑挺拔身躯横跨长空,对着牡丹直接一步步走去,那血色雷电闪烁的血煞之气能够阻挡一些墨色能量,却是阻挡不住试天前进的脚步。 牡丹血色眸自拨动,血色宫装长裙浮动,周空浩瀚的血煞之气顿时化作了一个血色海洋一般,开始将视天包裹其中。 血海之内,血海之内瞬间凝聚出了九朵庞大的血灵牡丹浮现而出,通体宛如血光营绕,像是里面有着鲜血在流动,花瓣绽放,滔天血煞气息蔓延。 羞羞! 九朵恐怖的血灵牡丹旋转而起,宛如九只恐怖血色凶兽聚嘴一般,瞬间就笼罩向了视天吞噬而去。 这点手段就不用施展了。 视天话音落下,挥手而动,五指连弹,一共九道墨色能量暴掠而出,九道能量划破血海长空,以一种震撼人心的速度和气势,瞬间落在了九朵上千米庞大的血灵牡丹之上。 九道墨色能量和庞大的九朵血灵牡丹请客间便是撞击在了一起,只是僵持了一会,血灵牡丹直接旋转不休,然后便是通体渲染成了墨色。 砰砰砰! 九道低沉的阴暴盛之下,九朵血灵牡丹被摧毁,然后化作了滔天血煞气息,紧接着直接被湮灭在半空。 很强,不是一般的强。 巨石之上,路少游副手而立,牧师前空目光波动颇为剧烈,那是天的实力,如同神灵广红一般深不可测,毫无疑问整个天罗蒙这一次的同辈之中,这是天和神灵广红乃是最强者,这是天甚至怕是不会在神灵广红之下多少,这种实力,牡丹再强,怕是也只能够被压制了。 扑斥 九朵血灵牡丹破碎,牡丹倩影在滔天血煞之气消散间浮现而出,笑叶如花的脸庞上顿时面色苍白,嘴角喷出一嘴血红血液,焦躯亮强震退不少。 我败了,不愧是真地涅盘者,我不是对手,一座洪荒殿是你的。 牡丹擦拭着嘴角血迹,血色眸子闪烁鬼魅红光,这一交手,牡丹就已经能够确定对方的实力要远在他之上,哪怕是天生灵物本体层次,对方都不会在他之下。 甚至在对方那诡异的气息之下,牡丹隐隐间还能够感觉到一种危险之气,因此牡丹知道自己不是对手,再动手下去已经没有意思。 轰 随牡丹话音落下,剑影片飞落在其原本脚下巨石顿时下沉,视天墨色长袍副手而立,脚下巨石生疼。 而此刻,陆少游所在平行半空内,便是只有其一人而立,久坐洪荒殿,以驱其八,一道道的目光,也随即便是落在了陆少游一人的身上。 第3381章 最后一战 苍穹战场在场众人尽数清楚,按照规则,剩下陆少游一人,便是要挑选击败对方一个圣者之人才能够得到最后一座洪荒殿,但要是落败,那对方就能够得到两座洪荒殿。 而现在天罗蒙只是剩下了神灵广红和视天两人,无疑陆少游要击败那两人之中的其中一人才能够夺取到第九座洪荒殿。 该路掌门了。 该路少游了。 最后一座洪荒殿,一切靠路掌门的了。 上清世界天界密地站台之前,无论是古族长老护法还是两道联盟宗老等强者,还有各大势力的代表,此刻间,目光都是紧张的目视在了时空投影传送阵中路少游的身上。 苍穹战场内,路少游微微昂首目视前方神灵广红和视天,轻袍微动,脸庞当然,隐隐间露出些许波动。 路帅,最后一座洪荒殿了,按照规则,你得胜过我们俩才行。 高空之上,神灵广红目视着陆少游,声音极为令人舒服,道,不过我倒是有个建议,不知道陆帅看怎么样。 哦。 陆少游抬头目视神灵广红,目光须眯,道,愿闻其详。 神灵广红道,陆帅是苍穹萌这一次的元帅,这一次苍穹萌在陆帅的安排之下,那可是让我大开眼界,实在是佩服。 天罗蒙胜出的也就是我和视天,按照规则陆帅现在要胜过我们之间的一个才能够得到洪荒殿,然后明天九人争取第一座洪荒殿。 说重点吧。 陆少游淡然一笑轻道。 神灵广红也是淡淡一笑,抬头望了望苍穹之上的天色,道,不知不觉,天色也已经不早了。 话音落下,神灵广红略作停顿,然后再度低头目视陆少游道,陆帅,不如这样,苍穹萌这一次强者如云,但以我估计,实力再强的怕也强不过陆帅你,而当初我和视天一战,我险胜一丝,不如明天就你我一战,其他人也不用参与了。 然后呢? 陆少游目光微动。 神灵广红对陆少游笑道,你胜,第一座洪荒殿也是你的,你若失败,那第一座洪荒殿和今日这第九座洪荒殿,那都就是我的了,如何? 明日就你我一战。 陆少游目光泛起些许波动,目光从小龙,风悠悠,北宫无双,袁若兰等众人身上抹过,随即对神灵广红一笑点头,道,只是不知道这苍穹战场上的规则可允许如此。 神灵广红一笑道,只要我们在场的没有人反对,那规则就没问题。 天色也的确是不早了。 陆少游微微抬头,然后道,那便是如此吧,明天一早,你我一战。 哈哈,那便如此决定了,明天你我一战。 神灵广红话音落下,腰杆般的身子微微前倾,天蓝色长袍浮动,随着脚下巨石顿时横移而动,视天尾随,两人横移到了远空。 嗖嗖。 树道身影从略下,袁若兰,北宫无双,风悠悠,小龙,大魂鹰,小魂鹰皆是到了陆少游的身边。 老大,明天好好教训一下那个神灵广红。 小龙撇了撇嘴,对视神灵广红就是感觉到心中不爽。 那神灵广红很强,那家伙一直都在隐藏,还有佛怒及金杖深不可测,你明天要注意一些。 北宫无双在陆少游身边说道,他能够感觉到神灵广红的不凡,怕是想要对付神灵广红,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神灵广红的身不可测陆少游何尝心中无数,陆少游微微一笑,上前将北宫无双的双手握在手中,道,放心吧,我自有分寸。 明天只有一战,消息已经透过时空投影传送阵传出,明天一战,不同一般,不管是你的身份还是因为洪荒殿,特别是关系到第一座洪荒殿,势必会引起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超级强者注意,这一战你代表的是整个苍穹萌,多注意些。 风悠悠上前,明眸望着陆少游,不露痕迹抹过些许颇为奇特的波动。 数场同辈之中的巅峰对决,胜负已分,八座洪荒殿有主,明天一战定输赢,定洪荒殿,整个三千大千世界此刻,都是不由泛起道道震惊目光。 上清世界天界密地站台之前,不知不觉中,夕阳笼罩远处群山,残阳和水域融为一体,金光璀璨,吞天卧日。 明天一战定乾坤啊。 明天一战,非同小可,关系巨大。 不管怎么样,这一次九座洪荒殿,天罗蒙只是得到了两座洪荒殿,想要击败陆掌门,怕是难以办到的。 先不说陆掌门能不能够拿下最后一座洪荒殿,我们上清世界已经是拿下了四座洪荒殿哪。 四座洪荒殿,已经足以令我上清世界扬眉吐气了。 现在得到的四座洪荒殿,其中三座洪荒殿可是非灵门一家所为,没想到非灵门这般强悍。 不管是不是非灵门,那也是我上清世界,差不来多少。 快和非灵门的人打个招呼去,非灵门以后,注定不凡。 三座洪荒殿已经在手,非灵门注定要崛起在这天地之上。 一道道义论盛在站台汇聚成了热闹的喧哗声,所有人都明白,今天的九场对决虽然都是精彩绝伦,但明天陆少游和那神灵族的神灵广红一战,那才是同辈之中,巅峰之鼎的对决。 那两人,才真正代表着同辈之中最为绝顶的实力。 而这一次哪怕是不算上路少游的一座洪荒殿,上清世界都已经是拿下了四座洪荒殿,如此成绩,也足以示令的所有上清世界势力代表为之振奋男人。 这等成绩,苍穹战场内一个大千世界内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如此成绩,足以让上清世界笑傲整个三千大千世界。 而飞灵门这一次就拿下了三座洪荒殿,这代表着什么,所有在场的上清世界的各大势力代表都心中有数,顿时就纷纷围拢向了飞灵门阵容内的众人而去,将飞天老妖,阎光老道,双齐老怪,阴明夜叉,阴鬼,七煞,七剑,刘异守等尽数围拢打着招呼,一个个都是客气不已。 各大势力代表可都心中有数,以飞灵门掌门陆少游的天赋和战天联盟盟主皇甫明龙的关系,此时飞灵门拿下三座洪荒殿,还有陆少游身边的一股天赋不凡的恐怖年轻一辈,想要超过两大联盟已经是指日可待。 真帝涅槃的陆少游,背后的陆家迟早超越一般的古族,此时不和飞灵门打好关系,以后就真是没有机会了。 飞天老妖,阎光老道,双骑老怪三个散修被众多势力代表热情的围拢着,也是暗爽不已,甚至不少古族强者都是前来打招呼,这可是三人以前从所未遇的事情。 老家伙,那神灵族的神灵广红不是善茶,明天你怎么看? 站台一处,零五世界阵容之内,寒冰大帝望着南叔独孤傲南,明天的一战,以他现在的实力修为,已经是不足以做出判断了。 南叔独孤傲南目光微动,深邃的眸光望抬头望着站台远处苍茫长空,无法掩饰不了与生俱来的狂傲之气,一笑道,神灵族的是神灵广红真帝涅槃,自然不会是平庸之辈,但少游,又岂是软柿子。 哈哈,那是当然,少游那小子,同辈之中想要胜过他,怕是还无人能够做到,他可是比起任何人都要藏得深。 至盛大帝宏伟挺拔的身躯带着一股晴天气势,双目仿若皓月般明亮柔和,其间的银色长发无风自动,气息无端霸道,对自己的弟子,可是没有半点怀疑。 明天一战,非同小可,关系两座洪荒殿和第一座洪荒殿,怕是到时候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顶尖势力都会为之关注。 端木穷天魁梧的身躯却是显得飘逸,深邃的目光有着一种让人浩瀚如海的感觉。 那就等明天的结果吧,他们两人,无疑是同辈之中真正的巅峰对决,想必会极为精彩。 北宫情仓漆黑眼眸散发着威严的气息,鹰气破人,浑身透着一种生机勃勃之相,此刻监俊朗的脸庞上也是露出喜色,北宫无双拿下一座洪荒殿,那可是让他欣喜不已的事情。 相比之下,沙破军更加好奇鹿少游现在的实力,蓝色长发,身形挺拔,气息凛然如力甫一般,带着沙伐,轻道,不知道鹿师弟的实力,现在究竟到了何种地步? 苍穹战场,天色危暗,今天数场对决,已经不知不觉天色暗去。 第3382章巅峰之战前夕 一块巨石之上,鹿少游静静腹手而立,目光平视远空,似乎是在思索些什么。 搜 鹿少游身后空间泛起些许波动,一道白色身影掠下了,白衣罩体,裙摆微动,双眉修长如画,双眸闪烁如星。 怎么,担心我明天胜不了吗? 鹿少游不用回头也知道来的是风悠悠。 风悠悠连不轻移,上前和鹿少游齐齐而立,精致的鼻梁下,小嘴不薄不厚,微向上弯,欲引人一亲风泽,却是又高贵的让人不敢亵渎,侧目望着鹿少游,目光微动,勾唇张嘴轻道。 明天一战非同小可,神灵广红隐藏得不浅,不过我倒是也不用担心你,没有把握的事情,你向来是不会做的。 鹿少游脸庞淡淡一笑,微微抬着脸庞,目光动了动,道,说实话,神灵广红就连我也看不透,所以明天一战最后会如何,我现在都不知道。 尽力就好。 轻道,说不定他会看见的。 但愿。 鹿少游轻道。 你难道真的就这么在意他,怕以前配不上他?只有到了今天才能够配得上他吗? 风悠悠轻道。 鹿少游淡淡一笑,道,我只知道他是我的女人了,亲都过了,不管他是什么身份,再见他的时候,到时候我都会告诉他,我有了这个资格配得上他,这不是怕,而是向他证明。 是吗?风悠悠抿嘴一笑,一贫一笑之间,高贵圣洁的神色自然流露,让人不得不是动容于他那高贵圣洁的气质,对鹿少游道,我想,他若是知道,一定会很高兴的,不过我倒是怕无双,红灵到时候面前你可不好交差。 这个,鹿少游尴尬一笑。 在聊什么呢? 淡雅声音落下,空间泛起些许波动,北宫无双身影出现在了两人身边,目视着两人盈盈一笑。 正说道你呢,你就来了。 风悠悠对北宫无双道。 闲聊呢? 鹿少游顿时到了北宫无双的身边,微微一笑,随即对北宫无双问道,晶云怎么样了? 我刚刚去看他了,应该没有大事,只是这一次落败,怕是也有些影响。 北宫无双对鹿少游说道。 有些影响是正常的,没有大事就好。 鹿少游轻道,苍穹战场内落败的打击自然是对鹿晶云不会少的。 明天一战,你也注意些。 北宫无双对鹿少游道,那神灵广红深不可测,应该不好对付,神灵族,也是明灵种族之中最为神秘和强悍的一族。 放心。 鹿少游点了点头,对于神灵族的传言也知道不少,明灵五大种族,虽然是没有真正的排名,也没有人刻意去为这五大明灵阵族去排名。 不过明眼人却是都知道的,明灵五大种族之中,神灵族绝对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族,天魔族次之,然后才是修罗族和罗刹族,夜叉族隐隐间需要到垫底地步了。 风悠悠闻言,亦是对鹿少游道,明灵五大种族,神灵族最为特别,最为神秘,也深不可测。 神灵族 鹿少游微微抬头,从各种所知的资料记载还有传言来看,神灵族在五大种族之内,人数却是最为稀少的,比起其他四族的无数族人存在来说,明灵族甚至是无法用稀少来形容,简直就只是像沙漠中的一个小沙丘般。 虽然人数稀少,但神灵族却是能够无数年来,一直隐隐间身居明灵种族五大种族之首,其他四族这无数年来,也都是隐隐间以神灵族马首是瞻,这已经足以是证明神灵族的势力之强。 神灵族之所以叫做神灵族,也是因为神灵族的人一直是自认自己的种族是这天地间至高存在之一,不是别的种族所能量轻易相提并论的。 因此身为任何一个神灵族的子弟,都是有着绝对的傲气,这种傲气,也的确是来自神灵族子弟的天赋。 神灵族之中的子弟,任何一个天赋都是异常强悍,比起人族之中留下来的古族可是不可否认的要强。 就连一向是自傲无比的修罗族,在神灵族的面前,也是要将自傲收敛。 神灵族,也有着和明灵五大种族之中的其他四族有着不同的地方,叶叉、罗叉、修罗、天魔这四族的气息,都是因含暴力煞气滔天,或魔气滔天。 但神灵族却是气息颇为光明,至于明灵五大种族之前的来历,为何这五大明灵种族会存在,那就一直没人知道。 当所有的人都知道,神灵族之中的任何一个都很强,就算是在外界,也没有多少人敢冒险对付神灵族的人,任何额一个得罪神灵族的人,结果之后的下场,那都是绝对凄惨的。 静修一会,明天就看你的了。 北宫无双目视着略作沉思的陆少游道。 片刻之后,苍穹战场之上夜幕降临,巨石之上,陆少游盘息而坐,目光微动,随即周身笼罩在了一层淡淡的金芒之中。 入夜,上清世界天界密地之内,百万身影根本就没有离开战台四周,皆是在等待着,明天这天地间年轻一倍最为巅峰的一战,无疑是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甚至是可以说,关系到洪荒殿,特别是第一座洪荒殿的明天一战,已经是足以引起了整个三千大千世界所有顶级势力的注意,今夜,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内的顶级势力都在等待着。 而这种时候,所有的焦点似乎都是集中在了陆少游和神灵族的神灵广红的身上,不管是陆少游还是神灵广红,两人都是真帝涅槃,都是各自之盟的元帅,加上这一次破天荒的天灵宫,天地阁,飞天大道都加入到了苍穹盟,可以说这一次乃是真正的苍穹盟和天罗盟之争。 还加上洪荒殿和第一座洪荒殿的归属,所以,此时的陆少游和神灵广红两人,所代表的已经不单单是自己,而是背后的整个大千世界以后的命运。 天色入夜,天界密地之内也是透过各种手段,将不少的消息散开在了上清世界。 天界密地之内战台周空,一切消息早已经封锁,而此时消息开放,这等成绩开放,在上清世界内如风暴般席卷而出,所闻之人,皆是目光震撼的久久无法回过神来。 一时间,随着消息急速传开,消息所过之处,尽是一片连夜欢腾,上清世界这一次在苍穹战场内取下的成绩,实在是太令人震惊兴奋,听得不少人热血沸腾。 这种消息的传出,令得飞灵门的名气,亦是在上清世界内如飓风般上升开去。 不过上清世界内欢腾,太明大千世界之内的众多顶尖强者,却是毁得肠子也惊了。 太明世界的习天宇在苍穹战场内落败,只是得到了一块洪荒令而已,而这一次上清世界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四座洪荒殿了,若没有将那盟约回去,四座洪荒殿的名额,两座洪荒殿都是太明世界的。 哪怕是最后分一些名额给拥有洪荒令的苍穹盟大千世界,两座洪荒殿代表着什么,太明世界内的那些顶尖强者又如何能够不知道,只可惜盟约还是自己反悔退的,何曾会想到最后回事这种结果。 好一个封行,这一手玩得太漂亮了,见识打力,分明是早有预谋。 太明世界一触觅的内,一道苍老身影双全紧握,一张老脸撇得通红,几欲是快憋出内伤了,这种损失,是太皇世界无法承受的,本来这时候,太明世界也能够跟随着一起庆贺的,何曾知道最后却是自己生生斩断了这一份复原。 天界密地,夜,天雨之上,一轮明月高高悬挂在深蓝色的天空上,游河的月光犹如一块透明的白沙笼罩着大地山脉。 可!可! 高空苍穹之上,风行天主连打了两个喷嚏,白发飘荡,嘴角带出些许苦笑意味,道,连打两个喷嚏,一想二骂,看样子,有人在骂我呀。 这个时候,有人恭喜你还差不多吧。 冰天目视着风行天主,嘴角微微一撇,道,要说骂你的,怕这时候也只有太明世界的那帮人了,可以想象之道是这等结果,太明世界的那帮人,一个个陷在脸庞上的表情,一定是极为精彩的。 第3383章真正的巅峰对决 太明世界那些个老家伙,那是自作孽。 风行天主淡淡一笑,随即苍老的脸庞上,又是抹过了些许的凝重。 冰天见状,望着风行天主问道,你担心明天? 风行天主微微点了点头,对冰天道,你也知道,虽然这一次我们上清世界拿下了四座洪荒殿,可是相比之下,第一座才是最为重要的,若是拿不下第一座洪荒殿,以后还是占不到便宜。 放心吧。 冰天冲着风行天主一笑,轻道,有着他出手,神灵族的那神灵广红虽然不凡,怕是也占不到便宜。 明天,一切就要靠那小子的了。 风行天主低声喃喃轻道。 夜,徐徐而过。 这一夜,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之内,不知道有多少人都是在紧张的期待之中。 当黑夜逐渐过去,天色开始微亮的时候,三千大千世界捏,大片的气息苏醒,一道道目光精芒闪烁,随即一道道目光便是尽数落在了时空投影传送阵内。 呼! 苍穹战场深处,山峰般的巨石之上,陆少游盘膝而坐,嘴中缓缓地呼出了一口浊气,随即微闭的双眸睁开,眼中精芒伴着蛮荒仓骨之气弥漫而出。 一夜的略作吊息,也足以让陆少游此时状态调节到了最佳巅峰状态,今天这一战,陆少游何尝又敢大意。 痴痴。 苍穹战场内,一处处的巨石之上,众多气息苏醒,一道道的目光伴随着精芒闪动,最后尽数落在落在前空。 最后一战要开始了。 陆帅今天终于要出手了。 不知道陆帅的真正实力又到了何种地步。 轰! 空间微颤,巨石横移微坐下沉,一道身影踏足其中横跨长空,随即落在前空之中,一袭天蓝色滑袍罩着标杆般的修长身材,一头乌黑茂密的头发梳着高贵的发际高高挽起,白皙的皮肤,另得那本就是俊美的脸庞跃发绝伦,正是天罗蒙这一次的元帅神灵广红。 轰! 陆少游牧视前空,轻袍一抖,手中长袖一扫,随着脚下巨石横移长空,和神灵广红奇奇而立,刚毅的脸庞上,嘴角泛起淡淡笑意弧度,似乎是无时无刻带着一种淡淡邪笑。 苍穹战场深处这一方虚空之内,随着那两道皆是挺拔的身躯而立,周空一片死寂。 那两人静静而立,但无端之间自两人周身弥漫而出的气息,却是足以令得整个虚空莫名压抑。 这种压抑无形,但此刻间整个苍穹战场深处内的同被顶尖强者,心口都像是无端之间被压上了一块巨石。 神灵广红静静而立,天蓝色长袍长袖向后一抖,覆手而立,迎面淡淡看着陆少游,脸庞勾勒出一道俊美弧度,空灵悦耳传出,令人听着极为舒服,道,陆帅,时间差不多了。 陆少游伸了一个懒腰,目视着周围虚空深处一眼,随即目光收回,望着神灵广红道,时间差不多了,开始吧。 剑眉之下那一双漆黑的眼瞳闪烁着空灵光芒,眼里不经意流露出的金光让人不敢小看,微微低头,目视陆少游,神灵广红为之微微一笑,道,真地涅槃,第五奇特奥义领悟者,从知道陆帅那一天开始,我心中就开始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和陆帅切磋一场,今天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 是吗,或许今天,势必会令人难忘。 陆少游轻道。 不管今日我们谁胜谁负,但毫无疑问,今天会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但不管是为了我个人还是为了洪荒店,我今日都想将陆帅击败。 神灵广红目视陆少游,俊美绝伦的脸庞上,此刻间也是掀起了一抹颇为冷峻的弧度,周身一股诡异的气息蔓延开来。 这也是我想要说的话,那便一切靠实力来决定吧。 陆少游话音落下,目光顿时落在神灵广红身上,其身上那诡异的气息波动,令得神灵广红凭空多了些许的诡异,那诡异的气息极为叶媚,像是来自地狱深处般的痴媚,又像是来自九天之上的神圣,这种气息,让实力低一些的人足以灵魂深处蔓延出寒意。 不错,那便一切用实力来决定,我能够感觉出,陆帅怕是隐藏了不少,不过最后的胜负,确实要到了最后才能够知道。 神灵广红道 放马过来,我接着就好。 陆少游道 轰 随着陆少游话音落下,两人四目相对,这一瞬,两人眼中都是燃烧起滚滚战役,各自体内一股雄魂气息蔓延而出令得这一方高空猛然一颤。 浩强的气息,要开始了。 他们两人,才是真正的巅峰对决,不管谁胜谁负,这一战,都将是我辈之中的传奇。 感觉着上空两人之间升腾而起的滚滚战役。 武托凡,若无尘,习天宇等人的目光,仅仅目视上空,光是那等战役气息,就足以让他们清楚,此刻对峙的那两个挺拔男子,才是他们那一辈之间最为强悍的存在。 吃了。 高空之上,伴随着陆少游,神灵广红两人眼中战役涌动,整个高空苍穹已然无形中受到了影响,两人周身空间同时泛起波动,两人身影意识同时间如同鬼魅般瞬间消失在了原地不见。 砰! 低沉的音爆声自两人身影消失之后的中间响彻长空,能量如同烟花般绚丽灿烂,却是蕴含着狂暴强悍的能量,与此同时间,两道身影也各自震退开来。 熬! 同一时间,陆少游身影顿时止住退视,一脚跺空,闪电般再度挥拳直导而出,一手拳头之内原力暴涌,形成黄芒色拳印,电光火时间,一条巨大的金色巨龙虚影随即咆哮飙射而出,短短的一瞬间,便是狠狠的冲击向了神灵广红而去。 金色巨龙虚影爆射,神灵广红身影意识瞬间消失,就在金色巨龙虚影失去目标之际,一道掌印却是突然之间便是从金色巨龙的背上虚无空间内直接破空而出,快如闪电的落在了金色巨龙虚影之上。 砰砰! 静风席卷,半空之中上数千米空间混乱,空间波纹寸寸爆裂,整个空间都是被震的急速的波动了起来,周围空间瞬间均裂,金色巨龙虚影刹时间化作碎片消失不见。 零舞绝 只是这同一时间,路少游身影却是野鬼魅般的出现在了神灵广红的身后,一道拳印急速凝聚,一股巨大震慑灵魂的威压弥漫而开,高空顿时一颤,毫无花哨的状态下直接轰向了神灵广红。 拳印如雷霆,快如闪电,其中蕴含的灵魂攻击,更加令人心惊肉跳。 刹那间,拳印便是出现在了神灵广红的后背,然而就在这一道拳印即将轰中神灵广红的时候,神灵广红身躯却是以一种匪夷所撕碎的速度急速转身,一道拳印带着诡异之气,快如闪电的对轰在了路少游的拳印上。 轰 双拳碰触撞击的那一煞,整个半空都是狠狠的颤抖了起来,周围空间直接破碎,露出漆黑的空间裂缝,一股恐怖的的能量进气波动瞬间化作风暴,成环形之状,陡然扩散而开。 神灵灭魂 毁灭灵权 灵神三绝 恐怖能量进气中,神灵广红身影却是趁机直扑陆少游,一道道的手印凝结,一道道的攻击携带着浑厚的能量,勾动奥义属性,大片的掌印权印飞掠而出,铺天盖地的对着陆少游轰击而去。 十方宇宙印 天灵魂眼 这种狂暴轰击下,陆少游目光也颇为带起了凝重,一道道的攻击快如闪电轰击而出,说道攻击速度和连弓,这可是陆少游的强项,这怕是神灵广红也是原本不知道的。 砰砰砰 低沉的能量音暴盛在高空不绝于耳,两道挺拔身躯转瞬间的交手,已经是数十招有余,那等速度和所带起的空间波动混乱,实力稍低的,甚至根本就无法窥探清楚。 此刻上空的两人,那甚至是随意之间的交手,却是已经引起了如此大的动静,这一幕也是令得苍穹战场内的同辈众人为之面色震撼苍白。 到了这时候所有人都不难肯定,陆少游和神灵广红这两人,的确是有着绝对的资格和实力成为两盟的元帅。 第3384章半盛气之战 时空投影传送阵之外,无数的目光都是紧紧的目视在时空投影传送阵之中,一个是天罗蒙元帅,一个是天罗蒙元帅。 那是苍穹盟元帅,两个同辈之中最为巅峰耀眼的存在,这两人交手,不知道最后谁胜谁败,谁又能够最后成为同辈之中真正的第一人。 而这一场胜负,最后的结果,也已经是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宝空天灵拳 上空之中,神灵广红身影鬼魅般飘忽,密密麻麻的一道道拳印浮现而出,刹那间将陆少游周空禁数包裹,无数拳印如同无数雷霆般,禁数溃压而下。 三千流云手 风起云涌,狂风呼啸,短短一煞,就在上空令人心惊肉跳的波动中,滚滚的云层突然间泛起奇异的涟漪,瞬间无数道手印扩散而出,一股毁灭气息顿时撞击在了那一道道拳印之上。 三千流云手,以此时陆少游的修为实力催动而出,其微能意识到了恐怖地步。 无数拳印掌印只是短短瞬间便是直接队撞在了一起,直接迸射出一道道漆黑能量弧线,一股恐怖风暴能量随即排山倒海一般扩散而出。 轰轰轰 半空中一道道低沉的能量音爆声如同引起了连锁炮弹一般响彻,那等恐怖的能量波动如同洪水般倾泻扩散,能量铺天盖地横扫长空,将整个苍穹阵的颤抖不休。 能量扩散中,一轻一览两道身影震退而出,各自角度虚空,猛然悬浮而立。 高空之上,两人四目相对,各自眼中有着些许震惊之色,一番狂猛交手,看似狂暴连绵,但两人心中都清楚,刚刚的只是相互试探,这试探中,对于对方的实力,确实都能够有着不少的了解,正因为如此,两人才各自目光忍不住露出些许的震惊。 看样子,想要奋出胜负,必须全力才行了。 神灵广红牧视陆少游,眼中的震惊之色,随即转换成了战役,这种战役,甚至是令得其目光显得极为期待和兴奋,道,陆帅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可以这么说,已经很多年,同辈之中没有人能够令我动用真正的权力,而现在,恭喜陆帅做到了。 也已经很多年没有同辈能够让我动用权力。 陆少游牧视神灵广红,周身淡淡的金芒投射,消杀灵力,眼中战役同样滚滚,这些年来,随着修为实力的提高,特别是从上次进入苍穹战场之后开始,同辈之中,陆少游也早已经未遇敌手,包括上次上清世界天界密地之内,战台之上和风悠悠一战,也并没有让陆少游全力。 而眼前的神灵广红,绝对是到目前为之,同辈之中所遇到的第一人,刚刚的试探,也激起了陆少游的战役,同辈巅峰,这也足以让陆少游战役格外旺盛。 那今天就全力一战。 神灵广红话音落下,其额前一道金色流光掠出,随即化作了一根金光异异的手杖,通体刻画着密密麻麻的梵文字体,光芒闪烁,弥漫泛音风雷之声,其上梵文似乎欲要喷勃而出一般。 佛怒及金杖 杨过等牧师上空,此刻神灵广红唤出的正是十大半圣器之一的佛怒及金杖,这不再是昨日和杨过交手的一道佛怒及金杖虚影,此刻间唤出的,乃是佛怒及金杖的实体。 轰 随着佛怒及金杖出现,一股惊人到了极致的威压降临在这苍穹之内,佛怒及金杖的周空,一道金光奕奕的金色光滑顿时蔓延而出,如日出东升一般弥漫笼罩苍穹,光芒之下,如佛降临,泛音迷迷,动人心魄。 陆帅,天帝阁的紫雷玄顶应该在你身上吧? 牧师着陆少游,神灵广红挥手一扬,佛怒及金杖顿时紧握手中,眼中目光掀起一道七代弧度,道,不知道是你的紫雷玄顶强,还是我的佛怒及金杖胜? 那试过就知道了。 陆少游嘴角弧度一扬,轻袍掠动,周身瞬间一片紫色光芒暴涌而出,右手掌心之中,一道紫色流光陡然在右手掌心之内旋转。 轰 随着这紫色流光出现,整个高空苍穹顿时蔓延出了一股诡异的气息,一股极度危险的感觉,开始在半空蔓延开来,伴随着一股紫色雷云突然之间在苍穹之上翻涌而来,紫色雷云之内,有着电光流串,一股巨大的让人心迹的气息顿时传来,令得整个苍穹战场所有人都是感觉到了一股绝对的心迹。 紫雷悬顶 一道道的目光投注其上,神灵广红的目光此刻也是紧紧落在了陆少游手中的紫色流光上,流光收敛,一尊紫色大顶浮现而出,惊人的雷霆威压,令人望着也是心惊肉跳。 去! 目视着紫雷悬顶浮现而出,神灵广红眼中目光微挑,嘴中一个去字喷吐出,手中佛怒及金杖意识如金色长红破空而去,迷迷范音响彻长空,如佛号降世。 嗡嗡嗡嗡 佛怒及金杖所过之处,一道道佛光从天而降,如万佛而怒,要净化这世间万物生灵。 去! 陆少游挥手一扬,掌心之内紫雷悬顶脱手而出,紫色雷云滚滚相随,一道道紫金雷霆汇聚,铺天盖地的一道道紫金玄雷降临,紫金电弧击射,电网般肆意开去,周遭空间摧毁成漆黑虚空,绚丽夺目下,蕴含的是无匹的毁灭之力。 嗡嗡! 雷霆佛光交错,空间绚丽而混乱,耀眼而毁灭。 佛墓及金杖纵横苍穹,绽放着耀日般的光芒,无数佛光汇聚成佛光海洋,其内一道道佛光蕴含着静世之力,如陨石般对着紫雷悬顶凭空而去。 轰隆隆 紫雷悬顶盘踞高空,带着紫色闪电穿梭,源源不断地喷吐出众多越来越强的迅力紫色电芒,汇聚成遮天壁日般的紫色雷海。 一道道足足是有着手臂长短的紫金雷霆,犹如咆哮天际的巨蟒在雷海内肆虐而动,雷鸣之声轰隆隆的不停响彻,无数紫金雷霆带起璀璨的雷芒铺天盖地的暴掠而下,犹如暴雨一般,可怕的雷威弥漫着虚空之间,似乎是能够摧毁一切。 轰隆隆 众多的紫金雷霆强悍狂轰之下,大片的虚空都是在这种雷霆轰击下,出现了一片片漆黑的空间裂缝,气息毁灭霸道。 佛光紫雷对撞,两剑半盛气交锋,苍穹之上,顿时乍响连绵,那一道道的轰炸声,令人灵魂眩晕,心惊肉跳,犹如灵魂深处被什么猛烈撞击,隐隐间出现眩晕之感,像是灵魂都要被震碎了一般。 两剑半盛气,此刻间像是完全在自我交手,根本就不用两人掌控,这一次和昨日神灵广红的佛怒及金杖和阳过的圣皇震天剑半对决又是不一样,昨日的两剑半盛气都只是出来了一道虚影能量,而现在两剑半盛气,却是真正的对决。 两剑半盛气对决,那等惊世骇俗的震撼,根本难以预表,那等威压和震撼,令得此刻间苍穹战场深处的一个个巅峰同别,也只能够仰望,到了这时候,所有人才知道,巅峰和绝顶之间的差别有多大,三千大千世界之内,同辈之中能够真正踏上顶峰绝顶的,也唯有此刻间那上空之中的两道挺拔身影,那两个挺拔男子,才真正是同辈之中的第一人。 神灵真身 第三千三百八十五章 九剑归一 随着佛墓及金杖和子雷悬顶各自占据半边苍穹惊人对决,神灵广红眼中战役也到了极致,其挺拔如标杆的身形顿时膨胀起来,随即化作了一道巨大身躯。 轰! 这巨大的身躯横跨长空而出,耸立在高空之上,这巨大的身躯如同山峰般的巨人,却是模样丝毫没有任何的猙獰,反而是透着一种佛像般的和蔼,只是那自周身弥漫而出的一股威压,却是一如佛祖真身般,令得众生为之匍匐。 浩强的威压,这就是神灵族的神灵真身了吗? 那巨大的神灵真身耸立苍穹,众多同辈巅峰目光也都是未知震撼。 清灵铠甲,虎便。 目视着前空那耸立的庞大神灵真身,陆少游眼中目光淡淡电弧抹过,心神一动,周身一股强悍气息顿时狂猛涌动。 吼! 一声虎啸声响彻,众人牧视下,陆少游身躯煞时间膨胀扩大,一瞬间化作了一只庞大的巨虎之躯,虎视眈眈,浑身刀刃一般鳞片上电芒营绕,威势惊人。 这陆少游是何种手段,怎么会有巨虎之躯的,似乎威势极强啊。 牧视着陆少游那虎视眈眈,霸道威猛的巨虎之躯,罗美,婆修美玉,婆弥等也目露震惊之色。 修修! 神灵广宏庞大的神灵真身目视陆少游的巨虎之躯,莫得,庞大的身躯横跨长空,目光陡然一缩,树道指印宛如刀锋一般,快如闪电的洞窗空间,如同流光划破苍穹,瞬间对着陆少游庞大的虎驱头颅暴射而去。 面对纳术道指印流光般的略来,陆少游虎视眈眈的目光也是略显凝重,而就在纳术道指印出现在了身前之间,庞大的虎驱猛虎扑时,蓄势呆发,陡然虎驱巨大虎找挥手而出。 轰! 就在这刹那间,周空一颤,一股诡异气息自庞大的虎驱之上波动而出,气息涌动间,时空错乱一般的空间波纹以虎驱为中心,瞬间涌动,让这一方空间为之颤抖。 时空虚劳 就在纳术道指印出现在虎驱之前,顿时空间内时空错乱,这一方苍穹空间内,空间奥义和时间奥义之力充斥其中,时间和空间之力的影响下,神灵广红的树道流光指印直接破碎,然后在高空晃荡消失无影无踪,指印凭空化解。 空间奥义和时间奥义融合,这路少游的确强悍。 婆弥,婆修美誉,以及若无尘,武托凡,习天宇等人尽数震惊,时间奥义和空间奥义这两种奇特奥义的融合,绝对不是一般人所能够轻易办到的。 这时空错乱的空间内,正是路少游领悟的时空虚劳,混乱的空间内不仅是化解了神灵广红的指印,意识令的神灵广红庞大的神灵真身也瞬间受阻,其身躯就像是陷入了泥沼一般,一道道的漆黑空间裂缝,如同光刃一般飙射而出囊括而去。 羞羞! 大片空间裂缝蔓延空间而来,沿途摧毁一切,神灵广红也顿时目光微凝重,周身光芒再度大作,一股股波动伴随着泛音般响彻而出,能量波动震动的空间寸寸崩碎,令这这时空虚劳内漆黑的空间裂缝无法蔓延近身,庞大的身躯逐渐拖出这时空虚劳的包裹。 仅仅是两个眨眼间,其巨大的神灵真身身躯就已经从其中脱身而出,这同时间挥手一道掌印如陨石落空,伴随着匪夷所思的快速之势,一瞬间出现在了陆少游虎区之前。 这一道掌印之下,周围空间接连毁灭崩碎,一股极度危险的感觉,顷刻弥漫笼罩方圆天地。 只不过就在这时候,陆少游旁大虎区围猛然铺天盖地的金色光芒涌出,金光熠熠遮天蔽日,一股灵力消沙之气蔓延即射,又找对着掌印前者掌印拍去。 轰! 一道金光熠熠的巨大手印猛然破空而出,宛如佛光普照,消沙尽气扩散的宛如光湖笼罩苍穹。 砰! 低沉的阴暴声之下,两道掌印碰触,令得周围空间带着的漆黑光圈即刻爆裂,恐怖的能量风暴顿时如同飓风一般的席卷而开,当这些能量风暴再扩散到一定的范围时,也徐徐而止,悄无声息的尽数湮灭。 登登! 两道庞大的身影也同时间各自一处积分,各自破空震退开去。 浩墙的神灵真身 陆少游虎躯震退,此刻间再度意识到论本体,人族还真是最为弱小的,神灵族的神灵真身,比起修罗一族的修罗真身还要强悍得多。 而这神灵广红催动的神灵真身无疑是更强,那本体之力太过于强悍,这种强悍甚至极度影响灵魂,绝对不是一般的同级修为者所能够抗衡的。 那陆少游够强的,竟然是能够和元帅的神灵真身相比较。 要说一开始,陆少游的虎躯对婆修美玉,婆弥等是震惊的话,那此刻间婆修美玉等人就是震撼了,神灵真身有多强,他们都心中有数,那根本不是一般人能够抗衡住的,而刚刚陆少游不仅是能够抗衡,反而能够不落下风般。 神灵真身,神灵黄剑,玄剑,地剑,玄剑,三剑灭空。 神灵广红巨大身躯震退,巨目微动,周身像是来自地狱深处般的痴魅,又像是来自九天之上的神圣的诡异气息暴涌,漫天空间之内,三根能量光剑,如同三道流光,拖着三条能量光影悬浮天际,瞬间直掠陆少游而去。 轰!轰!轰! 三剑而出,天地颤抖,苍穹动荡,宛如四道汗雷响彻。 鹿少游虎目一挑,周身虎区整个空间猛然一颤,一股青白色光芒乍然涌动。 吃啦啦! 莫得,一道道无法形容的金戈延伸之声从庞大的虎区之上响彻而来,声音低沉铿锵,穿云烈石,响恶行云,像是能够响彻虚空云霄,如雷贯耳,令人灵魂颤抖。 短短一煞,鹿少游虎区之上出现了无数动人的弧线光芒,化作一片片金属羽翼蔓延而开,金戈之声响彻,无数的羽翼从虎背之上伸展开来,凝聚成了一双通体呈青白光色,层层叠叠叠,紧密相连的动人双翅。 这动人双翅之上,甚至有着浓郁的蛮荒仓谷之气蔓延,煞时间虎区成了一只庞大的飞虎,高贵霸气,雄魂雄悍。 吃啦啦 就在那三道能量光剑蔓延到了陆少游身前的时候,飞虎双翅展开,金戈声大作,恐怖的气息释放渗透空间,巨虎身后空间直接显露出漆黑裂缝,庞大的身影直接泛起时空混乱波动,以匪夷所思之势避开一道道能量光剑,不禁反退,直扑神灵广红。 神灵真身,神灵天剑。 神灵广红巨目微尘,庞大手印压空推出,一道能量光剑再度飙射而出,剑化流光,带着一道漆黑的空间裂缝如黑色带子悬浮天际,这一剑无疑比起刚刚三剑威势更强,天地能量暴动苍穹,气势熏天鹤地。 嗡! 庞大虎驱月空,虎爪之上不知何时已经是握上了一张通体骨白,似凤似龙,密纹营绕,如同风与龙爪的弯弓,风雷般的轰鸣声顿时响彻开来,正是陆少游的追风战天弓。 追风战天弓,九剑归一。 飞虎咆哮,周围直接显露漆黑光圈,煞时间一股耀眼光芒蔓延天地,胡找拉弓而起,一连九道耀眼的能量光剑顿时在陆少游手中凝聚而出,追风战天弓满弦而放,其九道能量光剑末的化作九道流光,九剑齐发,瞬间九剑归一。 追风战天弓最强的时候,能够连开九剑,九剑齐发,足以撕裂空间,洞穿苍穹,威力无匹。 而此刻间,陆少游九剑齐发,九剑诡异,能量光剑锁过之处空间狂风骤起,虚空直接军裂无数裂缝悬浮天雨之上。 咻! 双剑对撞,能量光芒大作,双剑僵持,却是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声响,片刻之后,两道能量光剑直接消散。 神灵天兽绝 就在两道能量光剑同时消散之际,神灵广红巨大神灵真身再度掠动,双手凝结诡异手印,随即一道诡异的巨大受影。 兽影似龙似虎,直扑陆少游而去。 吼! 巨大的兽影沿途所过之处,露出漆黑裂缝浮现苍穹,弥漫着一股令人无法抗拒凶猛气息,带着铺天盖地的能量净风席卷,将周围空间尽数撕碎,给人一种无以伦比的视觉冲击。 陆少游虎视眈眈,周身电芒萦绕,右手之上,顿时出现了一个十数米大小的能量光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道能量兽体奔腾追逐翻涌。 四神诀 虎嘴一喝,陆少游手中光团推出,能量光团穿透空间迎风而长,宛如耀日东升带着刺眼的光芒绽放。 第三千三百八十六章 神灵广红拜 吼 熬 孤 能量光团之内,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兽化作庞大身影奔腾飞跃,咆哮连连中汇聚成一个恐怖漆黑的空间漩涡,四股恐怖的力量汇聚弥漫天地,煞时间狠狠地就撞击在了前者凝聚的兽影之上。 轰隆 如此交锋,在不少骇然目光下,低沉乍响顿时在这片天地之间陡然响彻而起,如惊雷乍现,让人脑海中都是出现一阵撞击之感,耳中嗡嗡作响,恐怖的能量周围空间随即军裂破碎,苍穹崩塌出一片虚空。 吃啦啦 惊人的能量进气涟漪在高空宛如海啸泛起惊涛骇浪,化作光湖青法席卷而出,空间迅速蔓延出一圈圈的漆黑液。 登登 这等进气涟漪席卷下,陆少游庞大的虎区再度直接亮枪震退,虎穆也抹过些许震惊,没想到神灵广红强悍到了如此地步,就连自己的似神诀也都能够直接抗衡下来。 轰 陆少游庞大的虎区稳住身躯,神灵广红巨大之躯横跨空间,周身一道道昧网诡异气息自体内弥漫而出,挥手一道佛光般的拳印携带着一股毁灭之气,狠狠的对着陆少游暴掠而去,狂暴的能量进风伴随着佛光般的耀眼光芒肆虐帅卷而下。 一掘吞千事,一拳震八荒。 陆少游虎目骤然一抬,双翅震碎长空,短短一瞬间,庞大的虎区无端一股霸道灵绝之气席卷虚空,虎爪紧握挥拳而动,一道拳印从扭曲虚空之内直接洞穿而出。 两道拳印煞时间对撞,能量光弧迸射而出,周围无数漆黑空间裂缝悬缝悬挂,天地空间立刻崩塌而开,大片空间接连开始炸开,如同蔑视。 浩强的实力,这两人太过于恐怖了。 这两人,岂只是同辈之中的巅峰者,就算是整个天地间,又有多少强者能够拥有如此实力。 苍穹战场深处,众人面面相觑,眼中皆是震撼的难以附加,这等实力威能气息下,他们已经很清楚的能够感觉到其恐怖程度。 在场的任何一个,也都是这天地间凤毛麟角的存在,但此时在那两道庞大的身躯面前,却是都心中清楚,相比之下,他们自愧不如,根本无法相比。 苍茫浩瀚的天宇,一处苍穹高空,一道苍老身影踏足云雾之内,浑身空间波动,身影若隐若现,朦胧的令人无法窥探清楚,仿若是和天地连接在一片。 莫得,这苍老身影目视着下方一处时空投影传送阵内,骤然眼中光芒颤动,令得整个天地无无形中悄然一颤,八荒天地绝,是那家伙的八荒天地绝,那路少游,和那老家伙有关,这么多年,那老家伙也没有放弃过,终于舍得露面了。 轰隆隆。 短短一瞬,两道全硬碰触,如陨石对撞,可怕的毁灭鱼波,煞时间如同海啸一般在苍穹高空之内绽放。 登登。 如此对撞,终于令得神灵广红巨大身躯亮枪震退开去。 短短一瞬,也就在这一杀,路少游见势扑出,一股毁灭气息骤然自体内蔓延降临,压空笼罩苍穹,真正的毁灭威势下,无穷无尽的毁灭气息从虚空渗透而出。 轰。 短短瞬间,以路少游为中心,一股毁灭气息蔓延席卷虚空,这气息像是要毁灭苍生大地。 二绝逆迁势,一直毁天地。 三绝转迁势,一脚碎山河。 低沉和声自虎嘴内喷吐而出,胡找手印凝结,周围虚空动荡扭曲,短短一煞,一道指印和脚印,同时间浮现天雨,随即对着神灵广红暴掠而去。 指印周围,虚空崩碎,万物抹灭,让人心生绝望,滚滚的毁灭气息降临人间。 脚印一触,仿若踏碎摧毁一切生机,霸道摧毁之力,足以令弱者神魂俱灭。 砰砰砰。 一道指印和脚印同时凝聚而出,苍穹高空之上,连绵千里,空间无端接连炸开,令人震撼莫名,心惊肉跳。 如此霸道毁灭的能量下,神灵广红稳住身躯间,目光之内也露出了凝重之色,庞大的神灵真身之上,顿时一道光圈顿时将身影笼罩其中,光芒耀眼,随即扩散开去,滚滚的诡异气息伴随着一股真地涅槃般的天威,随即也从高空苍穹之内滚滚蔓延而出。 轰隆隆。 而这一瞬,苍穹隐隐间电闪雷鸣,风起云涌,佛光般的光芒大盛。 吃! 霸道毁灭的指印脚印抹除一切生机,伴随着毁灭之气降临,就在众多的目光下,随即就落在了神灵广红巨大身躯光圈之上,这种撞击,让人忍不住心中一跳,随即屏息一带,就连高空都是诡异的出现了一瞬的死迹。 吃啦啦! 只是这一瞬间的死迹之下,神灵广红周身佛光般的光圈之上剧烈波动,隐隐间出现军裂裂缝,却就是没有尽数军裂。 光圈之上佛光般的光芒腐蚀之下,却是还令得那霸道摧毁的脚印和指印,逐渐消散,那等摧毁一切,摧毁世间万物的毁灭能量,最后却是依然没有彻底奈何神灵广红。 哗啦! 空间波动不休,众多呆如目击的目光下,庞大的虎蛆已然趁势出现在了神灵广红巨大身躯隐隐间军裂的光圈之前,一道道的手印已经在凝结。 伴随着手印的凝结,这苍穹战场深处虚空之内,一股股能量气息正被其牵引而去。 轰隆! 短短时间,虚空四周巨大的吞噬之力顿时四散蔓延而出,像是要将这苍穹战场深处虚空都吞噬其中,令得苍穹深处空间为之动荡不休,一股浩瀚的威压带着浩瀚的负灭气息无穷无尽气息从虚空渗透而出,空间动荡,像是整个空间要为之负灭不存。 四绝袍牵势,一吼赴苍穹。 伴随着陆少游虎找最后一道手印结出,整个高空苍穹之上虚空动荡扭曲,庞大虎区直立踏空而立和虚空紧紧相连,探头浮览众生般目视神灵广红,争鸣虎嘴内一声大吼之声咆哮而出。 吼! 吼声如龙吟虎啸,失吼鹤唳,吼声之下,空间在声浪之下动荡崩碎,覆灭长空,湮灭千世。 像是能够将世界一切生灵摧毁,将灵魂震碎。 威压太强,太霸道了,灵魂无法抵御。 这难道是陆少游的底牌了,太强了? 吃啦啦! 这种恐怖喝声所带起的声浪蔓延,一瞬间令得苍穹战场深处众人皆是布置其乐防御能量光圈,就连杨过,牡丹等,都是立刻笼罩在了各自周身的能量光圈之下。 此刻,陆少游催动的真是八荒天地诀第四诀,正广和第四诀威能比起第三诀再度强上十倍,即灵魂傲益,空间傲益,世界傲益三种傲益于一体,修炼大成,灭万物灵魂于无形,生震众生。 以此时陆少游的修为实力来催动如此恐怖的第四诀,其微能可想而知。 恐怖的声浪席卷在了神灵广红周身光圈之下,在众多震撼呆滞的目光下,随着这等声浪落下,神灵广红周身那恐怖的声浪,终于是声声直接震碎开去。 砰砰砰。 以神灵广红巨大的身躯为中心,随着能量光圈破碎,周围空间便是以一种肉眼无法看清的速度膨胀,紧接着直接炸开,可怕的能量风暴铺天盖地席卷开去,一时间令得空间混乱不可窥探。 好恐怖之力,神灵广红这下败了吧? 神灵广红这是要败了吗? 一道道呆滞的震撼目光仰视高空,这等恐怖能量下,在场众人无不是心声含义,就连小龙的目光都是露出了震撼之色。 第3387章 五元化红 刚刚路少有所催动的那恐怖攻击其霸道毁灭的程度,所有人都亲眼所见,那等恐怖实力和毁灭能量下,神灵广红就算是此时落败,也不会有人会为之奇怪。 两个巅峰强者,总会有一强一弱。 神灵广红会落败了吗? 牡丹抹过些许震撼之色,那两人的恐怖实力,让他此时心中很清楚自叹不如。 还没有,爹还没有获胜,神灵广红还没有落败,他应该不是这么容易被击败的。 陆晶云眉头微皱,目光一直落在了此时高空之上还正在不停占据半边空间交手的佛怒吉金杖和紫雷悬顶两剑半圣器上。 那两剑半圣器的交手,令得在场众人身上的灵气,一直在丹田气海和脑海空间内未知颤动着。 路掌门获胜了吗? 上清世界天界密地站台之前半空,所有目光紧紧的盯在了那混乱的空间之内,一道道的目光目视着时空投影传送阵内目光须眯。 混乱的空间终于是逐渐淡去,最后在无数目光之中,混乱的空间之内,再度隐隐间显露出一道巨大的身影轮廓。 那一道巨大的身影轮廓出现之时,众多的目光煞时间一颤,一道道惊恶之色浮现脸庞。 苍穹战场深处虚空,众多的目光注视下,那巨大的身影轮廓越来越清晰可见。 顿时间,整个高空再度死记般安静,路少游巨大的虎蛆之上,虎视丹丹般的巨木眼瞳,也为之泛起些许惊恶液液波动。 巨大的身影彻底显露而出,诡异的气息笼罩苍穹,光芒耀眼,如九幽地狱阎罗显身,又如九天之上佛祖降临般,耀眼的光芒内,但依旧能够看清楚那里面正是神灵广红的神灵真身。 而此刻间,神灵广红周身的气息,却是比起刚刚更加恐怖强悍,巨大的神灵真身横空一步,空间随着其步伐也逐渐扭曲,周空天地能量无端波动。 望着再度出现的神灵广红神灵真身,满场短暂的寂静,所有人都能够感觉到,此刻间神灵广红身上的气息,比起先前来可是还要强悍得多。 就算是相隔甚远,远处的众人都是能够感觉到神灵广红身上那一股巨大的阶位威压笼罩而来。 好强的气息,比起刚刚更加强悍得多。 好强的气息,这气息太强了。 五元化红,神灵广红是五元化红了。 小龙,杨过,牡丹,陆晶云,风悠悠等佼佼者目光骤然为之一颤,那等恐怖的威压之下,所有人都能够感觉到,此刻间神灵广红身上的气息,已然是到了五元化红的地步。 那等气息,比起北宫无双的四元化红气息来还要强悍得多得多,那等气息,北宫无双四元化红小超凡也无从相比。 元帅是五元化红了。 五元化红,这才是元帅的真正实力。 天罗蒙婆弥,婆修美玉,罗美等面面相去,随即目露喜色,他们也才知道,元帅神灵广红真正的修为实力,竟然是五元化红,隐藏得如此之深。 五元化红,竟然到了五元化红,隐藏得够深呢。 虎目微动,陆少游目视着前空那正徐徐横跨空间,带着恐怖光芒气势的神灵广红,那种能量波动下,威压熏天鹤地,仿若是能够将一切扭曲化作虚无,神灵广红五元化红化红修为。 外界的一般六元化红大超凡者也难以与之相提并论。 陆少游目视着前空,一直能够感觉到神灵广红有所隐藏,但陆少游的预计中,神灵广红或许也到了四元化红的地步,却是怎么样也没有想到神灵广红竟然是到了五元化红的地步。 陆帅浩强的实力,没想到你竟然是能够令我彻底出动全力,普天之下,同辈之中能够令我如此的,也唯有陆帅一人了,只是现在我俩之间,各有使命,也必须奋出一个胜负。 淡淡的话语自神灵广红嘴中传出,依然空灵的令人听着极为舒服,随着话音落下,巨大双臂左右挥出,如同太极推手般,在双手掌心之内掀起一个空间拨动漩涡,随即凝聚成了一道巨大的能量漩涡空间。 神灵吞噬 双臂一抖,能量漩涡对着陆少游庞大的虎区直接掠去,同时间以一种肉眼难以看得清楚的速度闪电般的膨胀开来,瞬间便是化作了一个巨大的宇宙黑洞般的漩涡浮现天际。 噼啪噼啪 空间漩涡浮现,周围空间寸寸爆裂开去,像是要毁灭这天地般,可怕的毁灭能量自其中铺天盖地席卷而开,一瞬间便是溃压到了陆少游的头顶之上。 轰 宇宙黑洞般的空间伸动以闪电般的速度席卷而下,瞬间便是出现在了众多的目光注视下,令得整个苍穹战场高空都被震得急速地拨动了起来。 嗡嗡 陆少游庞大虎区背后轻皱虚空翼震动而起,一瞬间便是急速欲要脱离,但巨大的虎区刚刚掠动,便是被那宇宙般的空间黑洞以雷霆之势,直接吞噬其中。 砰砰砰 煞时间,宇宙黑洞般的空间漩涡之内,那一股股的毁灭气息接连自其中弥漫而出,滔天的毁灭气息如同海啸般暴涌,在这片苍穹虚空内咆哮而开。 吃啦啦 宇宙黑洞般的漩涡之内,众人隐隐可见此刻间陆少游庞大的虎区之上,电弧灵片正寸寸军裂。 这不得不是令得满场目光为陆少游倒吸凉气,此时神灵广红五元化红修为层次之下,那等实力,在场之人已经自知无人会是对手。 陆帅麻烦了。 苍穹战场深处一道道的目光骤然凝重,那等滔天毁灭之力下,所有人都能够感觉到一股真心魂魄的颤速。 轰隆隆。 也就在这时候,前空不远正在交手的紫雷悬顶和佛怒吉金杖占据的空间之内,紫雷悬顶周空所形成凝聚的新济紫色雷霆海洋之内,紫金雷光突然奇异闪动,一股耀眼紫金之色绽放开来,一股浩瀚的无穷气息意识席卷在了这天地之内,震动的空间轰隆隆响彻不休。 吃啦啦 莫得,新济的紫色雷霆海洋之内,无数极度恐怖的紫金雷霆从雷霆海洋之中掠出,可怕的雷微弥漫着空间之间,似乎是能够摧毁一切一般,然后尽数便是滑破长空,然后落在了宇宙般的黑洞漩涡之内,和陆少游庞大的虎区相连,将那宇宙般的黑洞,也渲染的紫光溢溢。 滋滋 这众多紫金雷霆落在陆少游庞大虎区身体之上,顿时紫色闪电满溢而开,化为无数细小的紫色电蛇,源源不断地顺着陆少游破碎的电弧鳞片钻进其身体之内。 不灭罗汉象 雷霆相连,虎嘴猛然大喝一声,陆少游庞大的虎区之上一股紫金电芒顿时滔天涌出,如同烟花绽放一般肆虐在那宇宙黑洞般的空间能量漩涡之内,刹时间陆少游庞大的虎区便是转化成了山峰一般的巨大人形之躯。 庞大的身躯横跨空间,如霸道无匹地毁灭罗汉,横眉怒目,人无端心声渺小心计,紫金电芒一动,一股毁灭气息弥漫而出,身上密纹营绕,毁灭之气足以令人灵魂颤速。 这一刻,所有人也都能够感觉到,此时陆少游身上的气息,比起先前,亦是同样有着天地之别,此刻间这等气息,似乎才是陆少游真正的修为层次,这等气息丝毫不会在神灵广红之下。 随着此刻陆少游庞大虎驱化作罗汉之像,前空之中和那宇宙黑洞般的空间漩涡相连的神灵广红,巨目也骤然为之一颤,眼中目光瞬间也泛起凝重和震撼之色。 吃啦啦 陆少游巨大罗汉之像横空而立,五指握拳,周身紫金电芒穿梭之中,一道拳印直接振臂而出,对着周空宇宙黑洞般的空间漩涡一拳轰击而出,拳印所过之处,空间显露出难以恢复的漆黑虚空,滔天紫金电芒闪烁,随即低沉的闷响声如惊雷般响彻天地。 砰砰砰 宇宙黑洞般的空间漩涡被这一拳生生直接轰碎,空间碎片如惊涛骇浪席卷,滔天紫色电弧扩散,那宇宙黑洞般的空间漩涡被这一拳直接直接摧毁。 所有目光呆如目击的目视上空,那巨大的罗汉之像横立长空,紫金电弧包裹,宛如罗汉天神。 五元化红,陆少游也是五元化红。 天呐,陆帅也是五元化红了,我就知道陆帅也有所隐藏。 五元中超凡,陆帅也到了五元中超凡。 苍穹战场之内,苍穹盟内一道道的目光呆如目击之后,随即皆是未知振奋颤目,所有人此刻间也是以第一次知道,原来陆少游真正的修为实力层次,也到了五元化红中超凡的地步,这种层次修为,是同辈之中难以触碰的存在。 第3388章 中超凡之战 五元化红,这家伙竟然也到了五元化红。 五元化红,也是五元化红了,隐藏的也够深的呀。 上清世界天界密地高空苍穹之上,风行天主苍老的褶子脸庞和冰天白皙俊朗的脸庞之上的目光都是面面相去,随即皆是露出震撼之色,五元化红,陆掌门也是五元化红。 五元中超凡,陆掌门竟然也到了如此地步。 撞我上清世界呀。 站台之前,百万之众目视着时空投影传送阵之内,目光悄然泛起了赤红之色,一个个振奋一场,热血澎湃,那喊声开始响彻长空。 没想到陆帅你也到了这一步,五元化红,真是令我意外呀。 神灵广红目视陆掌游,剧目之中,震撼之色正徐徐收敛,露出一如既往的笑意。 彼此彼此。 陆掌游不灭罗汉像上紫金电芒一动,一股毁灭气息弥漫而出,光是那种紫金电芒带出的毁灭之气,就足以令人灵魂颤塑。 望着陆掌游的不灭罗汉像,神灵广红目光再度微动,轻道,传言亘古殿内的紫雷玄顶能够修炼成不灭金刚像,我看陆帅此时催动的应该是亘古殿从来没有人能够修炼成功的不灭罗汉像了吧,传言不灭罗汉像,是人族屈指可数少有的能够和明灵真身相提并论的修体功法,其中不灭罗汉像还是其中出类拔萃的顶尖修体功法。 话音略作停顿,神灵广红抿嘴一笑,继续目视陆掌游道,不灭罗汉像,的确是能够真正的和明灵真身相提并论,但不知道和神灵真身真正相比,又会如何。 我也很好奇,人族地功法,是不是真的能够和明灵真身相提并论? 陆掌游望着神灵广红,周身电弧涌动,隐隐间和不远处紫雷悬顶形成扩散的紫色雷海相连,轻道,那事实就知道了,我也很想知道结果。 那好,那就好好的试试,今天由我们证明一下,到底人族能不能够靠着修体功法和明灵真身相提并论。 神灵广红冲着陆掌游一笑,当话音落下之时,其巨大的神灵真身便是瞬间暴掠而出,庞大的身躯速度却是宛如闪电,伴随着那滔天的诡异气息,佛怒即今仗周空凝聚的佛光般的耀眼光芒能量海洋骤起波动,一道爪印直接扣押向了陆掌游巨大的不灭罗汉之象而去。 轰! 此刻间五元化红修为层次之下,神灵广红举手投足都是令的苍穹动荡,天地能量暴涌波动,声势震撼天地。 爪印扣下,瞬间到了陆掌游的身前,陆掌游巨木之内紫色电弧般的目光涌动,莫得,张嘴一道紫金雷霆如电龙般对着那巨大的一道爪印直接对撞而去。 砰! 两道权印掠空,弥漫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强悍和恐怖,所过之处,空间生生扭曲,无声无息化作虚无。 是么,只不过你的神灵真身也无法奈何我。 望着那声势熏天鹤地般的两道权印直轰而来,陆掌游双臂一阵瞬间五指紧握,紧接着,巨大的拳头之上璀璨的紫金电芒暴涌而出。 嗷嗷! 低沉的龙啸之声传出,陆掌游双拳轰出,瞬间双拳化作两条紫金雷电巨龙能量虚影,气势霸道毁灭,透着一股隐隐间的龙威,随即便是狠狠轰击在了神灵广红的双拳之上。 轰隆隆! 低沉的能量乍响顿时自四拳能量对撞之处传出,那恐怖的能量能量碰触击射而开,令得苍穹高空大片空间生生摧毁久久无法恢复。 哈哈,真是痛快,继续吧。 大笑声传出,神灵广红巨大身躯横移空间,再度对着陆掌游轰击而去,举手投足风起云涌,高空动荡。 的确痛快,继续。 陆掌游针锋相对,好不退缩,电弧身躯闪烁,轰然和神灵广红队撞在了一起。 好强的两人,那神灵族的人强,陆掌门也是丝毫不逊啊,没想到陆掌门也到了如此强悍的地步。 不愧是皇府盟主的师弟,除了陆掌门,同辈之中根本就无人能够和那神灵族的相提并论。 陆掌门,一定要获胜啊。 上青世界之内,各大势力百万代表仅仅的目视着时空投影传颂阵之内那两道庞大的身躯对轰,一个个热血澎湃,振奋呐喊中,目光却是也未知凝重。 在场的都不是一般人,都很清楚那神灵族的男子也绝对是极度强悍,若不是有着陆少游在,苍穹萌这一次无人能够抗衡。 上青世界内各大谷族强者,三级老人,任我行,鬼谷皇者等人此时望着时空投影传颂阵之内那两道山峰般的身影疯狂对撞,都是目光呆至震撼。 那等能量对撞摧毁一片片虚空,透过时空投影传颂阵,众人也能够感觉到那一股股毁灭能量和惊天气势的强悍程度,那从时空投影传颂阵之内传出的一道道低沉音暴声,也足以是令人忍不住心惊肉跳。 妖孽,这就是真正的妖孽。 天地风云起,妖孽成群出,这两个就是妖孽之王。 天地之间,众多密的之内,接连传出一声声喃喃震撼之声。 轰隆隆 高空苍穹之内,佛怒集金杖和紫雷悬顶不同交锋,神灵真身和不灭罗汉相对撞,那等轰击令人胆颤目呆。 那一股股扩散开去的狂暴能量,令得苍穹战场内的同辈皆是头皮发麻,就连这些同辈之中这些风华绝代的巅峰存在,此刻间也都是无法想象,那上空一些的两人,其实力竟然是到了如此恐怖的地步。 那等地步,他们都是现在还根本无法触及,他们和那等层次之间,相隔着的还有着一条巨大的鸿沟。 时间空间傲益,我也有所修炼,陆帅,吃我一掌吧。 狂暴能量对轰,能量扩散中还没有恢复的苍穹虚空之上,众人甚至是根本就没有看清楚,不知这一瞬间中为何神灵广红已经出现在了陆少游的不灭罗汉相之前,一道全印包裹着那身上的诡异光芒气息,瞬间轰击到了陆少游的身前。 吃了。 全印一瞬间破空,让陆少游根本难以躲避,然后直接轰击在了陆少游身上。 轰。 全印将陆少游周身的紫金电弧轰成凹形,金光紫金电弧不断腐蚀吞噬破坏那一拳之力,但这一拳最后还是轰然落在了陆少游的胸膛。 一掌换一拳,也颇为公平。 而就在这一瞬间,陆少游紫金目光之中,掀起一道颇为残忍狠力的效益,一道紫金电芒包裹的全印,也是瞬间就近在咫尺般,带着一条霸道毁灭的紫金雷霆,然后狠狠轰击在了神灵广红的神灵真身之上。 吃啦啦 一拳一掌落下,大片空间直接抹灭,两人庞大的身躯硬抗之下,顿时皆是生生撞碎空间,如陨石般震退开去,震退得远远的,两人这才同时间带着狼狈各自闲显稳住身躯。 好恐怖的力道 好变态的两个家伙 众多目光望着高空只能够是胆颤心惊,那等一拳一掌恐怖之力,若是一般的五元化红修为者直接排上,怕就是刚刚一招,就足以是不死也要躯体暴碎了。 众人暗自倒吸凉气,能够如此对轰的,也只有这两个变态存在了,除了这两人,这世上有还有几个人敢这般对轰。 这也毫无疑问刚刚陆少游和神灵广红两人,都是想真正的试一试到底是神灵真身强还是不灭罗汉象强。 以这两人的修为实力,想要试探而出可不是短时间的事情,因此两人刚刚也是都有着一种莫名的神异默契。 两道庞大的身躯稳住身躯,继续耸苍穹高空,从此时两人庞大的身躯之上来看,刚刚硬抗各自一击之下,两人的气息和身体都是出现了一些波动和伤势,只不过却是依然难以明了到底是谁的本体更胜一筹。 哈哈! 巨大的神灵真身稳住,神灵广红却是突然大笑,笑声收敛,莫得挥手而动,佛怒及金帐所化的光芒空间顿时一缩,整个半空仿若是突然之间停滞下来了一般。 第3389章 神灵圣光 吃了! 佛怒及金帐随即如流光般掠出落回神灵广红的掌心,顿时那佛光般的能量海洋顿时在高空徐徐收敛不见。 牧师着陆少游,神灵广红手握佛怒及金帐,道,陆帅,看样子我的佛怒及金帐和你的子雷悬顶想要彻底奋出胜负来,也不是短时间能够办到的事情,你的子雷悬顶和我的佛怒及金帐都还没有恢复到巅峰状态,他日恢复巅峰之后再战,应该更加完美一些。 陆少游目光微挑,挥手而动,紫金电弧波动,紫金雷海泛起波浪涟漪,紫雷悬顶击射而出,随即落在了掌心之上,电弧相连,浑然天成,霸道无匹之气席卷高空。 主人,佛怒及金帐恢复的不在我之下,想要压制不难,不过想要彻底击败,倒是有些棘手,需要靠主人相助,不过佛怒及金帐也不是好对付的,身为半圣器也自有威能。 随着紫雷悬顶盘旋在了陆少游掌心之上,其声音也在陆少游脑海中响彻传出,声音一如既往的霸道灵觉。 闻言,陆少游不露声色,牧师神灵广红,说话间,都似乎是要喷勃而出漫天电弧般,道,那你的意思呢? 神灵广红聚壁一抖,佛怒及金帐顿时化作流光回到了眉心之内不见,牧师陆少游,道,热身的也差不多了,真正奋出胜负如何? 要全力奋出胜负了吗? 这是要出动底牌了。 所有人文言目光挑动,神灵广红这话,无疑是想要两人都出动最强底牌来奋出胜负了,要不然以此时神灵广红和陆少游两人的防御力,修为和实力,想要奋出胜负,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两个都是真地涅槃,两个都是五元化红,两人都有半圣器,一个是明灵最强种族神灵族的年轻一辈巅峰,一个是人族第五奇特奥义领悟者,这两人想要彻底奋出胜负,又岂会是短时间能够奋出的? 也好,真正奋出胜负吧。 陆少游话音落下之际,其掌心之内紫雷悬顶收敛消失,身上的紫金垫弧密纹却是更加耀眼。 接下来奋出胜负,我很期待,不知道陆帅还会有何种底牌。 牧师着陆少游一笑,神灵广红话音落下之际,其巨大的身躯周身一道道媚网诡异气息自体内席卷而出,煞时间刚刚才平静瞬息的苍穹再度风起云涌,天色瞬息变得暗沉起来,这气息像是九幽地狱痴魅王两般,又如九天之上神灵降世。 随着这种气息的波动,神灵广红庞大的神灵真身上顿时神光溢溢,巨大的双瞳透着一种空灵,仿若是令人看上一眼也能够心旷神怡,令人灵魂说不出的舒服。 风起云涌的高空苍穹之上,以神灵广红巨大的神灵真身为中心,随即便是出现了九道光柱,这九道光柱冲天而起呼啸而出,令得整个苍穹战场深处众多同辈巅峰修为者也为之心神无端一颤。 九道光柱如九条巨龙,随着神灵广红挥手一握,最后九道光柱如九龙营绕在周身旋转不休,整个高空苍穹这一瞬间风起云涌,九天未知动荡。 轰隆隆。 九道光柱冲天而起,在这无尽的苍穹战场深处虚空内无边无际蔓延波动,神灵广红周身,此刻间亦是一股股强大浩瀚的威压弥漫长空。 这一刻,苍穹变闪雷鸣,滚滚威压渗透着一方天地。 神灵圣光,这是神灵圣光。 天哪,这是神灵圣光,神灵族的神灵圣光。 神灵族的最强底牌,传言神灵圣光早已经失传,神灵族历带来已经无人能够修炼成功。 神灵圣光,凝灵种族尽数要受到威压,神灵圣光一出,凝灵种族莫敢不从,不敢不敬,神灵圣光,元帅成功了。 浩强的威压,神灵圣光的威压,明灵种族者无法抵御,只能够攻从。 随着九道光柱一出,苍穹战场深处这虚空之内,明灵种族之内的众多同辈明灵巅峰角角者也为之面红耳赤,那等威压令的他们无从抵御。 神灵神光,神灵族的底牌,神灵族能够被所有明灵种族甘愿奉为第一存在,就连凶永好战的修罗族也不敢不从,就是因为神灵族的神灵圣光存在。 传言神灵圣光一处,所有明灵种族莫敢不从,那种威压来自血脉灵魂,明灵种族之人无法抵御。 痴痴。 此刻间,神灵圣光一出,高空电闪雷鸣,威压盖世,一个个明灵佼佼者先后开始单膝恭敬而跪匍匐。 神灵圣光之下,莫敢不从,最后就连婆修美玉,罗美,婆弥,等人也为之恭敬单膝而跪。 天罗蒙众人单膝匍,但目光随即各自露出了喜色,对于众人而言,神灵圣光之下,怕是接下来也不会有什么悬念了。 神灵圣光普照之下,此刻间天罗蒙内也只有少数的几个天生灵物没有被彻底压制,但一个个明显也是受到威压不小,能够真正傲然而立的,也只有墨袍视天,只有他一人还能够挺拔而立。 好强的威压 苍穹萌内,神灵圣光拍照之下,令的众人也都是无端心颤,威压渗透苍穹,都是受到巨大影响,不得不是运转各种手段抵御这种恐怖威压。 神灵圣光,竟然是神灵圣光,这下麻烦了。 神灵广红竟然是到了如此地步,神灵圣光,二帝这下怕是都有些吗,麻烦了。 神灵圣光,神灵族中竟然是还有人能够修炼出来。 风悠悠,杨过,牡丹等目视着上空,那等滚滚威压之下,也皆是目光顿时露出了凝重之色。 神灵圣光,竟然是神灵圣光。 上清世界天界密地苍穹之上,风行天主目视着时空投影传颂阵内,浩瀚无边的目光也泛起波动。 神灵圣光,神灵族的底牌,根本不是一般的人族和兽族所能够相比的,这神灵广红还真是强悍啊,就连神灵圣光也能够修炼成功。 冰天白皙的英气脸庞上,目光再度显得极为凝重,他很清楚神灵圣光的恐怖,那根本不是人族和兽族所能够抗衡的,目光转望着风行天主,轻道,少游还能够抗衡下来吗? 风行天主深邃浩瀚的双眸目视着冰天,张嘴轻道,那小子现在好像还没有动用那一位仙辈所留吧。 当初我风家老祖都曾经说过,若不是有着混沌世界本源,他和那位仙辈谁胜谁富都只有天之道了,那位仙辈足以称得上那些拥有混沌世界本源之下的第一人。 你是说七绝,冰天凝重的目光顿时一亮。 的确很强。 陆少游目视着前空,庞大的不灭罗汉向巨壁挥手而动,周身耀眼的电弧稍微收敛,莫得。 一股凶煞沙伐之气顿时暴涌出风暴般席卷,灭绝无匹,滔天沙伐等气息席卷,足以示令得周空众人心智为之动摇。 呼啦啦。 随着这等气息席卷,周空之中,煞时间暗沉了起来,滔天的灭绝之气席卷,暴力自虽之气滔天,沙伐之气弥漫长空, 隐隐间意识还有着无穷无尽的无灭之气和无声之气。 一股股恐怖之气震人心魄,半边苍穹瞬息间如乌云压顶,遮天蔽日。 吃!吃!吃! 九股滔天气息从陆少游庞大的不灭罗汉向内蔓延而出,九股道气息分别透着大词之气,让人心神舒畅。 大悲之气,让人心生怜悯。 灭绝之气,让人凶煞杀伐。 暴力之气,让人暴力自虽。 暴力之气,让人心生死亡。 九股气息冲天而起,亦是如九道光柱般投射无穷虚空,随即在陆少游庞大的不灭罗汉向周围凝聚成了九股密文虚幻古图。 九股密文古图,九股不同的气息涌动,都是带着古老的气息将陆少游不灭罗汉向团团围住,恐怖的九股气息,无端让人汗毛直竖,灵魂颤速。 九股气息席卷而出,前空远处神灵广红也是为之巨目一挑。 浩强的气息,陆帅还有底牌。 苍穹萌内,众人目视那上空天昏地暗般的空间,那等凶煞杀伐,灭绝无匹,和神灵广红周身气息截然相反,但众人都能够清楚的感觉到,这等气息却是瞬息间,能够直接和神灵广红身上的神灵圣光针锋相对,分庭抗礼。 这是,九绝之气,他什么时候修炼成了那位先辈的九绝之气了? 风悠悠目视前空,娇颜目光在呆滞了一瞬后,随即目光大害,九绝之气他也曾经接触过,却是根本难以触碰到高层,九绝之气的恐怖,他也最为清楚。 天地之间某处,一道苍老身影亦是目露些许惊讶之色,随即喃喃倾道,这路少游怎么和七绝皇尊那家伙又扯上关系了,七绝之气虽然强,不过当初也无法真正抗衡神灵圣光。 话音未落,苍老目光却是猛然再度波动,好像多了两种气息啊,传言七绝皇尊那家伙后来历经数万年再度修炼出了两绝之气压制走火入魔,不知道九绝之气,能不能够抗衡神灵圣光。 第3390章裁判之刀 苍穹战场深处虚空,目视着前空那遮天蔽日般的昏暗苍穹,凶煞杀伐,暴力灭绝等气息席卷之下,神灵广红一直泛着笑意的脸庞上也变得肃然起来,其周身九道光柱在周身如九条巨龙般旋转,再度手掌一握,九道光柱顿时在双掌紧握空间之下迅速汇聚在了一起。 神灵圣光,裁判之刀 低沉的喝声落下,随着九道光柱直接汇聚成了一道极光,最后化作了一柄耀眼大刀。 这耀眼光芒大刀宛如实质化斑,密纹营绕,风雷阵阵,像是将漫天的能量和威压尽数汇聚在了那一柄大刀之内,那隐隐间蔓延而出的威压,让人根本就不敢目视,看上一眼,也像是灵魂要被毁灭了一般。 该奋出胜负了,去! 挥手而动,神灵广红抬手一阵,那凝聚而出的巨大耀眼大刀顿时呼啸而出,一股无形的威压弥漫,扭曲整个空间,携带着漫天的刀芒飙射,封锁路少游所有退路。 嗡嗡! 这一刀而出,风雷阵阵,环宇响彻,惊人的毁灭之力,如同天降神阀,速度快得无法形容,能够穿过时间空间的阻碍,将世间万物生灵催枯拉朽般直接摧毁。 九绝之气,镇压之塔。 就在那一刀携带着漫天刀芒暴射而来之际,路少游手印凝结,周身九幅古图旋转而起,最后直接化作了一座庞大的九层大塔。 轰! 大塔凝聚浮现而出,无穷无尽的灭绝暴力,无灭无声,大慈大悲,绝灵绝地,绝天气息围绕着庞大的大塔,如同龙卷般旋转不休,就如同是一只庞大的滔天凶兽正张开猙獰大嘴,能够将一切尽数吞噬一般,越是目视着,越是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咻! 刀芒劈下,就在出现在了路少游身前的时候,那巨大的九层大塔直接横灌掠出阻挡在了一刀之下。 哗啦啦! 空间颤动,刀芒击射,那等视觉冲击无法形容,随着九层大塔阻挡,可怕的刀芒顿时疯狂倾斜,像是能够腐蚀万物般,大片空间寸寸崩碎,九层大塔第一层直接劈碎,大悲之气席卷长空。 咔咔! 随着九层大塔第二层在刀芒之下破碎,大瓷之气席卷长空,第三层破碎,灭绝之气席卷长空,第四层破碎,化作滚滚暴力之气。 顿时,这一方苍穹高空仿若时空凝固,寂静的一片死寂,众人屏息以待。 高空之上,那等交锋,那等能量和威压,令人无不适心中压上了一块巨石般的鸭翼,灵魂未知颤速,心底深处毛骨悚然,鸭翼的心跳为之停滞。 刀芒腐蚀凶兽般的九层大塔,大塔之内,滚滚气息腐蚀刀芒,交锋处遮天蔽日般的能量对撞如同是药日般的光芒从天而落,苍穹之上,只有那两大庞大如山峰般的巨大身躯耸立长空,如若两尊天神。 砰砰砰! 大片虚空以刀芒和凶兽般的九层大塔为中心接连崩碎,滚滚的毁灭气息降临苍穹,辽阔的苍穹虚虚空之内,凡是目光所及之处,空间如同是火山喷发般接连炸开。 这一刻,九天震动,虚空之内接连震碎,如同蔑视,如此震撼的一幕,震动环宇。 九层大塔接连破碎,每一层破碎,都是令得众人目光心惊肉跳。 能够抵御吗? 北宫无双,陆晶云,紫燕,蓝十三,牡丹,袁若兰等抬头目视上空,目光紧张凝重。 风悠悠目视着前空,圣洁的脸庞上,眉头紧锁在了那刀芒大塔交锋之中,喃喃轻道,你答应过的事情,一定要做到才好,一定要抵御住。 咔咔! 刀芒之下,当九层大塔破碎到第七层的时候已经开始明显速度慢了下来。 而在第九层的时候,刀芒和大塔已经相互僵持不下,那恐怖的一刀和漫天击射的刀芒也徐徐削弹了不少。 哗啦啦! 无数目光漫天丙息以待间,九层大塔终于最后一层破碎,与之同时,那恐怖刀芒也彻底在那无穷无尽的凶煞杀伐,暴力等气息之中腐蚀削弹,两者同时消散在了苍穹高空之内。 扑齿! 两道耸立半空的山峰般巨大身躯,同时间嘴中各自一嘴血液喷泊而出,两人身上的紫金电弧和神灵圣光同时间暗淡。 两人目光都是同时间露出震撼之色,身上的气息也是瞬间暗淡了起来。 不分胜负,两败俱伤了。 苍穹战场深处,三千大千世界密地之内,无数的目光从倒西凉气的待至目光中徐徐回过神来,目视着那两人庞大的身躯,那两个变态存在, 似乎又是不分胜负。 怎么可能,这陆少游怎么能够抵御下元帅的神灵圣光? 天罗蒙内,众多目光却是不容置信,神灵圣光在他们眼中那是不可战胜的存在,根本无人能够相提并论, 但此刻竟然是被陆少游抵御了下来,这绝对是众人难以接受的。 没想到陆帅的底牌也如此强悍,不愧是人族之中同辈第一人。 神灵广红嘴角血迹徐徐神意消散不见,远远目视着陆少游,道,看样子我们想要奋出胜负的话怕是不太容易了。 既然说了要奋出胜负,那自然就要奋出身负才行,我这个人,从来不太喜欢不奋伯仲。 陆少游目视着神灵广红,带着血雾的嘴角弧度泛起些许笑意,就在话音落下之际,庞大的罗汉之象又壁一抖,不知何时右手掌心之上悄无声息间出现了一个十数米大小的能量光团。 这能量光团之内,青龙、白虎、猪雀、玄武四兽能量兽体虚影奔腾追逐,刺眼的能量强光刹那间迸发。 光团边缘,难以让人看见的漆黑裂缝弥漫开去,仿若是蕴含着恐怖的狂暴之力在其中,欲要喷勃而出,隐隐间时间、空间、灵魂、物质四种奇特奥义气息弥漫而出。 神灵广红巨目望着陆少游右掌之上的能量光球,目光为之暗自微动,道,看样子陆帅一定想要奋出胜负,那我也只有奉陪,不过这手段陆帅好像已经施展过了,怕是想要奈何我,还是无法办到的。 喝声落下,神灵广红庞大的神灵真身微微轻动,脸庞目光抹过些许笑意,莫得,一道诡异手印凝结,周空无端一颤,天地能量波动,周身暗淡的神灵圣光再度耀眼起来。 而就在神灵广红周身神灵圣光再度耀眼之时,光芒闪烁,以周身为中心,顿时形成一道道的光环。 陆帅,世人一直以为,我神灵族的神灵圣光只有裁判之刀,却是有所不知,我神灵族的神灵圣光除了裁判之刀外,还有另外的绝招。 只不过除了我神来一族的老祖之外,根本就没有人能够修炼成功,我刚好得到些机缘才能够恰巧修炼一二,而神灵圣光最强的也不是裁判之刀,而是这一股力量,这种力量太过于强大,既然陆帅这么想要奋出胜负,那我今天就陪陆帅一场又如何? 淡淡的话语,如天籁般响彻在苍穹,当神灵广红最后一个字音落下之后,周身那一道道的耀眼光芒如蓄日东升,一股股奇特的波动也是蔓延开来。 哗啦啦! 这种奇特波动蔓延之下,却是蕴含着一种无声无息的恐怖毁灭之力,仿若是能够直接将天地毁灭万物毁灭。 这种毁灭之力和八荒天地绝的霸道毁灭之力有些不一样,但却是丝毫不在八荒天地绝之下,看似神圣无比的光芒下,阴寒的却是真正的毁灭。 这种毁灭气息,令得陆少游也是目光一挑,如此毁灭之气,明显是比起刚刚那一刀更加危险。 只能够如此了,不成功变成人。 嘴角微微露出些许苦笑意味,也在这同时间,陆少游庞大的不灭罗汉向周身,金、青、蓝、赤、黄五种耀眼的属性光芒突兀冲天而起。 轰! 这一煞,苍穹不知为何,无端一颤,莫得,这一方苍穹虚空之上,猛然浮现一个巨大虚空黑白漩涡,一条洞容弧线在中间弯曲相连,形成一个黑白阴阳圆形图案。 陆少游那紫金电弧弥漫的双眸目光,在这瞬息间,也随即变成了一黑一百两种诡异光芒。 此刻间,陆少游想要付出胜负的,正是想要催动五神诀。 四神诀乃是师父八荒圣尊帝霸天在灵武世界内所创,代表着灵魂、时间、空间、物质四种奇特奥义,每一诀相容,威能都会疯狂大增。 而五神诀,却是陆少游自己所加,当初在苍穹战场之内对付猿魂,最后被迫尝试五神诀,虽然最后九死一生,也只是催动了半成品的五神诀,还让自己最后差点死无全尸,但却是令陆少游很清楚的知道了五神诀的恐怖威能,那等威能,也是绝对恐怖无匹,灵绝天下。 第三千三百九十一章竟是之环vs五神诀 第五奇特奥义 随着苍穹之上那庞大的阴阳图案浮现而出,一股巨大的天威也瞬间弥漫渗透天地,众多的目光也骤然震撼仰视苍穹。 庞大的不灭罗汉向左手掌心之上,一道缩小版的阴阳能量图案浮现而出,随即在陆少游的掌控下,直接掠进了右手掌心上的能量光球之上。 轰! 随着这种能量掠入,阴阳奥义看似顺利地融合进入了光团之内,但是光团之内那种只有陆少游才能够感觉到的巨大排斥之力,却是立刻让陆少游心脏和灵魂都是如同遭受重击。 那平静的光团能量之内,瞬间开始扭曲起来,像是要随时炸裂一般。 陆少游顿时目光凝重,心中也早有了心理准备,上一次的勉强融合一半之后那种九死一生的后果陆少游还心有余悸。 甚至上一次融合之后,还招来了天伐之雷,要不是因为本体强悍,上一次的天伐之雷,就足够自己死伤好几次了,所以这一次陆少游也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而这些年,陆少游在五种奇特奥义的融合领悟上,一直也都放在心上,虽然没有直接花上太长的时间领悟,但一旦有时间,陆少游都会在五种奇特奥义的领悟上花上不少的时间,也算是收获不浅。 要不然此时这种关键时候,陆少游也不敢随便想要融合五神诀。 融合 屏障着本体的强悍程度,陆少游咬牙抵御着来自融合五神诀那等强悍的排斥之力,因为上一次的融合和这些年来对于五种奇特奥义的融合领悟,陆少游也有了些心得。 凭借着领悟所得,不急不躁,控制着阴阳奥义能量融入四神诀之内。 这种融合,陆少游丹田汽海之内的万字元丹顿时一颤,一股蛮荒苍古之气也随即源源不绝涌出。 伴随着阴阳奥义能量融入到了四神诀内,那黑白洋洋图案随即便是在那能量光团之内也开始蔓延开去,逐渐的笼罩向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似兽虚影,令得这能量光团之上的威能,也请刻间直接飙升。 轰隆。 莫得,苍穹高空之上,整个空间颤抖,摇摇欲坠起来,空间波纹如煮熟的热水一般沸腾起来,周空乌云滚滚,雷声轰鸣,短短瞬间,就已经是电闪雷鸣,天昏地暗,仿若是这一片天地猛然就陷入昏暗之中。 吃啦啦! 只有一道道心计电芒营绕,在遮天蔽日的乌云之内不停穿梭,无穷无尽的陌生恐怖气息蔓延,伴随着一股滚滚天威渗透而出。 路少游手掌之上的能量光球,此刻间在这昏暗的空间之内却是光滑大作,逐渐大胜,如同要日一般绽放,一股新的气息和天地相连,伴随着一股天威浩荡,滚滚不休。 这是天威降临,天地异象。 这是什么手段,竟然是在苍穹战场深处内引起了天地异象。 苍穹战场深处虚空,三千大千世界无数密的之内,无数的目光震惊呆滞。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出现天地异象。 这路少游在搞什么? 路帅还在准备底牌,天哪,是那底牌引起了天地异象。 苍穹战场深处,众人目光瞠目结舌,那等浩荡威压之下,令人心魂颤聚,一股极度的危险气息正自那能量光球之内蔓延开来,那气息,正越来越强。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前空的神灵广红也目露疑惑,随即似乎也感觉到了心中一股不安。 这种不安,是神灵广红从所未见,神灵广红知道,他不能够再给时间给对方了,要不然自己一定会很麻烦,这路少游绝对是他有生以来的最强对手,他有生以来,还从来没有在同辈之中遇到过如此强悍恐怖的对手。 神灵圣光,净是之环。 目光暗动,话音落下,神灵广红挥手而动,周深那蓄日东升般的光芒泛着诡异的波动涟漪蔓延开去,随即如同树立的佛祖光环一般自周空浮现而出。 轰! 随着这种圆弧形光环以神灵广红庞大的身躯为中心浮现苍穹,这一方天地之内的能量顿时紊乱。 呼啦啦! 这一刻,辽阔无边的苍穹战场之内,无数苍穹蒙,天罗蒙大军正汇聚其中。 乍然之间,整个苍穹战场空间之内,苍穹之上开始泛起神异的光芒。 这种光芒照耀天地,却使令得高空逐渐阴沉昏暗。 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来,天地一变吗? 无数亿万苍穹蒙和天罗蒙的大军一道道目光目视上空,那神异的光芒伴随着天地能量的暴动,令得众人面色大变,目光骇然,心中无端心生不安,灵魂颤速。 苍穹战场深处,神灵广红周身光环蔓延而出,那耀眼的光芒如同佛祖霞光迸射波动,万道霞光一圈圈一波波波动,如神灵降临,光滑扩散长空,瞬间朝永般席卷向了路少游而去。 哗啦啦! 光环波动,无穷无尽的光滑铺天盖地蔓延开去,大片苍穹空间无声无息直接抹灭。 身在光环之内,神灵广红如若真神,光环蔑视,能够净化时间万物,所过之处,万物生灵荡然无存。 苍穹战场深处,所有目光平住呼吸,心跳在这一瞬间也未知停滞。 太强了! 那种莫名的压抑气息,此刻间就连小龙,杨过等,也未知周身光圈覆盖,目露震骇,一道道死记般的目光,都是痴呆般的紧缩上空。 太强,太强了,路掌门还能够抗衡吗? 那是蔑视威能,强得太过恐怖了,路掌门,挺住啊! 上清世界天界密地之内,时空投影传送阵之前,各大实力百万代表皆是双拳紧握,掌心湿润,额头汗如雨滴。 各大古族强者和代表,也皆秉析以待。 这一刻,所有目光都落在了那庞大的电弧身躯之上,那一道身影,代表着上清世界。 这一刻,所有人都将那一道身影融入到了上清世界之内,不管那一道身影究竟是来自何方,也没有人会再去在意这些。 所有人知道的是,那一道天神般身影此刻代表的是上清世界,苍穹战场最深处,上清世界的人踏足到了最高峰之一。 哗啦啦! 无穷无尽的的光滑波动铺天盖地蔓延,瞬间到了陆少游身前,光滑蔓延,沿途一切净化化作虚无,那种毁灭之力,根本不是人力所能够抗衡的。 哗啦! 光滑蔓延苍穹,陆少游庞大的不灭罗汉象周身之前的紫金电弧,在这光滑之内的净是之力蔓延下,也只是将其速度阻挡了一会,随即也开始直接毁灭消弹。 紫金电弧削弹,眼看就要直接拨动到了陆少游庞大的不灭罗汉象之前,那等净是毁灭之力下,怕是陆少游的防御之力再强悍,后果也可想而知。 陆掌门,抗住啊! 上清世界天界密地百万目光目视时空投影传颂阵之内,所有人心惊肉跳,双拳紧握,目光悄然爬上血红之色。 道声一,一声二,二声三,三声万物,万物天地,轮回不变,神灵圣光,净是之环,能够毁灭俗能,却不能够奈何奇特奥义,我以第五奇特奥义成就五神诀,神灵圣光,怕是就不够了。 就在此刻间,淡淡的声音自露少游嘴中传出,随着一瞬间,身上滚滚的黑白光芒尽数灌注进入在了掌心的能量光团之内,掌心之内的能量光团飙升的气息,在剧烈一颤之后便是骤然一停。 然后那等恐怖气息尽数收敛,就连周空引起的天地异象动静也刹时间为之平静起来。 只不过那种平静的气息下,陆少游掌心之内那平静的能量光团,确实让人看上一眼,无端就会心惊肉跳,灵魂颤速。 吃了! 也不知道为何,这天的猛然一颤,神灵广红催动的静视之环光华蔓延摧毁陆少游周身紫金电弧,眼看那一波波的万道霞光就要波及到陆少游身躯之上,在此刻间也瞬间无端戛然而止,像是突然之间受到了一股巨力阻挡。 光环波动在前,万道霞光近身,苍穹摧毁成了无尽虚空,神光溢溢,此刻间,陆少游那一道庞大的罗汉之像却是在那静视之光毁灭之力下依然屹立不到,汗不可动。 那庞大的身躯此时看似风轻云淡,却是无端令人震撼霸决,心神动荡。 此刻,这苍穹战场最深处,除了那一道庞大的罗汉像之外,此时又还有谁敢踏足面前。 去! 口中一个去自喷出,陆少游挥手推出了掌心之上的能量光球,此刻间,陆少游知道自己终于成功融合了武神诀,带来了天地异象,却是没有招来天罚,成功融合的武神诀,比起上次的威能,怕是又是天壤之别。 第三千三百九十二章你败了 能量光球波动而出,要日班光芒大作,能量光球齐上,却是不知何时化成了黑白阴阳图案,然后直接掠进了陆少游身前的毁灭光环霞光之内。 以这能量光球为中心,周围空间悄然开始化作了一个巨大的黑白阴阳空间漩涡,就像是宇宙漩涡一般,一直朝着四周蔓延开去。 黑白阴阴阳图案能量光球徐徐旋转,五股奇特奥义汇聚成一体,其所过之处空间无声无息寸寸崩碎,催枯拉朽,势不可挡,就连光环霞光也难以抵御而下。 嗷嗷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兽庞大虚影在阴阳图案上奔腾飞跃,咆哮连连,所过之处,天地颤抖,一切化作虚无。 一股无形的浩瀚气息蔓延,让在场所有生灵都是有着一种欲要匍匐的冲动。 能量光球瞬间在光环之内破空而过,像是能够穿越一切阻挡,时空之故也无法阻碍,瞬间如同从天而降划过长空的陨石般出现在了神灵广红的身前。 能量光球的黑白阴阳光圈内,龙银虎啸确立归名,四岛庞大的兽影掠出,浩瀚气息溃压长空,四兽奔腾,顶刻间无数光芒击射而出,瞬间便是奔腾扑向了 神灵广红庞大的神灵真身。 四兽猙獰奔腾,龙银虎啸确立归名之下,青龙纵空,白虎扑石,朱雀震翅,玄武怒盘,将神灵广红周身空间潮水般蔓延而出的光环生生摧毁。 瞬息间,掉眼的光滑鸡射如烟花绽放,低沉的售后咆哮盛,亦是如汗围般的惊天动地之声,顿时在这片天地之间陡然响彻而起。 熬! 吼! 孤! 立! 混乱的空间令人心惊肉跳,目瞪蛇将,大片苍穹虚虚空此刻浮现巨大的深洞,露出让人心计的深邃漆黑之色,近起涟漪如海啸般骤然在高空泛起,化作光湖倾洒席卷而开,使得空间迅速蔓延出一圈圈的漆黑涟漪,如同无数黑色带子浮现天雨。 混乱的空间内,望着这一切,无数目光无不含义升起,如此恐怖的毁灭气势,足以毁灭万物,毁灭众生。 砰砰砰! 四道庞大兽影摧毁光环,神灵广红周身光环一圈圈炸碎,当四道虚影在光环腐蚀进化之下尽数消散之际,神灵广红身躯之上的万道霞光也尽数在虚空内消散,只是剩下了最后一道光环。 扑哧! 伴随着低沉的能量炸响声响彻,庞大的神灵真身和不灭罗汉向嘴中皆是血液喷勃而出,这等冲击之力下,两人直接受到冲击影响,庞大的身躯之上皆是鲜血淋漓。 最后一道光环之内,神灵广红嘴角鲜血淋漓,气息到了维米状态,目光暗自震撼之色收敛,冲着陆少游一笑,道,好强的手段,普天之下,能够抵抗我竟是之环的手段,也只有陆帅这等手段了, 不过看样子,陆帅还是无法获胜,我们依然是难分胜负,竟是之环,可不是轻易就能够破的。 是吗,不过应该不是如此。 陆少游同样鲜血淋漓,嘴中鲜血滴落在了淡淡的电弧之上,发出滋滋的烟雾声,巨大的手掌之上,随即便是掏出了大把的灵精直接塞进了嘴中咀嚼咽下。 呼! 莫得,陆少游周身泛起奇异的波动,随即微米的气息开始瞬间攀升起来,其鲜血淋漓的嘴角冲着神灵广洪露出些许笑意,这笑意令人看着却是有些残忍猙獰,宛如凶猛的猛虎正寸步不让的瞪着自己的猎物一般。 熬! 短短瞬息,陆少游右手掌心之内一团血光闪烁而出,一道龙银之声响彻长空,血光收敛,血露在握,通体血红带金,静密中透着消沙灵力之气,沿着动人动人的刀弧,虚空显露一圈漆黑的空间裂缝光圈。 随着血露出现,这一煞,这一方苍穹虚空之内的天地能量也无形中受到了牵引,一股无形的金色光芒从虚空内渗透而出,漫天虚空之上,顿时金光翼翼,气息消沙灵力席卷而开。 刷刷! 苍穹战场深处,一道道的目光瞬间落在了陆少游的身上,手持金血色大刀,伴随着紫金电弧闪烁长空,庞大身躯和苍穹虚空金芒相连,消沙灵力的气息让人心颤,漫天金芒之中, 那庞大的罗汉之象踏足耸立,如若凶虎霸师苏醒傲视苍穹。 咦! 这一瞬,神灵广红目光都是瞬间落在了陆少游手中那金血色血露刀身之上。 阴阳霸刀绝! 没有任何当个,随着血露在手,陆少游一刀劈出,血露划出一道玄傲弧线,一道阴阳图案顿时营绕而出悬挂天宇,一道金血色刀芒飘射而出,带着磅礴的消沙之气顷刻释放,漫天虚空为之颤动。 刹时间,这一方苍穹虚空之上,刀芒飘射,九天动荡,虚空崩塌,无穷无尽的天地威压从虚空渗透而出,电闪雷鸣之中,刀芒冲斥天地,虚空泛起惊涛骇浪,伴随着一股天威浩荡,滚滚不休。 恐怖的一刀随即在神灵广红瞳孔之中扩大,其眼神也刹时间转换成了震撼之色。 咻!快如闪电,势如奔雷,这一刀在神灵广红此刻间震撼的双眸眼神中,直接落在了庞大的神灵真身最后一道光环之上,随着这最后一道光环直接劈碎。 吃啦啦! 当光环破碎,刀芒也随即蹦射其中不见,神灵广红周身最后光环破碎,苍穹周空之内爆发出了低沉的阴暴声响,整片苍穹都在此刻颤抖了起来。 一道道的漆黑空间裂缝像是蜘蛛网一般在天与高空飞速蔓延开去,大片空间在阴阳黑白光芒之中无声无息崩塌摧毁,催枯拉朽化作虚空。 扑哧,扑哧。 神灵广红巨大的神灵真身嘴中,大嘴的血液接连喷勃,数口血液喷出,其庞大的神灵真身也逐渐缩小,最后恢复成了原本所在的人形状态,天蓝色长袍之上血迹斑斑,俊美绝伦的脸庞上面色惨白,抬头目视着前空此时显得庞大的身躯,其目光难忍震惊之色。 那一道巨大身躯耸立长空,此刻坚守持金血色大刀,电弧营绕,气息霸道灵绝,威盖苍穹,俯视神灵广红,道,我说过会奋出胜负,现在,你败了。 胜了,路掌门胜了,撞我雄风军团。 胜了,路掌门胜了。 上清世界天界密地之内,一道道的目光徐徐回过神来,短暂的死寂之后,百万人群内,一道道的喃喃喝声随即悄然响彻,顿时汇聚在了一起,短短瞬息的时间,便是汇聚成了惊人的滚滚声响,宛如雷鸣。 此时那一道踏空而立,手持金刀的紫金电弧身躯,令得整个天界密地各大势力的代表为之热血澎湃,激动莫名,不少目光,血红的目光中,眼角悄然泛起激动的泪水。 元帅落败了,这路少游太强。 元帅怎么会败了,怎么会。 天罗蒙内,一道道的目光面面相去,震撼震惊,亲眼所见,也为之不容置信。 胜了。 北宫无双,陆京云,杨过,紫燕,陆新童,袁若兰等在下空目视,紧握的双拳此刻间也徐徐摊开,这震撼的一场惊天战,让众人此刻间也还难以彻底回过神来,但不管如何,最后结果,终于是获胜了。 风悠悠牧师上空,白衣照体,明眸微动,眼中似乎是流露出一抹忧伤一闪而过,不易捉摸,勾唇,喃喃倾道,他做到了。 不愧是第五奇特奥义领悟者,浩强的第五奇特奥义,我败了,第一座洪荒殿是陆帅的了。 牧师陆少游,神灵广红震骇的目光收敛,惨白的脸庞目光中抹过些许奇异波动,然后再度泛起些许笑意弧度,胜负仿若是在转瞬间就已经在心中放下。 轰 随着神灵广红话音落下,其两人剩下巨石下上升,神灵广红身躯也骤然下沉。 陆少游目光微挑,手中血路收进体内,庞大的不灭罗汉向收敛,轻袍轻动,面色苍白,脚下巨石轰然一颤声于脚下,拖起身躯直接升腾到了苍穹战场最高处。 吃啦啦 与此同时,袁若兰,北宫无双,陆少游大魂鹰,小魂鹰,小龙,风悠悠,试天,神灵广红八人脚下山峰般的巨石重新排列,八块巨石徐徐旋转,围绕着上空陆少游脚下巨石。 轰!轰!轰! 苍穹之上,九道光柱落下,直接笼罩在了最后获胜的九人之上,九人齐齐而立,凭空九道光柱之内,各自九股光芒略进了九人眉心,略进陆少游眉心之内的光芒最为耀眼。 九人微微昂首,双眸紧闭,任由九道光芒略进眉心,九人都清楚,按照苍穹战场内的规则,此刻间这九道光芒,正是来九座洪荒殿。 这光芒能量和灵魂相连,只有这九道来自洪荒殿的能量,才能够到时候打开各自所属的洪荒殿,别人根本无法得到,也根本无法打开洪荒殿,只有这九人才能够打开九座洪荒殿。